那一处的疼痛感刺激着苏燕的神经 他拧眉瞥了一眼餐桌对面安静用餐的男人 秦菜叶薄纯倾拟着咖啡 漆黑的眼眸落在财经杂志上 浑身散发着清冷金贵的气息 和晚上纠缠他时候的样子盼若两人 想到他昨晚又是毫不顾及 他感受的折腾了一整宿 苏燕深吸了一口气 忍不住发问 协议你好了吗 男人不轻不重地问了一声 又翻了一页财经杂志 那我们什么时候签 苏燕追问 秦菜叶促了下眉心 抬眸看向餐桌对面交集询问的女人 冷声说 你就那么迫不及待 他气势太强 苏燕被他一下子争住了 他实在搞不懂秦菜叶 为什么在离婚这世上这么磨叽 难不成是他这群年轻的肉体 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那他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包养情妇 想到这里 苏燕扯了下唇角 我早些将秦太太的位置空出来 你也好娶新人 争取三年爆料 秦菜叶盯了他几秒 随后重重地放下手里的咖啡和杂志 今天中午 来公司找我 他绷着脸 撂下话 起身离开 很快 院子外响起汽车喇叭的催促声 苏燕苦着脸 走到院门口 结果保姆手中的便当递给司机 然后公顺地站在一侧 车后座的男人淡淡地瞟了他一眼 你这会儿还是秦太太 目送汽车离开 苏燕看了眼手腕上的钻石手表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还有三个小时 他就解脱了 太太 中药熬好了 保姆端着碗黑漆漆的药 站在卧房门口 气入鼻尖的中药胃 冲得苏燕胃里一阵恶性 他厌恶地说 我不想喝 你把药倒了 保姆一脸愁躇 劝道 太太 这个药是大夫人送来的 让您务必每天都要喝 您还是喝了吧 苏燕眉头一紧 声音陡然凌厉了几分 我不喝药 以后你也不用再熬药 听清楚了吗 保姆被惊了一瞬 太太一向温顺尸体 今天是怎么了 妈 电话那头的沈月之语气 强势地说 苏燕 这个药对受孕是很有帮助的 你一定要按时喝 妈 我身体没问题 不用喝药 沈月之声音透着不满 你都嫁过来一年多了 肚子还没有动静 身体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反正就要离婚了 苏燕觉得他也没有必要 保持低眉顺眼了 他可一点也不想再听 这种影响他乳腺健康的话 妈 我身体各项指标正常 喝了整整一年的中药 却始终怀不上 您就没有想过别的可能 电话那头停顿了好几秒 沈月之声音有些颤抖 苏燕 你什么意思 妈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挂了电话 将手机丢回给呆愣的保姆 苏燕觉得心里一阵畅快 他终于把憋了一整年的气给出了 还没有开心十分钟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姐姐苏炼 燕燕 爸爸让你回家一趟 汽车开进苏公馆 管家在门口候着 二小姐 老爷跟大小姐在书房等您 苏燕深吸一口气 敲门进入书房 苏立生脸色灰暗 坐在书桌前 对着进屋的他 哐当甩了一叠文件 纸片划过耳机 苏燕觉得顿痛 伸手一摸 手指沾上一片鲜红 是右耳垂被锋利的纸片 划出了一道小口子 请出几滴鲜血 苏立生站起身子 缓步走到苏燕跟前 踏起唇 声音带着嘲讽 我不指望你跟你姐姐一样 有能力打理公司 但是你起码维持好 跟秦家的联姻关系 苏燕低声道 燕燕 早上你跟秦菜叶 婚姻不合的消息一流出 苏氏集团的骨架 就跌了好几个点 苏燕眼眶泛红 突然鼓起勇气 咬着牙道 我跟秦菜叶 从骨子里就不合适 我们性格不合适 是也吃不到一块 话也说不到一处 就连性生活也不和谐 她在外面也一直养着女人 我忍了一年 实在是受够了 做个吉祥物一样的秦太太 她 脸上被苏立生甩了一巴掌 苏燕捂着左脸 泪水夺眶而出 倔强地咬着唇 苏燕急忙喊 爸爸 有话好好说 您把燕燕的脸打伤了 她回秦家也不好看啊 苏立生眼里闪过一丝心疼 很快压了下去 冷哼一声 她一无是处 也就只有一张漂亮脸蛋 拿得出手 苏燕 你自小享受着苏家提供的物质 跟社会地位 也该给苏家做点贡献 你给我滚回去 安安愤愤做你的秦太太 书房门被烹得关上 苏燕忙去兵把 取了些冰块递给她 又取出小药箱给她上了药 燕燕 是姐姐对不起你 去年秦 苏两家联姻 原本是准备让 与秦参雁年龄差不多的苏燕嫁过去 可秦家说两人八字不合适 要求换成苏家小女儿 才刚大学毕业的苏燕 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秦太太 苏燕咬着唇不说话 眼泪巴达巴达地掉落 看她这般模样 苏燕无奈地劝说道 燕燕 苏家这几年大不如前 如果不是跟秦家联姻 只怕早就撑不住 手机闹铃响起 是苏燕为找秦参雁 签离婚协议书 而设置的闹钟提醒 她问听了铃声 歇斯底里的喊 可我也有梦想 我也有人声 我为什么要为了苏家 一辈子困在牢笼里 把车停在秦氏集团 大厦的地下车库 她对着后视镜补了下桩 通过总裁专属电梯 到达顶层 总裁办的秘书们 正在午间闲聊 看见从电梯里走出来的苏燕 一个个都止住了口 秦参雁的特别助理 一里迎了上来 太太 您来了 给您 这是午餐 带苏燕进了总裁办公室 秘书们又开始窃窃私语 哎 你们听说了吗 秦总跟太太要离婚了 不可能吧 他们这种商业联姻 哪有说散就散的 早上消息一爆出来 苏氏集团跟秦氏集团的骨架都跌了 秦参雁正在办公桌前看文件 干净有骨感的手指翻动着纸张 听见高跟鞋的声音 眼皮都不抬 来了 嗯 苏燕将肌肉沙拉放到她的办公桌上 目光落向另一侧的便当盒 她不满地撇了撇嘴 这个男人明明不吃中餐 却偏偏每天要带便当 就好像是特意为了折腾她早起做饭似的 过了半小时 秦参雁才放下手里的文件 按了按眉心 睁眼看向她 眸光陡然晕黑 你的脸怎么了 她特意用遮瑕膏在瘀青处盖了好几层 这人是怎么看出来的 没 没什么 不小心碰了一下 看着很明显嘛 秦参雁挪开目光 注意好秦太太的形象 苏燕脸了下眉 庆幸她没有自作多情地以为这男人关心她 心里暗暗吐槽 等吃完饭签了协议 她就不是秦太太了 还需要注意什么形象 想到这一处 心情莫名开阔 格外热情地招呼她 你快吃午饭吧 第二章离婚协议书 秦参雁好整以侠地看着苏燕摆好餐具 随后她将鸡肉沙拉推到她面前 拿起一旁的便当 苏燕诧异地问 你要吃这个 秦参雁挑眉 看来你也知道自己做饭是个什么水平 苏燕尴尬地咳了一声 她当然知道 那是报了个厨一般被劝退的水平 她清楚地记得大厨苦苦哀求她 出门在外千万别说她是她的徒弟 从她手里夺走便当 她酱嘴道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吃 刚吃一口 她顿住 这岂止是难吃还猴咸 想立刻吐出来 却又怕被对面人看了笑话 正你没纠结如何是好 面前出现一杯水 她赶紧接过水杯 酒啄水 把猴咸的饭菜吞了下去 苏燕清了清嗓子 有些发肿地承认 我的做饭水平是不咋低 秦参雁将鸡肉沙拉换给她 没吭声 默认了她的话 苏燕偷偷瞄了她一眼 呵呵笑了下 等我们离婚了 你也不用再忍受我这上不了台面的厨艺 新的秦太太肯定比我厨艺好 食不言请不语 秦菜叶吃饭一项是很安静的 依旧没搭枪 吃完饭不久 一里端来两杯咖啡 一同送进来的还有两份离婚协议书 苏燕翻开摆在她面前的离婚协议书 认真的翻阅内容 她陪嫁过来的车 房以及当时秦家给她的彩礼都归她 这一年秦菜叶送她的那些价值不菲的包包 首饰也都归她 除此以外 她还评分到了秦菜叶婚后这一年创造的所有财富 并且数额不小 她不由地在心里感叹了下 这个男人可真会赚钱 见她许久不说话 对面男人挑眉问 对财产分配还满意吗 她怎么可能不满意 她在家做了一年吃干饭的秦太太 没有想到离婚时候居然能分到这么多 连连点头 满意 满意 我很满意 忽地 似是想到了什么 她又赶紧摇头 秦菜叶面无表情 淡淡地道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直说 苏燕合上文件 支支吾吾地说 我并不是对财产分配不满意 只是我爸爸跟姐姐说 我们离婚会影响公司股价 秦菜叶半合着眼眸 语气格外地随意 这点事还不至于动摇到秦氏集团 不过你们苏氏集团的确危险 苏立生手里握着强大的政商关系 可这几年做了不少错误的经营决策 苏氏集团的运营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若不是有跟秦氏集团的一些合作项目撑着 只怕苏氏集团早就扛不住 所以今天上午 在他们婚姻不合的负面消息影响下 秦氏集团的股价微跌 可苏氏集团的股价却是一些千里 苏燕试探地问 秦菜叶 那你能不能帮帮苏氏集团 她像是听了个笑话 冷笑了一声 苏燕 我们都不再是夫妻 我有什么义务帮你们苏家 更何况你就要去巴黎 你操心这些干嘛 苏燕愣住 她明明是悄悄学的法语 偷偷申请了学校和签证 她暗地里准备了一年 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她是怎么知道的 对上她诧异的桃花眼 秦菜叶点了点桌面上的协议 吐出两个字 签马 紧握着手中的钢笔 没有半分犹豫 苏燕格外认真的签下自己的名字 对面的秦菜叶见证明景纯 在自己面前的文件上快速划了几笔 随后与她互换了文件 看着南方栏上潦草的签名 苏燕有些难以抑制地激动 脑海里浮现充满艺术氛围的巴黎 那一刻她甚至生出了久违的惬意感 右手执笔 急不可待的一道女方签名位置 她才刚要落笔 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一里火急火燎地跑进办公室 声音带喘 像是拼了命跑过来 秦总 抱歉 刚才发现离婚协议书上有几个错别字 她走到秦菜叶跟前 快速指了指文件上的几处位置 苏燕看文件的时候 根本没有注意到有错别字 她正准备低头仔细找找 面前的文件就被义里收走了 到底是什么大不了的错别字 让这个协议废了吗 太太 是会导致歧义的错别字 您稍等一会 半小时候 我就把新的协议送过来 秦菜叶叫住退到门口的义里 苏氏集团的股价怎么样了 秦总 已经跌了将近一半 嗯 联系苏氏集团的小股东 把他们手上的股份都收过来 听见两人的对话 苏燕的血液似被瞬间凝住 几倍冒出一股寒意 她难以置信 看向对面 你 你趁火打劫 秦菜叶轻飘飘地朝她看了一眼 谋色却格外的深沉 苏燕 你跟我离婚 分了我那么多财产 我不得抓紧正回来吗 我是个商人 现在是低价收购苏氏集团的好机会 我为什么要放过 苏燕气得鼻翼轻颤 亏她刚刚还觉得 这个男人在离婚财产分配上对她大度 没有想到她想趁机 吃掉整个苏氏集团 手机铃声响起 燕燕 董事会大乱 爸爸昏倒了 刚送去医院 苏燕脑袋一个机灵 好似被人哐当用骨锤震了一下 过了好几秒 她才回 我知道了 一里把新的离婚协议书送了进来 再次看向离婚协议书 苏燕脸上已经没有了一丝欢喜 秦菜叶薄唇轻起 声音又淡又冷 问 千玛 苏燕抬眸对上她默黑的眼眸 在那深沉的眼底 她分明看见了隐藏着的狡猾 你故意的 就为了把我囚禁在和你的婚姻里 秦菜叶起身自上而下地腻着她 声线跟在冰水里脆过一般 苏燕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你是有多国色天香 我要费尽心机 求你 苏燕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的想法是多么可笑 秦菜叶怎么可能会是因为她才这么做 这个男人可是在榆山别墅里包养了的大美人 她苦笑了声 是我太蠢了 也难怪爸爸说我一无是处 苏燕 你跟我的婚姻 对秦家有利 对苏家更有利 你要跟我离婚 伤不了秦家 却能害死苏家 你那满是鬼主义的小脑瓜里 就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 她视线紧紧地凝在她的脸上 千玛 这是今天秦菜叶第三次问这个问题 第一次问的时候 苏燕是那么斩钉截铁地要离婚 第二次的时候 她开始犹豫 而现在是第三次 她已经根本不敢离婚 她扯了下嘴角 眼底没有笑意 只有苦涩 缓缓地垂下头 肩膀跟着颓了下来 艾雅的声音里全是妥协 我会乖乖做秦太太的 秦菜叶又拧了她两秒 随后拿起座机拨了内线 对外发个辟谣声明 强调下 秦苏两家的联姻关系 停止收购苏氏集团的股份 另外 让律师把婚姻补充协议送进来 苏燕眼睛死死地盯着律师 递给她的文件 秦菜叶 这份婚姻补充协议上的内容 是什么意思 第三章婚姻补充协议 第一条 女方自愿放弃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权 第二条 女方自愿放弃财产继承权 站在秦菜叶身侧的秃头律师耐心解释 太太 第一条的意思是 若您跟秦总离婚 您将无权分割您与秦总的婚后共同财产 赠予物品除外 赠予物品 太太 也就是说秦总婚后赠送给您的包包 首饰等物 是属于您的私有财产 苏燕皱眉反问 你的意思是 我以后得要靠着她的打赏获取财产 而律师思索了片刻 随后应了一声 是的 太太 如果这样方便您理解的话 您可以这么打比方 苏燕紧咬着后曹牙问 那第二条是什么意思 太太 第二条的意思是 若秦总亡故 您作为配偶不想有财产继承权 但是您放心 您与秦总的孩子依然是有继承权的 苏燕争了争 再次确认 你的意思是 除非我跟她有孩子 否则哪怕我跟她结婚50年 我也一毛钱都分不到 律师摇了摇头 格外认真的解说 太太 您就算与秦总结婚100年 您也是分不到一毛钱的 不过您与秦总的孩子拥有继承权 您可以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在他们未成年的时候 代管他们继承到的财产 眼看着太太的脸色越来越黑 律师擦了擦赠亮的光头上浸出的汗珠 这份差事可真是有压力 收到秦总的眼神示意 她如是重负 把腿就往办公室外撤 秦叹叶看向苏燕贴亲的面孔 漆黑的眼睛若有肆无地划过 她嘴角阴影透出的淤青 她直截了当地问 今天是签你手上的离婚协议书 还是签这份婚姻补充协议 你自己选 苏燕心里的火蹭蹭蹭地往上冒 她磨牙切齿地道 秦叹叶 你是吃准了 我现在不敢跟你离婚 逼着我签婚姻补充协议吗 她现在才反应过来 自己完全地被这个男人玩弄在鼓掌之中 秦叹叶早就算准了 他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离婚的 但是她还是由着他闹离婚 就是为了让他乖乖在这份 丧权辱国的婚姻补充协议上签字 这个男人可真又很右抠 他猛地站起来 该死 这个混蛋怎么长得这么高 他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害了他大半个头 害得他好不容易提起来的气势 又因为身高被碾压了下来 苏燕镇定了下心神 抬眸明晃晃地对上他深邃的眼眸 舔了下唇 重新开口 我可以签婚姻补充协议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出去工作 你先说你要做什么工作 当然是去做与我大学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秦叹叶垂眸望向他 他的眼里闪着灼灼的光 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闪亮 半上 他汗手 然后补充道 但你必须做好秦太太的本分 成交 苏燕想了想 慎重地加了一句 喊刚刚那个律师进来 把这条也加在婚姻补充协议上 待他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 苏立生已经苏醒过来 秦氏集团的辟谣声明一发 苏氏集团的骨架重新涨了回去 苏立生听见这个好消息 身体不治而愈 看着女儿的脸 苏立生的心底 朵然间生出了些愧意 她从来没有打过孩子 她也想来娇宠小女儿 可是苏燕也该懂事了 眼里扣着心疼 张了张嘴 说的确实 燕燕 你若是真的听话 就快些跟秦菜叶生个孩子 让秦与苏两家的关系更紧密些 苏燕削苹果的手一顿 将苹果切成片 苏立生放在小碟子里递给苏立生 顺从地回复 知道了 爸爸 医生说你没有什么大碍 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 苏立生坐起身子 她显然操心着别的事 让你姐姐来接我就行了 这家医院的妇佑科很出名 燕燕 你既然来了 就去挂个号检查下身体 苏燕想开口推剧 又怕惹得她不高兴 只能装模作样地去妇佑科溜达一圈 妇佑科人多 卫生间的味道不太好闻 一个戴着大黑墨镜 且用丝巾把脑袋包裹得 很严实的女人走了进来 她身上散发着近似泥男的清雅花香 像雨后荷花 一下子冲到了卫生间的浊气 哦 那个女人抱着洗手式呕吐 看着样子很是难受 苏燕抽了两张纸巾递给她 你还好吧 女人接过纸巾 笼紧头上的丝巾 未发一言 转身离开了卫生间 随后 两个小护士走进卫生间 低声八卦 刚刚那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 是乔易卿 是来找送医生看诊的 苏燕自来熟地凑过去八卦 哎 你们说的是大明星乔易卿吗 那个人素如帘的戴牙女明星 对 就是她 不过我觉得她也不怎么好看 就是包装出来的气质跟人设罢了 小护士往苏燕那看了一眼 见是个浓颜兮的美女 叹了句 你比她长得好看 要是出道肯定比她活 听见人夸她 苏燕咯咯咯笑了几声 乔易卿气质好 有演技 我要是出道最多做个花瓶 可没发火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她慢悠悠地溜达到停车场 刚倒车出来 一辆麦巴赫从她前面开过 那熟悉的车牌分明是芹菜叶的车 她怎么会来医院 苏燕才不觉得芹菜叶会突发好心 来医院看望她爸爸 更何况要是为了这事来 她没有理由不告知她 她下意识地开车跟上 车子一路往郊区开去 最后驶进了一个高档别墅小区 苏燕直愣愣地盯着余山别墅四个大字 握在方向盘上的手指钻得紧紧的 苏燕太谦虚了 您这么年轻就开保时捷跑车 目光落在她手上鸽子弹大小的钻戒上 中介越发笃定 您一看就是个富太太 家里住的肯定是大别墅 苏燕脑中灵光一闪 问 这个余山别墅小区的私密性看着很高 方便进去看房子吗 中介一听有戏 忙殷勤地说 能看 刚好有个业主 把她家的大毒洞委托给我们售卖 我这有她家的钥匙 可以随时进去看房 第四章家里有个母老虎 整个余山别墅小区依山而建 绿花密度特别高 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让各栋别墅显得格外宁静神秘 苏燕参观了中介介绍的房子 砸扮了下嘴 这个小区我倒是蛮喜欢的 但是这栋房子位置不太行 有没有更好一些的别墅带我看看 价格不是问题 中介眼里的光瞬间亮了起来 声音里带着克制不住的兴奋 有 我带您去楼王附近看看 那边几套您要是看得中 我可以联系业主 问问是否愿意售卖 到了中介口中的楼王附近 苏燕果不其然 在一栋别墅的院子里 看见了秦菜叶的麦巴赫 她一顺不顺地盯着那个院子 这个男人还真是出手阔绰 这套别墅跟他们自己住的 御户别墅相比 真是不逞多让 中介凑过来 在她耳边低声说 美女 你喜欢这套啊 这套估计人家不肯卖 你猜里面住的是谁 还能是谁 不就是秦菜叶包养的情妇吗 她讥笑了声 还用猜码 里面住的肯定是个大美人了 是大明星 乔以清 中介说话的语气很激动 最近那个热播的仙侠剧 你看了吗 就是她主演的 美女 你看连大明星都住 这个小区 说明苏燕神情顿时一致 刚结婚没有几天 她就发现秦菜叶 在余山别墅里金屋藏娇 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被包养的大美人 居然是今天偶遇到的乔以清 脑中浮现浮游科卫生间里 那个女人呕吐的画面 苏燕心口一颤 难不成她怀孕了 她心情骤然沉了下来 怪不得秦菜叶 逼着她签婚姻补充协议 和着是在给乔以清 肚子里的孩子争财产 中介觉得纳闷 刚还有说有效的 怎么一转眼 这个美女客人的脸 变得这么臭 美女 要不要再去看看 那边的几套别墅 不用了 我就喜欢乔以清的这套 你后面去帮我问问 我出两倍的价钱 她卖不卖 回到玉湖别墅 苏燕静止冲进书房 秦菜叶的书房 她每晚都会进去送宵夜 但是从来没有多做停留 以至于她今天闻到了 乔以清身上的香味 也没有立刻想起来 曾经在哪里闻过 她走到博古价前 翻出香炉 凑近一闻 果然是雨后荷花的香味 保姆听见书房传出 哐当一声巨响 她走进书房 见太太站在书桌后 脚边是摔碎的香炉根 撒了一地的香灰 太太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我手一划把香炉打碎了 辛苦你清理一下 对了 一会儿 把卫生间里用的熏香拿过来 把这屋子好好熏一熏 苏燕厌恶地回看了眼书房 这里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 保姆用力吸了几口空气 太太在说什么呢 这屋子非但不臭 明明还香得很 晚上十一点 秦菜叶还没有回来 苏燕端着红酒杯 仰头灌下一整杯 这个该死的婚姻 束缚住的只有她吗 凭什么这个秦菜叶可以养小三 搞出私生子 她却要被逼着放弃 共同财产分割权跟财产继承权 她这个秦太太 做得未免也太憋屈了些 周五的晚上 道路格外拥堵 车窗紧闭 后视镜里 映出秦菜叶面无表情的脸 她缓缓放下车窗 一股下夜的热浪扑面 让本就烦躁的心情更加烦乱 一个交警敲了敲车窗 提醒到 前面出重大车祸了 要绕行 她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在路口利落地打了一大圈方向盘 到了凌晨 车总算开回了玉湖别墅 走到大门口 对着密码锁按下一串数字 语音提示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促眉想了片刻 确认没有记错密码 重新按下那一串数字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手上放慢按数字的速度 再次按了一遍 密码错误 门已锁定 滴滴滴 密码锁响起警报 太阳穴猛地跳了一下 她退后几步 抬头看向二楼 主卧窗帘紧闭 谁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她抬手遮住手电筒的强光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按压在墙上 物业经理匆匆赶回办公室 脑门上全是汗 不停地鞠躬道歉 对不起 秦先生 都是误会 这些是信来保安 他们不认识您 秦菜叶没有看物业经理 黑着脸盯着手机屏幕上 未接通三个字 物业经理是个人精 一眼就看出内情 看来男人不管多有钱 家里若是有个母老虎 照样是被收拾的 连家都回不去 讨好的说 秦先生 您家在物业 是有存放备用钥匙的 我替您取来 过了片刻 他双手将钥匙递过去 秦先生 女人嘛 都是要哄的 语气很是过来人 还有点是个男人都懂得意味 旁边的保安跟着附和 对对对 我家那婆娘也这样 一生气就不让我上床 秦菜叶的脸色 煞时更黑了些 夜色下 硕大的独栋别墅 显得异常冷静 主卧门大喇喇地敞开着 屋内亮着昏黄的光 音响放着迷你音乐 秦菜叶蹲在最熏熏的苏燕跟前 沉着嗓子问 苏燕 你喝醉了吗 眸光落向她搭在地毯上的脚 又没有穿鞋 就不怕冷嘛 她俯上了她裸着的一只脚 真小 还没有她的手掌大 感觉手心冰凉 她伸出另外一只手 捂住她的另外一只脚 脚上传来一阵暖意 苏燕半眯着桃花眼 望向对面的人 搭着舌头道 你 七 三 一 秦菜叶觉得有意思 你说她醉了吧 她还认得亲人 你说她没醉吧 她说话都打劫 苏燕 别喝了 早些休息 苏燕突然很是不满地皱着眉 趁着摇摇晃晃的身子 将脑袋凑到她面前 手指勾起她的下巴 撕笑了去 我知道 你跟她们一样 把我当个花瓶摆设 因为喝了酒 她的桃花眼里都是水雾 生出了几分楚楚可怜的神情 秦菜叶的眸光 落在她素面朝天的脸上 眉发乌黑 唇红齿白 嘴角的淤青 没有了粉底的遮掩 看着比白天更清晰 她的眼底慢慢浮现出 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 苏燕重新拿起红酒杯 才刚喝下几口 手里的酒杯就被人夺了去 秦菜叶脸色有些难看 粗声道 别喝了 苏燕直接拎起酒瓶子 迅速地灌了几口 朝她黑黑笑了两声 眼里透着脚霞 秦菜叶你眉 无奈地道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像是突然被戳中了废管子 苏燕脸色涨得通红 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我还不够听话 妈 你们一个个的 还想让我怎么听话 她抬起手 仰头咕嘟咕嘟猛罐红酒 秦菜叶伸手去夺酒瓶子 抢下来一看 居然已经见底 压着怒气 将她一把抱到床上 替她盖上被子 睡觉 脑袋粘到枕头 她闭上眼睛 又重新变回了乖桥软落的样子 秦菜叶洗好澡 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苏燕的呼吸声已经很平稳 床榻一侧陷了下去 苏燕顺势往那滚了滚 恍惚间手臂触碰到 带着潮衣的微凉 只觉得在闷热的夏夜里 没着很舒服 她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扒了上去 第五章 今天就让我伺候您 秦菜叶眼眸一身 双手撩开她的 印着兔子花纹的睡衣 低垂的眼帘里 印出又圆又翘的一对 有些微凉的指腹 划过温热的胸口 苏燕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秦菜叶的眼神更优深了几分 反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取出避孕套 用牙齿咬开包装袋 她呼得拧了怀里人一眼 顿住了手上的动作 早上醒来的时候 苏燕意外地发现 自己躺在秦菜叶的怀里 她正拖出来 只觉得全身跟被碾过似的 哪哪都不对劲 可她身上的衣服 明明都穿得好好的 下了床 没走几步 感觉到一股熟悉的灼痛感 她浑身一激烈 秦菜叶 违背妻子的意愿 强行发生性关系 这是婚内强奸 男人被她的尖叫声吵醒 皱着眉睁开睡眼 声音沙哑 带着清晨的暧昧 看来你醉得不清 都忘记自己昨晚有多主动 脑海中闪过几个模糊的片段 苏燕脸色炸红 又羞又愤 垂眸看见地上的避孕套 包装已经撕开 里面东西却保持完好 她气得浑身颤抖 秦菜叶 你 你昨晚没有带套 她慵懒地坐起身子 若无其事地道 你不是抱怨巧服难为五米之吹 自顾自地穿戴好衣服 淡淡撇了床边 面色难看的女人一眼 苏燕 我劝你还是早些死了去法国读书的心 保姆在餐桌上摆上早餐 一侧是咖啡 三明治 一侧是蒸饺 豆浆 腥味分明 秦菜叶镜子落坐在西式早餐那侧 壮丝随意地问 家里大门的密码改了吗 先生 太太说之前密码太难记 让改了 新密码是什么 731 731 眼角抽了抽 真亏她想得出 日军惨无人性的731部队 这是在骂她没人性 听着二楼乒乒乓乓的声音 她微微猝起眉 对着保姆道 去给太太煮碗醒酒汤 好的 先生 苏燕脸色阴沉地坐在秦菜叶对面 看见面前的一碗黄豆芽汤 心情稍微好了些 因为宿醉 她为力反酸 正需要清净的汤来顺一下肠胃 对着保姆道 柳姨 你这汤做得真合适 保姆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解释 这是先生让做的醒酒汤 秦菜叶点了点桌面 声音冷淡 快些吃 9点出发去老宅 苏燕点了下手机屏幕 一看离9点只差5分钟 从前面的盘子里 一连加了两个蒸饺 一口一个塞到嘴里 支支吾吾道 我好了 可以走了 秦菜叶醋眉 力声道 把食物咽下去再说话 瞟了眼表盘 继续说 还有三分钟 你可以再吃点 苏燕最烦的 就是她这一副 居高临下命令人的样子 张嘴回 我饱了 不吃了 她的视线紧紧盯着她 语气不容反抗 你吃得太少了 再吃一点 我们9点15分再走 苏燕深吸了一口气 谭眸对上她冷峻的脸 声音骤然变得冷冷的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我已经饱了 眼看餐桌大的气氛 冷了下来 保姆赶紧从冰箱里 取出一瓶酸奶 递给苏燕 温生道 太太 带瓶酸奶 路上饿了喝 秦灿叶不再说话 冷着脸起身 苏燕紧走几步 跟着她到了车库 率先从挂在墙上的 一排车压式里 踏出一把 今天开这辆 我来开 你开 苏燕摇了摇手里的车钥匙 以前这辆不加敌 起码有两个车辜路 是属于我的 现在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还不能开开吗 看她一副要云霄飞车的驾驶 秦灿叶打开 水果辛香的长发 越过她的耳机 扫到她的鼻子 秦灿叶绷着身子 往后痒了痒 车刚开到附近一个街道 苏燕驳车在路边 你等我下 我去买点东西 什么东西那么急 你非要现在买 她指着指高跟鞋 可怜兮兮道 新鞋 太抹脚了 我去买个窗壳贴 你待着 我去给你买 您歇着 她一把按住秦灿叶 放在安全带扣子上的手 与其缠媚 今天就让我伺候您 这个女人今天的声音 分外甜腻 又打又骄 明知道她在打不加迪的主意 可青灿叶还是觉得很受用 滚了滚喉咙 顿下手 不一会儿 苏燕回到了车里 手里拿着两瓶矿泉水 跟一盒窗可贴 拧开一瓶矿泉水递给她 夹着嗓子说 老板 您请喝水 你叫我什么 老公 秦家老宅门口 已经停了好几辆豪车 跟受检约的卫兵式的 整整齐齐排列在哪 青灿叶眼神清冷地 扫过旁边的几辆车 今天来的人 有些你在我们的婚礼上见过 有些你从来没有见过 你要 没等她说完 苏燕像小和尚念经似的 接着她的话头往下说 一定要有眼力见 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 什么时候该闭嘴 她掏出包包里的口红 边涂边说 你放心 涂上这香奈儿口红 我涂出来的字都是香的 秦菜叶堂弟的老婆 白雪芹刚怀孕 跟踹这个宝贝疙瘩似的 坐在太世仪里 身边围了一圈 蓄寒问暖的人 大嫂 蔡叶结婚一年了 她媳妇肚子 怎么还没有动静 你看我媳妇 才嫁过来不到半年 可就已经怀上了 沈月之面上带着笑 眼底没有丝毫笑意 苏燕还小 他们不急 苏燕还小 蔡叶可不小啊 她结婚时候 就已经三十了 照我说啊 你们当初就该娶 苏家娜的大姑娘 她聪明能干 跟蔡叶年纪也合适 你们光挑个 长得漂亮的有什么用 年纪那么小 什么都不懂 还要你废心交 苏燕挽着秦蔡叶的手臂 走进大厅的时候 刚巧听见二叔母的话 她脸上保持着灿烂的笑容 假装没有听见一个字 礼貌地跟众人打招呼 蔡叶 你爸爸他们都在爷爷书房 你快过去 苏燕 你跟我过来一下 沈月之把苏燕带到后院房间 从柜子里拿出一箱东西 苏燕打开箱子 看见是一瓶瓶黑漆漆的呀 想到中药的苦味 她条件反射的胃里一阵反酸 妈 体检报告单您都看过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我不用喝药 苏燕 这不是给你喝的 你拿回去 每天睡前让蔡叶喝一瓶 苏燕抿了下嘴 她想说秦蔡叶也没有问题 不仅没有问题 她还能干得很 成功地搞大了秦妇的肚子 想到这里 感觉胃力更恶心了 苏燕 你跟蔡叶抓紧要孩子 不要用什么避孕手段 二房那边比你们晚结婚半年 都已经怀上 哦 沈月之瞪着眼珠子 看着自己衣服上的会晤 一股酸臭味 熏得她也想吐 苏燕 你 哦 对不起 妈 我为了恶心 控制不住 哦 目光落在苏燕平坦的小腹上 沈月之忽然想到了那个可能 玄机欢喜地问 苏燕 你是不是怀孕了 第六章她是不是怀孕了 她怎么可能怀孕 昨晚刚同房 今天就怀孕 观音程作火箭来送子骂 苏燕张口想要解释 我 哦 没说两个字 眼前一黑 她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躺在床上 旁边站着秦餐叶 沈月之还有家庭医生 沈月之脸上笑意藏不住 满怀期盼地问医生 她是不是怀孕了 这都有孕反了 是不是得有两个月了 医生检查完后说 应该是药物副作用导致的呕吐 休息一会 等副作用过去就好了 原来是空欢喜一场 沈月之满是期待的眼睛 骤然按了下来 冷言问 苏燕你吃什么药了 苏燕心里七上八下 脸色顺势有些不自然 吞吞吐吐地回答 我 我吃的减肥药 沈月之一脸不悦 苏燕 你专心备孕 不要乱吃药 也别瞎减肥 一直不说话的秦餐叶突然开口 妈 你先出去应酬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秦餐叶居高零下地审视着苏燕 视线冷凝如冬夜的寒霜 你今天去药店非买不可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她的言辞中有毫不掩饰的怀疑 苏燕觉得她明知故问 索性瞪着桃花眼回看过去 秦餐叶 你不肯带套 我还不能吃紧急避孕药补救吗 这个婚姻就是个牢笼 我们何必在上面加把锁 更何况 门被重重地关上 带进来一阵风 吹散了苏燕说的最后一句话 更何况我不生 还有别人生 回家路上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车里气氛压抑 直到咕嘟咕嘟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你还会负语 苏燕面色尴尬 摸着不争气的肚子 早上两个蒸脚吐了出来 中午跟晚上都是喝粥 他能不饿吗 车子停了下来 秦菜叶解开安全带 侧身问 你想吃些什么 苏燕老远就看见那边有家卤味店 激动的爆菜名 我要吃鸭脖 要微辣的 然后我还要一瓶无糖可乐 要冰镇的 秦菜叶眉头拧成了麻花 直着不远处的咖啡店说 我去给你买个面包 买杯牛奶 苏燕细眉也紧促起来 这人什么情况 问他想吃什么 然后又不肯给他买他想吃的东西 非要给他推销面包跟牛奶 他们两个人口味又不一样 伸手解开安全带 有些赌气 我自己去买 秦菜叶抬手按下他身子 你在这等着 苏燕嘟着嘴 确认他走向那家卤味店 才放心地去玩手机 打了一把游戏 被对方对得很惨 一连挨了队友好几句骂 苏燕打开语音 连连道歉 对不起 是我太菜了 原本骂得很凶的那个队友 一听声音是个软萌妹子 语气立马变好 主动邀他组队再玩一局 苏燕是典型的人 菜颖大 又屁颠屁颠跑去打了一把 结果一个人就送了十几次人头 虽然对我安慰他没有关系 可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算了 我还是乖乖滚去单机玩吧 不拖累你们了 哎哎哎 别啊 妹子 妹子 苏燕下了线 才发现秦菜叶手里拎着好几个袋子 眼神阴侧侧地逆着他 心头一领 丢下手机 热情递接过他手里的袋子 秦菜叶一声不吭地坐回车里 脸色有些绿 苏燕只当他是跑腿累了 哑声哑气 讨好意图明显地朝他道 辛苦你了 谢谢 低头查看 他买了他指定的鸭脖跟冰镇无糖可乐 却也买了可颂跟牛奶 可颂是加热过的 闻着特别香 他被勾起了蝉虫 拿出来啃了一口 见他吃了可颂 秦菜叶心情莫名地好了些 够吗 要不要我再去给你买个可颂 够了够了 我还要留点肚子啃鸭脖的 秦菜叶嘴角抽了抽 重新系上安全带 低一口给你喝 我不喝碳酸 画到嘴边 秦菜叶忽然止住了口 低头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 苏燕眯着眼睛问 怎么样 夏天喝冰可乐是不是很爽 他随即踹了一大口 发出一声畅快的轻叹 突然想起网上看见的冷知识 开口分享 哎 你知道吗 可乐杀精 对男人不太好的 我建议你少喝 说完 他一有所指的瞄了眼那个位置 布加迪差点开出路牙子 秦菜叶鼻子里哼了一声 看来碳酸饮料不仅影响骨骼发育 还影响脑子发育 我有一米七的 受到对方质疑的眼神 苏燕耿着脖子道 一米六八点二 四舍五入难道不是一米七吗 格局放大一些 你大可以四舍五入到两米 苏燕一夜 气呼呼地撇过头 不去理他 他的嘴生得也太损了 秦菜叶侧头瞄了他一眼 烟红的嘴唇居得老高 这么幼稚 还喊着要出去工作 苏燕 我在公司给你安排了个职位 下周一一礼带你去入职 我不去 他咬了下唇角 一字一顿道 我不需要你安排 我要自己找工作 车里的气氛再次变得压抑 直到回到玉湖别墅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秦菜叶一回家就进了书房 每晚九点 苏燕会进来送宵夜 可是今天没有 咚咚 九点十分 门外响起敲门声 直了下腰 撞死随意地硬道 静 他看着端着餐盘进来的保姆 狭长的眼睛眯了下 问 怎么是你送宵夜 太太呢 太太去休息了 让我给您送夜宵 先生 这碗不要 太太让你喝 嗯 放下吧 他叫住准备离开的保姆 问 书房的熏箱怎么换了 先生 太太说之前那个味道难闻 让我换了 需要再换回来吗 不用 秦菜叶再次看向挂在墙上的钟 时间显示是十点 他合上根本没有怎么看的文件 推开卧室的门 黑暗中 床的一侧微微隆起 门开的那一瞬间 苏燕就醒了 他没有睁眼 感觉身边的位置 他陷了下去 他翻了个身 背对着躺下来的秦菜叶 秦菜叶侧身 自然而然地揽上他的腰 苏燕压下 把他手臂甩开的冲动 紧闭着眼睛 继续催眠自己 感觉后面的人 身体越靠越近 粗重的鼻息 呼在他的耳后 灼热的温度 让他耳间发烫 他刚酝酿出来的睡意 一下子全惊跑了 第七章 给你发针结牌坊了吗 苏燕一把按住 滑到他胸口位置的大手 他调整了下 紊乱的气息 说出两个字 不行 以往十次里 有七八次 苏燕都是拒绝的 理由无外乎 就是怕疼 跟往常一样 秦菜叶耐着性子哄 我轻轻地 说完 他伸手翻过他的身子 着急去寻他的唇 信他个鬼 这个男人 每次都是这么说 可一旦开始了 他就根本不会顾及 他的感受 只会越做越狠 苏燕侧过头 躲开他的吻 这一次 拒绝的语气 格外的强硬 我说了 不行 秦菜叶身形一顿 眉眼暗了下来 脸上的情欲散了些 声音里透着不耐 你在闹脾气吗 苏燕坐起身子 将被子往身上裹 拒绝的姿态摆在脸上 秦菜叶 我都没有财产分割权 财产继承权 我为什么要跟你睡 秦菜叶眯着眼看着他 苏燕 你是秦太太 这是履行夫妻义务 他给乔一清 花了那么多钱 买了那么大的别墅 他作为秦太太 一毛钱都捞不着 还要他履行什么夫妻义务 苏燕性没挑的老高 法律规定了 丈夫不能强迫妻子 发生性关系 他指了下 床头柜上的一本书 你如果有质疑 可以翻到这本书的第三章 夫妻的权力与义务 秦菜叶 这才注意到床头柜的书 是本婚姻法解析 书面看着很新 但是那叶 被人写写画画 做了很多标注 他今晚连夜宵也不送 就是为了研究婚姻法 秦菜叶揉了下太阳穴 看向把身体严密 包裹在被子里的女人 苏燕 你是准备跟我过无性婚姻 完全不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 苏燕有些无奈 今天晚上 他仔细看了婚姻法 根据法律规定 无性生活 是可以作为离婚申请理由的 可苏家这个情况 他根本不能跟秦菜叶离婚 脸没直直地看向她 那倒是不至于 只是我以后 只有常提供性服务 他说得直白 一点也不害臊 把秦菜叶听得愣 祝 他难以置信地问 苏燕 你是让我花钱睡自己的老婆 这个人给外面的女人 花钱那么大方 对自己的老婆却只想白嫖 苏燕把火气压了下来 语气不容商量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可能是不要的关系 秦菜叶觉得此刻身体格外的燥热 他甚至怀疑苏燕 是故意给她喝的不要 狠狠喘了口气问 你要多少钱 感觉她今天的视线分外灼热 苏燕咬了咬牙 说 我也算是个美女 怎么着也得一万块一次 吧 他还真是好意思夸自己 秦菜叶轻喝了一声 毫不犹豫地对半砍价 五千 这人可真够抠门的 这事也要砍价 苏燕一脸诚恳地说 九千 你知道我每次都很疼的 这事是个辛苦活 七千 那时你还不习惯我的尺寸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好意思砍价 他说的又是什么厚颜无耻的话 苏燕嫌弃地皱着鼻头 八千 不能再少了 并且你得先转账 写清楚是赠语 你去拿 秦菜叶手上动作不停 拿什么 明知故问 苏燕按住他不安分的手指 没好声好气地道 你不肯带 那就不做 我现在就把钱还你 说着 他就真的要去拿手机转账 秦菜叶绷着脸看了他几秒 随后从抽屉里取出避孕套递过去 你帮我带 这次的时间尤其的长 整整 过了两个小时 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这男人的耐力未免也太好了些 合着以前他都算收着的 苏燕累得不行 喘着气问 秦菜叶 你到底还要多久 五分钟 你趴下去 苏燕翻了的白眼 一会让侧过去 一会让上来 一会让躺下去 现在又让趴下去 花样可真多 这八千块钱可真不好挣 眼看着秦菜叶结束后又掏出了手机 他忙阻止道 不了 你再给我八万块 我也不干了 他像是在陪他玩幼稚的小游戏 语气轻挑地说 今晚你让我包夜 那辆不加敌就送你 苏燕一下子来了精神 那可是三四千万的跑车 赶上一栋别墅的价值 转念一想 怎么把自己也骂进去了 秦菜叶的目光粘在他纠结的脸上 像个轻浮的浪荡公子 在调戏姑娘般开口 你要还是不要 苏燕的心情煞是很不美丽 感觉心口像是被狠狠地揪了一把 表情沉了下来 燕烦地看了他一眼 斩钉截铁地吐出两个字 不要 他又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 像是要把整个人藏起来 一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 听见身后传来 稀稀疏疏穿衣服的声音 随后是一阵远去的脚步声 卧室门被重重地关上 紧接着楼下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 苏燕走到窗边 眼睁睁 看着银千色的布加迪绝尘而去 身侧的手钻紧 这个婚姻对他们两个人 一点也不公平 七三一比你大了整整八岁 八年哪 那可是抗日都能成功的时间跨度 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 你里边说边从酒柜上取出两个杯子 问 红的 白的 还是皮的 皮的 苏燕躺在沙发上 仰头看着公寓的天花板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可真羡慕你 毕业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住在这么一片小天地里 谈恋爱 失恋在恋爱 然后找一个自己喜欢也喜欢自己的男人 结婚 生孩子 我可不想结婚 我要一辈子享受美好的恋爱 米丽纠正了下她的发言 摆明自己的立场后 转了话题 哎 宝贝 说起工作 我已经把你简历递给我朋友了 估计下周就会通知你面试 听见这话 苏燕眼里瞬间闪起了光 对着米丽巴基亲了一大口 谢谢宝 这可是我放弃一大笔财产 才换来的工作机会 七三一真不要脸 米丽脱口而出 一百句芳香扑鼻的脏话 跟着又愤愤地说 凭什么狗男人出去找小三 你要独守空房 他们勤家是给你发贞结牌坊了吗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 他走到衣柜前挑出几件衣服 转头对着苏燕道 大好年华的 干嘛天天捂得跟个修女似的 快去把衣服换了 姐们带你去嗨皮 喧闹的酒吧街 路上满是趁着周六夜 出来狂欢的年轻男女 ID酒吧尤其热闹 门口适应声给进店的客人 挨个分发面具 米丽将一个白色羽毛面具 递给苏燕 宝贝 你把面具戴上 就不用担心被偷拍 今晚放心嗨 第八章还敢不敢这么玩了 ID酒吧的二楼包间里 陆提警跟邓凯 原本喝得好好的 突然冲进来的脸色铁青的男人 瞬间把气氛搞没 连带着怀里的美女也不香了 夜哥 邓凯 看见舞池中央两个女人正在热舞 身材火辣 舞姿妖娆 引得好几个男人围着她们打转 你这酒吧办什么假面派对 搞得都看不到女人的脸 看着身材倒是挺性感 就是不知道面具里面是不是猪扒 邓凯仔细瞅了眼 那个红头发的来过我酒吧几次 长得挺漂亮的 像是混血 另外一个我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你别说 这妞身材挺正典的 皮肤跟牛奶似的 这后腰上的两只蝴蝶纹身 看得人心痒痒的 啪哒 苏燕跳得正欢 一睁眼发现原本围着她的几个男人不见了 面前站着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高大男人 下额线条刚毅 露出的手臂肌肉紧实 咽了咽口水 隔着衣服摸上她的腹肌位置 一路滑到胸肌 再到喉结上点了一下 最后用食指勾住她的下巴 凑到她耳边暧昧得到 身材练得不错 帅哥 那男人额头轻轻暴跳 薄唇敏得很紧 一双眼睛似能喷出火 下一秒 苏燕来不及惊呼 就被她拦腰扛走 不远处的米粒被几个男人围着热舞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二楼窗边的邓凯 露剃景看得清清楚楚 不约而同地朝扛着美女的秦餐叶鼓了个掌 叶阁果然是有效率的实干派 泡妞都是那么干脆利落 你干什么 你放我下来 苏燕蹬着腿 双手在男人后背上不停地拍打 她力气不大 落在背上也不过跟脑痒痒似的 只是随着动作 身体在她身上蹭来蹭去 让她不免有些心愿意马 抬手在她身上拍了一下 示意她老实点 苏燕屁股上被男人拍了一掌 有些火辣辣的疼 又有些羞辱 喊了句 我警告你 你不要胡来 我已经结婚了 那男人脚步顿了一瞬 随后走进二楼一个空置的房间 把她丢在沙发上 在沙发弹了两下 苏燕立刻只起上半身 试图离开 那男人一把拽着她的脚 把她拖了过去 苏燕被迫横躺在了沙发上 像一条案板上带宰杀的鱼 她抬手反抗 双手被那男人轻松反顾在身后 抬脚试图去踹她 却又被那男人栖身压了下来 她整个人动弹不得 拼命喊着 来人啊 有没有人 救命 外面的音乐声太大了 根本没有人听见她的喊叫声 你想干什么 苏燕动弹不得 惊恐地问 压着她的男人 那人保持沉默 伸手从她的大腿一路摸到浑原的臀部 苏燕心跳得很快 身体止不住地站立 抖着唇道 你敢碰我的话 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 那人的手顿了一下 没过几秒 直接撕扯下她的衣服 苏燕拼命哭喊着挣扎 却根本无法挣脱身形 远远高大于她的男人 绝望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压在她身上的男人 停下了动作 在她耳边慢条四里地说 怕了吗 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玩了 这声音 苏燕瞪大红红的眼睛 咬着牙吼了一句 秦灿叶 秦灿叶起身 摘下脸上的面具 露出一脸的讥讽 苏燕 原来你也知道害怕 她脱下外套 将衣服丢在她身上 用命令的口吻说 穿上 轻薄的露气装早就被扯烂 苏燕听话地将她的衣服套上 宽大的男人外套 刚好能照到她的大腿位置 心跳依旧很快 她心有余悸地咬了下唇 心里清楚 若这个男人不是秦灿叶 今晚只怕是要出大事 米丽四处寻找苏燕 在二楼被一个男人拦住搭讪 美女 你是不是混血 你鼻子那么挺 我看出来了 她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有样学样地道 帅哥 你是不是渣男 味道那么臭 我闻出来了 陆涕景被呛了一顿 反而来了兴致 兴子也 脾气大 是个呛口小辣椒 她喜欢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苏燕发来消息 说她先回家了 让米丽不要担心 米丽放下了悬着的心 朝面前的男人勾了勾手指 回到玉湖别墅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四点 苏燕一觉睡到大中午 自打结婚以后 她被要求 每天早上八点前起床 晚上十点前上床 还是第一次这样 夜不归宿 又睡到日上三干 她伸了个懒腰 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真好 还没有沉浸在幸福里几分钟 就听见头顶传来 男人不容反抗的声音 下不为例 心情就像被戳破 的气球瞬间撇下来 她努力将嘴角拉扯上扬 乖巧地回到 知道了 面前出现一张精致的邀请函 苏燕打开一看 和美术馆的VIP酒会 想去吗 想到和美术馆里的那幅画 她魔光闪了闪 想去 我一直想去看看 和美术馆收藏的画 第九章 这个男人吃错药了吗 为了配合和美术馆酒会 镜花水月的中国风主题 苏燕特意挑了一条 丝绸制的月白色礼服 修身的剪裁 和贴身的设计 恰到好处地包裹着玲珑的身体 裙摆宽松而飘逸 衬得整个人优雅又不是妩媚 正准备挑选搭配的首饰时 保姆走了进来 太太 先生让我把这条项链送过来 黑丝绒的盒子里 是一条设计感十足的红宝石项链 多颗大小时钟的红宝石 均匀地串在一起 搭配钻石显得层次感分明 看着这条价值不菲的红宝石项链 苏燕总觉得不太对劲 秦灿叶如今连晚上那时 都要跟她砍价半天 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送她 这么贵重的珠宝 看着从楼梯上缓缓走下的女人 秦灿叶眸光落在 在她被宝石赤红光 衬得更加白皙的颈尖皮肤上 过了好几夕才到 这条红宝石项链很适合你 苏燕摸了摸铺梗上的项链 神色认真的问 秦灿叶 这项链是赠予我的 还只是借给我带 见男人不答话转身离开 她踩着细高跟紧紧跟上 嘴里嘟囔 我就知道 你那么抠门 酒会上 陆陆续续有不少正商名流 来找秦灿叶说话 这些人说着她根本听不懂的话题 苏燕越听越没劲 渐渐地露出百无聊赖的神情 你要是觉得无聊 就自己去逛逛吧 秦灿叶抽空看了看苏燕 苏燕像是受到了特赦 神色煞事变得欣喜 甜甜地回了一句 谢谢老公 酒会布置的古色古香 展品也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为主 这幅此版画挺与众不同的 听见一旁人感叹 苏燕随口道 这是会此名家邓云的作品 她将西洋画法 揉合进了传统陶瓷彩绘当中 又用了九宫阁放线法 使得人物肖像形神兼备 而且她用的颜料都是特制的 是用乳香油和云香油调制 林书肖望向她 客套地笑着说 懂这些冷门艺术的人不多 像你这般年轻的更少见 苏燕这才仔细看向那对夫妇 是儒雅的中年人 两个人样子很是恩爱 哦 邓云是我们义大的教授 我去旁听过她的课 那女人脸上顿时露出惊喜 原来是小学妹 我也是一大毕业的 她目光落向苏燕 脖梗上的红宝石项链 语气变得分外清净 还真是有缘分 你戴的刚好是我设计的珠宝 我是一大服装设计系的 学姐您是珠宝设计系的吗 苏燕又认真看了眼对面的女人 惊叹道 学姐 您是林书肖吗 您可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每次开大会 郑校长都会对着我们把您夸一顿 都毕业那么多年了 没想到郑校长还记得我 记得 记得 您还在我们学校的名人墙上挂着呢 两人聊得不亦乐乎 云青山宠溺地看向妻子 对着苏燕问 你是 苏燕还没有来得及介绍自己 就听不远处一人亲密地喊 亲爱的 秦灿叶迈着大长腿走到她的身侧 手臂自然地揽住她的腰 是我不好 刚跟他们聊得久了些 让你无聊了 你累不累 啊 苏燕微张着唇 这个男人吃说要了吗 突然这么肉麻 像是才发现对面站着的两人 秦灿叶打了声招呼 这么巧 云总 听说您从国外回来 我刚想找机会拜访您 没有想到在这里碰上 云青山若有所思地打量着秦灿叶 又看了眼苏燕 秦总 这位是你太太 秦灿叶垂眸看着苏燕 声音温柔带着浓浓的娇宠 是 这是我太太苏燕 她年纪小 说话没什么分寸 有没有冒犯到两位 林书霄轻力地拉住苏燕的手 怎么会 你太太实在是可爱的景 秦总今晚就把你太太借给我吧 她转头对着苏燕道 让他们男人聊那些枯燥的事 去 你陪我看着 苏燕 你看这幅画 明明画的是湖面 可我怎么觉得又像是在画别的 苏燕抬眸看向林书霄盯着的一幅画 争了少请 她缓缓地说 这画的是一个女人的背影 学姐 您横着看 林书霄侧着头 看了一会 豁然开朗 还真是一个女人的背影 苏燕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苏燕上前走了两步 指着画旁边的标牌说 学姐 上面写着呢 连衣 新锐画家叶三土作品 画家用抽象的画法 描绘了记忆中的初恋 还真是 原来这个画家画的是初恋 林书霄豁然开朗地笑了笑 又对着苏燕叹了句 你也真是厉害 居然知道要横着看 苏燕没有接画 目光划过叶三土的画作 随后看向不远处 与云总交谈的秦灿夜 谋色逐渐晦暗了下来 司机平稳地开着车 紧闭的车窗 隔绝了道路的喧嚣 苏燕歪坐在后座上 静静地看着车窗外 车水马龙的街景 她耳边是秦灿夜 沉沉的呼吸声 带着淡淡的酒香 男人心情似乎很不错 一只手把玩着苏燕耳边的并发 一只手扣在苏燕的腰间 有一下眉下地揉捏着 她腰上的嫩肉 秦灿夜眼眸沉沉地看着她 喉结轻轻地滑动了下 低垂下土 薄唇清除着面前白玉般的肌肤 也不着急 就这么细细慢慢从右嫩的耳珠 舔湿到漂亮的锁骨 感觉到皮肤上湿热的触感 苏燕醋眉偏了下头 抬手将薄梗上的红宝石项链摘了下来 她轻叹了一口气 对于秦灿夜来说 在今天的酒会上 她和这条红宝石的作用是一样的吧 余光瞟到她直愣愣地 盯着手上的红宝石项链 秦灿夜在她锁骨上惩罚式地轻咬了一口 慈性的嗓音带着微醺的情欲 专心点 这条红宝石项链送给你 你回去再看 瑰丽的红宝石在手中散发着绚烂又讽刺的光芒 苏燕一把推开 亲埋在她肩窝处的男人 冷冷地笑了几声 眼眸格外的冷淡 声音更是透着寒凉 送我 被她猛地推开 对上她戴着讥笑的眼睛 秦灿夜眉间一下子拧出 一个穿字 苏燕你不要这条项链 我为什么不要 苏燕抬眸冷冷地证实着她 语气里憋着一股劲 但是 这不是你送我 而是我今晚陪你参加酒会证的 秦灿夜绷着脸看着她 苏燕 你什么意思 云总的太太是我一大的学姐 这条红宝石项链又刚好是她设计的 这世上有那么巧合的事吗 秦总 今晚你跟云总的生意谈得应该很顺利吧 她一口气说了一大痛 像是在发泄心底的不满 秦灿夜顿了一秒 然后平静地回了六个字 你是我的太太 苏燕舌头一僵 再也说不出话 气氛地撇过脸不再看她 她知道她是秦太太 陪着秦灿夜出席活动 助力她社交 是她该做的 可想到自己的存在 对秦灿夜来说 就跟这条红宝石项链 没有什么两样 她就是觉得心里堵得很 车里的气氛变得很凝重 000 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 在精密的环境里 显得格外刺耳 苏燕侧眸看向秦灿夜 手中闪动的手机 看见屏幕上的来电人名 她心口紧了紧 第十章我给你两个选择 铃声响了几十秒才停了下来 可很快再次响起来 打电话的人像是格外的执着 每次手机紧安静一秒钟 就又重新响起 苏燕觉得烦躁 皱着细眉 语气凉凉地开口 秦灿夜 你接电话不用顾忌我 我并不介意谁给你打电话 男人一言不发 等又过了一会儿 手机再次响起来的时候 她按了接通 苏燕隐约听见女人 带着哭腔的声音 又柔又娇 秦灿夜耐心地听对面说完 最后对电话那头 浅浅回了一句 我现在过来 挂了电话 她看了面无表情的苏燕一眼 对着司机道 车在路边停一下 你一会儿把太太送回家 好的 先生 司机立刻打了个灯 把车停在路边 秦灿夜开门下了车 没有对苏燕说一句话 只是又拧了她一眼 然后砰地关上车门 苏燕瞥见她在路边 拦了辆出租车 那车是往南边开 那是余山别墅的方向 她转过头对着司机道 停车 放我下来 这 太太 先生让我送您回家 司机不肯停车 苏燕语气冷了下来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停车 放我下来 太太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 我还是把您送回家吧 苏燕勾了下唇 手放在车门把手上 道 二 我跳车 司机被她吓出一身冷汗 一时间都忘记车啰索了 苏燕是没法跳车的 她磕磕巴巴地说 太太 您千万别冲动 我现在就停车 一个漂亮的女人 大晚上踩着膝膏跟 穿着碗里服 蹲在马路牙子上 路过的行人 纷纷投去好奇的目光 苏燕给米莉打了个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 可却是个男人慵懒的声音 喂 她秒速挂了电话 她哪怕无处可去 也不想打扰姐妹美好的约会夜 想了想 她又给姐姐苏燕打了个电话 语音提示已关机 伸手拦了一辆车 她对着出负车司机道 去夜酒店 苏二小姐 苏家的免费预留房 已经被使用了 您需不需要自己开一间 被谁使用了 酒店经理在电脑上点了两下 是您姐姐苏恋 最近每个周六 周日 她都会住在这边 那帮我开一间套房 好的 请您提供一下身份证 身份证 苏燕摊开手 浑身上下就只拿了个手机 她拧着没问 我这张脸 你不是认识的吗 酒店经理恭敬地回答 苏二小姐 这是公安局的规定 入住必须提供身份证 苏燕沉了口气 那让我上去找下我姐姐 谁啊 听见套房内传来男人的声音 苏燕撒腿就跑 膝膏跟踩得飞快 差点扭到脚 这到底是个什么日子 怎么一个个都有男人陪 米丽有 她姐姐也有 就独独她这么惨 老公料下她跑去陪小三 她不能去米丽的万宁公寓 也没法住酒店 更不敢回苏公馆 她现在才发现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居然没有能容下她的地方 您好 到目的地了 车费是280元 您怎么支付 出租车司机的提醒声音传来 苏燕睁开双眼 是的 她又回到了玉湖别墅 看了眼手上的手机 已经没电被强制关机 她把手上的红宝石项链 丢给出租车司机 这条项链拿来抵车费 这 这儿没等出租车司机反应过来 那个女乘客已经下了车 司机看了看手里的红宝石项链 又望了眼别墅小区的气派大门 平整的没有意思褶皱 秦菜叶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她翻了个身 不用早起坐便当 也不用伺候她上班 她正好可以睡得懒觉 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 她拿起手机刷微博 手指顿住 热搜新闻第一条 乔义清深夜命会神秘富豪男友 爆料上的照片看着像偷拍 距离有些远 却刚好能让人看清楚 乔义清那张清丽的面孔 几张照片上 乔义清的绯闻男友始终没有露正脸 只拍到修长挺拔的背影 可那身阿玛尼定制西服 跟昨天秦菜叶身上的义母一样 不是她又能是谁 她一夜未归 果然是去陪小三 忽然手机页面显示报错 等她重新再打开微博的时候 那条热搜已经不见 手机铃声乍然响起 是米丽的电话 宝贝 你看见热搜了吗 那爆料的神秘富豪男友说的是731吧 嗯 哼 狗男人车热搜的速度真是快 那当然 不快速攻关可是会影响集团股价 苏彦不想再继续这个闹心的话题 有底 放轻松 宝贝 你面的是服装搭配师 对工作经验要求并不高 你自信点 我等你好消息 面试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要求从一堆衣服里 搭配出度假 出街 宴会三个场景的服装 苏彦不到十分钟就搭配出来了 皮特看了眼手上的简历 问 你是一大服装设计系毕业的 怎么跑来做服装搭配师 我想先了解下不同的时装风格 积累一定的经验 再去从事设计的工作 皮特看了眼他搭配的服装 色彩运用很不错 也很懂得如何利用饰品增添细节 这样的审美 是用钱堆出来的 他瞄了眼他身上的形头 款式低调的衬衣跟半裙 面料舒适讲究 剪裁合身 是阿玛尼的定制套装 脚上是一双最新款的香奈儿小羊皮高跟鞋 这个女人莫不是来体验人间疾苦的 做造型团队的服装搭配师 一个月五千 不需要做班 但是随时安夸 出差很频繁 你可以吗 听见出差很频繁这句话 苏彦犹豫了一下 但很快他点了下头 可以 行 现在就办入职 一会儿你就跟我去海城出差 第十一章你可真是不听话 跌腿皮肤白净清爽 衣服时尚讲究 发型用发胶做着造型 是个精致考究的男人 一开始 苏彦还有些抵触跟他单独出差 毕竟孤男寡女的 怎么看都不太方便 但自从在飞机上瞅见他撬着兰花纸 跟空城打情骂撬后 他躺然了 原来是个姐妹 他们到海城是参加时尚晚会 给几个明星做造型 晚会上不允许用手机 直到工作结束回到酒店 苏彦打开手机一看 居然有十几个未接电话 他正犹豫要不要回播 手机铃声呜呜响了起来 他按了接通 电话那头先传来长长的一口呼气声 随后男人沉着嗓子问 苏彦 你现在在哪 海城 定位发我 没有给他回局的机会 秦灿叶挂了电话 苏彦盯着手机沉默了两秒 果断按了关机键 凭什么他要把定位发给他 他夜不归宿 陪小三的时候 也没有给他发过定位 电视上正在播报新闻 新日画家叶三土 近期将举办归国画展 他望向窗外璀璨的江景 不知不觉中 眼里迷上一层水汽 咚咚咚 门外传来女服务员的声音 您好 客房服务 苏彦打开门 接过女服务员手里的浴巾 谢谢 还没来得及关上门 一大片阴影照在他脸上 秦灿叶额头青筋凸显 秦身立在门前 单手抵扣主门 他视线紧紧地落在他的身上 声音冷冽 且带着明显的韵怒 苏彦 我看你是越发的无法无天 看到他 苏彦惊得说不出话 这才过了两个小时 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还真适应了米粒嘴里的 狗男人这个称呼 秦灿叶他不仅属狗 品种还是黄金猎犬 秦灿叶重重地推开门 扫间屋内空荡荡 脸色稍微松了一下 又说 苏彦你可真是不听话 他手一颤 听话 这个词最近为什么老是出现 我工作 出差 这就是不听话吗 秦灿叶 你让我签婚姻补充协议我就签 让我放弃财产分割权 财产继承权我就放弃 你想要的都得到了 而我只是想出去工作 为什么不可以 他一口气说了一长串 像是积藏了很多的委屈 鼻子酸得很 眼泪也止不住地掉落 渐渐地从小生戳气变成了放声大哭 见他哭得离花待遇 秦灿叶强压的怒气 陡然间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替代 用手指抹了下他的眼角的泪水 声音放柔 好了 别哭了 他却依然抽抽叶叶地哭个不停 肩膀起起伏伏 委屈又可怜 秦灿叶揪了下眉心 低头擒住了他的唇 不让他发出声音 苏彦哭得脑袋昏沉沉 又被吻得差点缺氧 整个人云里雾里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压在了床上 上一刻 他跟秦灿叶还在这个房间吵架 现在却一起滚在这个房间的床上清热 他未免也太没有骨气了吧 抬手抵住男人的胸膛 脸用力往一侧偏了偏 不行 秦灿叶气息稳乱 且不稳 半撑着手臂 在他耳边清了清 哄道 我带避孕套 苏彦躲开他纠缠的唇 不是这个问题 是我今天有些累了 秦灿叶眼眸一脸 重新敷了上去 我出力 你只管躺着 苏彦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手机适时地呜呜响了起来 他趁机推开秦灿叶 将他外套里的手机拿出来 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 愣了一瞬 把手机递给他 你电话 秦灿叶盯了他几秒 接过手机走向阳台 没过多久 他回到房间 只说了三个字 十分钟 我是来海城出差的 你答应过我的 我可以出来工作 因为刚哭过 声音听着有些哑 却带着浓浓的倔强 苏彦将他刚刚脱下的外套递过去 送客的姿态摆得很明显 秦灿叶神色冷峻 目光冷冷地看向他的手 伸手接过衣服 门被哐当打开 又被碰咚关上 带着远处的窗帘颤了好几下 一大早 苏彦去海品牌方的衣服 品牌方的工作人员 从防尘袋中取出衣服 仔细检查 在检查到一件水钻连衣裙时 脸色突变 这件衣服被损毁了 苏彦走上前一看 直接拉链位置缺失了几颗水钻 他差人 怎么会 我明明早上还仔细检查过 是不是恰好是你早上检查的时候损坏的 我 我不知道 这话把他问到了 苏彦现在也不确定 是不是自己无意间损毁了礼服 语气变得磕磕巴巴 工作人员强势地说道 这是我们璀璨的绝版礼服 价值一百多万人民币 这处破损的地方 如果要修复成原样 起码要花十万 十万 苏彦眼睛瞪得老大 你立刻联系一讲工作室的领导 跟我们协商一下赔偿事宜 才刚工作 就捅下这么大的篓子 苏彦哪敢让一讲工作室的人知道 她想了想到 我自己赔偿吧 品牌方的工作人员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这个小姑娘的口气未免也太大了些 一个无名无姓的服装搭配师 一个月的薪资也不过几千块 却开口说要自己赔偿十万 苏彦从包里掏出一张金卡 递给工作人员 没有密码 工作人员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 居然有无限额度的金卡 她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到五分钟 工作人员走了回来 把金卡递还给她 表情带着不屑 这张卡已经被停了 怎么可能 她昨天晚上还用这张金卡买东西 苏彦突然反应过来 一定是秦菜业搞的鬼 就因为昨天她没有跟她回去 她就把卡停了 还真是的狗男人 我们这里也收现金 也支持转账 工作人员语气淡淡 依附你看着办的表情 自打结婚以来 苏彦一直刷的是秦菜业的卡 她的银行卡里就只有上次秦菜业转的八千块 她根本拿不出十万 她压了下唇 随后无奈地说 你等我一下 我去打个电话 第十二章 你老婆迟早会跟你离婚的 喂 姐姐 我还没有等苏彦说完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婴 二小姐 苏总在开会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没 没 没什么要紧事 挂了电话 手指在屏幕上的一个号码点了下 她咬了下唇 又秒速点了挂断 苏彦觉得郁闷 工作的事她不敢告诉爸爸 她也没脸找秦菜业要钱 除了米莉她没有别的朋友 喂 宝贝 你不是在出差吗 怎么给我打电话 米莉 我 宝贝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有事一定要告诉我 米莉 你能不能借我十万块钱 我 她觉得难以启齿 并且月光族米莉是否拿得出十万呢 宝贝 你等我一会 我现在就去信用卡套现 马上转你 没过十分钟 米莉就转了十万过来 她甚至都没有问苏彦要钱干嘛 苏彦觉得心情很沉重 也有些后悔 她为什么要说自己赔偿那件衣服 待苏彦走后 工作人员拿出手机拨了的电话 陆总 苏小姐自己赔偿了十万 是现金转账 陆提警挂了电话 对着面前的男人道 刚攻放的电话你都听见了 一大早被喊过来做这种缺德的事 她觉得损应得 连带着说话也敢阴阳怪气 叶哥 我说嫂子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 有你这么坑老婆的吗 秦灿叶看了眼自己的手机 上面有个未接电话 只响零一秒 她没有来的集结 沉了下梅 她换了个话题 乔一清跟你们签好代言了梅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陆提警嚷嚷着 叶哥 你这样 你老婆迟早会跟你离婚的 受到对面人的眼神警告 她缩了缩 样样的回 已经安排了 签约发布会就安排在这周末 苏彦刚下飞机 就接到司机的电话 太太 我在16号口等您 她走到16号出口 那辆熟悉的麦巴赫停在那 司机殷勤地帮她拿行李 打开后座门 意外地看见秦灿叶坐在里面 手里拿着文件 眼皮不抬 眼瞼一概地吐出两个字 上来 不情不愿地进了车 苏彦屁股坐得离边上人很远 可那人却越发坐得大喇喇 长腿从原本慵懒交叠的姿势 变成敞开 眼看就要横到她腿上 苏彦只能往车门上贴 司机从后视镜里 看见她的动作 吓出一身冷汗 条件反射地喊 太太 您千万别跳车啊 秦灿叶你没 苏彦 你要跳车 司机像是找到了土苦水的地方 喋喋说 先生 那天晚上您下车后 太太气得要跳车 苏彦眼皮一跳 她那天明明是说 如果不停车 她就要跳车 怎么到了司机的嘴里 就成了她为了秦灿叶闹跳车 还没来得及解释 身子一歪 她被秦灿叶一把扯到了怀里 鼻尖全是她的气息 她没有解释的机会 她像是在哄小猫一般 轻轻地撸着她的脑袋 语气难得地温和 好了 不要生气了 除了在床上 她会耐着性子哄她配合 平日里从来不曾有过 这样温柔的举动 苏彦也难得没有挣脱她的怀抱 苏彦你可以工作 但是我只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去秦市集团上班 要么我给你开个工作室 秦灿叶说话的声音很沉 像是压了一枪的韵弩 她直直地看着她 眼里容不得一丝一毫反抗 苏彦被她毒人的气势 给一瞬间争住 不由地萌生了些退意 但很快她缓过了神 她壮着胆子吼了一句 停车 先生太太在吵架 司机努力装容作哑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太太的这句话是对她说的 直到她听见太太说 停车 你不停车我就跳车 她跟有了应急反应似的 直接把车子停在路边 可先生不发话 她不敢开门锁 先生 这 这里是郊区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怎么能让太太真的下车 让她下去 司机这才开了门锁 苏彦冲下车的一刹那 麦巴赫绝尘而去 扬了她一脸的尘土 她张嘴呸呸 朴出飘到嘴里的细沙 煞事想起来什么 往前追了两步 哎 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 这一次 她全身上下又只剩下手机 司机从后视镜里 看了下后座人 铁青的脸 小心翼翼地说 先生 这里位置太偏僻 打不到车的 除了沉闷的呼吸声 没有听见一个字 司机不敢再多嘴 回到玉湖别墅 保姆迎了出来 先生 物业经理带了访客过来 物业经理起身 对着进门的秦菜叶 恭敬地说 秦先生 这位是出租车司机 他说我们小区有个副太太 拿件首饰抵坐车费 我们物业调取了监控 发现他说的人是秦太太 眸光落向物业经理手中的 红宝石项链 秦菜叶猝没问 车费是多少 出租车司机上前走了一步 280 秦菜叶眼角一抽 从皮夹里取出一达钞票 递给出租车司机 多余的当感谢费 出租车司机脸上笑开了花 双手借过钱 想了想又说 这位先生 那天晚上您太太看着神情挺忧伤的 秦菜叶面色淡了下来 紧抿着唇 731还有没有人性 就这样把你丢在这荒郊野外 米粒停下车 看向可怜巴巴蹲在路边的苏燕 苏燕委屈的脸瞬间绷不住 哭泣气地说 这个狗男人还把信用卡停了 你把我送去苏氏集团大厦 我找我姐姐要点钱 苏氏大厦的前台一眼认出苏燕 二小姐 您是来找苏总的吗 苏总正接待客户 嗯 那我去对面咖啡馆等他 你让他开完会赶紧来找我 服务员刚送上果汁 苏燕头顶传来温和的男生 二小姐 苏燕抬眸 认出眼前清俊的男人 道 孟特助 孟嘉一微微汗手 道 二小姐 苏总再见客户 估计还要一个小时才能结束 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我可以先帮您处理 哦 没什么要紧事 只是好久不见我姐姐 我有些想她 苏燕闲聊问 孟特助 你老婆二胎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孟嘉一愣了一下 随后答 是男孩 那真是恭喜呢 而女双拳 凑出一个好字 咖啡馆里环境安静 这声叫骂声 像是在平静的湖水里丢了的炸弹 一瞬间 所有人都一脸错愕地看向那个女人 苏燕也起身朝门口看过去 没有注意到 身前的孟嘉一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那个女人直直地朝苏燕他们冲过来 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杯果汁 从上到下浇了下来 一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跟我老公搞在一块 颜色鲜红的西瓜汁 像一滩鲜血似的撒在她身上 苏燕脑袋轰隆 一个个面带比一地看向 独留在原地的小三 有些人甚至掏出了手机 苏燕又羞又愤 更觉得委屈 看见别人拿着手机对着她拍照 她慌忙抬手捂住脸 头顶被一件宽大的男人外套罩住 身体被拥进一个宽扣的怀抱 她听见熟悉的嗓音说 跟我回家 第十三章 我也不想在热搜上看见你 苏燕偷偷瞟了眼身旁的男人 她正目不斜视地开车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她觉得她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的 毕竟她真没出轨 她比起她 还是有婚姻道德感的 秦灿叶 她认错人了 秦灿叶侧头看了她一眼 她眼眶红红的 眼角挂着泪痕 头发湿了一大片 白色上衣上全是鲜红的果汁印 样子又可怜又狼狈 她眼底的墨色更暗了些 缓缓挪开目光 双唇拉成一条直线 注意好秦太太的形象 我不想在热搜上看见你 听见热搜这两个字 苏燕瞬间炸了毛 这个狗男人跟乔一青闹上热搜 还好意思还反过来指摘她 她立声对 我也不想在热搜上看见你 等他们回到玉湖别墅 保姆赶紧迎上来接衣服 拿鞋 看见太太脱下外套 露出满身血色的上衣 压了一声 太太您这是怎么了 您受伤了吗 苏燕一声不吭 蹬蹬跑上楼 因为跑得匆忙 在楼梯某一节台阶上 不小心磕了一下 她只门哼了一声 脚下没停 这逼之不及的样子 看着太有故事性 保姆转头一脸惊恐地 看着后面的男人 太太不过才一个晚上 没有回家 先生她居然下这么重的手 秦灿夜拧眉 注视着消失在楼梯口的身影 烦躁地抬手松了下领带 保姆抖了抖 连连后退了几步 秦灿夜侧眸看了保姆一眼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眼神 书房的时钟指向九点 门外有动静传来 秦灿夜放下手里的文件 正经危坐 静 快速复读了一遍 苏燕刚刚跟她说的话 太太说 她的所有服务都是收费的 秦灿夜额头青筋跳了跳 端起餐盘里的药碗 她镜子走向卧室 看见床上的苏燕 她猴头一紧 跟以往的卡通睡衣不同 她今天破天荒穿了件 藕粉色的细肩带睡裙 胸前露出一大片雪白 笔直的长腿 分外妖娆地交叠在床上 她挪开眼 哑声质问 苏燕 你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你让我睡前喝 知道 你妈给你配的补肾甜筋的药 她沉饮了一秒 声音带着隐忍 你知道还给我喝 又想挣八千 苏燕劈了下嘴 不悦地道 我一没有财产分割权 二没有财产继承权 难不成我还得让你白嫖 我告诉你 以后我的所有服务都是收费的 从床头柜上拿出一张纸 甩给她 一脸认真的道 这是夫妻服务报价单 您过目 PS不支持一价 轻力接触一万一次 便当一百一份 夜宵一百一份 按摩五百一个小时 陪同出席宴会等场合五千一次 秦灿叶眼角抽了抽 她是想钱想疯了吗 她鸣起唇 意识到苏燕是想用这种方式 筹十万 心里有些堵 为什么苏燕不肯 直接跟她开口示弱 她就那么想干那份工作吗 深深地吐纳了口气 她道 谈个整价吧 我每个月给你十万 行不行 苏燕拖着塞 一本正经地思索了一番 可以 但是我们得说清楚 我每个月只提供八次亲密服务 少不退 多要补 秦灿叶绷着声音 二十五次 苏燕择舌 一个月二十五次 亏她说得出口 合着只让她来大姨妈的时候休息 狗男人有那么大的需求吗 也对 乔已经怀孕了 最近是不能满足她的 想到这一层 她心里来了气 就是八次 并且先预付我一个月工资 不然就免谈 她语气决绝 一付半点不给商量的架势 秦灿叶深深凝了她一眼 怪声怪气地道 要不要我现在给律师打电话 给你你一份用工合同 她这是故意的吗 这种丢人的事 怎么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苏燕干笑了几声 打了个哈哈 不用 我打黑工 秦灿叶魔光落在她身上 她可真是有备而来 穿着那么性感的睡裙给她下套 啪哒 把床头灯关了 她跨上床 早上八点 该起床伺候她上班了 苏燕睁开双眼 有些无奈 才不过摆烂了几天 就又回到给狗男人早起做便当 我晚上送宵夜的日子 但好在她现在是带心上岗 抬腿下床 她撕了一声 回头狠狠逆了床上男人一眼 昨晚她又馋又奸挺 一连折腾了两次 每次两小时 直到她哭出声 她才肯消停 这补药是真不能再给她喝了 下楼遇到保姆 苏燕总觉得她的眼神奇奇怪怪 又背又切 看得让人直发毛 保姆偷偷瞄了眼太太 一领口露出的红痕 感叹着豪门太太 都不过是表面光鲜罢了 昨晚被先生打得哭了一夜 大早上还得爬起来给先生做便当 当真是可怜的景 刚目送走秦餐夜 苏燕就收到皮特的信息 让她去余山别墅 看见余山别墅四个字 她条件反射地想到了那个女人 她发了条信息问 方便告诉我 这次是给谁做造型 骂 皮特回 乔一清 把保时捷腾在余山别墅小区附近 苏燕从车子储物柜里 拿出一只口罩戴在脸上 步行走到小区门口 等了十分钟 皮特的车到了 皮特打开宽大的车厢 对着苏燕道 乔一清是璀璨女装的新代言人 这些是璀璨给她准备的签约 发布会服装 听见璀璨两个字 苏燕就想到那十万块大洋 缩了缩手 不敢碰那些衣服 皮特看了她一眼 下次别那么傻 别人忽悠你赔偿多少 你就赔偿多少 她说十万你还真掏 有钱也不是这么烧的 以后出了问题 先给我打电话 姐妹罩着你 皮特平时看着不大正经 但这话说得格外语重心长 颇有老母亲护崽子的架势 苏燕眼睛瞪圆了几分 有些莫名的感动 下一秒 她点点头 狗腿的说 知道了 老大 乔一清经纪人 站在别墅门口等着他们 递过来两份保密协议 苏燕见皮特直接签字 她草草扫了一眼 内容也签下自己的名字 却故意把名字写得很潦草 经纪人瞟了她一眼 问 你为什么戴口罩 苏燕嗑了几声 最近有些感冒 我怕传染给别人 经纪人皱了皱眉 叮嘱道 一会儿你离我们家一清远一点 乔一清的别墅里 弥漫着雨后荷花的香味 即使苏燕戴着口罩 她都能闻到这鼓 让她生理性不适的气味 他们在客厅里 站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乔一清才从二楼 慢悠悠走下来 她没有化妆 眉也没有电视上那般清冷 有些无神 没了粉底的修饰 皮肤看着有些粗糙 尤其是额头的痘印很明显 苏燕不由地感慨 这女明星装前装后 差距还真是大 秦菜叶见过她素颜的样子吗 目光转向她的腹部 她穿着一件 版型宽松的淡粉色连衣裙 四肢纤细 看不出腹部是否隆起 第十四章 你老婆可比你懂礼貌 叶特尔将一套衣服 挂在乔一清跟前 乔小姐 您的气质比较清雅 我们建议您选择这套 香槟色开背修身礼服 乔一清目光高冷 坐在沙发上不搭枪 她身旁的经纪人开口 这套衣服太暴露了 不符合我们一清高洁的形象 苏燕从盒子里取出饰品 道 这套礼服胸前并不暴露 至于后背 我们可以加一些珠帘配饰来遮挡 这样既优雅又不失性感 乔小姐 您可以试穿一下 看看效果 乔一清一动不动 随后起唇 否定得很干脆 我不喜欢香槟色 皮特又重新介绍了一套黑色 侧开刹礼服 乔一清瞥几眼 说不喜欢露腿 苏燕递了条白色路肩修身长裙过去 乔一清只瞄了一眼 又说 我不喜欢露肩 就这样带来的十几套礼服 乔一清都用不同的理由给否了 然而是皮特职业素养再好 此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乔小姐 不如您直接告诉我 您喜欢什么款式 颜色 风格的礼服 乔一清端着不答话 一旁的经纪人拿出一个平板 指着上面的图片道 去璀璨找一件与这件类似的礼服 苏燕跟着皮特凑到平板上一看 这是一件公主裙 下摆蓬松 看着宽松舒适 皮特诧然 随后很直白地说 璀璨品牌主打前卫性感 没有这种甜美风格的公主裙 乔一清神色平淡 招呼都不打得起身 一边返回二楼 一边对着手机拨电话 在她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 苏燕听见她对着手机 娇嘀嘀嘀的喊了声 请苏燕一激灵 带想支着耳朵仔细听听的时候 乔一清关上了二楼房间的门 她听不见后面的电话内容 没过多久 皮特接到一条短信 她抬头对着苏燕淡然地说 璀璨会派专人来给乔一清定制礼服 我们走吧 回去的路上 皮特见苏燕样样不乐的样子 安慰到 能撕到璀璨高级女装代言 又能让品牌方妥协 看来金主砸了不少钱捧她 你也不用失落 活少干 钱照拿 咱们何乐不为 那个乔一清爱穿啥就穿啥 璀璨的代言事情 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嘴 苏燕忙改了个口 老大 你说是乔一清的金主 给她拿的璀璨代言 皮特声音带着不屑 乔一清的形象那么寡淡 做风格明艳的璀璨女装代言人 也就只有性别合适 我听圈里人说 乔一清是一个富豪的小三 那富豪是有老婆的 皮特八卦的正起镜 发现身侧人没有跟上来 一回头见苏燕脸色铁青的立在原地 她扎呼道 宝贝 你又不是那个富豪的绿帽子老婆 你的脸那么绿干嘛 回到玉湖别墅 保姆将一个墨绿色的丝绒盒子 递给苏燕 太太 这是先生刚让司机送来的珠宝 苏燕打开一看 是一条项链 一颗麻将盘大小的祖母绿宝石 坠在磕磕圆润的珍珠项链上 散发着夺目的绿光 她觉得气焰 操起手机拨了电话过去 吼道 行餐夜 你是嫌我整个人不够绿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里恭敬的声音 太太 您能再说得具体些吗 等秦总开完会 我向她转达下您的留言 苏燕字字清晰地吐出来 我最讨厌绿色 挂了电话 她觉得心里握着一团火 冲进浴室去洗了个冷水澡 洗到一半 听见手机铃声 她裹上浴袍冲出来 对着手机嚷了句 你送这个东西过来 到底几个意思 电话那头保持静谧了一分钟 随后传来一个久违的男音 声音像一道细流缠缠地滑到她的耳中 燕燕 湿漉漉的头发上不停地滴着水珠 顺着额头流淌下来 视线变得模糊 她使劲眨了眨眼睛 又过了静谧的一分钟 电话那头的男人轻唤了一声 燕燕 你在听吗 她张嘴觉得鼻子有些酸 索性没有说话 只是摁了一声 燕燕 下周我举办个人画展 你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 电话那头短暂地停顿了一下 又继续道 你可以跟你的先生一起来 我给你留了两张票 顾瑶 苏燕终于把情绪调整好 声音客气透着疏离 我先生很忙 我也不太有空 我就在这电话里 恭喜你实现梦想 挂了电话 她听见保姆在楼下喊 太太 有您的快递 需要您本人签收 苏燕下楼 快递员递给她一封信 看见信封上的发件人姓名 她迟疑了一瞬 直到快递员又给她递了一支笔 她才回过神 签收 回到卧室 她拆开信封 里面是两张夜三图画展门票 她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最后把门票收进放手时的盒子里 秦菜叶回家的时候 保姆正在摆放晚餐 照就是一侧中事 一侧西事 太太呢 先生 太太回来洗了的澡就睡了 现在还没有醒 她走进卧室 房间很安静 床上的人裹着被子 呼吸很沉 她重新演上卧室门 一个人用了晚餐 她抬头看向静悄悄的二楼 对着保姆道 给太太留着晚餐 在书房看了几份文件 到九点也没有听见任何动静 她走回卧室 发现苏燕还睡着 苏燕 你吃晚饭了吗 床上人没有反应 她觉得有些不对劲 拉开被子 黑暗中苏燕脸颊 透着异样的潮红 上手一摸 发现她全身烫得好似小火炉 苏燕觉得好冷 就跟一年前那个雨夜一样 冷到骨髓 她不停地呼喊 三 吐 三 吐 宋天侧着耳朵 仔细听了几声 抬头对着紧促着眉头的男人道 感冒发烧罢了 你至于十万火急地 把我叫过来吗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连强行针都带来了 她拿出退烧针跟退烧药 问 臀部注射退烧针 退烧快一点 嫂子这情况吃退烧药也行 尖细的针筒发着冰冷的光 秦菜叶垂眸看了床上 哼哼唧唧喊疼的人 一眼 干净利落地拍板 用药 宋天刚回到邓凯的IV酒吧 就又接到秦菜叶的电话 按了接通 电话那头传来粗声粗气的质问声 她怎么还是那么烫 你到底行不行 大半夜被一个电话 逮过去做家庭医生 还被质疑医术水平 宋天觉得他有些卑微 退烧药又不是仙丹 也是要慢慢起作用的 夜哥 你老伯可比你懂礼貌 都烧到三九度八了 还知道对医生说赞Q 话还没有说完 手机那边只剩下盲音 宋天放下手机 对着邓凯道 我好不容易不值夜班 来跟你们喝酒 秦菜叶要陪生病的小娇妻 那陆梯景呢 电话也不接 她跑哪里去了 邓凯耸耸肩 估计被哪个小狐狸精勾跑了吧 宋天叹了句 这个没定性的家伙 邓凯喝了口酒 要不要开盘赌一把 陆梯景这次的新女朋友 能处几天 第十五章 压舌的口感就像舌吻 苏彦身上特别酸痛 一开始觉得特别冷 像在冰窖里 后来又觉得特别热 跟被闷在砂锅里似的 一转眼 出了不少汗 浑身黏腻腻 她忍不住伸手 去扯身上的被子跟衣服 却被人按住 半梦半醒间 有人替她擦了身上的汗 又时不时给她微温水 她脑袋昏沉沉 稀里糊涂地喊 我想尿尿 身体腾空 她被人抱进洗手间 苏彦闭着眼睛 扭着身子 费劲拉扯自己的卡通睡裤 突然听见一个低沉的嗓音问 要我帮你脱裤子吗 她脑中颤纳间清明了好些 睁开眼睛抬头一看 秦菜叶大喇喇地站着她跟前 秦菜叶 你出去 脑子是清醒了 尿意却没了 苏彦蹲在马桶上皱眉 没一会儿 她听见门外传来询问声 怎么那么久 上不出来吗 她翻了下眼皮 这人什么情况 管天管的还管她上厕所 别吵 我在酝酿 又过了一会儿 秦菜叶直接走进卫生间 你上你的 我洗个手 她打开水龙头 慢条丝里地打洗手液 搓手 洗手 样子格外悠闲 甚至吹了声口哨 苏彦刚想开口对她 尿意来了 第二天醒来 苏彦感觉身体不再疼痛 只是有些疲乏 卧室门打开 保姆端着杯热牛奶 走到床边 太太 你醒了 喝点牛奶吧 苏彦喝了两口 就推开了杯子 保姆问 太太 怎么不喝了 嘴里没味道 喝不下去 柳姨 我想吃鸭蛇 你去给我买点 要微辣的 话音刚落 传来一声呵斥 刚发完烧 吃什么鸭蛇 苏彦被男人 得呵斥声下的一颤 转头看见秦菜叶 阔步走进卧室 她抬头看向墙上的时钟 已经十点 这人怎么没去公司 她板着脸 看向保姆手里的牛奶 道 去给太太 煮碗皮蛋瘦肉粥 苏彦叫煮保姆 柳姨 你别煮 我什么粥都不想吃 我就想吃鸭蛇 保姆有些两难 一会看看先生 一会描描太太 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苏彦扭头躺下 听见两人离开的脚步声 心里越来越气 想吃个鸭蛇都不行 她怎么过得这么憋屈 过了半小时 她听见一阵脚步声 随后是保姆的声音 太太 起来吃点东西吧 不要 我不想吃 她紧闭着眼睛 脑袋往被窝里拱 秃的 照在头上的被子被人撩开 她瞪着桃花眼 气呼呼地看向床前的人 秦菜叶 你想干嘛 强按我头喝粥吗 你这头绝牛 是按头就喝的吗 秦菜叶语气不揉地道 不是喊着要吃鸭蛇 还不快起来 保姆将手里的托盘 放在床头柜 托盘里有一盘鸭蛇 还有一碗皮蛋瘦肉粥 太太 先生刚刚特意开车 去给你买的鸭蛇 苏燕看了眼盘子里的鸭蛇 皱了下鼻头 怎么不是辣的 保姆柔声道 太太 你刚发完烧 不能吃辣的 秦菜叶没什么耐心的样子 朝着保姆昂昂下吧 太太不想吃 你拿去倒了 哎哎 苏燕一把抢过那盘鸭蛇 谁说我不想吃的 苏燕吃鸭蛇的动作很利索 舌头一卷一吸 一口吃一个 很快就着一小碗皮蛋瘦肉粥 消灭了十几个鸭蛇 她放下碗筷 才发现秦菜叶眼下隐隐泛着青色 眼底漠黑 直勾勾地盯着她手上的鸭蛇 苏燕是从不吝啬分享美食 把鸭蛇递到她唇边 问 你要不要尝尝看 可好吃了 秦菜叶并不领情 别过头 拒绝得很干脆 我不吃内脏 苏燕扎扎嘴 感叹了句 网上都说鸭蛇的口感就像蛇吻 你不吃鸭蛇 那就永远都无法体会到 话音刚落 秦菜叶一手拖着她的腰 一手顾住她的脑袋 轻身同她接吻 身体挣脱不开 人仿佛要被她整个吸入进去 一股酥麻的感觉从舌头传遍全身 似过电一般 渐渐地身体像一汪春水似的软瘫在她的怀里 苏燕特别温顺地让她亲吻 过了许久 头顶传来秦菜叶悠悠地调侃声 你现在觉得鸭蛇的口感像蛇吻吗 苏燕闷在她怀里一声不吭 秦菜叶的心脏声音很沉 扑通扑通 富有韵律地敲击着她的耳膜 一下又一下 她们有过很多次的接吻 但是苏燕每次不到片刻就侧脸躲 秦菜叶就也只能作罢 这般深入且绵长的接吻 她们从未有过 原来舌吻是这样的感觉 说是柔诺带谈 轻鱼嫩滑毫不为过 那得是多好吃的鸭蛇才可以比你的 她从她怀里正脱出来 仰头对上她幽深的眼眸 郑重其事地问 你刚刚吸了我好多感冒病毒 会不会被我传染感冒 苏燕病了好几天 直到周末才恢复得差不多 只是还有些咳嗽 也不知道是她的感冒病毒太弱 还是秦菜叶的身体素质太好 哪怕她时不时把她拖过去 体验下压舌的口感 她也始终没有被传染上感冒 周日是乔益青跟璀璨的代言人签约发布会 虽然乔益青的礼服不是她们选搭的 但是造型团队挂的还是 一将造型工作室的名字 用Peter的话说 干她们这一行的 一大半的工作任务是背锅 明明衣服是女明星自己选的 最后被群巢不好看的时候 都是把她们这些人拖出来编尸 Peter斜眼看着舞台上 穿着樱花粉甜美公主群的乔益青 做了个作偶的表情 这衣服真是没眼看 既不符合乔益青的气质 也不符合璀璨的品牌形象 我的天 还搭的是粗矮根的鞋 真是灾难 一会儿 网上肯定群巢 我们又要被骂了 没有听见身边人回话 Peter转头看着苏燕一眼 见她两眼直愣愣的 盯着舞台上的璀璨总裁 陆涕景穿着一身银灰色西服 潇洒地站在台上 黑色的发丝从额头上微微垂落 眼神中带着一抹顽视不公 微胡的嘴唇带着一丝邪气 宝贝 我可告诉你 这种男人一看就不是好鸟 最是把屌无情 Peter以为苏燕看上那小子皮囊了 语重心长地劝说他 苏燕回过神 把脸上的口罩在网上拉了拉 没 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Peter气了一声 这种花花公子 三天两头跟女明星上八卦杂志 说不定你在哪刷过他的绯闻 应该是吧 苏燕沉下眼眸 他并不是在八卦杂志上 见过这个璀璨总裁 他是在他跟秦灿叶的婚礼上 见过这个人 他记得很清楚 秦灿叶的三个伴廊里 有个流里流气的男人 可不就是此刻在台上的 璀璨总裁录剔景 璀璨女装的品牌代言 果真是秦灿叶剔义青拿的 宝贝 快 给我拿个口罩 Peter火急火燎地戴上口罩 感叹着 妈呀 这些网友太猛了 这么快就开喷乔易青今天的穿搭 我的老脸哦 该往哪里搁 咦 有爆料说 乔易青这么穿是因为怀孕了 第十六章有事情投币说话 一开始 网上众人只是在吐槽乔易青 在璀璨女装代言发布会上的穿搭 后来有人开队 说乔易青的形象气质 与明艳性感风格的璀璨女装根本不符合 能撕下这个代言 肯定有猫腻 然后有网友分析 乔易青发布会的礼服过于宽松 像是为了遮掩肚子 紧接着出现了新爆料 有人说 在医院的妇幼科见过乔易青 是去产检的 很快前几天 乔易青与富豪男友深夜密会的热搜截图 跟偷拍照片 被人发出来讨论 随后更多的爆料接踵而来 有前情势集团的员工出来说 照片上的男人看着像是情势集团的总裁 于是情势集团总裁 出席商业活动的公开照片 被网友翻了出来 网友们发现 居然是个年轻英俊的男人 一下子炸开了锅 网友的讨论开始转向秦灿叶 以及他那个商业联姻的太太 网友们嘲讽 一定是秦灿叶的太太 长得过于磕沉 才不公开露面 也拴不住老公的心 苏彦看得脸发绿 气得握着手机的手发抖 突然爆料贴页面显示报错 他不用想都知道 一定是秦灿叶让人紧急公关了 皮特吃瓜正吃到信头上 看见页面报错 他滑动着手机 失望地说 哎哎哎 网友刚还八卦的热闹 怎么帖子一个个都不见了 苏彦重新瞟了眼手机 现在璀璨官方账号 跟乔义清的账号下 只剩下一水的彩虹屁 他没有什么表情地道 还真是把咱的眼睛 跟智商放地上摩擦 皮特贼嘻嘻地道 要割古代 乔义清就是传说中的母平子贵 那个秦太太可真是头上发绿 苏彦忍不住摸了下脑袋 手里的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 他垂头一看 毫不犹豫地点了拒接 很快他手机上收到一条消息 有事接电话 苏彦不想搭理 不到半分钟 他又收到一条消息 只有三个字 秦太太 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有事请投币说话 手机上再次收到一条消息 是一张图片 苏彦点开一看 见是前几天秦菜叶 给他转了十万工资的转账记录 他咬牙 很快手机再次发出震动 苏彦找了个僻静的角落 不情不愿地按了接通 电话那头秦菜叶问 你跑哪去了 听见这话 他不大痛快地蹲了下眉 简单地回了两个字 没有透露所在地 工作 秦菜叶又问 工作什么时候结束 不知道 他答了又像是没有答 对面不再说话 苏彦等了一分钟 道 没事我挂了 在他准备放下手机的那个刹那 对面问 苏彦你在生气吗 苏彦反问 什么事让我生气 对面又不再说话 苏彦这次准备直接撂电话 但秦菜叶像是知道 他要做什么事的提前补了一句 苏彦 工作结束后 你把地址发我 我来接你去老宅 刚挂电话 手机紧接着嗡嗡震了几下 他看了眼屏幕 赶紧问了接通 爸爸 有什么事吗 苏彦生语气有些着急 燕燕 网上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苏彦脸了下心神 故作调皮地问 网上说什么了 爸爸 你别信网上那些保健品 说的跟灵丹妙药一样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苏彦生明显顿了一会儿 随后说 燕燕 有空你跟餐叶一起回来吃饭 好的 爸爸 挂了电话 苏彦走回到发布会现场 静静看着台上笑颜如花的乔易青 眸光扫向她的肚子 她跟秦餐叶不可能离婚 她能做的是维护好情 苏两家的联姻关系 并给自己尽可能地争取利益 想当那一处 她给米丽打了个电话 宝 你上次说你最近交往的男人 是学法律的 是吧 对 如果夫妻双方婚后 签了婚姻补充协议 女方放弃了婚内财产分割权 财产继承权 男方跟小三生了孩子 那女方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 靠 731她真搞出私生子了 网上的爆料是真的 这个狗东西 紧接着是一百句 对秦餐叶祖宗的问候 然后米丽说 宝 你放心 我一定去给你问清楚 陆提警刚下台就收到一条信息 备注是小米娇的人 给她发了四个字 今日约否 嘴角挂上一抹笑 她快速回来一条信息 晚上8点 老地方 发布会结束后 苏燕随便输了个附近的地址 叫了辆网约车 到了目的地 她把定位直接转给秦餐叶 很快 手机上收到她的回复信息 15分钟 她站在书音下等着 背后传来轻烈的男生 燕燕 是你 妈 苏燕整个人瞬间凝固住 听见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她紧了下攥着手机的手指 转身看向来人 顾瑶对苏燕的背影很熟悉 对她的脸更熟悉 即使苏燕现在戴着口罩 她一眼就认出那双漂亮的桃花眼 燕燕 真的是你 她回头对着不远处 戴黑框眼镜的优雅女人说 Lizabeth 你先进去跟馆长聊 Lizabeth 点了下头 朝苏燕处又仔细看了两眼 才转身走向美术馆 顾瑶 真巧 苏燕这才发现 自己随便找的地点 居然是和美术馆 顾瑶指着和美术馆前巨大的海报说 我下周再和美术馆办画展 我来跟馆长沟通下展览的事 燕燕 你怎么会在这 我等人 苏燕回答得很简单 沉默了几秒 顾瑶试探地问 燕燕 刚刚往上的 消息 苏燕往路边走了几步 神情回避 很明显她并不想跟她聊这个话题 顾瑶适时地打住了话头 她跟着走到路边 转而问 燕燕 你后来过得好吗 苏燕抬眸看向她 她清澈的目光里带着柔和 一如从前 她鼻头一酸 忽然很想问她 那一天为什么没有来 张嘴却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阵咳一来得很猛 她咳得脸色通红 好像要把肺咳出来 她已经很久没有咳得这么厉害了 上一次咳到沸腾 是她在车站淋了一夜的雨 感染上肺炎 想到那冰冷的一夜 她咳得眼泪都飙了出来 顾瑶抬手轻拍着她的背 轻声问 燕燕 你还好吧 她手里有一瓶矿泉水 她自然地把水拧开 递到她面前 一瞬间 两人都愣住了 这是一瓶她喝过的水 苏燕被争得忘记了咳嗽 顾瑶反应过来 有些尴尬地收回手 不好意思 我一下子忘了 顾瑶没有往下说她忘了什么 可他们两个人都知道 那是什么 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苏燕 一辆棕色阿斯顿马丁停在路边 秦灿燕下车 迈着大长腿走到苏燕跟前 冷冷地扫了眼她身子的男人 第十七章 我是燕燕的老公 看见秦灿燕 苏燕下意识地远离了顾瑶两步 转念一想 她没有做什么语举的事 有什么好避讳的 她又大大方方地往顾瑶处 重新挪进了些 这细微的动作 落在秦灿燕的眼里 格外刺眼 她强势地扣住了她的腰 缓缓地抬起眼 淡淡地问 这位是 腰上一沉 苏燕垂眼看了下腰上的手臂 随口介绍 是我一大的同学 顾瑶一脸温和 主动伸出右手打招呼 你好 我是燕燕的学长 我叫顾瑶 秦灿燕面上挂着浅笑 腾出右手敷衍地握了下 随后再次用右臂 还住苏燕的腰 将她不着痕迹地往身侧带进了些 我是燕燕的老公 秦灿燕 顾瑶其实早就认出她是谁 毕竟她这张脸 刚还在网络新闻上挂着 只是听见她自称是燕燕的老公 顾瑶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 有些酸楚又有些刺痛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微妙起来 她秃得直至对上秦灿燕的冷眼 道 我下周再和美术馆有画展 秦先生如果有空 可以跟燕燕一块来看展 秦灿燕用余光瞥了眼 和美术馆前的宣传海报 新锐画家叶三土归国画展 原来是最近那个风头正盛的画家 他浅浅地点了下头 有空一定陪燕燕来看展 不是说着急回老宅 我们快接走吧 苏燕不想再尬着 金字走到车前 打开车门 顾瑶的耳边却还能听见 轰隆的跑车引擎声 同样在他耳边回荡的 还有苏燕最后说的那句话中的 我们 他转头看向那张海报 足足定了一分钟 才才不走向和美术馆 你们很熟 秦灿燕单手扶着方向盘 壮似无意地问 苏燕一直在走神 听见他说话声 下意识地摁了一声 觉得不对 转头问他 你刚问我什么 秦灿燕一瞬间拧紧的眉 又慢慢松开 他侧头扫了眼 苏燕迷茫的脸 你在想什么 我刚问你 你跟那个顾瑶很熟吗 你们在意大不是一个系的吧 怎么会认识 他一连问了几个问题 苏燕表情顿了一下 紧接着回答得简单且随意 也不是特别熟 就是碰巧上过同一个选修课 秦灿燕想问 不熟那他干嘛喊你燕燕 想了想又忍了下来 转而说 我正好要买服他的画 你要是跟他熟悉 倒是省事 你要收藏他的画 苏燕有些纳闷 秦灿燕并不喜欢这些艺术品 准确地说 他除了喜欢收集豪车 跟包养女明星 就没有别的烧钱爱好 秦灿燕不紧不慢地回 云总的太太 前几天送了你一条 祖母绿宝石项链 我们总要回一份里 正好我听说 他喜欢顾瑶的话 那条祖母绿项链 是学姐送的 苏燕自问 很快又自答 我就说 你没事怎么会送我项链 还是个绿色的 说到绿色两个字 他有些咬牙切齿 秦灿燕不明所以地问 你不喜欢绿色 那翡翠 祖母绿这些都不喜欢 苏燕愤愤地低了身侧人一眼 不搭枪 将车停在老宅门口 秦灿燕侧身 一手慵懒地搭在 副驾驶坐的椅背上 嗓音低哑地问 苏燕 你不喜欢这些 那你喜欢什么 苏燕花钱很随意 以前他想买什么 就自己刷卡 秦灿燕也没有留意过 他具体喜欢什么 只知道他有一屋子的衣服 鞋子 包跟首饰 有一次他进一帽间 找东西 无意间打开他的衣柜 看见里面很多衣服 连吊牌都没有拆 可他还是每天逛街 每天买 好像购物就是他的爱好 秦灿燕忽然意识到 自从苏燕出去工作 他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买东西 他继续说 你喜欢钻石 珍珠还是别的 或者你想要拿款包 衣服 鞋子 我给你买 这话中讨好的意味很明显 苏燕听着却觉得厌烦 他看了眼秦家老宅门口 两只威严的石狮子 嘴唇勾起 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伸手从秦灿燕的手中 拿过阿斯顿马丁的车钥匙 秦总 今天这事 我要这辆车作为报酬 并不过分 秦灿燕低垂着眼帘 看了苏燕几秒 扶在副驾驶座椅背上的手 缓缓收了回来 他开门下车 又绕到副驾驶的一侧 绅士地给苏燕打开车门 下来吧 苏燕低头捏了眼 秦灿燕伸向他的手 脸垮得很难看 过了几秒 将手轻轻地放到他的手心里 脸上堆着明艳的笑容 声音甜腻地说 谢谢老公 苏燕跨着秦灿燕的手肘走进大厅 大厅里气氛凝重 秦永莲神色低沉地端坐在上手处 下手处 一左一右分别坐着秦茂晨 跟沈月之夫妻二人 爷爷 爸爸 妈妈 苏燕跟着秦灿燕恭敬给长辈见礼 秦家讲究 对爷爷见礼还得下跪 苏燕爬爬起来的时候 高跟鞋没有站稳 身子歪了一下 秦灿燕自然地揽住他的腰 让他撑在自己身上 秦永莲目光在两人身上 缩寻了一番 脸色和缓了些 用下盒点了下最末尾的两张椅子 坐吧 这是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苏燕不敢随意答话 正经危坐 爷爷 已经控制了网络舆论 辟谣声明跟律师函也发出去了 秦灿燕于光瞟了眼 一脸肃然的苏燕 紧接着说 也联系了苏氏集团那边 他们会一同发辟谣声明 听见后半句话 苏燕身侧的手下意识地 钻紧手心里的车钥匙 早知道还要苏氏集团配合发声明 他应该把车库里 那辆法拉利也要过来 秦冒陈道 好在今天是周末 声明发出后 应该不会影响周一开盘股价 秦永莲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义正此言地说 你俩的婚姻 不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做事要有分寸 秦灿燕公顺地回 知道了 爷爷 大厅里很安静 几双眼睛都转向苏燕 这明明是秦菜叶惹出来的事 却偏偏要寻他们两个人 苏燕心里很堵 喉咙也很干扬 咽了下口水 忍住可以 他终究是顺从地答 知道了 爷爷 沈月之起身 苏燕 菜叶要跟他爷爷 爸爸聊正事 你跟我去后院 第十八章 你又打的什么鬼主意 苏燕是第一次 进秦家老宅的书房 意外地发现 里面也是弥漫着 雨后荷花的香味 他不自觉地抬手 眼了下鼻子 沈月之示意他 坐到一侧的沙发上 抬眸瞟了他一眼 见他像个小安纯 似的端坐着 不嫌不淡地问 苏燕 你打算怎么处理 那个女明星的肚子 苏燕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直白地问 一时语色 知无道 妈 我 我 沈月之波澜不惊 地继续问 你找过那个女明星没有 他要多少钱 才肯打了肚子里的那块肉 苏燕一下子被蒸住 这乔义清的肚子里 好歹怀的是秦菜叶的肿 沈月之一直盼着抱孙子 怎么舍得让人把孩子打了 他还以为 沈月之单独把他喊进书房 是要规圈他大度地 接受秦菜叶搞出来的私生子 沈月之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 冷冷地道 我们秦家不要野种 更不会要那种 不甘不敬的女人生的野种 苏燕 你去把那个女明星的肚子处理了 苏燕很想对一句 那是你儿子搞出来的野种 凭什么要我去处理 但他终究没有胆子说出口 可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眼波流转一圈 道 妈 我没钱 沈月之像看得奇葩一样盯着他 沉默少许 他重新开口 苏燕 你只管去问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我来出 直到回到玉湖别墅 苏燕还是精神恍惚的状态 洗了澡躺在床上 打开电视机 里面放的是宫斗剧 正眼到皇后设计 让怀孕的妃子流产的桥段 他烦躁地丢掉了手里的遥控器 手机铃声响起 是米莉来电 宝贝 我给你问了 这种情况 他建议想办法让小三同意将胎儿留掉 否则孩子生下来就有财产继承权 宝 你听见了吗 宝 苏燕眉心狠狠一跳 拿着手机的手指被他钻得发白 他含糊地摁了一声 米莉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催促声 他道 我还有事 宝贝 我先挂了 挂了电话 又看了一会儿狗血公斗剧 苏燕抬眼一看 时钟就快指向九点 他从床上爬下来 紧皱着眉 嫌恶地看着苏燕手上的餐盘 虽说厨艺不佳 但苏燕以前晚上还会包个银耳羹什么的 再不济也会烤两片吐司 现在居然就拿着一碗糊糊来糊弄他 苏燕 你是在喂狗 妈 苏燕撇撇嘴 可不就是把你当狗 他慢慢地勾起唇 将碗端到他面前 用勺子挖出一勺麦片 轻轻吹了吹 贴心地递到他唇边 掐着嗓子娇嘀嘀嘀地道 来 大郎 喝药 狗男人 爱吃不吃 没给你下披霜 你该感谢这个法治社会 秦灿叶额角抽了抽 嗓子里硬生生挤出两个字 苏燕 苏燕善善地笑了笑 跟你开个玩笑 帮你解解压 苏燕 你是嫌一个月十万给的太多了 是吗 见他面色难看得紧 苏燕耸了下来 勤着笑嘎声嘎气地道 哎呀 今天你先凑合吃点 明天晚上我好好准备 说完 他放下手里的碗 自觉地走到他身后 抬手按上他的太阳穴 轻轻地按摩 苏燕偷偷比赦了下自己 做个带心上岗的秦太太 可真是够卑微 盯着男人黑漆漆的后脑勺 他悄悄拖了一口 都怪这个狗男人 管住不下半身 搞出私生子 害得他还要去做 劝人打胎的糟心事 额纪传来温暖的温度 力度始终 节奏刚刚好 秦灿叶舒服地合上眼瞼 没到片刻 他骤然掀开眼皮 一把将苏燕扯到腿上 直直地拧着他 苏燕 你又打的什么鬼主意 苏燕一个亮枪 被他带到宽阔的怀里 眼前是他刚毅的下巴 心脏一瞬间居然虚地发抖 他努力沉下心 反手勾住秦灿叶的肩膀 凑到他耳边 打打地道 我看中一个包 你给我买好不好 秦灿叶拉下他的手腕 犀利的凤眼对上他飘忽的视线 语气里充满了质疑 就为了买个包 苏燕一咬牙 一闭眼 臀部在他腿上不安分地蹭了蹭 身子像条泥丘似的往他怀里钻 娇臣道 哎呀 也不是只有一个包 我看中了好几个 你都给我买 好不好吗 老公 最后两个字的尾音拖得很长 撒娇的意味很明显 这是苏燕第一次对秦灿叶撒娇 他刚洗好澡 身上带着淡淡的水果辛香 身体又娇又软 得在他怀里靠着 手下是他不应用的腰肢 秦灿叶的喉结轻轻轻滑动了一下 半嗓 他沉嗓子道 你再喊我一声 苏燕半眯着桃花眼看向他 十一地喊了一声 老公 身子腾空 他被秦灿叶一把横抱起来 没过多久 他就躺在卧室的床上 电视机里 流产的妃子对着皇帝哭哭嘻嘻 苏燕朝着秦灿叶抽抽叶叶 我实在是受不住了 你快些完事好不好 秦灿叶俯身在他眼角亲了亲 你要什么包 明天都发给伊丽 一大早 苏燕就接到皮特的短信 让他去F酒店 开着昨天收脚的骚包阿斯顿马丁 一路拉风地开到酒店地下车库 刚下车 就看皮特张着嘴在不远处盯着他 我滴乖乖 宝贝 你太让我震惊了 我知道你是个小富婆 但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富啊 皮特踩着小碎步跑到阿斯顿马丁前 两手在车屁股上摸了又摸 苏燕瞥眼看向别处 心想 你要是知道我就是你挂在嘴边的绿帽子 秦太太 那才叫震惊 敷衍地说 老大 客户该等着急了 苏燕手里扛着数套男士服装 刚走进房间 就听见熟悉的轻恋男婴 燕燕 怎么是你 她真愣住 后悔没有提前问皮特客户是谁 皮特疑惑地看向她 宝贝 你认识顾大画家 愣 她是我义大的学长 苏燕朝房间里的男人扯了个笑脸 顾瑶 真巧 顾瑶起身接过她手上的数套衣服 皮特哪敢让客户拿衣服 忙接过顾瑶手上的衣服 苏燕拿好意思让领导扛衣服 伸手又把衣服接过来 就这样那几套衣服 像交接棒一样转了一圈 顾瑶又准备伸手去拿衣服 苏燕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提醒皮特 老大 你快把搭配的衣服 给客人展示一下吧 皮特拿起一套衣服 才刚开口说 顾先生 这套 顾瑶就到 就这套吧 燕燕 你把其他衣服放沙发上 皮特一副了然的神情 朝苏燕挑了下眉 做了口型 苏燕打野一看 眼角抽搐 他说的分明是 小表辈 皮特给顾瑶快速做好造型 转头刻意地问苏燕 燕燕 你觉得怎么样 顾瑶穿着一身复古西服 搭配亮色领带 头发被随性梳理 精致立体的五官 显得深邃又安静 全身散发着年轻帅气男 艺术家独特的魅力 苏燕猛不定对上顾瑶幽深的眼睛 那里像两片清澈的深潭 他立刻撇开目光 眼尾低垂 什么话都没有说 第十九章 你跟警察证明一下 回到地下车库 皮特朝着苏燕 几枚弄眼球吃瓜 宝贝 这个顾大画家 一幅画就价值百万 这么好条件的男人对你是好 你就一点也不心动 苏燕并不想跟皮特聊顾瑶 正色道 老大 窜多已婚妇女出轨 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才多大 居然已婚 皮特熬了一声 你们有钱人结婚 也未免太早了吧 你别告诉我 你是包办婚姻 苏燕在心里翻了的白眼 这人说话可真准 他跟秦餐叶可不就是包办婚姻 突然余光瞟到 两个熟悉的身影从电梯口出来 他心里一惊 拉着皮特往车后短 皮特被他一通操作 搞得莫名其妙 低声问 宝贝 你怎么了 苏燕对他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但那两人走得稍微远了些 他又鬼鬼祟祟探出头张望 皮特顺着苏燕的目光看去 见远处是一男一女 并肩走向一辆林肯 不久 又一同开车驶离地下车库 他侧头看了下苏燕愁眉不展的脸 脱口而出 宝贝 你在看什么呢 你这个样子 好像在抓煎熬 这人的嘴是开过光吗 一说一个准 见苏燕眼神一领 皮特尖叫 我的天哪 你老公该不会真的出轨了吧 他一个劲喋喋道 你这么貌美如花 你老公居然还出轨 找个相貌 身材都不如你的 涂啥 涂刺激 苏燕觉得心烦意乱 沉声道 那不是我老公 他敏唇 虽然他老公的确也真的出轨了 他也实在不清楚 秦菜叶看上乔逸清什么 可能那种清冷高洁 又楚楚动人的样子 更能激发狗男人的保护欲吧 手机铃声刚好响起 屏幕显示是沈月之的电话 苏燕抽回思绪 立刻问了手机上的接通键 地下车库信号不好 沈月之那头说话断断续续 听不清他说什么 妈 我这边信号不好 您稍等 我换个地方 苏燕给皮特打了的再见的手势 转身剑步往楼上跑 到了一楼大厅 他平缓了下呼吸 对着电话恭敬地问 妈 您刚刚说什么 苏燕 大早上的 你这是在哪里 苏燕环顾了下周围 随口编了个理由 妈 我约了朋友去酒店喝早茶 沈月之语气不悦 语速比平时快了几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跟朋友喝早茶 我问你 你打算什么时候长大的女明星 我 我 苏燕支支吾吾 回答得很小声 这种事要抓紧处理 等月份再大些 就不好收拾了 沈月之话风一转 又缓缓说 明天有个慈善拍卖会 我这几天饭头疼 苏燕 你替我去参加吧 妈 这种场合 我 没等他说完 沈月之直接截住他的话头 苏燕 你就是太不爱露面 才让外面都是流言蜚语 你是我们秦家长房长孙席 这种场合你要多多适应 放下手机 苏燕还没有来得及叹口气 突然头皮一紧 发根一阵巨痛袭来 脑袋被迫向后仰 身后传来一个女人 尖利的叫骂声 果然是你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跟我老公在酒店开房 为了工作方便 苏燕今天扎了个利索的高马尾 此刻刚好被这个女人 从后面一把揪住 她看不见来人 也挣脱不开 疼得嘶哑咧嘴 急忙解释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快放开我 顾瑶正巧从电梯里走出来 听见熟悉的声音 拨开围观的人群 看见是苏燕 她快步上前 拉开那个疯女人 垂头焦急地问 燕燕 眼里泛起委屈的雾气 抬眸看向那个 不听叫骂的女人 认出是那天 在咖啡馆泼了 她一身西瓜汁的 孟嘉义老婆 她愣了好一会儿 脸下眼里的失忆 耐着性子道 你认错人了 我跟孟嘉义 不是你想象的关系 琉璃认准了苏燕 就是孟嘉义的出轨对象 扯着喉咙喊 上一次她不上班 在咖啡馆跟你约会 这一次F酒店 你又在 还说不是你 她喊的声音很大 情绪越发激动 扑身要打苏燕 酒店经理带着保安 匆匆赶来 及时地将刘灵 拉开了些距离 经理劝说道 这位女士 你冷静一些 顾瑶护在苏燕身前 立声说 这位女士 你在公共场合诽谤 袭击他人 是违法的 刘灵不依不饶 歇斯底里地 用各种脏话辱骂苏燕 情绪越发激动 酒店大厅里的人 纷纷围过来 有些人拿出手机拍照 录像 苏燕生怕被人拍到脸 传到网络上 抬手遮住自己的面孔 顾瑶无可奈何 转头对着一旁的经纪人道 Dazabella 报警 秦总 太太来电话 秦灿叶正在听高管汇报 经营数据 扬了下手 表示不接 一里凑到她耳边 低声道 秦总 太太说她在公安局 秦灿叶谋光一宁 伸手接过手机 电话那头的苏燕你也诺 老公 你跟警察证明一下 昨天晚上我是跟你在一起的 出了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苏燕 坑坑叱叱的回话 他们怀疑我昨晚在宴酒店卖营 苏燕走出公安局 大中午的太阳很晒很黄眼 刺得她眼睛痛 头更痛 刘灵真是疯得不轻 为了诋毁她 居然在公安局里 诬蔑她在酒店卖营 余光瞟见顾瑶从公安局里走出来 苏燕迎上前问 顾瑶 你怎么也猜出来 顾瑶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无奈道 那个女的非说我也是你的客户 警察找我了解情况 苏燕欲哭无泪 这叫什么事 说话间 孟嘉义带着刘灵从公安局走出来 看见苏燕 满脸歉意地说 二小姐 实在抱歉 刘灵面上难堪至极 她现在才知道这个漂亮的女人 是苏氏集团的二小姐苏燕 孟嘉义在苏氏集团做总裁助理 她是见过总裁苏大小姐的 苏练武官长的虽然周正 但实在称不上貌美 加上穿衣打扮古板 气质版版正正 刘灵怎么也没想到 她妹妹会是这副娇燕的样貌 这姐妹俩也生得太不一样了 她跟踪了两周 孟嘉义身边就只出现了 这么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 所以她才以为苏燕 是孟嘉义的出轨对象 苏燕抬眸看了眼 西装笔挺的孟嘉义 又看了眼刘灵 因为刚生产丸 她的身材还没有完全恢复 看着有些臃肿 精神状态很憔悴 她轻叹了一声 道 孟特助 你太太刚生产丸 情绪不稳定 你要好好照顾她 Dizbilla对着孟嘉催促 我们赶紧去和美术馆吧 孟嘉侧侧头看向苏燕 柔声问 燕燕 你的车在F酒店吗 我先送你过去 苏燕刚想开口拒绝 一辆麦巴赫停在他们跟前 司机道 太太 先生让我来接你 苏燕打开车门 看见后座的人 她震了一下 转头对着外面的人道别 学长 今天谢谢你 我先走了 秦灿叶瞥了车外一眼 冷声问 她怎么在这 苏燕正经八百地道 我跟同事今天早上 去F酒店给顾瑶送衣服 做造型 第二十章 你都不知道怎么接梗吗 秦灿叶淡淡地 看了车外的人一眼 撇过脸 抬手示意司机开车离开 见司机往秦氏集团方向开 苏燕赶紧说 我的车还在燕酒店 掉头送我去拿车 司机未回话 直到秦灿叶开口指示 一会儿 你去F酒店 把太太的车开回家 司机才恭敬地回 好的 先生 苏燕感觉自己被无视 打黑工就不是员工了吗 苏燕语色 狗男人也太狗了 居然用他之前说的话来噎他 总裁办公室的意大利小牛皮 沙发上摆着一盘崭新的名牌包 义里工作效率很高 一上午就买齐了他要的那几款包 苏燕瞅着那几个包 撅了撅嘴 早知道狗男人这次那么大方 他就应该多发几款昂贵的包给义里 新探业脱下西装外套 截下万宝龙袖扯了下领带 闲眼瞎了苏燕一眼 见他嘟着嘴不知道在盘算什么 就学着他怪力怪气地说话 苏小姐 你对昨晚的嫖子不满意吗 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苏燕顿是耳根一片羞红 称怪地朝他摆了一眼 他生了双漂亮的桃花眼 哪怕是在生机瞪人 搭配在精致的五官上 也只是一脸娇尘样 更是带了种不自知的妩媚风情 秦菜叶目光微微一顿 过了几秒问 那个女人究竟为什么会找你麻烦 上次在咖啡馆泼你果汁的也是她吧 苏燕深省一顿 随即搪塞说 谁知道呢 可能他嫉妒我的美貌 他故意甩了下飘逸的长发 见秦菜叶眯着单缝眼审视着他 心里发虚 脑子转了转 岔开话题 好饿啊 我还没吃午饭 你吃了吗 秦菜叶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那线电话 对着话筒吩咐道 找家港市茶餐厅 买点吃得过来 没过多久 一礼送了两个大袋子进来 苏燕自觉地将餐室拿出来 将食物整整齐齐地摆在 沙发前的桌子上 回头看了秦菜叶一眼 他正邪靠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 长腿随意地交叠着 衬衣的袖口微微卷起 露出肌肉紧实的小臂 骨节分明的大手里 是一份打开的文件 苏燕心里暗暗叹了一句 这男人虽狗 但是皮像跟身材却是极好的 在狗里应该也算是好看的吧 起码应该是名贵的 灵蹄猎犬那一挂 想着想着 眼前不自觉地将秦菜叶 跟灵蹄猎犬交叠在一块 感觉画面莫名地搞笑 他忍不住扑刺吓出声来 听见声音 秦菜叶抬头看向他 正好看见他一脸傻了的样子 苏燕笑的时候 脸上会出现两个浅浅的梨窝 他突然觉得那里 好像成了两盏佳辣 苏燕收敛起笑容 郑重其事地问 你吃不吃 秦菜叶侧眸看了眼 桌角的便当盒 问今天的便当是你做的吗 苏燕盲撇干净 今天便当是柳姨做的 绝对不是我的黑暗料理 你可以安心吃 秦菜叶将手里的文件 都在书桌上 语气不乐意 苏燕 你现在夜宵不好好准备 早上连便当都不做了吗 这就是你十万一个月的服务 苏燕觉得这个狗男人 太爱找事 他又不爱吃他做的东西 干嘛非得救着他做饭 我做的又不好吃 你看麻非要我做 秦菜叶沉声道 好不好吃是一回事 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苏燕无语 随后声音拔高 堵琢气说 好好好 我做 早上做便当 晚上做宵夜 一定让你十万块钱 花得物超所值 行了吧 这个话题结束 秦菜叶起身 自然地做到苏燕身侧 拿起筷子 苏燕心里憋着气 不想跟她做一块 屁股从沙发上挪开 像个小鸭子似的 跪坐在羊毛地毯上 这个坐姿看似随意 对柔韧性的要求却很高 秦菜叶眸光滑过 她并立在大腿外侧的小腿 看向她贴地的臀部 喝了杯水 苏燕胃口极好 加起点心 一口一个 腮帮子鼓鼓当当 秦菜叶看了眼 她碰都不碰的亭彩粥 问 不喝粥吗 苏燕张口 又赶紧闭上唇 眼唇咽下嘴里的虾角 没什么表情的道 我对花生过敏 结婚一年 他们吃饭都是各吃各的 从来没有吃到过一起去 秦菜叶自然不知道 她对什么东西过敏 秦菜叶顿了顿 又问 苏燕 你还对什么过敏 苏燕脱口而出 你 余光看见男人 脸色顷刻间垮了下来 苏燕又怂了 赶紧找补回来说 秦菜叶 你平时多上上网 这些都是老梗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接梗 妈 吃完饭就犯困 苏燕半合着眼眸 歪躺在沙发上 接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书架后面是休息室 里面有床 办工作后的秦菜叶 翻阅着文件 与眼皮不抬 悠悠地吐出一句话 苏燕也不客气 拖着懒洋洋的身子 去找床 她觉得可以建议秦菜叶 以后下班就别回家了 直接住在办公室 这多方便 脑子里盘散着 明明乎乎的 苏燕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怎么的 梦里她回到了大学时代 暖洋洋的阳光透过窗户 洒进宁静的画室 照亮着幼木色的画家 还有作画的人 她站在窗边凌凌的日光下 转头问 三途 你是要画我的背影吗 还没有听见那个人回话 一转眼 她又身处漆黑的车站 天空下着犀利的小雨 忍不住开始发抖 突然 感觉有一只温暖的手 覆盖在她的脸颊上 她含糊的如诺 冷 抱抱 一个热乎乎的身体靠了过来 她下意识地钻到滚烫的怀里 身体慢慢热了起来 下一秒 一个温热的东西闯进她的口腔 一股熟悉的男性气息 侵入她的鼻息 她觉得不对劲 使劲睁开眼睛 面前是秦菜叶放大的眉眼 她惊得忘记了喘气 过了虚余 秦菜叶放开了她的唇 勾着唇 提醒说 呼吸 苏燕回过神 急促地喘了几口气 红着脸瞪着她 秦菜叶 你想干什么 秦菜叶自证腔圆地答 你 苏燕愣了一瞬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耳根子到脸颊处煞尸一片飞红 这骚男人也太会了 让她上网学街梗 她直接学会开车上高速 第21章 你有C吗 没等苏燕 脖梗上的红韵退下 秦菜叶就又埋头去蹭她的幼嫩的耳阔 灼热的呼吸喷在她的耳机 绵密地吻一点一点地落在她敏感的耳边 渐渐地 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轻轻颤抖 呼吸也变得一声比一声急促 苏燕重重吸了口气 侧头躲开她的吻 抬起双手抵住她的胸腔 浅问说 秦菜叶 青天白日的 你怎么也跑床上来了 不工作吗 秦菜叶声音低哑 带着雌性 累了 休息会儿 苏燕侧身滚了一圈 从她怀里滚出来 速度爬下床 站在床边跺了跺脚 发现裙子拉链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解开了 赶紧一手捂着裙板 一手拉上拉链 她调整了下不稳的呼吸 逆了眼床上的始作俑者 累了 那你就睡觉 秦菜叶面上一本正经 嗓音却透着古暧昧 你陪我一起 说话间 抬手抓着她的手腕微微一拉 苏燕一下子又被带到了床上 一瞬间陷在柔软的被子里 起步来身 眼看男人的大手 护到她的胸前 苏燕急急道 办公室这里没套吧 见她眉头微微促起 苏燕明眸里闪过一丝松快 半坐起身子 朝她玩耳一笑 像哄孩子般道 别闹了 我给你按摩下头跟肩膀 你好好休息下 说吧 伸手抚向她的太阳穴 中途右手腕却被她一把抓住 苏燕颤动着长长的睫毛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右手 被她一路引向被子深处 红霞再次从耳根处弥漫到脸颊处 她颤身问 秦菜叶 秦菜叶声音哑得很 好似带着不少的隐忍 道 替我按摩这里 过了半小时 苏燕揉着酸疼的手腕坐在沙发上 斜眼递着秦菜叶 人母狗样的跟一里交代工作 狗男人在床上又缠又烦 穿上衣服 又立刻端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她扫了眼沙发上的一排名牌包 但一里拿着文件准备离开时 突然高声道 一里 那几款包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每个色号跟尺寸都要一个 一里 定在原地 朝办公桌那悄悄关了一眼 随后点头回复 好的 太太 一会我就去把剩下几个颜色 尺寸都买回来 苏燕在办公室里无聊的紧 走到书架前翻找可以打发时间的书 书架上放了一大半英文书 剩下的几乎都是金融 管理 法律等专业书籍 苏燕扫了一圈 在架子最上排的最右侧 看见一本封面花花绿绿的书 感觉能勉强看看 她垫着脚尖去购那本书 试了几次都够不着 还差一点距离 扭头看了眼秦灿叶 她正聚精会神地看文件 修长的手指握着钢笔 不时地在文件上勾勾画画 苏燕挪了弩嘴 没有喊她 跑去搬椅子 泼椅子的刺辣声 惊动了秦灿叶 她抬头看向声援 见苏燕吭驰吭驰费了老大劲 脱了张椅子放在书架前 然后脱下鞋子 颤颤悠悠地踩在椅子上去拿书 她拧了下眉 是本细餐菜谱 嘴巴抽了抽 就她那做饭水平 也不是看一本两本菜谱能提升的 重新把书塞回书架 书架最上面一排 放了大大小小很多相框 苏燕站在地板上仰头看的时候 有些照片看不清 这会儿她踩在椅子上 视线平齐 各张照片看得清清楚楚 大部分是秦氏集团一些重大事件的 记录照跟秦菜叶本人的照片 里面有张照片 是个四五岁虎头虎脑的奶娃娃 笑容灿烂 可可爱爱的 看着跟她现在居要冷淡的样子 一点也不像 她举着那张照片 朝办公桌方向晃了晃 问 秦菜叶 这是你小时候吗 男人没抬头 也没有搭理她 像是专心看文件 压根没有听见她的说话声 苏燕吐了吐舌 这男人还是小时候的样子 比现在看着更讨喜些 将照片放回原位 目光落在其他照片上 意外地发现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 她好奇地拿出来一看 照片上的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她本人 可却是自己都没有见过的照片 是张生活抓拍照 照片里的她素颜马尾 穿着简单的吊带白裙 在苏公馆的花园里斗狗 通过那条白裙子的款式分辨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 应该是一年前的夏天 那时候她才刚大学毕业 整天闲在家里遛狗斗猫 不过不久 她就被家里人安排 嫁给了秦菜叶 这张照片的右下角 写了一串字符 168 47 32 C 24 35 苏燕觉得这串数字格外的熟悉 揪着细眉想了一分钟 终于想起来 这不是她的身高 体重跟三维嘛 眼角抽了抽 她蹦地跳下椅子 箭步冲到办公桌前 将手里的照片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秦菜叶 你无不无聊 秦菜叶瞟了眼桌子上的照片 不知一词 苏燕觉得更气 指着照片上的数字说 为什么把我的身高 体重 三维标注在照片上 你这是什么癖好 秦菜叶打开办公桌的抽屉 抬手将照片扔了进去 淡淡道 这是你家送过来的相亲照 你不知道吗 苏燕争了一瞬 又道 就看这么一张照片 你就把我取了 你就不怕或不对板 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目光从她身上收了回来 沉声道 去把鞋穿上 苏燕垂头看了下自己的脚丫子 刚一时情绪上头 忘记套上鞋了 现在感觉脚底凉嗖嗖 她扭头蹦蹦跳跳地去穿鞋 不忘补充一句 这张照片上写的数据不够准确 我身高是1米68.2厘米 体重是46.5公斤 秦菜叶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几秒 突然不知可否地道 哎哎 秦菜叶 你这个像是几个意思 快到傍晚的时候 秦菜叶出去开会 苏燕一个人闲得无聊 索性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一连输了几把游戏 背虐得受不住了就去刷新闻 刷到一条夜三土画展相关的新闻 标题是夜三土为公开画作 雨夜首次展出 她点开新闻 盯着新闻里的雨夜照片 呼吸不自觉地停滞下来 画上是雨夜中的车站 漆黑的夜色里一远一近两个人影 远处是一个蜷缩着身体 蹲在站牌下的白衣女子 近处是一个打着伞的男子 瓢泼的大雨将两个人的身影 冲得很模糊 新闻里介绍说 这是连一之后 夜三土第二幅跟初恋相关的画作 画的是跟她出演分别的那一夜 苏燕鼻尖发酸 那一晚 顾瑶她去了吗 那她为什么不找她 新闻下面的评论里 不少人在感慨夜三土跟初恋的爱情故事 能被画家画下来的爱情 也太浪漫了吧 这个女的前世是救过银河戏马 被这么帅气又有才华的男人爱着 也有人在质疑夜三土用初恋炒作 什么狗屁爱情 分明是消费初恋 替自己的画展炒热度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 早干嘛去了 翻到后面 苏燕看到一条爆料 夜三土是一大的 她初恋也是一大的 她们是校园情侣 我是一大再读生 我听学长学姐说过 夜三土初恋的确也是我们学校的 听说还是的大美女 很快意思早年夜三土跟初恋女友的约会照 被爆了出来 第二十二章 你对燕燕做了什么 苏燕心跳刹那间失了几拍 急急点开照片 看见照片上的人像后 才松了一口气 照片里顾瑶牵着的女人的确是她 但因为是学校活动照 恰好抓拍到她们 角度不清晰 且她当时还戴着墨镜跟帽子 所以照片里根本没有她的正脸 那时候由于爸爸强烈反对自己跟顾瑶谈恋爱 苏燕每次偷偷摸摸出去约会的时候 总是会刻意地乔装打扮一番 现在想想 她们清晰的情侣合照 应该只有她跟顾瑶有 手机屏幕上映出一大片人影 苏燕眼急手快地吸了手机屏幕 抬头对上一双漆黑的毛子 隔得不远 她恰好看清楚里面包含了审视 秦灿叶绷着下额线 不动声色地站着沙发前 半嗓 她道 陪我去和美术馆 苏燕张头想拒绝 没等她说出口 秦灿叶淡淡道 你去给云太太挑一副顾瑶的画作回礼 和美术馆馆长亲自带着她们从VIP 通道走进和美术馆三楼交易大厅 交易大厅更像是个酒会现场 里面站的都是穿着体面的各界名流 在三三两两的谈论艺术 苏燕今天早上为了工作 身上穿着简单的白T恤 白者半裙 脚上是舒适的运动板鞋 比起大厅里穿着打扮高贵典雅的女人们 她这一身就显得过于活泼随性了些 特别是挽着身边西装革里的秦灿叶 感觉就跟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绑富豪似的 她下意识地从秦灿叶的手肘处抽出了自己的手臂 秦灿叶不悦地瞥了她一眼 伸手强势地扣住了她的腰 顾瑶被围在几人之中 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干净笑容 不卑不亢 不急不躁 苏燕挽着秦灿叶的手臂走进大厅的那一刻 顾瑶就看见了两人 秦灿叶身姿挺拔 长相出众 全身散发出来的金贵气质更是常人无法比拟的 似乎她往哪一站 那一处就自然地成了她的领土 顾瑶清楚 那样的气质来源于非凡的出生跟优渥的家庭 而她这样寒门出生的人 哪怕靠着自己的努力拼搏到了成功 也永远都无法获得秦灿叶这样的男人与生俱来的气场 她原本闪亮的眸光不由地灰暗了下来 看向一位在秦灿叶身侧明媚亮丽的苏燕时 眼里不自觉地带上了一层哀伤 馆长对着顾瑶招了下手 月三土 秦先生跟秦太太准备买一副你的画 你过来下 伊斯贝尔拉了下顾瑶的衣袖 顾瑶收回神 跟着伊斯贝尔缓步走到几人跟前 秦先生 顾瑶客套地打了招呼 又对着苏燕柔声道 燕燕 你喜欢哪一副画 我赠送给你就是 秦灿叶淡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薄唇冷冷地吐出三个字 秦太太 顾瑶脸上的浅笑一瞬间置在唇角 一侧的伊斯贝尔适时地问 秦先生 秦太太 你们是准备自己做收藏 还是什么用 苏燕觉得腰上的温度有些拙人 她不拙痕迹地微微测了下身 可那大手就跟黏在她身上似的 跟着往里挪了一寸 感觉苏燕往自己方向靠近了些 秦灿叶觉得刚刚那股莫名的赌意 一下子被驱散开 语气也变得和缓了些 我们买来送朋友 就不劳顾大画家相赠了 这次标了城上电子画册 秦先生 秦太太 这些是画家叶三土目前可出售的画作 秦灿叶给苏燕递了个眼神 苏燕自觉结果平板翻看起来 她发现比起之前 顾瑶现在的绘画水平更纯熟 作品也越来越商业化 可一件艺术品 一旦缺乏了情感与故事 就只能算作冷冰冰的商品 她抬眸看向顾瑶 眸中深处的惋惜一闪而顾 问顾瑶 你出国前的画作还有吗 顾瑶回看着她 目光浓稠 低声道 有 还剩两幅画 但是不售卖 秦灿叶随口问 为什么不售卖 馆长打了个圆场道 秦先生 秦太太 连一根雨夜是夜三图画 给她初恋女友的 画家 都是感性的人 这些富有个人意义的画作 一般都不会轻易售卖的 秦灿叶两眼在顾瑶身上 缩寻了一番 重复了一个次 初恋 苏燕没有料到话题 会被扯到这个上 微微有些慌乱 赶紧将手里的平板递上前 转了个话题 我想买这一幅画 Isabelle接过平板 看了眼苏燕选中的画 含着笑 道 秦太太 您真有眼光 这幅星月是夜三图 出国不久画的 画得虽是巴黎的夜空 映射的却是家乡的夜色 这是她的成名座之一 这幅画的售价是三百万 她侧头看了眼顾瑶 继续说 既然您是顾瑶的学妹 那就打个折扣 二百五十万 秦先生 秦太太 你们看如何 二百五 听着像骂人 苏燕余光瞟了眼秦灿叶 果然看她脸色也不太好 秦灿叶拿出支票 苏燕瞅见她落笔的数额 忙足指道 学长 二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实在不好听 不如我们加个一万 凑成二百五十一万 你看怎么样 狗男人 财大气粗 在支票上写个三百万 他是跟钱过不去吗 过摇脸颊挂上钱笑 道 不好意思 迪斯贝勒从小在法国长大 并不懂国内一些数字的含义 秦先生 这样吧 两百四十八万 秦灿叶博唇里的不避了三个字 还没有来得及吐出来 苏燕就抢着说 那就谢谢学长了 又轻轻扯了下秦灿叶的胳膊 甜妮温柔地说 老公 那你就开张两百四十八万的支票吧 秦灿叶的心情莫名地畅快起来 他大手一挥 扯下一张支票 递了过去 顾瑶盯着那张支票 没有抬手接 一旁迪斯贝勒双手接过支票 谢谢秦先生 秦太太 麻烦留个地址 话展后 我尽快安排人把这幅画送去 这时 服务生端着甜品 鸡尾酒走了过来 苏燕见到盘子上色彩鲜艳的甜品 忍不住拿了一块绿色的马卡龙 这是开心股味道的 说话的是顾瑶 苏燕手炖了炖 一项奶白色的马卡龙 这个是杏仁味道的 顾瑶再次出声 这一次 她直接从盘子里 取了个粉色的马卡龙递给苏燕 柔声道 这是草莓味的 你可以吃的 没等苏燕接过那块草莓味的马卡龙 芹菜叶冷声道 话买好了 就走吧 芹菜叶腿长 一路上走得又快 苏燕追得气喘吁吁 刚想开口喊她慢一点 碰得撞在她宽阔的后背上 苏燕鼻子撞得又酸又痛 疼得眼泪都飙了出来 鼻血滴到白色的T恤上 她仰起头裤七七喊道 好痛 流鼻血了 芹菜叶没有想到她会流鼻血 立刻转身固着她的脑袋 别抬头 血液流入口腔和喉咙 你会腔 到的 苏燕一手掩着鼻子 一手横横地垂了下她的肩膀 眼睛红红的 满脸都是委屈 秦灿叶 你干嘛突然停下来 太疼了 呜呜 秦灿叶赶紧拿出手机 喊司机开车过来 挂了电话 看着疼得脸都扭紧的苏燕 安抚道 别哭了 先把血止住 抬手抹掉苏燕眼角的泪水 正准备替她止血 突然一个人影冲了过来 她被撞了的踉呛 顾瑶狠狠推了秦灿叶一把 将她从苏燕身侧冲开 自目而视 声音颤烈 性情的 你对燕燕做了什么 第23章 你背一下我的手机号码 这突如其来的人 惊了秦灿叶一瞬 很快她反应过来 一手揪住顾瑶的手臂 猛地将人甩开 一手横着苏燕的腰 将她重新揽到身前 虽然顾瑶也有 近一米八的身高 但是到底差了 秦灿叶七八公分 个头上看着要稍矮些 加上秦灿叶很自律 工作再忙 也抽出时间健身 身材自然要比 被闷在画室里 埋头搞创作的顾瑶 要精壮 两人身形差距明显 看着就力量悬殊 苏燕身体重新 陷入秦灿叶的怀抱 眼看顾瑶又要 飞蛾扑火般地冲过来 忙大声喊 顾瑶 你别误会 我只是不小心撞了下 流鼻血了 顾瑶刚在远处 只看见苏燕 对着秦灿叶嚎哭 没有注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线下看清楚了 她动作顿了下来 掏出胸袋里的帕子 递给苏燕 轻声道 苏燕忙摆摆手 没事 我流鼻血了 小李 你帮我把车里的纸巾拿过来 秦灿叶接过司机递来的纸巾 扯了几张捂住苏燕的鼻子 顾瑶一脸急色 你快用拇指跟食指 轻轻捏住她的鼻翼下方 试试看能不能止住血 秦灿叶按照顾瑶说的方式 给苏燕止血 果然不到十分钟 她就不再流鼻血 她眸色深沉地看了眼顾瑶 一言不发 一把将哼哼唧唧喊疼的 苏燕抱进车后座 对着呆愣的司机道 开车 去医院 司机赶忙启动车 麦巴赫 搜一下地开出了停车场 顾瑶留在原地 盯着握着帕子的那只右手 感觉那只手既无能又无力 她依然不过是个画画的 角落里的Isabel 看了眼远去的汽车 又看了眼呆呆立着的顾瑶 冷笑离开 苏燕摸了下鼻子 发现没有鲜血再流出来 对着司机摆摆手 乌叶道 不用去医院 我已经不流鼻血 也不疼了 她下巴上有一抹 没有擦干净的血字 白色的T恤上一片湿红 模样凄惨 但好在看着脸色正常 秦菜叶摸了下她的额头 感觉体温也正常 抬头对着司机道 回御户别墅 司机应了一声 在路口掉转了车头 苏燕脑子里突然想到重要的事 直直地朝着秦菜叶伸出右手 你快给我结算下伤费 跟买话的回扣 秦菜叶冷不定下巴下多了只束手 挑眉问 你说什么 苏燕义正言辞地道 第一 你把我撞出鼻血 你得赔偿我 就意思意思给个五千做补偿吧 第二 你刚刚买顾瑶的话 节约了五十二万 你不得烦我点回扣 妈 我也不多要 你就给反个一半好了 说着 她掏出手机 打开计算器 在屏幕上面认认真真地按了几下 随后将手机举到秦菜叶眼前 说 一共是二十六万五千 同搜无期 看她仔细计算的样子 秦菜叶勾纯笑了笑 就这点加减乘除 脑袋不够聪明 行了吧 你快给不聪明的我结算下钱 秦菜叶跑了眼 她手机屏幕上的数字 语气轻挑地说 苏燕 你在我这的业务 可真是从里到外 一个不落 苏燕莫名地觉得 她的话说得格外不正经 有些不高兴地瞥了她一眼 催促道 你是支票 现金还是转账 我都接受 秦菜叶掏出支票 快速写了一张递给她 苏燕迫不及待接过支票 在看到上面的数字后 原本兴奋的脸 瞬间垮了下来 她郁郁地说 秦菜叶 你少写了个零吗 为什么只给我两万五 还以为狗男人转性了 这次变得爽快大方 结果她都不给她溢价的机会 直接打了个一折 两百五十万的话 最后用两百四十八万买下来 这差了多少钱 再加上商费五千 这又一共是多少 秦菜叶也遇到 苏燕 你要是不确定 可以再用计算器按一下 苏燕气急 这人真是又扣又损 大声嚷嚷道 秦菜叶 要不是我 你原本都准备在支票上 写三百万 那你可就真诚二百五了 话虽这么说 却是仔细将支票收了起来 还不忘对着开车的司机交代一句 小李 你给我做个证明 这张两万五的支票 是我在秦菜叶那证到的 突然被点名的司机 不明所以 的按了一下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想了半天 也想不明白 太太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在先生那挣钱 苏燕 你对坚果都过敏吗 秦菜叶的语气很低沉 隐隐带着一些探究 苏燕脑袋枕在她的腿上 随着汽车行驶 晃晃悠悠 没有听出来 她跟平时不大一样的语气 随口回答 我像我妈妈 对大部分的坚果过敏 不过像核桃 夏威夷果 栗子什么的 我还是能吃的 秦菜叶绷着下额线 直直的拧着腿上的人 若有所思 过了片刻 她沉着声音继续问 那你以前也经常流鼻血吗 我有轻微的鼻中隔偏躯 鼻子撞到硬物就会流鼻血 苏燕撅着嘴称怪道 都怪你 怎么那么硬 瞥见男人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正经 苏燕突然意识到 刚刚说的这话暧昧极了 这个男人脑子里又都是些什么 她急切地纠正 秦参业 你思想放干净些 我才不是说那硬 察觉到男人的脸色 瞬间黑了下来 苏燕连忙在修正 我也不是说你 不够坚挺 后半句话 苏燕想了想 没有好意思说出口 这个话题还是别继续说了 越解释越干干 司机小李 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 拉了下安全带 挺直腰背 目视前方 认真开车 没一会儿 苏燕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没有备注姓名 的一串手机号码 苏燕看着屏幕顿了几秒 问了接通 对着电话那头道 顾雅 有什么事吗 燕燕 我就是打电话问问你 你鼻子不流血了吧 苏燕紧了紧手里的手机 语气客气 我不流鼻血了 谢谢关心 电话那头的顾雅 没有来得及多说一句话 手机显示通话结束 她突然地丢下手机 李斯比尔慢慢地吸了口烟 然后掐了手里的吸烟 从背后环抱住她的腰 双手一路滑到皮带位置 休息室里 断断续续传出一里的声音 苏燕挂了电话 眼前正对的是 秦灿叶线条分明的下巴 她总觉得 今天她的下额线 棱角异常的分明 她正看得出神 听见她的棱角分明下巴的 主人声音沉沉地提了个要求 苏燕 你背下我的手机号码 苏燕觉得这个要求莫名其妙 这个人今天是打算一直寻她开心吗 刚嘲笑完她的数学 又想嘲笑她的记忆力 她直接摆烂 没有好声好气地说 秦灿叶 你看我像是背得出 11位手机号码的人吗 第24张巴普洛夫的狗 之后 秦灿叶一声不吭 沉着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苏燕躺了一会 渐渐地有了困意 眼前慢慢黑了下来 等她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她躺在玉壶别墅主卧的床上 房间里漆黑一片 她开灯下了床 保姆听见动静 从一楼赶到二楼 温生问 太太 晚饭早就准备好了 您现在要吃吗 我去热一下 苏燕点点头 又问 先生她用过晚饭了吗 保姆道 没有 先生把您抱回卧室 接了个电话 就又出门了 苏燕垂眸看了眼身上的睡衣 还没来得及问衣服是谁帮她换的 保姆就匆匆赶下楼去准备晚饭 一个人吃了晚饭 泡了的走 惬意地躺在床上看电视 电视上放的还是那部狗血公斗剧 现在演到皇帝爷爷恩宠心扉 皇后跟贵妃气得眼邪嘴歪 苏燕觉得挺没劲的 一群女人为了狗皇帝的小鸡鸡 争得不可开交 如果她是皇后 索性半夜爬起来 把狗皇帝的小鸡鸡给咔嚓了 吵什么吵 大家都不要用了拉倒 想到这里 她顿时觉得要是秦菜叶不举 那她就没有现在的烦心事了 可她就想想罢了 她也没有胆量 把秦菜叶的小鸡鸡给咔嚓了 而这个精力旺盛的男人 估计到七老八十的那一天 都能举得狠 想到说不定在她七老八十的时候 还要出去跟秦菜叶的情妇谈判 她就觉得无比郁闷 瞟了一眼时钟 时间快到九点 秦菜叶还没有回来 管她回不回来 她只管到点上工作夜宵就行 苏燕爬下床 走到厨房 煎了个半生不熟的鸡蛋 切了几片西红柿 洗了几张生菜叶子 做了个卖相不错 味道肯定不咋的三明治 又热了杯牛奶 她把三明治 牛奶放在书桌上 扫了一眼空荡荡的书房 胆子陡然间大了起来 学着秦菜叶的样子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身子斜靠着椅背 两腿交叠 手指对着空气指指画画 秦氏集团的股价现在多少 笨 跌得还不够 给我联系所有的股东 把他们手上的股份都买下来 她越演越带劲 最后索性抓起桌子上的文件跟钢笔 学着秦菜叶的样子批阅文件 随手翻开桌上的一份文件夹 瞥见上面的内容 她唇角的笑意瞬间定住 狗男人 第二天早上八点 苏燕被生物中准时唤醒 盯着天花板上的昂贵水晶灯 她突然觉得自己 像那条没出息的巴普洛夫的狗 才不过结婚一年 就被秦菜叶训得有了各种条件反射 莫名的 她很不喜欢这一点 气愤地翻了个身 意外的 床榻的另外一侧 没有躺着那个让她气愤的男人 她伸手摸了下微皱的床单 很凉 秦菜叶昨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早上又是什么时候走的 下楼问保姆 保姆说 先生昨天晚上将近十二点才回来 早上不到六点就走了 太太 你现在要用早餐吗 不吃了 苏燕登登跑回卧室 飞扑到床上 翻出手机给米莉打了个视频电话 宝贝 怎么了 视频里的米莉看着像是在海边 传过来的声音里 也掺杂着阵阵海风与海浪的声音 你在哪呢 我本来想去你公司找你的 一起吃个早茶 米莉将镜头转向蔚蓝的大海 跟金色的沙滩 兴奋地说 我在海边度假村拍新款服装呢 她把镜头对准沙滩上的俊男美女 重点落在几个鸡肉男身上 鬼鬼祟祟道 看见那几个小鲜肉没有 我们公司这次下血本 找了好几个身材一级棒的模特 你要不要来洗洗眼 看视频里的苏燕神情迟疑 米莉叹了口气 哎 你都结婚了 肯定是出不来的 鼻尖充斥着秦餐叶 残油在床上的味道 苏燕觉得心里烦躁得很 凭什么狗男人可以到处乱跑 他要憋在家里三重四得 他一把将他的枕头甩到地上 对着视频里的米粒扬声道 宝 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 我晚上就来跟你会合 挂了手机 苏燕戴上蒸汽眼罩 去他的早八点起 晚十点睡 好久没有睡懒觉了 今天要一口气睡到大中午 半梦半醒间听见手机铃声 苏燕伸手摸到手机 压着嗓子迷迷糊糊地回 喂 苏燕 现在都快十二点了 你难道还在睡觉吗 电话里传来沈月之 极其不满的责问声 苏燕一个机灵 顺时清醒了过来 慌忙坐起身子 清了清喉咙回道 妈 我嗓子不太舒服 你有什么事吗 今天下午的慈善拍卖会 别忘了参加 我派人把要捐赠的拍品 送去玉湖别墅了 你记得带过去 沈月之顿了一下 声音沉了下来 继续说 苏燕 那个女明星的事情 你要抓紧办 挂了沈月之的电话 苏燕实在也睡不着了 给Peter发了条短信 请了三天假 然后走出卧室 对着保姆交代了句 柳姨 中午给我煮碗面 一会有人送东西过来 你把东西放我那辆保时捷车里 苏燕画了个精致 又不张扬的妆容 从衣柜里挑了条款式 低调的黑色礼服 搭配了套蝴蝶样式的首饰 在打开首饰盒的时候 正好扫到她之前放进去的 夜三土画展门票 她呆呆地看了许久 把门票塞到最底层 慈善拍卖会 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 会场布置的检阅大器 苏燕把沈月之交代的捐赠品 交给工作人员 看着大厅里站着的各界名流 她悄悄呼出口气 打小她就不喜欢这种场合 结婚前 都是姐姐出去社交 结婚后 沈月之见她不情不愿 倒也不太强迫她 她想了想 其实沈月之除了在催她生孩子 这件事上有些魔症 其他方面也算是个神仙婆婆 给了她们小夫妻足够的空间 在外人那也挺护着她 呀 怎么是你 身后传来一道女声 苏燕转身 看见是秦家二房的媳妇白水晴 她穿着一身修身的红色礼服 脚上踩着一双肩头平底断面鞋 不大的韵度故意往前顶着 看着韵味十足 连带着气势也高了几分 苏燕虽然比白雪晴小了两岁 可她嫁给了秦家长房长孙秦参业 白雪晴再怎么不情愿 也得尊称其一生嫂子 她委婉着眉眼 保持着标准的营业笑容 沉着嗓子打了声招呼 哦 弟妹 白雪晴气焰收了些 环步走到苏燕跟前 声音不大不小地道 嫂嫂 你不是不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 苏燕淡淡地回 妈妈说她最近头疼 让我替她来参加慈善拍卖会 白雪晴呼得勾了下唇 两眼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感叹了句 伯母她还真是用心良苦 说完 她双手俯伤自己的肚子 慢悠悠地走向大厅 第25章赶她这只鸭子上架 用苏力声的话说 她生的两个女儿 大女儿继承了 她们夫妻所有的智商 导致小女儿出生时候 少了个脑子 就只管长脸蛋去了 这话虽然重点是 数落苏燕没有姐姐聪明 但她的确是打小公认地漂亮 长大的更是出落得又美又娇 皮肤光洁白嫩 五官长得极精致 身材比例又好 肉都长在该长的地方 所以即使苏燕 今天穿着条款是重规重矩的黑裙 外形优越的她 还是在走进大厅的那一刻 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若不是见她跟白雪芹一同入场 大厅里的人 差点以为她是主办方 请来的一眼女明星 一个傅太太走向她们 对着白雪芹问 秦太太 您身边这位是 苏燕如此引人注目 白雪芹心里不是滋味 两手故意在不大的肚子上 抚摸了几下 傅燕的回 说嫂嫂 我们秦家的长孙媳 这几日有关秦菜叶跟女明星 乔异青的绯闻 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 苏燕又不大出来露面 傅太太圈里人也不认识她 私下都在猜测 是秦菜叶的夫人上不了台面 没有想到秦菜叶的夫人 如此年轻貌美 支着耳朵 听见这边对话的人 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有这么一个出生富贵 又如花似玉的夫人 秦菜叶跟乔异青绯闻 就显得不那么可信了 不一会儿 苏燕身边就聚集了不少傅太太 她是秦家长房长孙媳 又是苏氏集团的二女儿 难得出来社交 众人都尚赶着跟她寒暄 她下意识地抬眼看向镜子 镜子里反射出一个 要貌清雅的女人 正站在她身侧 打开了水龙头 似乎是感受到了目光 乔异青抬眸 对上镜子里反射出来的苏燕 年轻 漂亮 高贵 这是乔异青的 对镜子里人的第一感觉 参加慈善拍卖会的 不是名媛 就是傅太太 乔异青虽然心里 对边上女人 正正看着她的眼神不满 但面上还是礼貌的 朝人点点头 苏燕愕然 她总算明白 苏燕了下口水 脑中赶紧酝酿措辞 这到底该怎么开口啊 许是她酝酿的久了些 等她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身侧的桥一清已经不见 苏燕急忙提起裙摆去追 高跟鞋没踩稳 一个踉呛 整个人重心不稳往前栽去 正好扑在 刚从南卫生间出来的一个人身上 林书奇穿着一身白色西服 苏燕好巧不巧 就正正好好扑倒在她的胸口位置 两个人的姿势 既尴尬又暧昧 苏燕的脸刷一下变得通红 撑在她的身上 知无道 对不 对不起 林书奇抬手将她扶起来 低头问她 你没事吧 苏燕垂眸一看 她的西装上有个明显的唇印 正是她刚撞上的 口红的印子是不好清理的 这套西服一看就是价格不菲的定制款 苏燕捂着唇 神情局促 实在是抱歉 这套西服 我赔偿你 见她样子惊慌失措 林书奇微微一笑 柔声道 没什么 不过是套衣服罢了 她垂眼看了眼胸前的唇印 扯了张纸巾擦拭 却擦不掉 呼得胸前衣领被轻轻拉了一下 胸口位置上多了个蝴蝶状的饰品 恰好能盖住整个唇印 这个可以做胸针用 苏燕抬眸朝她笑了笑 歪了歪头 俏皮地道 嗯 看着跟你这套西服还挺搭 没等林书奇反应过来 苏燕就到了别离开 陆梯景从卫生间走出来 见林书奇待立在原地 顺着她的目光一看 远处走廊里空空荡荡 你看什么呢 看蝴蝶 林书奇垂下眼帘 看着胸口蝴蝶造型的视频 只觉得闪亮灵动的 好像随时会飞走一般 苏燕绕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乔义清 只能回到会场 嫂嫂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哎 你耳环怎么只剩一只了 白雪晴看向自称 从洗手间回来的苏燕 目光落在她一侧 空荡荡的耳垂上 苏燕坐到她身侧 将另外一侧的耳环 也摘了下来 随口回 不小心弄丢了一只 拍卖会按部就班的进行 因为是慈善拍卖会 净拍过程异常激烈 为了展示出 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和支持 参加拍卖会的名流 都愿意高价拍得心意的拍品 苏燕不打算凑这个热闹 百无聊赖地看着 一件件展品被不同的人拍走 直到主持人介绍到 一个她意想不到的拍品 当代画家夜十三的成名画作 星月 起拍价100万 每次最低加价十万叫拍 苏燕身子一颤 脑袋轰隆 这幅画怎么会成为拍品 她连忙打开手机 看见一条未读短信 是和美术馆发来的油画签收提醒 突然意识到 是保姆把美术馆的包裹 直接荡成老宅的包裹 放到了车里 这是秦菜叶买来送给云总太太的话 居然被她稀里糊涂地捐了出去 苏燕心里发颤 她可是闯大祸了 没有几分钟 这幅画的价格就被拍到了300万 苏燕盯着那幅画 248万的话居然被喊到了300万 她心里低血 主持人问 300万一次 还有没有 300万二次 310万 苏燕眸光从画上挪开 顾不上心疼钱 赶紧举牌叫价 主持人问 310万一次 还有没有 310万二次 310万三次 眼看着就要落锤 二楼传出一个年轻的男生 320万 苏燕回头看向二楼 二楼为了一圈镀膜玻璃 她看不清里面叫价的人 主持人问 320万一次 还有没有 苏燕原本以为能用310万的价格买回那幅画 没有想到杀出个长咬金 她咬了下牙 再次举牌 330万 二楼那人紧跟着喊价 350万 苏燕眼神沉了几分 狠狠咬了咬牙 再次举牌 360万 话音刚落 二楼那人大喊了一声 400万 现场众人哗然 一幅估价两三百万的话 居然直接叫到400万 苏燕捏着手里的叫价牌 一旁的白雪芹忍不住劝她 撒撒 这是个年轻艺术家的画 要增值且得久着呢 现在市场价也就300万左右 你何必一高价拍她 苏燕放下手里的叫价牌 她算是看出来了 二楼的那个年轻男人 摆明了对这幅画实在必得 不管她叫价多少 这个人都会跟 主持人碰的敲了一锤 恭喜楼上的陆先生 拍的当代华家 夜十三的成名画作《星月》 陆涕景放下竞价牌 瞟了身侧的林淑琪一眼 花400万 买这么一幅破画 开律所这么赚钱吗 我姐刚好听喜欢 这个夜三土的话 林淑琪淡淡说着话 目光滑向一楼正中间的 黑色倩影 拍卖会中途 主办方安排了 演嘉宾暖场表演 上台的 恰好是乔义清 第26章 你跟嫂子可真有夫妻情趣 乔义清穿着一条 希腊风格的米色长裙 繁复的褶皱恰到好处 地遮盖住她的腹部 让人看不出 她是否因为怀孕而小腹隆起 可这样又偏偏让有心人 觉得此地无垠三百两 那一刻 数十双眼睛不约而同地 从舞台那挪到了苏彦的身上 谁都看热闹不嫌是大 这个圈子的人也一样 众人偷偷注意着她的反应 苏彦绷着背 腰杆挺的笔直 面上挂着浅笑 泰然自若地抿了口酒 白雪晴披了眼台上的乔义清 声音压得很低 刚好是苏彦能听见的音量 嫂嫂 这种事可脱不得 她也不想平白无故多出个孩子 还是个私生子 来分秦家的家产 白雪晴甚至有些不满苏彦这般没用 居然到现在 还没有解决掉乔义清肚子里的孩子 转念一想 秦探夜结婚一年才闹了那么一出绯闻 苏彦没有经验也是正常 不像她 结婚才小半年 前前后后处理了自己老公多少阴阴厌厌厌 见乔义清下台 白雪晴一把拽住苏彦的手腕 拉着她往后抬走 苏彦无奈 这叫什么事 可真是皇帝不及 即死太监 沈月之 白雪晴这一个个的未免也太上心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们老公搞大了情妇的肚子 乔义清换下演出服 两手倾放在威龙的小腹上 坐在休息室闭目养神 听见敲门声 不耐烦地道 我不签名 也不合照 白雪晴心里拖了一口 不过就是个小艺人 可真是会拿乔 她与极端的派头十足 立声道 开门 我是秦太太 过了片刻 门开了一个小缝隙 乔义清透过门缝看向外面 是个表情高傲 穿着红色礼服的年轻女人 后面跟着个看不清面孔的黑群女人 白雪晴斜眼瞥了下门缝 真是个偷偷摸摸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这种人 她见多了 也处理了不少 她懒得拿正眼瞧 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开个架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乔义清说罢就要关门 白雪晴抬手挡住 呵斥了一声 你少装傻 你以为秦家的女人都是吃素的吗 素颜心里不大舒服 觉得自己也被骂进去了 在白雪晴的嘴里 她可不就是吃素的 她不是不敢出手对付乔义清 只是她觉得 这种事情 最大的责任应该是狗男人 她就算处理了乔义清肚子里 怀的这个孩子 那下一个跟再下一个呢 难道她真的要成为 宫斗剧中的打胎小能手 白雪晴继续放了句狠话 给你一周时间 不然就让你在娱乐圈永远混不下去 这时走廊里走过几个人 朝他们好奇的张望 许是怕被别人知道了丑事 乔义清避开冲突 没有再说一言半语 砰的关上了门 躲进了房间 这到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苏燕侧过头 拉着白雪晴往楼下走 白雪晴边走边传授惊艳 扫扫 先吓吓她 再亮个几日 免得她后面狮子大开口 正说着话 苏燕的手机就嗡嗡震动起来 屏幕显示是731来电 她揪着戏没响 难不成乔一清这么快就去告状吗 犹豫要不要接 白雪晴伸着脖子 想看清楚是谁给苏燕打电话 脚下没留意 一下子踩空 翻了个身 把自己垫在白雪晴身下 顺着楼梯滑了好几节 脑袋磕在扶梯上 她头痛欲裂 强撑着将白雪晴掀扶起来 可她自己刚站起来 腿一软又瘫了下去 陷入黑暗 前 她隐隐约约听见手机里 传来芹菜叶的说话声 但也听不清她具体喊了些什么 苏燕闻到一股很浓的消毒水味道 真是难闻 她拧了下眉 牵扯到脑袋 她又觉得头疼的厉害 抬手一摸 好大一个包 不由地撕了一声 听见旁边有个熟悉的声音 冷言冷语 苏燕 你本来就不大聪明 这么一摔不得更傻 她猛地睁开眼睛 瞪眼看向站在床前的男人 秦灿叶 你骂谁傻呢 呼地反应过来 急急问 雪晴呢 她没事吧 秦灿叶眼睛拧在她脸上 绷着面孔道 有你这个人肉垫子在 她能有什么事 苏燕松了一口气 看着秦灿叶阴瑟色的脸 心里越来越不爽 还不是为了处理你这个狗男人 惹出来的风流寨 她才不小心摔下来的 她倒好 还来嘲笑她 正巧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 进来查房 她伸出双手 扒住秦灿叶的袖子 娇柔地喊了声 老公 秦灿叶垂眸看向她 她眼睛跟鼻子都红红的 楚楚可怜地嘟着嘴 让人心里不忍 抬手俯上她的脸 苏燕面上瞬间露出惊恐 眼里擒着泪 身体往后退开 双臂紧紧抱着被子 抽抽叶叶地喊道 老公 你不要再家暴我了 秦灿叶的手蹲在空中 面色轻 一阵白一阵 嘴巴抽搐 咬着后草牙挤出两个字 苏燕 被点名的人 朝着脸色清白的秦灿叶 撇了下唇 一脸无赖地道 你不是说我脑子摔坏了吗 你跟傻子计较什么 宋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能有幸看到这一幕 努力憋着笑 眼唇咳了一声 叶哥 你跟嫂子可真有夫妻情趣 苏燕这才看清楚那个医生 认出是秦灿叶伴郎中的一个 他忽然有些不好意思 挣了下表情 客气地打了声招呼 宋天朝他汗手 说 叶哥 我刚问过了 嫂子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再观察 两个小时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回家了 他继续道 那个瞧 秦灿叶朝他打了个眼神 宋天立刻止住了口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病房 苏燕捏着脚挪到门口 只断断续续听见几个专业医疗词汇 他听不懂什么意思 突然 秦灿叶犀利的魔光扫向扮演着的门 他阔步走过去 你在干嘛 秦灿叶紧促着眉 上下扫了几眼光脚 站在床前的苏燕 我邪呢 找半天也找不到 他走到床前 一把将他抱到床上 从床头柜里翻出一双拖鞋 套在他脚上 抬手落在他的脑袋上 摸到那个不大不小的包 很快挪开了手掌 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 交代说 苏燕 你乖乖待在这 我出去办点事 你要是有急事就找宋天 过两个小时后我来接你 被点到名的宋天 在门口抬了下手 嫂子 我今晚在妇幼科值班 你有事让护士来喊我 秦灿叶走后 苏燕摸出手机 发现屏幕被摔得裂成蜘蛛网状 已经没电被强制关机 插上电 手机里弹出几条白雪晴发来的短信 问他身体有没有大碍 苏燕简单回复了下 说自己没有问题 让他安心 想了想 又补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帮我打听下 慈善拍卖会上 拍下星月那个陆先生的联系方式 苏燕猜想白雪晴经常参加这类活动 打听这个应该不难 果然 不到一秒钟 手机上收到白雪晴的回复 明天等我消息 放下手机 没过多久 苏燕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重新拿起来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第27章给你表演个魔术 手机系统显示 这是个被143人标记过的骚扰电话 苏燕皱了下细眉 摁了拒接键 可是没过几秒钟 这个号码又打了过来 苏燕这次摁了接通键 语气很不耐烦地念 不买房 不贷款 不买保险 也不炒股 还没有等他噼里啪啦爆完 电话那头连忙说 美女 你好 我是余山别墅那边的房产中介 你还记得我吗 苏燕顿了一下 回复 记得 你有什么事吗 中介兴奋地接着说 美女 好消息 大明星乔义清的那套别墅 她愿意出售 你还感兴趣吗 苏燕差点忘了这个事 又确认了一遍 你是说乔义清要卖房子 中介道 对 今天下午刚挂出来售卖 她急着脱手 愿意比市场价低一成 苏燕试探地问 你知道她为什么着急卖房子吗 该不是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吧 中介连忙解释 房子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我听说 她是急着移民居用国 苏燕呆愣了几秒 道 行 买套别墅毕竟是大事 我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改天再回复你 挂了电话 她妄想窗外 外面漆黑一片 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这么一个雨夜 秦灿业出去办的重要的事情 原来就是这个 看样子 这是打算把情妇 藏到国外生孩子了 她突然觉得这几天 她生出的圣母心格外可笑 秦灿业是真的把她当个傻子 而他们两个人的婚姻 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笑话 咚咚 宋天抬头 诧异地看着门口的人 嫂子 你有事让护士来喊我就行 怎么自己跑来了 苏燕将手里的冰美式递给她 客气地笑了笑 刚听见你说你要值夜班 我来给你送杯提升的咖啡 谢谢嫂子 宋天伸手去接咖啡 可才刚碰到杯子 啪哒 一整杯冰美式 正正好好泼在她的腿上 冰得她熬了一声 苏燕赶紧抽了几张纸巾递给她 满脸愧意地道 对不起 估计是脑震荡的后遗症 我刚没拿稳 你快擦擦 宋天一身狼藉 裤腿上全是咖啡 她抖了抖 洒出一地的水 无奈地说 嫂子 你在这坐一会儿 我去洗手间收拾一下 哎 你快去 等人一走 苏燕立马挪到办公桌上的电脑前 她动了下鼠标 屏幕上出现密码输入页 苏燕沮丧地看着这个页面 突然地坐在椅子上 一个小护士手里拿着个拖把跑进来 嘴里嘟嘟囔囔 宋医生真懒 这么点是还要使唤人 话虽这么说 小护士拖完的 又顺手把桌子上的垃圾收拾了 看着小护士离开的背影 苏燕耳朵里回响着 宋医生真懒 这五个字 她脑中灵光一闪 尝试性地在电脑屏幕上 输入零分四个数字 密码驾验成功 她威勾起唇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懒人 还真是跟她一样的密码 手握着鼠标 快速翻找电脑里的各文件 终于找到了乔宜清的病例 她拿出摔得稀巴烂的手机 拍了几张照 低着脑袋沉浸在游戏中 仔细看了眼屏幕 这是怎么做到一把游戏 送二十次人头的 嫂子 你这手机屏幕摔成这样 打游戏不大方便吧 苏燕游戏玩得很投入 没有抬头 直接回答说 屏幕好不好 我都是菜狗 话音刚落 手机里系统语音提示 游戏失败 苏燕退出游戏 抬头看向她 不同于秦灿叶的贱眉心目 宋天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长相 不过她看着也不比秦灿叶年纪小 宋天一口一个嫂子的喊着她 苏燕总觉得怪怪的 宋医生 你今年多大 三十二 苏燕差人 那你比秦灿叶大一岁啊 怎么反过来喊她哥 宋天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无奈地回 小时候打游戏输给她 堵住是喊她哥 成年后 我不服气 想通过赛车纠正回来 结果又输了 她要求以后喊她媳妇嫂子 苏燕 男人也太幼稚了 病房里 秦灿叶脸色紧绷 看见溜达回来的苏燕 她松了下宁紧的眉 放下手机 粗声粗气地道 你跑哪里去了 怎么不接电话 苏燕没有回答她 拿出摔坏的手机在她面前晃了晃 没电了 秦灿叶眉眼舒展了几分 递给她一条连衣裙 道 换身衣服 回家 苏燕接过裙子 一看是条娃娃裙 衣柜里那么多衣服 偏偏翻出这一条 真是天杀的直男审美 不过她也只敢在心里吐槽 用下巴点了点门口 示意她出去 秦灿叶故意曲解她的意思 装模作样地问 又让我帮你换 苏燕听见这人说了个又字 她反应过来 面上一红 昨天晚上自己身上的睡衣 原来是她换的 可那时候她睡着了 没有意识 现在她是醒着 完全不是一个情况啊 纵使是她脸皮在后 她也不好意思在清醒的时候 光溜溜地站着秦灿叶面前 看对面的男人 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她打着商量说 秦灿叶 你不肯出去 那劳烦你闭一下眼睛 行不行 秦灿叶直直地看着她 喉咙一滚 声些暧昧 你身上 有我没看过的地方吗 苏燕的脸更红了 拿她没辙 索性将裙子一股脑套在身上 秦灿叶被她出人意料地操作 睁愣住 眉头微皱 问 苏燕 你换衣服之前不先脱衣服吗 苏燕白了她一眼 将手臂 缩进宽松的裙子里 身子倒过几下 手臂再次伸出来的时候 并号服被丢了出来 她黑黑笑了两声 挑着细眉 骁傲地扬了下头 给你表演个魔术 老板 碰个前场呗 秦灿叶眉尾抽了几下 回了两个字 幼稚 回到玉湖别墅 苏燕刚进门就喊保姆 柳一 把我的行李箱找出来 她快步走向卧室 哼着小曲 从柜子里拿出一堆性感火辣的短裙 永一 整整齐齐地放到行李箱中 秦灿叶盯着她忙忙碌碌的身影 看了一会 一会就出发 你不工作了吗 苏燕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悠悠地道 秦灿叶 你花五千万把一匠工作室买了下来 怎么 没有人跟你这老板汇报 我请了三天假吗 昨天看见书房里的文件 她才知道 秦氏集团居然把一匠工作室收购了 她总算明白 为什么皮特这几天出差不带她 她也基本没有什么工作任务 偶然生出一种被人摆弄的感觉 她就是个小丑 她努力争取到的工作机会 到头来就是一个储门的世界 是秦灿叶给她搭的戏台子 秦灿叶争了一秒 正声道 苏燕 我告诉过你 你要工作可以 但是要么在秦氏集团上班 要么我给你开个工作室 她又不急不慢地补了一句 你现在是秦氏集团的员工 你的请假 我不批准 苏燕冷哼了一声 不批假 行了 那我现在就辞职 想了想 她也不急不慢地补了一句 不 我不是辞职 说我吵了你这个老板 说完 她碰地合上了行李箱 二话不说 拖着箱子就往外走 第二十八章 你祖上跟慕容傅什么关系 苏燕扭着小腰 行李箱在地上拖得咔咔响响 走得那是一个气势磅礴 秦灿叶在后面盯着她的背影 看了几秒 迈不跟了上去 一手拽住她的胳膊 一手按住她的行李箱 苏燕怒目回头 眼底带着一层小火焰 柳梅倒数地说 秦灿叶 你还有什么理由拦着我 秦灿叶胸膛起伏了两下 在开口时 语气放柔了些 你刚撞了头 开车不安全 我送你去云海度假村 苏燕本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 听她这么一说 觉得脑袋的确晕乎乎的 不适合开车 于是轻点了下头 可又觉得就这么轻易同意了 显得自己特别没有骨气 于是插着腰 对着她提要求 那你说 公主请上车 秦灿叶的嘴突然开始抽筋 云海度假村 是新开业的人造沙滩度假村 离这里也就两三个小时车程 苏燕气呼呼地不想跟秦灿叶说话 索性一上车就闭眼睡觉 等醒来时候 她闻到新鲜的海风 看了眼路标 不远处就是云海度假村 见天色漠黑 她侧头对着秦灿叶说 现在已经很晚了 开车回去不安全 你在云海度假村住一晚 明天早上再走吧 秦灿叶嘴角挂着浅笑 挑眉问 今天晚上想让我陪你 苏燕气自己嘴欠 又恼她比自己嘴更欠 声音带着羞脑 谁要你陪 我跟我闺蜜住 秦灿叶面无表情 淡淡开口 用不着你操心 我自有安排 恰好车到了云海度假村门口 苏燕气呼呼地下了车 招呼都不打 扭头就走 没走几步 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没有拿行李箱 转身一看 秦灿叶开着车早跑没了影 赶紧往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摸了摸 妖兽 手机也忘在车里了 在门口等她的米粒营上前 问宝贝怎么了 手机跟行李箱落车里了 你快把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 过了大概几十秒 就在她以为电话 不会被接通的那一刻 对面传来低沉的男音 喂 秦灿叶 是我 苏燕 我忘记拿手机跟行李箱了 你车还没有开远吧 快给我送回来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可能因为海边信号不好 对面传来的声音也有些飘忽 苏燕用手挡着自己的嘴跟话筒 稍微提高了点音量 我说 你把我的手机跟行李箱送回来 听不清 我住8088 你来我房间说 嘟嘟嘟 电话被秦灿叶直接挂断 苏燕放下手机 找了个感觉信号能好点的空旷地 重新拨了自己的号码 电话无人接听 破碎的手机屏幕上闪着米粒两个字 秦灿叶毫不理会 她站在窗前 看着沙滩上那个高举着手机 跑来跑去找信号的女人 清沟了下唇 没过十分钟 门外响起咚咚敲门声 秦灿叶慢条思理地走到门口 通过猫眼看向屋外 苏燕唬唬着一张脸立在那 她假惺惺地问 哪位 苏燕眯着桃花眼 看向那个黑色色的猫眼 压着脾气回 是我 苏燕 秦灿叶 你快开门 房间门被打开 秦灿叶朝屋内很有腔调地点了点 故意调侃说 公主 请进屋 苏燕溺了她一眼 好奇道 秦灿叶 你祖上跟慕容傅什么关系 阔步走进去 总统套房就是宽敞 一大面的落地窗正朝大海 她可真是会享受 拿起桌子上 她那只屏幕四分五列的手机 点亮屏幕 一共三个未接电话 正是她刚刚用米粒手机打过来的 狗男人 故意不接电话 苏燕愤愤地问 我的行李箱呢 秦灿叶像是才想起来什么似的 阿压地惊叹了一声 然后心心作态地说 不好意思 望在车子后备箱里了 苏燕耐着性子追问 那你车呢 停在哪里 让酒店送去洗了 大半夜的 还是下雨天 洗什么车 苏燕不满地拧了下眉 不依不饶地说 秦灿叶 你快让酒店把车开回来 秦灿叶速声道 车得明天中午才送回来 她气呼呼地说 那我换洗衣服都在行李箱里 你让我穿什么 这个云海度假村有的是商店 我给你买新的 秦灿叶说完 拿起座机 对着电话那头吩咐 送几套女士衣服过来 身高1米68.2厘米 体重46.5公斤 胸围 她抬眸朝目标位置望了一眼 继续说 32 B加等于C减 约等于C 放下话筒 看苏燕桃花眼瞪的圆溜溜 她挑眉朝她确认 我说的不够精确吗 苏燕从嗓子里印挤出两个字 精确 狗男人一逮到机会 就拿她说过的话 骚她 真是用嘴恋了慕容妇的 一笔指导还制笔身的武功绝学了吗 没过几分钟 两个女导购推着一排衣服进了房间 这位女士 这些都是我们当即的新款 苏燕手指划过架子上 款式重归重矩的衣裙 拎起一件潜水服饰的泳衣 一顶下人帽子 她转头问女导购 请问这个度假村哪里有卖比基尼 女导购脱口回答 一栋一楼立家 导购突然感觉后脊被发寒 她下意识地回头 怎么秦总的脸色看着绿油油的 一栋一楼立家门口 门口的广告灯箱上 身材火辣的女模特 展示着性感撩人的三点式泳衣 苏燕拧着细眉 盯着紧闭的店门 环视周围 其他店都在正常营业 怎么偏偏这家店挂着 歇叶整顿的牌子 跑到旁边店铺问 你好 请问隔壁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店员回答 十分钟前还开着的 刚突然火急火燎的关店 可能接到了什么紧急通知吧 苏燕 燕燕 身后传来熟悉的女婴 苏燕寻声望去 看见姐姐苏炼跟她的助理孟嘉义 她眸光颤了一下 问 姐姐 你怎么有空来度假 我是来出差的 云海度假村是苏氏集团 跟秦氏集团一起开发的项目 最近刚开始实营业 我来巡查下运营情况 苏炼边说 边走到她跟前 抬手摸了下她的头 摸到一个包 她眼神沉了下来 燕燕 听说你今天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磕到了头 你怎么不在家里好好休息 跑这里来干嘛 苏燕拉下她的手 撒娇道 哎呀 医生都说我没什么事的 我在家里太无聊了 跟朋友来这里度假 说话间 秦灿叶跟她的助理一里 从远处走了过来 苏燕目光看向秦灿叶 打招呼说 我还以为 秦 总得过几天才来巡视项目 秦灿叶走上前 揽住苏燕的腰 语气宠溺 她正好想来这度假 我就提前来了 苏燕从不过问秦 苏两家的生意 之前不知道云海度假村 是自己家的项目 线下知道了 才反应过来 怪不得秦灿叶 没有继续阻止她来这里度假 还好心地把她送过来 合着她一顿折腾 根本没有翻出她的五指衫 想到这里 觉得心里堵得很 更觉得腰间灼热的温度 恼人得很 抬手试图把她的大手拨开 可那男人 看似是松松垮垮 随意地搂着她 手掌却紧紧地扣着她的腰肢 她根本没法挣脱出她的手臂 苏燕眼眸微闪 假装没有看见 对面两人的小动作 对着苏燕柔声说 燕燕 我们正要一起去吃宵夜 你也一块吧 第29章82年的拉菲 五人走进一家的岗市茶餐厅 选这么一个地方用餐 多少事都在顺着苏燕的口味 秦燕叶随手点了几道海鲜 又要了几分点心 最后下巴朝苏燕抬了下 一本正经地问 你要吃些什么 鸭舌 狗男人 老不正经 又暗戳戳地逗她 苏燕面色不由地红了几分 悄悄逆了她一眼 正声道 给我点份粥 秦燕叶把菜单递回给服务生 再要一份停载粥 快速补了一句 不要放花生 两人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落在耳朵里 苏燕清明了口茶 突然对着孟嘉义问 云海度假村的代言人选定好了吗 孟嘉义余光留意着秦燕叶跟苏燕的表情 男的泰然自若的饮茶 语得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自顾自地把玩着桌上的插花 她速声回复道 苏总 前几天 秦氏集团的市场部提交了人选 是乔义清 哦 乔义清 苏燕抬眸看向秦燕叶 问 秦总 你们怎么会选择形象这么素雅的女明星 来代言热情洋溢的海边度假村 秦菜叶从容道 市场不选择代言人的事 还用不找我亲自过问 一旁的义里赶紧向两人汇报 苏总 秦总 市场不提交的策划案上说 乔义清有千万粉丝 并且她有很强的产品号召力 粉丝消费力强大 我们云海度假村 想在短时间内打响知名度 让她做代言人是不错的选择 苏燕目光看向妹妹苏燕 桌上摆着的那瓶插花 好几朵花都被她扯了下来 花瓣又被她撕拉成一条一条 还是老样子 一遇到樊心事 手上就咸不住 她把目光收回来 利瑟道 孟特主 去告诉秦氏集团的市场部 凡是苏氏集团参与的项目 我们都不会同意启用乔义清 话虽是对着孟家一说 却拧着眉直直地看向秦菜叶 语气更是不容商量 毅力胆战心惊的朝秦总那关了眼 见秦总泰然自若 一双晦暗不明的眼睛 直直地望着一处 她顺着秦总的目光看去 发现太太面前 一瓶插花被薅秃了 桌子上散乱的花瓣堆成一个小山丘 没过多久 服务员陆陆续续把菜端了上来 一条清蒸多宝鱼摆到桌子上 苏练脸色骤变 慌地站起来 急声道 我适配一下 见她脚步匆匆地离开 苏练忙起身跟上 你们先吃 我去看下姐姐 苏练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女人的呕吐声 她犹豫了几秒 抬步走进卫生间 苏练抱着洗手池吐了好一会儿 直到胃里只剩下胆汁 她才止住了吐 面前出现一张纸巾 苏练抬眸对上苏练满是审视的眼眸 她接过纸巾擦了下唇 解释说 中午吃了不新鲜的海鲜 我胃里不太舒服 苏练沉了口气 低声道 姐姐 我知道你跟孟特住的事 还有你怀孕的事 昨天在宋天的电脑上 看到苏练怀孕六周的报告 她着实是惊了好一会 结合在F酒店看见两人的情形 还有孟嘉宜老婆流灵抓见的行为 她很快推断出 姐姐跟孟嘉宜在一起 并且还怀了她的孩子 苏练面上怒出惊恶 很快她收敛了神情 一声不吭 准备离开卫生间 袖子却被苏练拉住 姐姐 孟嘉宜有老婆 还有两个孩子 你怎么能跟她在一起 见苏练不回话 苏练语气越发着急 姐姐 要是爸爸知道了 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苏练回头 忽然冷冷地笑了两声 苏练 没想到 会从你的嘴里听到这句话 你从小乖张 读书时候浑浑问恶 长大又跟爸爸不同意的人恋爱 甚至还要 因为刚呕吐过 她的声音有些沙沙的 就像是刚哭过似的 可她的眼神又分外清明 看着苏练变得煞白的脸 她顿住 眸光闪了闪 撇过头 我的事 你就算知道了也只当不知道 你只管做好你的情太太就行 说完 她撂下苏练 孟嘉义跟着她一块道别 秦灿夜等了好一会儿 没有看见苏练回来 拿出手机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无人接听 没过几分钟 苏练却主动回了电话过来 苏练 你跑哪里去了 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好 你是731吗 你是谁 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 听见对方语气带着韵幕 陌生男人急急解释 先生 是这样的 这个女士喝醉了 我看她的手机刚有个备注 叫731的人 来电 所以我就替她回了个电话 您能帮忙联系下她的家人吗 喂 先生 先生 酒保看了下手机戏吧 碎的屏幕 电话已经挂断 她叹了口气 把手机塞回到不省人事 的女罪鬼的手里 于是 你的房间号是多少 我联系前台 派人送你回房间 房间号 苏练下巴置在吧台台面上 脑袋左右晃荡 想了半天后 说8088 酒保惊愣住 8088 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住总统套房 她是什么来头 不对 苏练摇了摇脑袋 又说 求我住 我都不去住八里八八 酒保无语 喝醉酒了的人 惯是会吹牛逼 于是 你不住8088 那你是住哪个房间 给我倒酒 苏练把酒杯推过去 呵呵笑几声 张嘴说 整个云海度假村 都是我家的 我想住哪个房间 我就住哪个房间 才喝了几杯养酒 就能说出这么大的话 酒保表示很佩服 见这个女人 醉得不轻 酒保不敢再给她倒酒 就在她酒杯里倒了些可乐 苏练晃着酒杯问 咦 你给我换酒了吗 怎么不是威士忌了 酒保哄到 威士忌卖完了 这是红酒 82年的拉菲 本店免费请你喝 反正她都醉了 酒保可敬地忽悠她 吹牛谁不会 苏练眯着眼睛 盯着杯子里的82年拉菲 发自内心的感叹 哇 年份酒了 果然不一样 红酒都成精了 开始带气泡了呢 酒保脸憋得通红 这女罪鬼可真逗 苏练头闷了一大口 一脸不高兴地看向酒保 你骗我 这根本不是红酒 这是可乐 还不是冰镇的 而且还不是无糖可乐 说到最后一句话 她撕心裂肺地哭了出来 你这个坏人 你知道每一百毫升的可乐 有多少卡路里吗 呜呜 酒保觉得这女罪鬼的嘴 真是太牛了 醉成这样还能喝得出 不是无糖可乐 被她扯着衣领 正不知该如何是好 面前出现一个西装革履 面色阴沉的男人 第30章 你刚刚叫我什么 秦菜叶紧促着眉头 将她的大半个身子 爬到吧台上 跟酒保对峙的女人扯了下来 冷着脸 压着怒气问 苏燕 你在干嘛 苏燕扭头 对上秦菜叶默黑的眸子 像是个终于找到家长告状的孩子 扑到她怀里 哭得卑卑其妻 老公 这个坏人 他骗我喝有糖可乐 我得做多少运动 才能消耗掉这些热量 呜呜 他脸颊涂红 两眼秋水盈盈 哭哭其妻的样子 平添了几分娇柔 看着又醇又郁 身子跟条小花蛇似的 不安分地在她怀里扭来扭去 秦菜叶一瞬间觉得喉咙有些干 对着旁边呆愣愣看戏的酒保道 给我倒杯酒 酒保速度到了杯威士忌 递过去 苏燕看见了 闹得更凶 哭得更惨 呜呜 明明有威士忌 他藏着不给我喝 话没说完 他眼急手快地抢过那杯威士忌 咕嘟咕嘟往嘴里灌 等秦菜叶反应过来 把杯子夺下来的时候 那杯威士忌早就见底 酒保立马把手里的酒瓶子藏起来 生怕再晚一秒 一整瓶威士忌 要被这个女罪鬼抢走了 秦菜叶脸色阴沉的紧 弯着腰拖着苏燕的背跟腿 将她横抱起来 直起身子抬不往外走 酒保总算回过神 赶紧喊住她 七三一先生 这位女士还没有买单 秦菜叶脚步不停 丢下一句话 挂8088房间账上 酒保咽了口唾沫 这个女酒鬼还真住8088总统套房 那这个云海度假村 不会真是她家的吧 我叫秦菜叶 姓秦 住总统套房 酒保目瞪口呆 秦氏集团 云海度假村还真是他们家的 到了房间 闹腾了一路的女人 也终于不再闹腾 秦菜叶垂眸 见苏燕微张着嘴 闭着眼 歪着头 靠在她胸膛上 睡了特别香 她叹了口气 将她轻放在床上 盖上一条薄背 被这女人折腾得浑身燥热 她准备去浴室冲个澡 脖子却被一只胳膊勾住 苏燕半眯着桃花眼 喝醉了酒格外放得开 搂住她的脖子 凑在她耳边悠悠地吐着气 陪我做运动 燃烧我的卡路里 她两眼迷蒙 格外媚惑 像个勾人的狐狸精 秦菜叶觉得原本燥热的身体 好似直接被点了堆火 霹里啪啦烧了起来 苏燕吭哧吭哧跳着健身操 因为喝醉酒了神志不清 连带着动作也同手同脚 跳得异常搞笑 她突然停下动作 一脸不悦地看着憋着笑 替她录制健身打卡视频的男人 跌跌撞撞走到她跟前 娇称道 三途 你认真点 好好拍 秦菜叶放下手机 面色灰暗地看向她 压着嗓子问 苏燕 你刚刚叫我什么 苏燕摇摇晃晃地俯身 瞪着水润润的桃花眼 凑到她面前 烟红的嘴唇张了张 说的却是 好热好累哦 我要洗澡 她眼睛突然一闭 整个人软瘫了下来 秦菜叶猛不防抱了个满怀 怀里是她娇娇柔柔的身体 她垂眸看了一眼 眼神里是抹不开的陈玉 门外响起 扣扣扣地敲门声时 苏燕刚醒过来十分钟 她一个人坐在床上 一脸茫然地盯着 前面硕大的落地窗 这是哪啊 爬下床 觉得小腿 大腿 手臂 格外的酸疼 就跟前一天跳了半小时 怕没拉似的 门外是一礼 她恭恭敬敬敬地上一个盒子 太太 这是新手机 苏燕接过东西 侧头一看 门牌上飙着8088分 她倾促了下眉头 问 秦菜叶去哪了 太太 云海度假村在市运营阶段 秦总过来有很多事要忙 苏燕低头看了下手里的新手机 跟她摔坏的手机是同一个品牌 这是刚发布的新款 价格要一万出头 她抬谋正中歧视地问 这个手机 秦菜叶说是赠予我 还是借用我 一礼 还真是被秦总猜中啊 太太问了这个问题 她清了清喉咙 重复了下秦总交代的话 太太 秦总说 如果您能在三天内 用三种方式背出她的手机号 那么这部手机就是赠予 如果您背不出来 那就在下个月的十万块钱里抵扣 啥 苏燕没心跳了跳 追问 什么叫用三种方式背出她的手机号 哪三种方式 一礼耐心地解释 正着背 倒着背 用英文或者法文等外语背 苏燕 狗男人 吃太饱了吧 苏燕冲了个澡 仔细在脸上贴了一张面膜 将手机卡换到新手机中 给米粒打来的电话 米粒像是也才刚睡醒 声音格外的哑 苏燕跟她捞着客 正说到昨天自己喝断片 都忘了是怎么洗澡换衣服的 呼得脑中闪过几个画面 昨晚居然是秦菜叶给她洗的澡 想起自己挂在她脖子上不撒手的样子 整张脸变得飞红 连带着说话都卡扒了 宝贝 咋了 说一半怎么忽然不说了 正巧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苏燕推说 有人敲门 眸光一沉 气场不自觉地提起来 乔一清上下打亮着 这个脸上敷着面膜 身上裹着浴袍的女人 实在是看不清 这个女人长的是什么模样 只看见面膜没有覆盖到的眼睛 那是一双漂亮的桃花眼 透着男眼的高贵 她微微直了下身子 试探地问 你是秦太太 苏燕压住心底的厌恶 冷声反问你是来找秦太太 还是来找秦先生的 乔一清轻声一笑 轻轻聊了下乌黑笔直的长发 可惜地说 我来找餐叶 明显的嚣张跟轻浮 和她清冷的脸与高洁的气质 格外的冲突 看着乔一清张狂的面孔 苏燕冷冷淡淡地说出一段话 乔一清 28周岁 堕胎是4次 目前孕10周 孕囊48毫米 HCG数值21000 胎心138 因为脸上敷着面膜 苏燕不想做出过大的表情 扯到自己的脸 毕竟为了这种迫事 掌皱纹实在是不值得 她说得慢慢悠悠 语气格外的从容 乔一清只在原地 在她一字一顿的话语中 脸上的血色逐渐消失 说完在宋天电脑上 看到的乔一清 病例档案上的内容 苏燕将脸上 微微移动的面膜 重新按的服帖 不急不慢地继续说 乔小姐 现在是有去燕国待产打算吗 第31章 你是小兔子吗 昨天才刚下定了 去燕国的计划 连自己经纪人都还不知道 这个女人是怎么知道的 乔一清忽然间意识到 眼前的秦太太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好对付 她微眯起信念 梁宇就把她洋洋自得的底牌 全都掀了出来 这一瞬间 她心里生出了惬意 乔一清 一下子没了上一刻 嚣张的模样 眼里的震惊更甚 甚至连声音都带着颤音 你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苏燕目光不屑地 看着面前脸色煞白的女人 冷声道 从前我不说不问 是因为我懒得管你们 这些阴阴狗狗的事 可这不代表 你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乔小姐 我不吃素 乔一清到底也是见过大场面的 她很快恢复了平静 轻轻抚摸了下自己的肚子 仿佛那是她最大的底气 她挑衅地哼了一声 秦太太 你知道这些又如何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秦家的孩子 苏燕目光落向 乔一清并不算显怀的肚子 鄙视地笑了一声 像是在笑乔一清 可她知道她更是在笑自己 笑自己要做这般恶心的事 她沉了口气 懒得跟乔一清多掰扯 索性开门见山地道 乔小姐 你未免想得也太美好了 我不妨直接告诉你 我对你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无所谓 倒是秦家的长辈 让我来问问你 你要多少钱 听到这句话 请客间乔一清面上血色全无 嘴唇颤抖 陡然拉高的声音 变得又尖又细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总统套房 一层就着一个房间 没有别的客人会经过 苏燕觉得庆幸 要不然乔一清 现在的音量的惊得 整个楼层人 都出来围观这个丑事 乔小姐 你有过四次堕胎时 肯定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你怎么会不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按照昨天说的 你有一周的时间 你回去好好想个假吧 苏燕将门缓缓合上前 最后不嫌不淡地撂了句 乔小姐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度假 关上门 苏燕透过猫眼 观察着门外的情况 见乔一清两眼怨恨直勾勾地盯着门 过了好一会儿 面上虽是带着不甘心 却也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都是狗男人惹出的混账事 苏燕觉得心里 一口气堵得不上不下 气得她想砸东西 苏燕要些钱的 可经过昨天晚上的事 苏燕也没法去找姐姐提这事 想了想 翻出相册 把一些奢侈品包的照片 发给了皮特 老大 能不能帮我出这些包 皮特经常给女明星 名媛做造型 私下也做奢侈品买卖的活 不到片刻 她收到皮特的回信 这些虽然是全新的 但是二手卖怎么也得打个八折 大概能卖五百万 苏燕有些失落 她好不容易哄得秦餐叶大放了一次 这些包她用都没有用 就要损失两成 可谁让她把星月给误君了呢 她咬了咬 忍着肉痛回 行 越快越好 陆涕景面色舒爽 对着手机那头 半是威胁半是宠溺地说 老实点 要是再给我发现你泡男膜 老子下次收拾到你下不了床 也不知对面说了些什么 她又猝眉道 你们公司的聚会有什么好去的 晚上我有校友会 你来陪我一块参加 就这么说定了 挂了电话 回头看见秦餐叶发黑的脸 她顺嘴问 昨天晚上 你老婆没让你睡觉吗 秦餐叶脸色更黑了几分 这时义里走进来 低头对着她耳语了几句 会议室就那么点大 屋内安静 义里哪怕刻意压低了声音 说的几句话 照样被支着耳朵的陆涕景 听了个清清楚楚 义里又将手里的文件夹递上前 秦总 这是昨晚您让我调查的内容 陆涕景眼珠子斜得都快飞出眼眶 也没有看清楚那文件夹里的内容 只隐约看见里面 有不少花花绿绿的照片 秦餐叶起身 瞄了眼装无作样看文件的陆涕景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璀璨品牌入住云海度假村的事 就按刚才说的办 陆涕景想说 兄弟你这玩得太猛了 老婆毕竟还在度假村 你也敢在这约桥一清 也不怕两个女人撞上 后院着火 但这毕竟是兄弟的私事 她一声不吭 迷离忙着工作 苏燕自觉地去咖啡馆给她买咖啡 给我榨一杯胡萝卜汁 再打包20杯冰美食 陆涕景从苏燕 依然走进咖啡馆的那一刻 就注意到了她 腹白貌美大长腿 真是个养眼的美女 见她从店员手里 接过一杯胡萝卜汁 她主动凑了过去 自诩风流地搭话 美女 你是小兔子吗 这是什么老套的搭讪方式 苏燕揣了口胡萝卜汁 一脸嫌弃的朝生员处瞄了一眼 陆涕景随意地扮依靠在吧台上 身形潇洒 眉眼放荡不羁 这是她把妹常用的姿势 主打的就是又皮又帅 苏燕在认出她的那一刻 愣了一下 还真是皮特口中的不靠谱男人 不是个好鸟 心里冷喝了一声 细眉也跟着轻皱了一下 狗男人的朋友果然也是狗 嘴上敷衍地回答 对啊 我就是属兔子的 陆涕景把妹是很有经验的 看见美女清明的眼神 心里有些奇怪 难不成是个熟人 脑子里使劲翻了翻 实在不记得曾经泡过这个妞啊 这时服务员将20杯冰美食 分装在两个大袋子里 对着苏燕道 于是 咖啡不好拿吧 你去哪 我帮你送过去 苏燕正愁怎么把20杯冰美食 搬到沙滩上去 这送上门的免费苦力 真是不用白不用 勾唇甜甜地笑了笑 那就谢谢帅哥了 陆涕景看着美女脸颊上 两个漂亮的梨窝 色星一下子陷了进去 也不觉得手上的20杯冰美食 咖啡重 剑步跟上扭着腰 离开的美女 金色的沙滩上 一群俊男美女忙忙碌碌 在拍摄泳衣广告 苏燕朝不远处 打着一把遮阳伞的米粒 喊了句 宝 咖啡买回来了 宝贝 马上来 米粒没有转头 先大声回了一句 继续对着旁边人交代 这个女模特身上的帽子 换一顶中性风格的 永一换成墨绿色那套 陆涕景看着不远处的碎花遮阳伞 总觉得那女的声音怪熟悉的 还没来得及细想 看见转过来的那张混血美女脸 她眼珠子差点跳出眼眶 这个50万平米的云海度假村 也着实太小了些 她不知道秦菜叶的后院会不会着火 反正她的是铁钉要烧起来了 声音的不自觉地跑了掉 舌头也跟打了结似的 问身侧的女人 小兔子美女 这个 这是你朋友 苏燕没在意她的不一样 斩钉截铁的回答 是啊 这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大宝子 第32章原来你是陆先生 陆涕景才刚听见身侧美女的回复 米粒就已经走到她跟前 一脸不屑地朝她瞟了一眼 侧头对着苏燕说 宝贝 我正想着你咖啡 不好拿 准备去咖啡馆找你 没想到有活雷锋帮你送过来了 后半句话 语调多少有些阴阳怪气 尤其是活雷锋三个字 仔细听能听出好几种音 米粒边说着话 边从眼神躲闪的陆涕景手里淡定接过咖啡 转头像沙滩上的一个帅哥招呼了声 咖啡到了 大卫你来帮忙拿一下 那个被叫做大卫的男模听见招呼声走了过来 因为正在拍泳装照 他穿着三角泳裤 强壮有吸引力的身材已揽无鱼 你一定要来玩啊 苏彦促瞎地盯着大卫腹部异常分明的八块腹肌 拿手臂顶了顶米粒 两人一副你懂我懂的样子 几眉弄眼地互看了一眼 陆涕景第一次觉得听力太好 也是一种缺陷 这两个不正经女人咯咯咯的笑声也着实是刺耳 他偷偷瞄了眼男模 这人身材的确也练得太好了 虽然自己身材练得也不错 但到底不是专业吃身材这口饭的 面前的男模胸肌壮硕 连带着最难练的背肌也练得那么强壮 陆涕景突然觉得自己因以为傲的身材 在这个男模面前是那么平平无奇 他往米粒那瞅了一眼 总觉得他像是故意把这个身材壮硕的男模 喊过来在他面前走一圈似的 米粒瞟了眼刻意干咳闹出动静的陆涕景 故意也遇到 可真是谢谢这个猛男替我闺蜜把咖啡搬过来了 这句话里猛男两个字的语调试着重音 陆涕景一噎 老脸微微泛红 但还是厚着脸皮装作泰然自若的样子 正声道 为人民服务 看两人气氛奇奇怪怪 苏彦刚想开口问米粒是不是认识陆涕景 手里的手机震动了几下 是白雪晴发来星月买家的联系方式 他连忙走到一旁给买家打了个电话 没过几秒钟 电话接通 是个温和的男婴 你好 你好 请问是陆先生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秒 随后问 你是哪位 苏彦忙介绍自己 你好 陆先生 我姓白 您在昨天的慈善拍卖会上拍了一幅画星月 这幅画对我真的很重要 不知您是否愿意卖给我 生怕对方不同意 苏彦忙补充了一句 陆先生 我愿意出高于400万的价格 对方温声道 白小姐 你有空的话 我们可以当面聊一下 好的 陆先生 您今天有空吗 您订个时间跟地点 我来找您 林书奇接过前台递过来的房卡 随后对着电话说 我现在江州附近的云海度假村 白小姐 你是否方便过来呢 云海度假村 她太方便了 苏彦连连点头 意识到对方看不见 她忙回 方便 方便 我正巧也在云海度假村 林书奇觉得两人还真是有缘分 越发感觉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那行 十分钟后 我们在咖啡馆见 好的 陆先生 一会儿见 苏彦一脸欣喜地挂了电话 朝不远处的米丽扬了扬手 宝 我先离开会儿 米丽像是没有听见 正投入地跟陆梯景说着话 苏彦想找机会提醒她 那陆梯景就是个花花公子 可现在她着急去找那个陆先生买花 想想也就没上钱 转身往咖啡馆赶 到了咖啡馆 她扫了一圈 里面的顾客都是三三两两地坐着 只有窗边有两桌是单独坐着的男人 两人年纪看着差不多 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右边那桌的男人 穿着休闲时尚 不时地朝门口张望 像是在等人 左边那桌的男人 穿着黑衬衣 戴着金丝边眼镜 正对着电脑认真工作 苏彦想也没有想就朝着右边那桌走去 抱歉 陆先生 让您久等了 您要喝些什么 我去买 那男人正正地看着她 突然猛地站起来 结结巴巴道 亲爱的 你 你听我解释 说完就疯一样地跑走了 苏彦也看着那男人急匆匆往门外追去 窝里门外一个女人气急败坏地嚷道 你不是第一次了 说着 操起手里的手提包往男人的身上砸 那女人手上该是用了不少镜 砰砰砰地撞击声清楚地传到咖啡馆里面 苏彦听着都疼 不由地缩了下脖子 外面那对男女又拉扯了一会儿 突然女的剑步冲进咖啡馆 直直地往苏彦方向来 苏彦心想不好 这乌龙闹大了 刚想开口解释 身后传来一个温文尔雅的男生 白小姐 我才是你的相亲对象 男人朝着不远处的一男一女 抱歉地说了声 不好意思 我们在相亲 之前没有见过面 刚刚她认错人了 听见这话 女子怒气冲冲地脸缓了下来 身旁的男子连忙说 亲爱的 这真的是个误会 你相信我了吧 说着就哄着女朋友离开 苏彦转身 现代的穿着黑衬衣的男人 合上电脑 摘下金丝鞭眼睛 抬头微笑着看向她 她认出这是慈善晚会那天 被她口红毁了一套西服的男人 惊讶地笑了笑 原来你是陆先生 和这刚刚那一场乌龙闹剧 全落到她眼里去了 苏彦煞事有些不好意思 为什么每次自己犯种的时候 就正好遇上她 陆先生 谢谢您替我解围了 林书奇起身朝她笑了笑 轻声道 我不信录 话是我用朋友的名义买的 我叫林书奇 你可以叫我书奇 白小姐 请坐吧 书奇 怎么有男人叫这么性感的名字 对上苏彦诧异的眸子 林书奇笑得温和 是奇家治国平天下的奇 感觉心里话被她听了去 苏彦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她以真名是人 苏彦也不好意思再用假名 于是说 我其实也不信白 我叫苏彦 水光炼炼的那个炎 正说着话 服务员端上来两杯咖啡 放在她面前的是一杯拿铁 放在对面的是一杯意识浓缩 林书奇嗓音很好听 轻柔又雌性 让人感觉很舒服 苏小姐 我刚点了咖啡 你如果不喜欢拿铁 可以再点些别的 苏彦确实不喝咖啡 嗯 给我杯水就行 她着急买话 又觉得喊她 书奇实在是怪怪的 就到 林先生 我们能聊一下话吗 您愿意将新月转卖给我吗 林书奇看着一点也不着急 先对着服务员道 再上一杯柠檬水 随后她看向苏彦 语速不急不慢 苏小姐 叶三土的话 我家人也很喜欢 第三十三章 我摆好姿势等你哦 苏小姐 叶三土的话 我家人也很喜欢 苏彦面上露出失落 这句话很明显是委婉地拒绝了她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她不愿意转卖新月这幅画 她思索了一分钟 尝试地问 林先生 如果我用叶三土其他的话 来还这一幅新月 您愿意吗 林书奇笑得温和 轻轻点了点下额 嗯 我家人倒是很喜欢叶三土的联姻 苏彦愣住几秒 再开口确认了一遍 林先生 新月只跟连一换马 林书奇对上她认真的眼谋 但笑说 连一这幅画似乎并不受卖 我若提这个要求 那也太为难苏小姐你了 苏彦缓缓呼出一口气 追问道 林先生 那您是否同意我的这个提议呢 您放心 我一定会用同等或者高于 新月知名度与价值的叶三土话 来与您加换的 林书奇闽纯看着她 过了好一会儿 就在苏彦以为她要开口拒绝的时候 她突然说了两个字 可以 苏彦没有想到她这么痛快地答应 忙连连道谢 林书奇缓缓道 不过 苏小姐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苏彦沉浸在喜悦中 脱口道 林先生 您说 能帮的我一定帮的苏小姐 今天晚上可否陪我参加一个聚会 林书奇微微停顿了一会儿 柔和的声音变得有些腼腆 我想请你做我的女伴 苏彦抬眸看向她 这个男人五官俊秀 细致翩翩 贴身的黑衬衫衬托出 匀衬的身材 她身上的衣服看不出品牌 却剪裁精致 面料充满质感 定是价格不菲 她心中诧异 这样外形出众又多惊 的初挑男人会缺女伴吗 林书奇继续解释道 晚上我要参加校友会 如果身边没有女伴 总会有些不必要的麻烦 苏彦反应过来 看来聚会上应该是 不乏爱慕她的女同学 这是想让自己帮她挡掉些烂桃花 按理说 她刚装作相亲对象 帮自己解了围 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只是自己到底也是个已婚妇女 这样去公开场合 假扮别人的女朋友 多少是不太合适的 正要开口拒绝 余光瞟见门口进来一男一女 男的是义里 女的长发遮住脸颊 戴着大黑墨镜跟余夫帽 下半张面孔用口罩 遮得严严实实 没有露出一点面上的肌肤 可那一身烟青色的雪纺连衣裙 跟上午站在总统套房门口 跟她叫嚣得乔卿身上 娘娘地走上二楼 苏燕呼吸顿了几秒 眼眸不由地沉了下来 狗男人一早就不见人影 说什么忙工作 可这是跟小三约会 想到早上乔一青在房间门口 一脸嚣张的模样 苏燕觉得气不打一出来 这般张狂 还不是因为有狗男人背后撑腰 这对狗男女 还是真把她当包子捏 她时时刻刻 记着给秦餐叶该有的脸面 可这个狗男人 却毫不顾计她的体面 苏小姐 不知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女伴 林淑琪见苏燕许久不答话 启春又柔声问了一遍 苏燕回过神 点头应下 当然可以 林先生 您愿意把新月转换给我 我帮您这个忙也是应该的 那么我们晚上见 与林淑琪道别后 苏燕去了米丽的房间 既然是去做林淑琪的女伴 那总归是要好好打扮一番的 不然让人丢了面子 就不叫帮忙了 苏燕在米丽的带来的衣服里 跳了许久 有些发愁 米丽穿衣风格热情豪放 带来的裙子 都是些热辣性感的款式 宝 你就没有能借给我 穿去同学会的裙子吗 米丽从行李箱里 翻出一条淡粉色长裙 抖了抖裙子 递给她 宝贝这条行不行 这是我唯一一条过膝盖的裙子了 苏燕接过裙子 在身上比划了一下 这条裙子长度到脚踝 可却是条低胸吊带裙 她侧头想了想 找了条米丝的丝质披肩 又翻出一条珍珠项链 跟一对珍珠耳钉 回头问米丽 怎么样 是不是挺温婉 挺好嫁风的 米丽上手毫不客气的 在她胸上捏了两下 色兮兮的道 嗯 是直男喜欢的风格 苏燕将她的弦猪手一掌拍下 突然想到风流的陆梯景 就问 宝 你之前是不是就认识 那个花花公子陆梯景 米丽眉心猝了下 不屑地回 她就是我之前说的 那个自称A大法律系毕业的新男友 不过那根萝卜 几个小时前 已经成为前男友了 还真是她 苏燕瞬间又想到了什么 焦急地说 陆梯景是731的发小 之前你帮我咨询的是 她知不知道是谁问的 是731的朋友 我说呢 扎的味道多一个味 都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 还舔着脸 要求那口锅只能让她吃 米丽骂了句羽娘 继续说 我没有跟她提过你的名字 只说是一个朋友问的 就她那泡妞泡的眼都花得得行 估计也认不出你 正说这话 苏燕手机响铃 是秦菜叶的电话 苏燕 晚上我有事 你不要乱跑 早些休息 苏燕翻了个白眼 嘴上乖巧地回了句 知道了 没想到她这般柔顺听话 秦菜叶愣了一瞬 继续吩咐 你有事就喊客房服务 消费挂房间上 你乖乖在房间等我 一旁的米丽 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 冷笑了一声 朝着苏燕手里的手机 比了个中指 苏燕生怕秦菜叶 听见旁边的动静 赶紧甜蜜地 对着手机那头说 好的呢 老公 我摆好姿势 等你哦 你早些回来 秦菜叶握着手机的手 不自觉地紧了下 喉咙滚了滚 摁了一声 挂了电话 她直觉不对劲 电话里的苏燕 未免也太乖了 抬头问一礼 太太还在度假村吗 一礼 回答 在 太太的朋友 在度假村拍广告 太太一直跟朋友在一起 米丽带苏燕挂了电话 骂了句狗男人 随后对着苏燕说 我估摸着 那种校友聚会 最多到十点 宝贝 你玩事了 赶紧来我们公司的勇士派对 我们嗨通宵 第三是四章 不能说的秘密 林书七发过来的聚会位置 在云海度假村的西北角 那边是偏僻安静的度假别墅区 苏燕从酒店的接驳车上下来 整理了下裙摆 看向面前的一幢豪华独栋别墅 夕阳的光芒照射在红色的屋顶上 反射出柔和的暖金色光芒 里面隐约传出一声声欢声笑语 苏燕印象中的同学聚会 是K哥 喝酒 拉关系 她大学毕业后 只参加过一次这种聚会 一整个晚上都被各种熟悉的 不熟悉的同学拽着聊天 直接的或者拐弯冒角的话里 都是想通过她认识 她的新婚丈夫秦灿叶 把她烦得不行 不知不觉 一个人闷了两瓶红酒 最后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只知道她第二天早上醒过来 卧室 浴室里一片狼藉 衣服 毛巾 浴巾 床单散落一地 她头痛 身体痛 那一处更是痛得走路都难受 她清楚地记得 秦灿叶一脸正色地递给她一管药膏 药膏上写着功效 消肿止痛 她羞愤得恨不得把头埋在被子里 永远不出来 抽回思绪 苏燕走进大厅 却被眼前的景象争愣住 这什么情况 怎么都穿得黑压压的 这到底是同学会还是谁家发丧 侧头看了眼门口的黑色烫金立牌 正体大字写着 A大法学院校友会 苏燕拿出手机 仔细翻看了下林书奇发来的信息 在最后一行 果然看见Dress Cold Black Gold 苏燕暗骂了下自己粗心大意的老毛病 只顾着看聚会地址 根本没有注意到着装要求 是让穿黑色搭金色 现在她这一身粉红装扮也太格格不入了 跟过来唱大戏似的 沈宇竹正准备打电话催演奏的人 快些过来 抬头看见门口站着的粉群女王 急忙把她拉到一旁 称怪道 你怎么现在才到 我 苏燕看着面前穿着黑色晚礼服 女人的正脸 愣了几秒 心里有些不太高兴 暗脑演奏机构怎么派个模样 这么勾人的女人来演奏钢琴 语气一下子冷了几分 迟到就算了 还呆呆傻傻地站着干嘛 说着不给苏燕说话的机会 就把她往大厅一侧的钢琴那推 苏燕被她按坐在黑色的钢琴前 抬头想跟她解释 却被她又白了一眼 沈宇竹不耐烦地催促道 你看着我干嘛 还快弹钢琴 说完 她撂下苏燕 又忙忙碌碌地去指挥服务生 将鸡尾酒端到二楼 苏燕走也不识 不走也不识 环顾了一圈 没有看见林书奇 低头无奈地翻了下面前的琴谱 第一首托尔奇进行曲 她不会 第二首克罗地亚狂想曲 她也不会 第三首卡农变奏曲 她直接翻过 都是些经典钢琴曲目 但是没有一首是她会流利弹奏的 苏燕虽然小时候被爸爸抓着学过几年钢琴 可她是个没有什么耐心的人 又总是夺懒不肯练琴 学的根本不怎么样 只会弹些简单的曲目 这种场合 她总不能给一群绿正精英弹奏一闪一闪亮晶晶吧 这也太丢人了 眸光晃了晃 她想到了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已经刻入她的指尖 即使她这一年都没有再弹奏过 她此刻也能弹奏出来 苏燕优雅地坐直身子 纤细的食指放在琴剑上 她缓缓闭上眼睛 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睁眼时 她漂亮的手指灵巧地在琴剑上跳动 很美的三首连弹曲目 苏燕很喜欢这部电影 就拉着顾瑶一起学了这首曲子 有些钢琴基础的她是双手演奏 零基础的顾瑶用一只手合奏单音 那时候她们配合得很默契 很快就要弹奏到共同演奏的部分 苏燕心里的忧伤慢慢迷上了眼睛 那个跟她一起弹奏这首曲子的人 再也不会跟她一起弹琴了 一时间 她分不清自己是在感叹这首三首连弹的合奏曲 还是在感叹那段逐渐模糊的回忆 眼眶里变得雾蒙蒙的 就快看不清黑白相间的琴剑 忽然右侧出现一只修长的大手 适时地配合上她的合奏部分 那是只男人的手 关节清晰 指甲修剪得干净利落 苏燕的脑海里又浮现出 她跟顾瑶在画室的那架 老旧钢琴前一起弹琴的画面 这一瞬间她仿佛回到了从前 只是顾瑶的身影变得更加模糊 一曲后 苏燕缓缓抬眸 跟上一个线条柔和而清晰的下额 是林淑琴 她缓和了下心情 问 林先生 你也喜欢这首曲子 林淑琴食指放在自己唇上 嗓音很轻很柔 不能说的秘密 她穿着黑色的衬衣 戴着金丝边眼镜 玻璃厚的眼睛像黑药石一般 深沉又温柔 苏燕看见她的穿着 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的裙子 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抱歉 林先生 我穿错衣服了 林淑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早知道你穿这个颜色 我就也去找件粉色的衬衣 苏燕想象着她穿着 粉红色衬衣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来 没想到会有男人 愿意穿粉色的衣服 之前她一时心血来潮 给秦灿叶买了件 小猪佩奇的睡衣 结果她不肯穿 还冠冕堂皇地说 这个粉色影响她性欲 苏燕听到她这么说 心里一乐 晚上故意穿上 这件小猪佩奇的睡衣 结果秦灿叶看见 她身上松松垮垮的睡衣 一下子受性大发 缠了她大半夜 狗男人 沈宇竹紧握着手里的酒杯 眼睛死死盯着钢琴方向 柳叶眉崩得紧紧的 她身旁的一个女同学 诧然地问 宇竹 那不是林师兄吗 这个弹钢琴的女人是谁 是她女朋友吗 长得可真漂亮 沈宇竹脸色一清 冷声呵斥道 瞎说什么 林师兄哪有什么女朋友 女同学闻到浓烈的醋味 跟身侧的其他同学 对了下眼神 一旁的同学打了圆场 林师兄才不是庸俗的男人 这种徒有其表的女人 能跟她有什么共同话题 沈宇竹的脸色和缓了些 对着几个同学道 我先适配一下 说吧 她不向钢琴方向走去 带她走后 那个打圆场的同学 对着身侧人 挤了下眼睛 低声说 沈宇竹喜欢林淑琪 你看马桶他马蜂窝 那个同学惊叹道 我的天 都那么多年了 还没放弃呢 林师兄明摆着 是对着她没意思 她还真是永不言弃 对面一个同学道 看着越挫越勇呢 这次林淑琪回国开律所 她不立马追回来了 我说呢 沈宇竹飞那么大劲 组织校友会 合着都是奔着她林师兄去的 第35章 这个世界可真小 沈宇竹将酒杯随意地 放在钢琴上 比喻地撇了钢琴前的女人一眼 随后微弯着眉眼 温柔地对着另外一侧的男人说 林师兄 好久不见 林淑琪起身 客气又竖离地回 沈宇竹 你好 沈宇竹笑意盈盈地套近乎 林师兄 你的律所筹备得怎么样了 如果需要帮忙 可以找我 我家在江州 还是有些人迈的 按部就班 林淑琪回答的四个字 客套又简单 让人无法就着这个话题 继续沟通 沈宇竹尬停了 紧紧一瞬 面上依旧笑盈盈 轻转了个话题 林师兄 那边好些同学都在找你呢 你跟我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 苏彦看出这个女人 对林淑琪刻意亲近的样子 而林淑琪 却是一副客气疏离的姿态 一下子明白 这应该就是林淑琪 今晚想斩出的烂桃花 知道该是自己上场的时候了 她鸟鸟地站起身 将钢琴上的酒杯端起来 递还给对面女人 淡淡地说 沈小姐 钢琴上不放酒杯 沈宇竹面色一僵 却也不好在林淑琪面前拉下脸 瞧瞧刮了说话的人一眼 一手扇扇地接过酒杯 她伸出另外一只手 去挽林淑琪的胳膊肘 催促说 林师兄 我们去那边吧 苏彦抢先将手挽上林淑琪的那只手肘 柔声道 林师兄 你认识 这个弹钢琴的女人 后半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一个穿着白裙的女人匆匆走来 嘴里喊着抱歉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这个度假村太大 刚不小心迷路了 说着 她坐到钢琴前 翻了下琴谱 熟练地弹奏起土耳其进行曲 很明显 这个女人才是演奏机构安排来 给校友会弹钢琴的人 沈宇竹眸光转向眼前漂亮的粉曲女郎 那她是谁 难不成真的是林淑琪的女朋友 先男的一开目光 身边的这位马 林淑琪垂眸看了眼自己的手中 温笑着说 这位是苏小姐 是我的女伴 苏燕大方地自我介绍 你好 沈小姐 我是苏燕 沈宇竹只觉得苏燕这个名字 好似在哪里听过 但她的重点落在女伴两字上 立刻面色又变好了很多 是女伴不是女朋友 她热情地拉过苏燕的手 将她理所当然地拉立了林淑琪的身侧 一边拽着她往人群中走 一边热络地说 苏小姐 我带你认识下我们同学 苏燕手腕被拽得生疼 看着沈宇竹眼底根本没有笑意的笑脸 她有些无奈 沈宇竹拍了拍一个男人的背 高声道 陆提井 我给你介绍个大美女 苏燕一看沈宇竹 把她拽到那个匹帅不羁的男人面前 她更无奈了 总算知道沈宇竹这是做的什么打算 这是分明盘算着 把她介绍给生性风流陆提井吗 陆提井寻声转过头 在看见苏燕的那一刻 眼珠子差点蹦出眼眶 声音因为惊讶而跑了掉 什么蝴蝶的 沈宇竹听得云里雾里 但是她也懒得细咎 一个近热情的潮着陆提井介绍 陆提井 瞧你 看见美女 惊得多语无伦次了吗 又扭头对着苏燕道 苏小姐 我隆重给你介绍下 这位英俊潇洒的男人 她可是璀璨集团的公子 璀璨你知道的吧 国内一线的时尚品牌 旗下的女装 珠宝等等 你应该都有听说过 她这用心介绍的样子 活脱脱像个产品推销员 就差直接对苏燕说 这可是个有钱的凯子 你快放过林师兄 去掉这个人傻钱多的公子哥吧 苏燕将手腕 从沈宇竹的手里挣脱出来 见那一处皮肤 竟然被捏得射血色 她暗叹了口气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她安眸对着沈宇竹 肃然地说 沈小姐 我认识陆先生 她是我闺蜜的前男友 陆提井 还是我老公秦参业的发小 她在心里偷偷补了一句 又暗自感叹 这个世界可真小 沈宇竹一瞬间僵在原地 四周霹雳啪啦 仿佛都是算盘珠子衰落的声音 对面的陆提井 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浑身炸了毛一般 声音跟被掐了脖子的鸡似的 谁说我是前男友了 米丽说的吗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的 她现在在哪 说着 放下酒杯就要走 怒气冲冲地走了两步 她又停了下来 转身对着林叔祈祷 今晚本来想向你介绍 我哥们秦参业的 我现在有急事 我先走了 她扭头对着沈宇竹交代了句 一会儿 你表哥到了 你帮忙给你林师兄引荐一下 话音刚落 人就跑没了影 苏燕脑子一片轰隆声 这个世界未免也太小了 她侧眸看着沈宇竹的脸 总算想起来 这张利落能干的脸像谁了 跟她婆婆沈月之 不说一模一样吧 但是那样貌气质 也有个小五成相似 苏燕听沈月之提过好几次 她那个聪明又漂亮 在艳母国一流绿所工作的侄女 可惜之前因为工作原因 没能回来参加秦菜叶婚礼 没想到沈月之的侄女回国了 还恰好被她遇上了 两人还成了情敌 这往后见面可杂整 苏燕觉得头大得很 对着林淑琪低声道 实在不好意思 林先生 其实我 她还没有来得及说明情况 沈宇竹招呼他们 林师兄 你来一下 我表哥来了 苏燕目光看向大门口进来的 一男一女 秦菜叶穿着黑衬衣 袖口上别着金色的袖扣 一身装扮金贵又有质感 而身侧站着的乔义清 一身黑色礼服搭配金色披肩 摘一看 两个人郎才女貌 灯对得很 一个是商界精英 一个是当红女明星 两人一出现 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林淑琪柔声问 苏小姐 你刚刚想说什么 苏燕将目光抽回来 心里冷笑一声 秦菜叶带女明星出席 她陪着林淑琪出席 他们夫妻俩还真是谁也不赖 没 没什么 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林淑琪查她伸出手臂 苏小姐 那跟我一起去见一下秦先生吧 苏燕此刻胆子一下子壮了起来 她朝林淑琪温婉一笑 爽快地回答 好啊 沈宇竹无视一旁的乔义清 直接亲切地挽上秦菜叶的手臂 娇笑着说 表哥 谢谢你借我场地办聚会 我给你介绍下我师兄 第36章姿势摆得不错 沈宇竹朝不远处的一对男女招了下手 林师兄 这里 秦菜叶顺着他招手的方向看去 看见一个气质翩翩的英俊男人 眸光在看到那个男人身侧 穿着粉裙的俏丽女人时 骤然伸了下来 沈宇竹不明所以 只管热情地介绍 这是我A大法学院的师兄 跟陆提景是一介的 表哥你应该听陆提景提过他吧 林师兄在法庭上可是从无败计 他最近刚回国开律所 又对着林淑琪热露地说 林师兄 这是我表哥 秦氏集团的总裁 这个云海度假村就是他开发的 说不定以后你们会有业务合作呢 林淑琪伸出右手 态度谦和 秦先生 久仰 我是沈宇竹跟陆提景 在A大法学院的同学 我叫林淑琪 秦灿叶并未伸出右手与他握手 视线先是落在他左胳膊上 那只白嫩的手上 又滑到那只手的主人脸上 两眼灼灼 苏燕被他钉得发毛 若是视线有温度 他此刻应该被烧得满手时窟窿 故意侧头撇开眼不看他 林淑琪伸出的右手悬在空中停了几秒 并未等到对面男人的握手后 他保持着绅士的笑容 收回了右手 气氛有些尴尬 沈宇竹见秦灿叶眸光落在苏燕身上 以为是表哥见这个女人漂亮 所以多看了两眼 有一说一 仔细看看 这个苏小姐的确长得跟那位有那么点像 也难怪表哥眼睛直盯着人家 他赶紧上前介绍说 表哥 这是苏小姐 是我林师兄的朋友 秦灿叶脸色发绿 周身散发着骨寒意 咬着后槽牙吐出一句话 姿势摆得不错 林淑琪 沈宇竹 乔意清三人不明所以 在场只有苏燕听明白 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 心里暗骂 狗男人又拿他说过的话对他 他目光悠悠地扫了眼 秦灿叶身侧的乔意清 与上午充满野心 与攻击性的模样截然不同 此刻的乔意清 一副低眉顺眼与小鸟一人的姿态 看着又安静温柔又楚楚动人 苏燕目光快速地跳开 可这一眼也让他头一下子变得很铁 跨在林淑琪的胳膊肘上的手更坚定了些 朝对面男人扬了下细眉 挑衅的意味十足 秦灿叶等了几秒 见苏燕不撒手 端着脸朝着林淑琪伸出左手 你好 林先生 我是秦灿叶 苏燕暗暗唾了一口 狗男人忽然成左撇子了 他缓缓地将手从林淑琪的臂弯里抽了出来 却没有拉开距离 林淑琪伸出左手跟秦灿叶握了手 你好 秦先生 我是林淑琪 感觉男人手腕很有劲地捏着他的手 他有些诧异地对上他的眼眸 从那漆黑的眸色里捕捉到一丝不易察觉的攻击性 他不由的手腕也用了点力 两个男人的手交握在半空中 空气仿佛停滞了下来 沈宇竹觉得两人之间气氛明显不算好 他忙找了个话题试图缓和下气氛 哎 表哥 我还没有见过表嫂呢 你今天怎么没有把他带过来 秦灿叶收回左手 犀利的眸光在面前一男一女之间来回扫了几次 最后落在女人的漂亮面孔上 静静地盯着他 笑容音侧侧 失笑一声 你表嫂 他话刚说几个字 苏彦不由的心中一领 盲插嘴惊叹了句 哎呀 我才认出来 秦先生身边站着的是大明星乔一青啊 说着话 他一脸激动抓住乔一青的手 声音透着兴奋 呀 我可真是太喜欢你演的那部仙侠剧了 你本人看着跟电视上一样漂亮 秦灿叶拧了苏彦故作夸张的表情两秒 原本阴沉的脸忽然舒展开来 转而变成饶有兴致的表情 眸色也带上了一丝意味深长 乔一青背着突如其爱的热情粉丝也争得愣了一瞬 面上挂着营业性的笑容 从苏彦双手里抽出自己的手 苏彦这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让沈宇竹很是不屑 他诞生对着秦灿叶道 表哥 你电话里跟我提的徐律师在二楼 我带你去 秦灿叶视线始终未挪 就那么默默的凝视着苏彦 苏彦收敛了笑容 看着他们三人走上二楼 他好奇地问身色的林淑琪 林先生 这个徐律师是什么来头 林淑琪回答 徐律师在M国的律所主作移民业务 不管多难的移民案子他都能搞定 苏彦下意识地问 哪怕是孕妇吗 林淑琪温声道 孕妇的确不好办移民 但是徐律师应该有办法解决 苏彦沉默了几秒 转头看向林淑琪 一脸认真的问 林先生 我能咨询你几个法律相关的问题吗 忽然想到咨询律师也是要收费的 他忙说 林先生 我可以付你咨询费用 苏小姐 你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 婚姻 想到林淑琪跟沈宇竹 陆涕景的关系 苏彦急蛮慎重地补充说 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下婚姻相关的问题 林淑琪笑得温和 指着一旁的沙发道 那你跟我慢慢说 至于咨询费用 我不过是帮朋友一个小忙 苏小姐 我怎么会收你费用呢 苏彦愣了一秒 突然意识到 刚刚说咨询费用什么的 当时显得自己不太上岛 她笑了笑 林律师 你以后直接喊我苏彦就行 苏彦一口气 把她跟秦菜叶的情况 套着其他人的身份 说了个大概 她仰头看着林淑琪 问 林律师 你怎么看 我听下来 最大的问题在那份婚姻补充协议 如果可以收集到证据证明 男方是有计划的 让女方签署这份协议 好把财产 留给情妇与私生子 女方也是可以追回部分财产的 林律师 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主要是收集能证明 男方与情妇的情人关系 与私生子的血缘关系的证据 我接手过一个 情况类似的豪门离婚案 女方虽然签署了严苛的婚前协议 但最终也争取到不菲的财产 真的吗 苏彦不自觉地抓住她的袖子 这一瞬间 林淑琪律师在她眼里 仿佛背后有个大光圈 而她手里抓的 哪里是人的手腕 这分明是大神的腿 那我 我是说我朋友如果要离婚 能不能来找你做律师 林淑琪正正地看着 袖子上的一双束手 笑得温和 当然 我的律所月底开业 你的朋友如果有需要 可以随时来找我 这时 完颜包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从包里掏出手机 手机屏幕显示收到一条新消息 看见发建人名字 苏彦脸色顿时沉寂下来 林淑琪见她刚还说说笑笑 看了下手机 脸色就突变 于是羽带关切地问 苏彦 你怎么了 苏彦重新换上笑容 没 没什么 中介的推销短信 实在是太烦人了 林律师 你快跟我说说 你们是如何收集证据的 没说几句话 林淑琪的手机连续震动了几声 稍等 我接个电话 带林淑琪去一侧接电话 苏彦抬头看下二楼 二楼栏杆处香槟掠影 隐隐约约传出熟悉的男女谈笑声 她脸上一瞬间满是厌恶 秦菜叶趁着谈话空隙 往楼下又瞟了一眼 此刻沙发上空空荡荡 一旁的手机并没有收到短信回复 她目光陡然一暗 第37章导航去最近的医院 南博大卫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吐出一口血 骂骂咧咧 操 下手真够狠的 把我的脸打成这样 还怎么开工拍照 沙发上的米丽一扇不整 苏彦拿了条毯子盖住她的身体 轻轻拍了拍她脸颊 大声唤着 爸 你怎么了 你快醒一醒 米丽始终昏迷不醒 一双眼睛紧紧闭着 呼吸很沉很重 苏彦急得眼眶通红 抬眼问身前站着的林淑琪 林律师 我朋友是怎么了 林淑琪俯身查看了一番 随后温身安慰苏彦 你别急 她应该是被下了迷药 我刚叫了救护车 一会再送去医院仔细检查一下 陆提警刺目瞪着大卫 冷声质问 人渣 你给她下药了 大卫甜不知迟道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给她下药了 又轻蔑地看了眼陆提警 大家都是出来玩的 你为个妞争风吃醋打人 大佬爷们不骚吗 这话把陆提警再次激怒 他握起拳头就要砸向大卫 怒吼 人渣 看老子不打死你 陆先生 您别冲动 酒店经理跟保安忙去拦他 几个人费了老大劲才把人拖开 大卫态度越发嚣张 冲着陆提警叫嚣 今天这事 我告诉你 没有一百万 休想和解 说着 不管酒店经理的说贺 就做事要报警 将陆提警送到局子里蹲几天 陆提警猛地挣脱开 拦着他的两个保安 冲过去朝着大卫面门就是一拳 一百万是保行 老子拿一千万给你 当明币烧给你 酒店经理忙指挥着保安去拉人 又一脸无奈地看向 经历在一旁的林淑琪 林律师 这可怎么办 外面传来救护车的声音 林淑琪从容不迫地说 先把米小姐送去医院 医护人员用担架把米莉抬走 苏燕草草收拾了下桌上的东西 拎着包急不跟着上了救护车 林淑琪这才转头 看向大卫跟陆提警 正色道 那我们一起去警察局走一趟 米莉在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说她中了猫安定 大概深度睡眠一两个小时后 就能醒过来 没过多久 米莉就苏醒了过来 看见苏燕的一刻惊了一瞬 很快反应过来 骂骂咧咧道 这个王八蛋 敢给老娘下药 我要去撕了她 说着 怒气冲冲地从医院的病床上蹦了下来 脚步飞快 一溜烟就跑没了影 苏燕反应过来 忙拎着包跟上 在病房门口正巧碰到一脸恭敬的义里 太太 我安排车把米莉小姐送去公安局了 您放心 云海度假村会配合 将监控视频等证据提供给警察 义里顿了一秒 语气越发恭敬地道 太太 请总让我送您回玉湖别墅 苏燕脸色瞬间拉了下来 不发一言 自顾自走出病房 一里紧走几步跟上苏燕 恭声道 太太 那我送您回云海度假村 苏燕转头 立声道 送我去公安局 公安局门口 米莉跟陆涕景吵吵嚷嚷地走出来 要不是老子 今晚你就被人迷奸了 呵呵 陆涕景 你饶什么 你以为你是根好心的萝卜吗 苏燕刚准备下车喊米莉 看见他们后面紧跟着的三人 他又赶紧缩回了车里 林书奇 沈宇竹 秦灿液三个人 若是再加上他 那可就真是一处修罗场 今夜他头脑发热时 热闹过一次了 他可不想再重温一回 视线从那三人身上收回来 苏燕沉声问驾驶座的义里 义特主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秦灿液在这儿 义里眼神躲到窗外 一脸委屈地道 太太 您也没有问啊 苏燕一噎 妻自己又进了秦灿液的网里 从包里摸出罐饮料 一口气罐下 畅快地打了个嗝 才觉得心里没那么噎 林书齐看向秦灿液 客套地道谢 秦先生 谢谢你亲自把证据送来 度假村刚开业就出现违禁药品 我们配合警方是应该的 秦灿液说着话 目光瞟向不远处车门紧闭的麦巴赫 他倾勾了下唇 对着沈宇竹说 我还有事 就先回江州了 工作人员会接你们回云海度假村 林书齐目送着秦灿液离开 在麦巴赫车门被打开的一瞬 他看见一片粉嫩嫩的裙摆 带向秦看 车门很快被关上 沈宇竹催促说 林师兄 你看什么呢 我们快回校友会那吧 林书齐走到米莉和陆蒂景跟前 问 米小姐 你朋友苏小姐呢 他一晚上鸡飞狗跳 米莉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个男人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长相英俊 身形修长 气质温柔 还是个律师 这男人条件看着也不比731这个狗男人差 陆蒂景见他目光一直落在林书齐身上 心里发酸 你不也想泡小兔子美女 米莉脱口对 怒涕景语色 这事是过不去了吗 米莉心里惋惜 男未婚女已嫁 可转念一想 苏燕跟731的婚姻也不一定能撑多久 说不定这个林律师才是苏燕的证员 立马热露地说 他有事先回家了 林律师 你有他微信吗 我推你 麦巴赫里 后座并排座的两人谁也不搭理谁 驾驶位上一里目不斜师地开着车 边上男人呼吸声很沉 苏燕觉得车里又压抑又闷热 忍不住又对着一里说 一特助 把空调温度再调低点 太太 刚才已经把温度调到18度了 风力也调到了最大档位 是吗 可车里怎么那么热 他苏燕觉得浑身燥热 身体里好似有团火正越烧越旺 他身上的米色披肩早就拿了下来 现在仅穿着淡粉色吊带长裙 裸露的皮肤上一出一层细汗 他只能把裙摆再往膝盖上扯了扯 将小腿伸到空调出风口 苏燕 你怎么了 感觉到身侧女人的不对劲 秦菜燕你没沉声问 不知道就是觉得好热 苏燕一手扇着风 一手从包里掏出一罐饮料 正打算喝 手里的饮料被秦菜燕一把夺走 你哪来的这个饮料 秦菜燕的声音冷力低沉 若是平时 苏燕定要被他训人的姿态激怒 可今日也不知怎么的 他只觉得这男人声音格外性感 上下篡动的喉结也分外的诱惑 他没忍住 清舔了下唇 咽了下口水 你那么凶干嘛 这是我在米粒房间桌子上拿的饮料 不开口不知道 一开口苏燕被自己的嗓音吓了一大跳 他是怎么发出这么娇柔作作的魅惑声音的 原本潮红的脸蛋变得更红了 他觉得口干的跟着火一样 索性抬手去抢秦菜燕手里的饮料 秦菜燕把手里的饮料罐子聚高 不让他够着 对着开车的义礼急声吩咐 导航去最近的医院 快 最后一个字是吼出来的 义礼快速在导航软件上点了几下 定位到最近的医院 猛打方向盘 实情加了一脚油门 往医院方向冲 车子一个急转弯 苏燕重心不稳 饮料没有抢到 身体一下子扑到秦菜燕怀里 触碰到温热结实的胸膛 他软绵绵的起步来身 第38张麦巴和抗震效果挺好 苏燕气急 却怎么也够不着秦菜燕手里的饮料 秦菜燕 你快给我 我太渴了 他水汪汪的桃花眼微眯着 直直地盯着面前男人的脖唇 只觉得这狗男人的嘴唇 怎么也那么性感 苏燕咬住唇 有些想哭 他这说的是什么引人遐想的话 脑子里又想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渐渐的 感觉身体从内而外 似有千千万万只蚂蚁在啃咬 苏燕难受地在秦菜燕的身上 扭动着腰肢 嘴里哼哼唧唧 一会儿喊热 一会儿喊难受 一只坚实有力的臂膀 从他背后伸过来 将他紧紧压在怀里 秦菜燕压着嗓子道 别动了 苏燕 快到医院了 再忍半小时就好 苏燕只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折磨 他喘吁吁的断断吁吁道 我 真的 好难受 忍 忍下去 秦菜燕摟住他的腰 一手拨开他凌乱的长发 看着他娇红的面孔 哑着嗓子问 苏燕 我是谁 老公 你帮帮我 帮帮我好不好 苏燕气息微喘地说出这句话 接着义里简单说了四个字 靠边 停车 义里 忙打了个右转灯 将车停在路边 义里 你下车 带义里下了车 秦菜燕垂头在苏燕发间亲了亲 将他安置躺在后座上 快速坐到驾驶位 启动车子往僻静处开 站在路边的义里 望着急时而去的麦巴赫 默默地掏出手机 打开工作备忘录 将秦总明天早上的工作行程 全部删除 秦菜燕车子开得飞快 不到五分钟 麦巴赫停在寂静的海边 环境是静谧的 车外只有潮水拍暗的声音 车里只有急促的喘息声 苏 燕脱掉高跟鞋 格外大胆地爬到驾驶位 聊起裙摆 压着小腿分柜 臀部坐在男人大腿上 秦菜燕靠在椅背上 深邃的黑眸睁睁地盯着苏燕 泛着阴影水光的桃花眼 声音无比沙哑 苏燕 你再喊我一声 苏燕戏眉轻重 有些不满 他这时候还莫及说这些 却也乖乖地张嘴喊了声 老公 随后圈着秦菜燕的脖子 主动凑向他的脖唇 又摸索着解开了他衬衫的扣子 苏燕吻得毫无张法 与其说是接吻 不如说是啃咬 可秦菜燕动情地厉害 放下车一靠背 翻身热烈地回应着他的吻 车内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 秦菜燕喘喘着粗气停下来 抵着苏燕的额头哑声问 怎么了 又疼了吗 苏燕轻轻咬着唇 抬手软乎乎地吹了他一下 眯着眼娇称道 你别停啊 他难得如此主动 秦菜燕心里莫名地满足 轻拍了下 他紧紧缠着他的腰的腻白双腿 声线暗哑 影响我发挥了 苏燕眉眼如丝地看着他 配合地挪了下 泛着水光的红唇微喘着催他 那你再快点 月亮坠入海底 星辰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海面上 像给大海洒了一层金子 秦菜燕将怀里人被细汗沾湿的 几缕并发包到耳后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粉嫩的耳尖 还可骂 苏燕嗓子哑得不像话 抿着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轻摇了下头 感觉身体累得要命 手臂都抬不起来 闭上眼睛打了个哈欠 不一会儿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在玉湖别墅主卧的床上 半撑起身子看向墙上的时钟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 他觉得腰肢又酸又痛 那一处也是热辣辣的疼 抬手捶了下自己昏沉沉的脑袋 居然闹腾了一个晚上 掰着手指头仔细算了算 一次 两次 三次 苏燕眼睛越瞪越大 昨晚居然做了四次 缓缓沉了口气 麦巴和抗震效果挺好 隔着卧室门板 苏燕听见一道冷峻低沉的声音 给太太热的牛奶好了吗 保姆应道 先生 好了 随后沉稳的脚步声渐渐接近卧室 苏燕赶紧躺回去 用被子蒙住脑袋 床态一侧陷了下去 被子被人撩开 她紧紧闭着眼睛妆睡 因为用力过猛 睫毛轻轻地颤抖 感觉面上被人紧紧盯着 脸颊不受控制地染上一片红 秦菜叶嘴角微挑 俯身挫到她耳边 低沉的嗓音缓缓地灌入她的耳中 苏燕 你是在做什么香烟的春梦 脸红成这样 耳边是她灼热的气息 烫得她身体轻颤 苏燕再也绷不住 撇过头 睁开圆溜溜的桃花眼瞪着她 称怪道 不正经 秦菜叶喉咙里一出一声低笑 递给她一杯牛奶 语气格外正经地说 嗓子都喊哑了 喝杯牛奶润润喉 苏燕 秦菜叶接过喝完的牛奶杯 用五指抹掉她唇角的奶子 还可骂 三个字一瞬间将记忆拉回到昨晚 苏燕面上一热 撇嘴懒得理她 从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一本日历跟一支笔 在昨天的日期旁 认认真真写了个数字四分 秦菜叶垂眸看了眼日历 聊起视线看向她 眉心一动 低声问 苏燕 你写什么 苏燕将日历凑到她面前 用笔圈了四个日期 红唇倾起 秦菜叶 这个月的八次亲密服务已经全部完成了 秦菜叶骨节分明的手指揉了下眉心 扫了眼她圈起来的四个日期 用手你也算 你不是也 苏燕顿住口 想了想找了个礼貌的词 那个 勒马 说着就把笔塞给她 深长地看着她 秦菜叶坏笑着说 昨天晚上不是你求我 让我帮帮你的吗 苏燕双甲一瞬间飞红 吭驰吭吭吭地说 秦菜叶 你这人 再说我只求了你第一次 后面我没有 声音渐渐透着心虚 她咬了咬牙道 最多两次 前两次是我求你帮我的 秦菜叶笑得不正经 音量微微压低 到底几次 要不要我把行车记录仪拿上来 让你复盘下 仔细数数 苏燕齐耶 狗男人 什么癖好 小药瓶上面密密麻麻的英文 苏燕看得头疼 将要收进床头柜的抽屉中 不以为易地说 这次不用吃药 我在安全期 听了这话 秦菜叶的眼眸里 闪过一道让人捉摸不透的光 她起身从柜子里 拿了条领带出来 我去公司了 晚上我们跟云总和她太太 一道吃饭 她转过身问苏燕 和美术馆把话送来了没有 晚上寄的把话带去送给云太太 送 送来了 苏燕舌头突然变得不利索 干咳了几声来掩饰 她爬下床顺手 接过秦菜叶手里的领带 手指在她颈间轻轻滑动 熟练地系了个领带 轻轻地整理了下领带的长度和角度 秦菜叶配合着低头 刚好看见她胸口露出的点点红痕 眼眸深了几分 抬手露了把她粉嘟嘟的脸颊 你再睡会儿 不用下楼送我了 带秦菜叶走后 苏燕靠着记忆输入一串手机号 拾忆了两秒钟 没有点拨打按钮 她想起什么 冲到地下车库 麦巴赫果然停在车库里 打开车门 车里暧昧的气息游在 苏燕不自觉的脸又红了起来 狗男人 她明明记得自己 只有前两次求了她的 苏燕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拆行车记录仪 可拆了好半赏也拆不下来 太太 您在做什么 司机的声音吓了她一大跳 苏燕拍了拍胸脯 看向突然出现在车库的司机 缓了口气 小李 你帮我把这辆麦巴赫的 行车记录仪拆下来 这 司机表情犹豫 苏燕平眉 声音不悦 这点小事 你也要请示秦总 我是一点也使唤不动你吗 见太太生气 司机忙说 当然不是 太太 您稍等 待苏燕拿着行车记录仪离开 司机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嗯 是的 先生 太太已经拿走行车记录仪了 第39章去干个大事 将行车记录仪的数据导入笔记本 苏燕庆幸视频里 只有漆黑的海景 并没有拍到车里 少而不移的画面 但是那声音也够让人脸红心跳的 听着视频里 以你香艳的声音 苏燕脸颊不油的泛红 一瞬间感觉嗓子沙哑的厉害 他赶紧把电脑音量调低 出于慎重 又把卧室门给眼上 点了倍速播放 苏燕一边听 一边化妆 一边唾骂 狗男人 一到关键时候 就故意逗他磨他 秦参燕你别停了 那你再喊我一声 你求求我 讨厌 你怎么那么讨厌 小妖精 你喊不喊 笨 视频里传出暧昧的拍打声 苏燕感觉臀部发麻 往脸上打腮红的手顿了下来 镜子里映出红得低血的一张脸 还需要打什么腮红 狗男人 骚话连天 昨晚就是这样框着他 求了四次 气愤地按了暂停键 苏燕一动鼠标正准备关机 眼睛突然瞟到 其他日期的行车记录一数据 他鬼使神差地点开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出现 余山别墅小区低调奢华的大门 随后麦巴赫顺着山路 往小区深处开 最后助听在一个 独栋别墅的院子里 瞧一轻鸟鸟站在草坪上 然后笑叶如花地 掺着一个男人走进别墅 苏燕呼吸一下子停滞了下来 抖着手把画面 拉到最开始播放的位置 重新放了一遍视频 哐当 二楼传出一声巨响 正在客厅打扫卫生的保姆 被吓了一大跳 放下手里的抹布 急急走到二楼主卧前 太太 您怎么了 刚才是什么东西摔破了吗 过了好一会儿 卧室门被打开 苏燕脸色不大好 对着保姆沉声道 我不小心把化妆桌上的花瓶打破了 你去收拾一下 保姆往房间一看 地上一大片水子混杂着碎玻璃 她惊呼 呀 太太 您快把拖鞋穿上 小心扎破脚 我这就收拾 说着 匆匆忙忙去楼下拿拖把 苏燕正正地坐在床上 看着保姆忙忙碌碌的 打扫破碎的花瓶 突然问 柳姨 你之前是在秦家老宅那做工的吧 你在秦家已经干了好些年了 是不是 是啊 太太 我是老宅那边 拍过来照顾你跟先生的 保姆像被打开了话匣子 嘴上叠叠地说 我呀 先生还没有出国读书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秦家了 柳姨 那你知道乔义清吗 保姆手一顿 结巴地否认 太太 我不 不知道 苏燕见她眼神多闪 追问说 这是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柳姨 你天天边干活边追剧 就没有看过她演的电视剧吗 保姆言辞闪烁地回答 哎 太太 我年纪大了 只看剧不追星 她麻烈地将地板拖干净 太太 收拾好了 锅上还包着汤 我去看看 苏燕盯着她急急离开的背影 若有所思地垂下眼帘 手机铃声响起 苏燕摁了接听 皮特的声音传来 宝贝 我到店门口了 你在哪里呢 苏燕这才想起来 跟皮特约了下午一点见面 往墙上时钟的看了一眼 已经过了一点 老大 不好意思 我给忘记了 你再等我一会儿 我现在立马过来 挂了电话 她跑到衣帽间 扑子扑子将一堆奢侈品包翻出来 朝着楼下喊保姆 柳姨 快帮我把这些包 都搬到那辆劳斯莱斯库里南SUV里去 保姆来来回回跑了进食堂才搬完 看着堆得满满的汽车后备箱 跟车后座 擦了擦额头的细汗 问 太太 这么多包 你要搬去苏公馆吗 苏燕启动车子 得意地回答 才不是 我这事要废物利用 去干个大事 到了皮特介绍的二手奢侈品回收店 苏燕停车在店门口 皮特站在马路牙子上 咧着嘴盯着车 看见苏燕从劳斯莱斯库里南里下来 直接发出土拨鼠尖叫 我弟乖乖 宝贝 你家到底有多少辆豪车 苏燕评了下细煤 她还真没有数过秦餐叶 究竟有多少辆豪车 只知道玉湖别墅里停了一二十辆 秦氏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里有百来辆 连秦家老宅娜也停了好几十辆她的车 但是这么多豪车 没有一个车咕噜是属于她的 想着想着 就觉得她根本没有必要关心狗男人究竟有多少辆豪车 苏燕直接忽略这个话题 打开后备箱 老大 帮我搬一下包 看见后备箱里的场面 皮特的表情更加震惊 嘴巴越张越大 瞳目结舌道 这么多香奈儿 迪奥 宝格力还都是全新的 你去奢侈品店进货了 宝贝 你这么能花钱 你老公不管你的吗 苏燕弩了弩嘴 以前秦餐业还真不管她怎么花钱 可最近她开始管了 狗男人现在可抠门了 她指着里面的一堆包问 老大 这些包你看看 大概能卖多少钱 皮特打眼攻摸了一下 价值大几百万了吧 你就跟对白菜一样的堆在后备箱 也太不爱惜了 她俯身在后备箱里翻了翻 看了句 还好 没把鳄鱼皮塞里面 苏燕打开后座 指着散落在里面的几只全新的爱马仕道 你说这个吗 后备箱塞不下 我对后座了 皮特觉得自己的下乐即将脱旧 苏燕急用钱 没有选择寄卖服务 直接把包全部出给二手奢侈品店 在皮特的助力下 虽是大部分包比原价损失了两三成 但好在 老板娘非为人愿意高价回收爱马仕 最终谈到了一千万的好价钱 苏燕当即转了五百万给皮特 老大 这是我入股你新工作室的钱 按照之前合同约定 米莉帮我带吃股份 宝贝 你以后就是盛色工作室的大股东了 义将的一些老员工 我会看情况带去盛色 我们从头开始 皮特恨恨地拖了一口 义将工作室刚成立 我就跟着那个王八蛋打拼 结果他不声不响把工作室卖了 没交没带地跑去了国外 老大 往正面想想 这不因火得福 咱们可以自己开工作室了吗 翻身浓奴把歌唱 相比起皮特被迫上梁山的心情 苏燕心潮澎湃 只觉得柳安花明又一村 他才不要在狗男人眼皮底下上班 他要自己开工作室 皮特忽然转了个话题 吐槽道 那个秦氏集团总裁脑子抽抽了吧 烧五千万收购义将工作室 哎 宝贝 你也是富豪 之前那王八蛋还一副共服的样子 让我多关照你 你认不认识那个脑子有问题的秦总 和苏燕正愁 该怎么告诉皮特自己 就是他之前常常八卦的绿帽子秦太太 二手奢侈品店门口的风铃 令令令晃荡起来 店里走进一个表情结傲的中年女人 二手奢侈品店的老板娘 Vivian殷勤的迎上前 陈姐 您来了 可巧了 我们店里刚收了几个全新的爱马仕 我拿给你看看 苏燕视线瞅过去 回过身 巧声问皮特 老大 这个女人不是乔一青的经纪人吗 可能是学服装设计专业缘故 苏燕视觉很敏感 特别会认人 基本看过一次 她就能记住一个人的样貌气质 果然皮特朝她微微点了下头 拉着她悄悄地坐到角落的沙发上 第四十章 小丫头思想真干净 二手奢侈品店的老板娘Vivian 像伺候财神爷一般 给陈爱端茶送水 不到一刻钟 陈爱欢欢喜喜地拎着一只爱马仕 离开的店铺 苏燕认出陈爱拿走的那只爱马仕 是她刚卖给二手奢侈品店的 价值三十多万 不禁诧异地问Vivian 她是帮乔一青买包吗 出手这么阔绰 Vivian做了个大单 心情大好 沏了壶好茶跟他们闲聊 她哪有那么好心 那都是买给她自己的 Peter惊叹 做经纪人这么赚钱吗 眼皮子不眨一下 几分钟就刷卡买个几十万的包 谁知道呢 前些时候 她可是买个香奈儿CF 都要纠结大半天 磨磨叽叽跟我砍价两小时的 最近可能突然发了笔横财了吧 光这个月 她就已经来买了三只爱马仕 Vivian忽然鬼鬼祟祟地凑过头 压低了声音说 哎 我听另外一个经纪人八卦说 这个陈爱可是个狠人 请多关照新人演员乔乔义清 苏彦你没思索了一番 问 发的是这个内容吗 小丫头思想真干净 Vivian捂着嘴 笑得猥琐 继续说 陈爱发的短信内容很简单 就是一串数字 是乔义清酒店房间的门牌号 真的假的 乔义清气质这么高洁 会愿意给整个剧组的男人理发 Peter吃了个大瓜 惊得瞳孔都变得比平时放大了许多 Vivian叹息 是啊 谁能想到号称娱乐圈雪莲花的乔义清 早年为了尚未这么豁得出去呢 不过 这些年据说她被个有钱有势的富豪包养了 这些黑历史也都藏了起来 她现在立的是人素如帘人设 你们说 可不可笑 苏彦沉默不语 脑子里想到之前看见乔义清病例上的堕胎是四次 陷下她肚子里怀的孩子来之不易 她应该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看时间快到三点 苏彦也不再同他们八卦 到了别 开车前往F酒店 到了顾瑶房间门口 苏彦紧握着拳头 深吸了口气 扣响了门 没有人应门 苏彦看了眼门把手上挂着的免打扰牌子 又拿出手机看了下顾瑶发来的短信 确认时间地点都没有问题后 她抬手再次扣了两下门 过了片刻 房间内传来脚步声 她忍不住又深吸了口气 艳艳 顾瑶打开门 看见门口的苏彦 语气惊讶 神情变得局促 见她身上潦草地穿着浴袍 气息紊乱 嗓音沙哑 苏彦下意识地往房间里瞟了一眼 看见一个长发女人穿着浴袍慢悠悠地走进浴室 她认出那女人是顾瑶的经理人Isabelle 顾瑶注意到她的视线 侧身挡住房间里凌乱暧昧的景象 艳艳 你怎么突然来了 苏彦尴尬地微垂着眼帘 轻声说 顾瑶 我短信约了你这个时间来买画的 你忘了吗 那你先忙 我在酒店餐厅内等你 没等顾瑶回复 苏彦转身离开 脚步越走越快 很快躲进了电梯 手指在电梯按钮上急按了几下 待电梯门合上时 她沉沉地呼出一口气 顾瑶眼看着苏彦跟狼碾式的脊步离开 嗓子像被水泥堵住似的 说不出一句挽留的话 突然地关上门 她末地冲进浴室 将正在冲早的Isabelle 赤身裸体地拖拽了出来 两眼星红地吼道 是你做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么做 Isabelle从容地扯下床上的被单 随意裹在身上 对上顾瑶慌乱无措的视线 冷笑一声 我为什么那么做 还不是为了拉你一把 她从床头柜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细烟 点燃后 狠狠地吸了一口 继续说 顾瑶 你这几天接二连三地被各大美术馆拒绝画展 你是真不知道原因 还是假装不知道原因 看了如困兽般的男人一眼 Isabelle上前从背后搂住她的腰 柔声劝说 叶三浦 你清醒一些 你的成功来之不易 秦先生说了 只要你跟她太太保持距离 她就不再封杀你 顾瑶扯开她的手臂 倒在沙发上 抬手捂住自己的脸 身形落寞 Isabelle穿戴好衣物 冷声问一言不发的男人 叶三土 你做好决定了吗 沉沉的男生从顾瑶的指缝间流出来 她在餐厅 你替我去见她 她要什么话就送她什么话 Isabelle眼门离开 房间内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她勾唇冷笑了一声 脚步为座停顿 直指往餐厅方向打 看见迎面走来的女人 苏燕诧异地站起身子 秦太太 抱歉 让您久等了 Isabelle面带微笑 对上苏燕不惑的眼眸 她语气暧昧地说 三土太有些累了 让我来跟您谈满话的是 秦太太 您看中了哪幅画了呢 苏燕总觉得Isabelle黑框眼镜后 对眼睛里闪着不算友好的光芒 虽然她态度谦和 语气客套 可那双眼睛里释放出来的 分明是克制不住的攻击性 苏燕素声道 你好 我想要买一幅 同等或者高于心悦知名度 与价值的叶三土画 Isabelle用汤匙优雅地 搅动着面前的黑咖啡 听见苏燕的话 突然扑刺轻笑了一声 苏燕脸了下眉 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不明白她在笑什么 不悦地压了下唇 Isabelle抬眸直直地 对上苏燕的眼眸 真是双勾人的眼睛 难怪让顾瑶念念不忘 她陪着顾瑶 从积极无名走到今天 可顾瑶眼里心里 却都是眼前这个女人 眸光顿然又多了一丝恨意 她语气不再恭敬 亦有所指的说 秦太太 我还以为您想要的话 是连衣跟雨夜 毕竟 这两幅画对您来说 更有个人意义 不是吗 苏燕放在桌子地上 那双手忍不住收紧 她悄悄将手收到桌下 淡淡道 连衣跟雨夜 顾瑶不是说她不受卖吗 Isabelle审笑一声 顾瑶她只是找不到 丢弃的借口罢了 秦太太 您不如行行好 把这两幅画收回去吧 我们免费将画送给您 我们两个字 她说的又轻易又挑衅 对面不再说话 Isabelle并没有见到 她想象中苏燕被激怒 或者委屈巴巴的神情 心里乍然觉得奇怪 这个女人 为什么还是这般淡然的神情 秦太太 Isabelle唤了声 一言不发的苏燕 问我听着呢 苏燕平淡地应了一声 转头朝八台处 喊了一声 服务员 给我榨一杯橙汁 没过几分钟 橙汁被送了过来 苏燕就捉吸管 瞬息了几口 今天却要跟她的新女友 上演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的闹剧 只是眼前这个女人想闹 她却不想陪 Isabelle起唇 刚要再次开口 苏燕突然打断她 感叹了一句 真酸 Isabelle嘴巴一顿 面上有些难堪 苏燕朝她扯了个 寓意深长的笑脸 用手指了指手里的杯子 哦 我说 橙汁真酸 Isabelle雨夜 等了几分钟 见Isabelle终于消停下来 只是眼神不友好的拒着她 苏 燕悠悠然然地开口 这两幅画现在就在我车里 秦太太 您随我去拿吧 到了地下车库 苏燕接过两幅画 刚准备离开 身后的Isabelle又突然开口 秦太太 连衣的故事你一定很清楚 可雨夜的故事 你应该不知道内情吧 第四十一章人生三催服务 苏燕顿下脚步 转身正视着Isabelle 她心里清楚 这个女人不安好心 可是她太想知道真相了 Isabelle缓步走到苏燕跟前 唇角勾着一个讽刺又轻蔑地笑 不急不缓地说 以顾瑶的家境 去法国留学学会画 简直是天方夜谭 你猜她是怎么去的法国 呵呵呵 那一晚 她怎么会带你走呢 秦太太 你跟远大前程之间 顾瑶她永远都会选择后者 她说着话 静止从苏燕身侧掠过 没一会儿就消失在苏燕的视线里 寂静幽暗的地下停车场 回荡着高跟鞋 躲躲躲的声音 以及她最后说的那句话 那一夜 顾瑶她用你们的爱情 向你父亲换了一大笔钱 苏燕呆愣愣地坐在车里 副驾驶上犯着两幅画 她的耳边不停地回放着 她用你们的爱情 向你父亲换了一大笔钱 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吸了下来 她终于知道了 顾瑶那天没有来车站原因 是那么意料之外 又是那么情理之中 这一年 她的脑子里面有过无数个设想 每当划过这个念头的时候 她就立马替顾瑶找无数个借口 她不是对顾瑶有太多的期待 她只是无法接受 自己是被使弃的 苏燕埋头趴在方向盘上 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那段清澈的初恋 或许从来不是她想象中的那般干净 那些她自以为美好的回忆 不过是她逃避现实的借口罢了 砰 她将雨夜丢出车窗外 启动汽车 毫不犹豫地碾过这幅画 一礼走进总裁办公室 公身汇报 秦总 刚刚那个女人打电话来说 事情已经办好了 秦菜叶打开抽屉 拿出一份文件夹 里面是一堆合照 她眯着狭长的眼眸扫过一张张合照 照片上的苏燕 笑得真甜 这样的笑容她几乎没有看到过 她疏忽吃笑了声 私奔逃婚 还真像是她会干出来的事 那么幼稚 那么大胆 不计后果又一厢情愿 想到她这些乖张的行为 都是为了逃离她 眸光逐渐深了下来 她烦躁地将文件夹丢给易里 冷声吩咐 丢到碎纸机里 阿T 苏燕揉了揉鼻子 感觉背后突然凉嗖嗖的 苏小姐 不好意思 律所茶水间还在装修 没法给你泡咖啡 没事 我也不喝咖啡 麻烦你给我杯水 刘秘书递给苏燕一杯水 趁机又凑近亏了她两眼 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是俊 眼睛乌溜溜的 皮肤又白又嫩 说话软软糯糯 待人皆无又礼貌 上午那个跟她真实不能比 八卦之心再也按捺不住 索性搬了把椅子坐在她跟前问 苏小姐 你是我们林律师的女朋友吗 苏燕嘴里的水 差点喷出来 咳嗽了几声 慌忙解释说 赶紧把你追到手 嗨嗨嗨 苏燕后悔接下这杯水 现在把她呛得不轻 面前的这个阿姨 可真是爱乱配对 姻缘庙里的月老 都得起来让她坐下 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 她刚想开口解释清楚 林书琪从办公室走出来 满脸歉意地说 苏燕 不好意思 案子情况比较复杂 电话久了些 让你久等了 苏燕起身在刘秘书 充满探究的眼神下 跟着林书琪走进办公室 哈哈 林律师 你的秘书很热心啊 林书琪无奈地笑了笑 刘秘书绰号刘三催 你别介意 刘三催 嗯 催单身人士谈恋爱 催未婚人士去结婚 催已婚人士生娃 绰号刘三催 专业提供人生三催服务 苏燕忍不住笑出声 林律师 那你可得加油 不然每天被催 也是挺有压力 她是明媚倾城的长相 笑起来的时候 更是会让人觉得 阳光都灿烂了几分 林书琪看着她嘴角的 两个梨窝 一时间湿了神 下意识地点头应了一声 嗯 我得加油 苏燕将画地上 林律师 这幅画是叶三土的连依 连依 不是说叶三土不售卖这幅画吗 林书琪接过画 仔细观摩了一会儿 摇头感叹 艺术品可真是难懂 听说这幅画 叶三土画的是她初恋 我是一点也看不出 这朦朦胧胧的连个人影都看不出 苏燕上前将画转了个方向 林律师 你换个方向看 林书琪脸上露出豁然开朗的表情 这是女人的背影吗 又指着画下半部分问 这腰上的是什么 是翅膀吗 是蝴蝶 一对蝴蝶 苏燕撇开脸 不再看这幅画 扯了的笑脸问 林律师 我是否可以用这幅连依换你手上的星月 林书琪转身从架子上取下一幅画递给苏燕 见她如是重负递接了过去 她好奇地问 苏燕 这幅星月对你很重要吗 其实倒不是对我很重要 只是我先生要用这幅画送人 乌兹 隔壁传来电钻声 盖住了苏燕说的后半句话 林书琪起身将办公室门关上 抱歉 这里赶着装修收尾 比较吵 月底我律所开业酒会 苏燕 你有空来吗 当然 苏燕看了眼手里的话 笑容灿烂 林律师 谢谢你愿意把话换给我 律所开业那天我一定来恭喜你 咚咚 门外传来敲门声 刘秘书苦着脸站在门口 对着林书琪闷闷道 林律师 你那的学妹又来了 刘秘书话音未落 沈宇竹手里拎着两杯咖啡 自说自话地走了进来 林师兄 你咖啡喝的是double espresso 我记得不错吧 在看见苏燕的一瞬间 沈宇竹唇角的笑容骤然将在那里 很快她重新拉扯唇角上扬 皮笑肉不笑 苏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借苏燕十个狗胆 她也不敢再扮演林书琪的女朋友 将手里的话抱在胸前 跟小学生汇报班主任时的回答 沈小姐 你好 我只是来拿话的 你可千万别误会 苏燕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又悄悄跟林书琪拉开了些距离 沈宇竹轻车熟路地走到办公桌前 抽了两张纸巾垫在桌子上 然后将手里的咖啡放上去 姿态端的仿佛她是这个律所的女主人 林书琪的眉头逐渐猝起 语气竖利地说 沈宇竹 你怎么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沈宇竹对她居然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并不在意 声音温柔说 林师兄 上午我来的时候 没有买你的那份 这是在下逐客令 苏燕了然 很识相地说 没关系 我本来就不喝咖啡 我还有事 那就先走了 说完转身就走 因为脚步匆忙 走到门口的时候 高跟鞋还扭了一下 她忙跌了下松了的鞋 蒙头快不离开 刘秘书见她走错方向 急忙喊 苏小姐走错了 出口在右边 那边 看着她慌不择路的样子 林书琪抬手掩了下唇角的笑意 目光直到她的背影消失 才收回来 视线扫向沈宇竹的时 眼底笑意陡然消失 苏燕坐进车里 将星月放置在副驾驶位上 拍了拍胸脯 鸡飞狗跳地折腾了一下午 总算拿到话了 还没有喘几口气 看见不远处 路边停了一样黑色家常林肯 看着车牌号 是她爸爸的车 苏立生跟一个年岁 跟她差不多大的男人一同下了车 苏燕认出那个男人 是爸爸以前的战友高光正 现在是政府某部门的一把手 第42章要绿一起绿 爸爸 高伯伯 苏立生惊讶地看着 突然出现的苏燕 周边没有什么购物消费场所 这附近不是政府大楼 就是各律所 她不安地猝起眉心 燕燕 你怎么在这 你是去律所找律师了吗 意识到爸爸想歪了 苏燕忙解释说 我是来找朋友玩的 爸爸 你别多想 小心血压又高了 二闺女真是越长越水灵了 老苏 你好福气啊 哈哈 高光正爽朗地笑了几声 扭头语重心长地对着苏燕道 小丫头 以后受了委屈 别憋着 别让你爸爸心疼 苏燕听不太懂高光正话里的意思 却也乖巧地点了点头 高光正拍了拍苏立生的肩膀 放心吧 老苏 这事情包在我身上 你闺女就是我闺女 咱们还能让孩子被人欺负了不成 苏立生反手摸了下苏燕的头 声音低沉且温柔 燕燕 快谢谢高伯伯 苏燕满头雾水 也不敢多问 只管听爸爸的话向高光正道谢 谢谢高伯伯 暮色将至 苏燕开车回到玉湖别墅 早上秦灿燕开走的那辆兵力 已经停在地下车库 苏燕走到门口 踢到脚上的高跟鞋 喊了声 手里太重了 柳姨 帮我接一下东西 沙发上的秦灿燕 扭头看了眼镜门的苏燕目光 从她右手拽着的画 扫到左手拽着的礼盒 你不是说燕窝就是燕子的口水 不吃燕窝 今天怎么买这么多燕窝回来 苏燕将手里的燕窝礼盒递给保姆 把画放在门口柜子上 不是我买的 是我爸爸送给你妈的礼物 让我们烧去老宅 秦灿燕问 我妈去找过你爸爸了 苏燕愣住 实在不明白自己说的话里 哪个字表达的意思是 沈月只去找了苏力生 秦灿燕见她一幅云里雾里的样子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苏燕今天穿着条 刚到膝盖的散型半裙 小馒头式的膝盖若隐若现 腻白的小腿又膝又直 想到就是他们影响了她昨晚起诉 秦灿燕抬脚朝着 经过她面前的嫩白膝盖轻轻一勾 苏燕吸弯出一马 半跪着扑到她身上 后背多了一只大手 压得她起步来身 耳边响起低沉又沙哑的声音 对着行车记录仪 数过多少次了吗 视线瞅到保姆 尴尬地躲到厨房里去了 红韵从脖梗处蔓延到耳后 苏燕羞愤地捶了下她的胸 撕了一声 好痛 狗男人肌肉练得那么硬 把她手都给垂腾了 肩膀震动了几下 没有挣脱开 感觉背上的力道又重了些 压得她的胸脯 被迫紧紧地贴在她滚烫的胸前 她身体好似被垫了一下 浑身一机灵 心脏突然间扑通扑通地 剧烈跳动起来 苏燕咬了下唇 休脑地教训她 秦灿燕 你正经点 啪 火烧火燎的感觉从臀部弥散开 苏燕脸色顿红 背惊得说不出话 男人却格外正经地提醒她 怕我身上像什么样子 快起来 苏燕 这男人 真是狗咬狗 呸呸 又不小心把自己给骂进去了 换了身抹茶绿的公主裙 来搭配云太太送的祖母绿项链 打开首饰匣子的时候 看见夜三土的画展门票 苏燕只争了一秒 毫不犹豫地拿出门票丢进垃圾桶 抬头见秦灿燕 换了身浅灰色西装 正在拿领带 苏燕蹬蹬跑到她身侧 我来帮你选一条领带 在柜子里挑了一会儿 拿出一条暗绿色底的领带递给她 秦灿燕眉心跳了一下 嫌弃地说 绿的 苏燕挑着细眉 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服 语气坚决 要绿 一起绿 幼稚 眸光划过不远处的垃圾桶 秦灿燕看了她一眼 抬起夏乐 你给我寄 真懒 苏燕抬起她的领子 将领带轻轻地绕过她的脖子 慢条丝里地寄起来 秦灿燕垂眸就能看见她不情不愿的脸 嘴唇去的像颗烟红的樱桃 微凉的手指偶尔触碰到她的皮肤 她喉结动了动 苏燕感觉她的眼神越发炽热 喷出的呼吸里裹挟着沉沉的欲望 以为她又要说什么不正经的话 抬眸先逆了她一眼 以示警告 秦灿燕深邃狭长的眼眸又凝了 她几秒 喉咙里滚出一句话 苏燕 我的手机号码 你被出来了吗 苏燕咋舌 这还不如让她说些不正经的话 秦灿燕 你玩真的 是真打算让我用三种方式被你的电话号码 正着背 倒着背 用外语背 你不是开玩笑啊 秦灿燕坐到沙发上 长腿慵懒地交叠出二郎腿 手臂随意地搭在沙发背上 深邃的目光落在苏燕身上 沉声吐出两个字 背吧 苏燕脑海里腰瘦两个字像跑马灯一样开始闪 伸出右掌心做了个暂停手势 跟她打了个商量 秋豆麻袋 你让我再温习一遍 说完 她赶紧掏出手机 从通讯录里翻出她的手机号 小嘴像小孩子被课文似的咕嘟咕嘟 过了十分钟 男人松了松领带 不耐烦地瞅着她 苏燕 你这是要温习几遍 别催 别催 我现在就背 苏燕一口气背出一串数字 在背到第十一个数字七分的时候 见秦灿燕冷着脸 她心里一慌 最后一个数字难道不是七吗 她试探地说 是不是八 得不到回应 她继续猜 九 十 秦灿燕咬牙 谁的手机号码是十二位数字的 苏燕反应过来 忙说 抱歉 嘴瓢了 那难道十一 那二 三 四 五 六 眼看着秦灿燕的视线越来越冷 苏燕脑子灵光一闪 急忙说 我知道了 是零 对不对 秦灿燕沉沉地吐出一口气 抬手揉了下太阳穴 沉声道 十七 苏燕拍了拍胸脯 多着嘴抱怨 老公 你吓死我了 小脸 眸光落在她微多的嘴唇上 语气柔和了些 换第二个方式背吧 好嘞 苏燕黑黑笑了一声 噼里啪啦道 一 三 一 二 零 切 一 鹿 拨 三 切 秦灿燕瞠目 额头跳了好几下 问 这是哪国的语言 苏燕挺胸杨头 骄傲地回答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江州话 秦灿燕 看着她满脸的黑线 苏燕格外认真说 老公 你从小在任国读书生活 看着她鬼机灵的样子 无奈地问 苏燕 你后面不会打算给我 用倒立的姿势 背我的手机号码吧 你怎么知道的 苏燕撩起裙摆 挪不到她跟前 侧身坐在沙发上 抹着她 老公 你看我现在穿着裙子 也不方便倒立 第三种方式 倒着被电话号码 那就算了吧 好不好 她声音打得很 双手扯着她的袖子 纤细的腰肢 不安分地左右摇摆 像只撒娇的小狐狸 秦灿燕心里 顿时涌上一种别样感觉 伸手在她腰上揉捏了一把 加了些许臂力 把她拉坐到怀里 苏燕身子一僵 知道她定是要做不正经的事 快速把双腿并拢 抬手抵住她的肩膀 可她那点力气 就跟欲聚还迎似的 秦灿燕只感觉多了些情趣 一把将她抱起来 转了个角度 从后环抱住她 胸膛紧贴着她的后背 让她跨坐在她的腿上 下巴抵扣在她的肩窝处 在她耳边压着嗓子道 小妖精 那你再喊我一声 求求我 苏燕披头盖脸的红了起来 卧室里的温度渐渐攀升 突然 秦灿燕的手机不时向地响了起来 苏燕趁机从她怀里挣脱出来 跑到化妆镜前一看 口红全被蹭掉了 她回头递了始作俑者一眼 却看她脸色灰暗地听着手机 周身散发着低沉的气息 不久 秦灿燕挂了电话 对着苏燕交代 我先去处理点事 刚巧保姆从外面走回来 手里拿着把湿漉漉的伞 跟一个大信封 太太 刚才保安送了这封信过来 说是有人送到小区门卫的 指明要交给秦氏集团的总裁太太 苏燕接过信封 摸了一下 手感很厚实 拆开一看 里面是一大叠照片 她只瞅了一眼 立马把照片塞回信封里 重新把信封合了个严实 保姆见她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凝重 温声问 太太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事 苏燕脸色发白 缓了口气 指着门口柜子上的话说 柳姨 帮我把这幅画拿到那辆红色的保时捷车里去 车开到玉湖别墅小区门口 苏燕给几个门卫递了几瓶银辣 柔声问 刚才是谁给我送的信 保安恭敬地回答 秦太太 那人没有留下姓名 苏燕想了想 问 能把监控照片发给我吗 好的 秦太太 您稍等 苏燕拧眉看着保安发给她的照片 照片里的人穿着雨衣 看着身形像是个女人 可戴着口罩 完全看不清正脸 保安 下次有人来门卫送东西 麻烦给我打个电话 我亲自来拿 夏末秋初正是秋雨绵绵的时候 这几日经常一到晚上就下雨 云总夫妇的新居在一个大平层高档小区里 地处江州市中心 这是工作日的晚上又是雨天 市区的道路很拥堵 苏燕一会踩油门 一会踩刹车 一小段路 开开停停了一个小时 心情越发烦躁 路口的红灯有些长 他抬手拿起副驾驶座上的信封 抽出信封里的一叠照片 仔细查看着一张张照片 眉头越粗越紧 最后一张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字 苏燕紧咬着唇绊 盯着上面的内容 嘟嘟嘟 身后传来一阵汽车鸣笛声 苏燕抬眸一看 红灯已经换成绿灯 他赶紧踩了脚油门 慌忙间手里的一叠照片洒落了下来 他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侧身撿照片 前面白色车子突然急刹车 他没有反应过来及时减速 车子碰得撞了上去 苏燕忙把车停到路边 打了个双闪 下车查看情况 前车也是辆保时捷卡验 跟他开的车刚好是同款不同色 他俯身查看了一下 还好 撞得不算严重 拿出手机拍了几张事故照片 等了一会儿 白色保时捷车里的人却一直没有下来 苏燕有些气愤地走上前 咚咚敲了下车窗 车窗缓缓降下来 车里的男人正在讲电话 他干咳了几声表达不满 男人对着电话那头说 行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他放下手机 侧眸看向窗外 看见萌萌细语中纤细笔直的女人 哑声道 苏燕 苏燕没有想到他追尾撞击的是林书琪的车 尴尬一笑来化解尴尬 林律师 这么巧 林书琪赶紧拿着把伞下车 将伞直到苏燕头顶 事先在他身上仔细寻了一番 苏燕 你没有受伤吧 林律师 我没有受伤 确认他没有问题后 林书琪才俯身看了眼两辆车寡蹭的地方 抱歉 苏燕 刚路上突然穿过一辆自行车 我刹车踩得有些急 明明是他没有留安全距离 林书琪去跟他道歉 苏燕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 林律师 是我追尾了 我的责任 苏燕话没有说完 林书琪手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苏燕连忙说 林律师 我已经拍好事故照片了 我们正常走保险就行 你有事就先走吧 林书琪犹悦了几秒 看了眼手里的手机 点了下头 将手里的伞递给苏燕 柔声道 别淋雨 没走几步 转身又不放心地叮嘱了句 苏燕 你开车注意安全 苏燕收射下散落在车里的照片 将照片塞回信封 重重地叹了口气 把信封塞到汽车储物柜里 再次启动车子 他开得格外小心翼翼 又过了两个路口 汽车驶入云总夫妇的小区 林书削开门 看见苏燕脖子上 带着她送的祖母绿项链 心情大好 结果苏燕手上的 叶三土成名画作 星月 更是喜不自禁 热情地招呼苏燕进屋 给她介绍屋里的朋友 苏燕 这个也是我们一带的校友 你瞧瞧 你能认出是谁不 苏燕抬眸看着眼前 跟林书霄差不多年纪的女人 认出是国内知名服装设计师 许巍威 神情变得又激动又兴奋 连带着音色都颤动了起来 认识 认识 这也是挂在学校名人墙上的人 我结婚时候的婚纱 也是您设计的 许巍威 朝林书霄笑了声 学校墙上用的是 我二十年前的照片了 没想到还能被人认出来 看来我保养得不错 苏燕芒说 您看着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听了这话 许巍威笑得更开心 小学妹嘴那么甜 我得送你条漂亮裙子 过些日子 我开服装发布会 你也来看看 看中哪条裙子直说 学姐送给你 正说这话 林书霄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完电话 她撇着唇说 原本是我弟弟 来给我当大厨满锅的 她突然工作上有急事 不能过来了 看来只能抓着你们两个 跟我一起做饭了 苏燕厨艺太差 林书霄在看见 她把鸡蛋煎户后 把她打发去做 没一点技术含量的沙拉 林书霄一边煎着牛排 一边跟许巍威闲聊 巍威 你的服装发布会 邀请女明星乔义清了吗 听见乔义清三个字 苏燕扮沙拉的手一顿 耳朵支棱了起来 许巍威道 邀请了 国内几个流量高的 年轻艺人都邀请了 怎么了 林书肖正声道 赶紧撤回邀请吧 乔义清出事了 两个小时前 刚被上面请进去喝茶 她轻压着声音继续说 她出的事可不小 偷睡漏睡 听说数额高达上亿 偷睡漏睡 最近国家正眼打这个问题 她这是顶峰作案啊 已经坐实了吗 我家老云的同学 在税务局工作 她说乔义清这个事 是上面亲自下领严查的 徐薇薇听完 连忙擦下手 走去客厅给助理打电话 苏燕 你跟秦总牛排 分别是吃鸡成熟的 林书肖没有听见 身后有回应 扭头又唤了几声 苏燕 苏燕 苏燕回过神 哦 我吃七分熟 脑子里浮现秦菜叶 经常吃半生 不熟血淋淋牛排的画面 她嫌弃的撇撇嘴 她吃的应该是三分熟 林书肖俏皮的笑了声 哈哈 你跟秦总还真有默契 夹起来刚好是十分熟 苏燕尬主 这算什么默契 她跟秦菜叶两个人 就根本吃不到一块去 刚好门铃声响起 苏燕主动去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树百合花 传入耳窝的是一道叉声 你怎么在这 第四十四章 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门口站着的神宇竹怀里 抱着一大树香味扑鼻的百合 脸上的笑容 在看见苏燕时骤然消失 眼神中闪过嫉妒和忧怨 苏燕 是谁来了 林书肖走到门口 看见神宇竹的瞬间愣了一下 问 请问你是 神宇竹重新挂上笑脸 自来熟的说 你好 我是林书七A大法学院的学妹 之前学校活动的时候 我们有见过的 您还记得我吗 听说姐姐您今天温居 我特地来祝贺下 听到神宇竹的话 苏燕才反应过来 暗暗比赦下自己的猪脑子 一个叫林书肖 一个叫林书琪 这一听就是詹青带过的名字 她居然没有想到两人是姐弟 哦 是小七的学妹 进来吧 林书肖接过百合花 转头对着苏燕笑着说 你是我的学妹 这位是我弟弟的学妹 敢巧了 今天成同学会了 听见林书肖的话 神宇竹看苏燕的目光友善了些 语气也少了点攻击性 原来苏小姐是林姐姐的学妹 侧头往客厅方向瞄了眼 撞死随意地问 林姐姐 请问 林师兄不在吗 林书肖若有所误地看了 沈宇竹一眼 客气地招呼她进屋 小七她接了个紧急案子 放了我们鸽子 沈学妹你进屋吧 和我们一道用个晚饭 听见林书骑步来 沈宇竹眸光里透着些许失落 看见苏燕跟林书肖身上的围裙 她熟忍地直接往厨房里走 林姐姐 我帮你做饭 沈宇竹一来 厨房里就更不需要苏燕了 苏燕乐得清闲 坐在客厅沙发上刷新闻 她有目的地去找乔义清相关的新闻 却找不到与乔义清偷税漏税有关的内容 她猜想应该是秦菜叶动用超能力 把事情压了下来 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苏燕醋眉看了眼内容 是秦菜叶说她晚上不来了 苏燕知道秦菜叶今晚处理的急事 一定跟乔义清有关 上亿的税款 她掰了下手指头 个十百千 她忧愿地看着九个手指头 九位数对于秦菜叶来说不过是洒洒水 可她却在为勒索性上要的 区区一千万发愁 苏燕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 难道她要开始变卖珠宝了吗 她怎么混得这么惨 沈宇竹很会活跃气氛 餐桌上欢声笑语 苏燕却食不知味 她一直心不在焉 她脑子里一会想那封勒索性 一会想到那九位数的税款 吃完饭就草草告了别 直到开车回家 苏燕的状态一直都是稀里糊涂的 结果开车进玉湖别墅车库的时候 浑浑噩噩噩的她又不小心 把秦菜叶心爱的兰博金妮给蹭了 长长地呼出口气 好在秦菜叶还没有回家 不然指不定又要被她当场数落几句 苏燕泡了个澡 躺在床上看狗血公斗剧 几天没看剧 宫里又多了好几个孩子 狗皇帝真是了不起 已经快凌晨一点 秦菜叶还没有回来 苏燕实在是困得不行 眼皮子只打架 也不再七想八想 只想睡觉 头一沾到枕头 她就进入了梦乡 梦里她正蹲在地上 吭噬吭噬剪钱 突然身体一清 飘到了空中 眼看着离地上的钱越来越远 她着急地扑腾着身子 迷迷糊糊间 听见一个低沉的男生 苏燕 你别乱动 感觉有人撸了下她的脑袋 又翻了下她的后背 然后捏了几下她的肩膀 紧接着把她的手臂跟腿摸了个遍 像是在检查零件是否完整 她一把暗主揉捏着她腰腹的手 嘟嘟囔囔抱怨 痒 突然眼前一亮 她抬手遮住眼睛 适应了一会儿才缓缓睁开双眼 看见秦灿叶半坐在床上 而她正躺在她腿上 抬眼看得下墙上的时钟 都凌晨三点了 这个男人才回来吗 这么晚不睡觉 又要折腾什么 苏燕 你感觉身上哪里疼 男人沉声问 苏燕脸色顿红 支支吾吾道 我 我 我那儿还疼着呢 最近你别碰我 她模样娇羞 脸上泛着红霞 连带着脖梗跟锁骨都透着粉色 秦灿叶煞事看得愣住 突然生出了些隐隐的心思 漆黑的眼睛里 逐渐浮现出灼灼的光 这个眼神苏燕太过熟悉 她赶紧绊坐起来 将被子往身上拉了下 把身体严严实实地盖住 狗男人 这一副每日都吃不饱的样子 她这个小身板哪里吃得消 不过她的确也有事要去求她 苏燕记得米莉说的话 男人在那世上满足后 是很好说话的 她秀眉纠结了几秒 撅了撅嘴 整张脸都红了起来 支支吾吾地说 要不 我 我给你按摩下 声音慢慢地低下来 说到最后 音量小的跟蚊子在嗡嗡嗡一般 秦灿叶不说话 只是眸色深沉地盯着她 目光直直落在她嘟着的红唇上 感觉到她眼睛盯着的位置 苏燕羞愤恼怒 身子往后缩了缩 抬手遮住自己的嘴唇 秦灿叶 你想得美 我才不要 想了想 又觉得气急 狗男人真是敢想 抬脚毫不客气地踹了她一脚 许是她柔韧性太好 也可能是她生气下力气用得多了些 这一脚抬的角度有些高 竟然直接踹到了秦灿叶的一侧脸上 啪嗒一声 在寂静的卧室里是那么的清脆 一瞬间两个人都睁愣住 眼看着她脸色瞬间低沉了下来 苏燕结结巴巴地说 老公 我 我 话音未落 嘴唇被堵住 呼吸被夺落去 过了许久 苏燕软绵绵地躺在秦灿叶的怀里 手指在她硬邦邦的胸肌上画着小圈圈 感觉她心情还不错 苏燕试探喊了一声 老公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那等成熟了再说 苏燕雨夜 狗男人 翻了个身 气呼呼地缩进被子里 秦灿叶撩开被子 看着她气得敏得紧紧的唇 轻笑了一声 说 放吧 狗男人 狗嘴里吐不出根象牙 苏燕顾不上跟她计较 支着脑袋 看着她线条分明的下额线 柔声细语地说 老公 我能不能预支五年的工资 一共六百万 我给你打个折 你只要给我五百万就行 咱们互利互惠 合作双赢 她想了一个晚上 只要秦灿叶愿意预支给她五百万 加上她今天卖包剩个五百万 那就刚好凑够一千万 秦灿叶垂眸看着她咕噜咕噜转的眼珠子 薄唇清起 你又想买什么包 想买什么发给义里就是 老公 我想要现金 我手里没有现金 没有安全感 苏燕胡周了个借口 秦灿叶滴嘀了几声 侧过身体搂住她的腰 垂头凑到她耳边 慈性的嗓音寻寻道 苏燕 你替我生个孩子 我给你十个亿现金 苏燕浑身一惊 猛地从她怀里翻出来 跟被烫了一嘴似的 说话都不利索 生 生什么孩子 我 我不要 秦灿叶的脸色刹那间肃目了下来 这是苏燕从未见过的言句 深邃的眉眼透着冷力 无声无息地望着她 苏燕一下子被睁住 眼睛泛着红 活脱脱像只受了惊的小兔子 不敢再说一个字 巴搭 灯被关闭 卧室陷入一片漆黑 男人低沉的嗓音吐出两个字 睡觉 苏燕一晚上坦坦特特 直到后半夜 才困得撑不住了陷入梦境 梦里秦灿叶变成了 狗血宫斗剧中的狗皇帝 苏燕坐着她旁边 下面坐了一排阴阴阴阴 脚下趴着百八十个 咿咿呀呀的孩子 她忍不住地抖了抖 黑暗中 身侧的人叹了口气 在她身上安抚地拍了拍 苏燕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身上像是从水里捞出的一样 竟是做梦做得出了一身冷汗 床她另外一侧空落落 她半眯着眼 直着身子看向墙上的时钟 时间显示六点 才六点 秦灿叶就起床离开了 她对乔义清的事情 还真是上心 苏燕翻了个身 哼 她才不要生孩子 谁爱生谁去生 手机响了起来 苏燕拿出来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心中诧异 谁那么早给她打电话 她按了接通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女人冷冷的声音 早上好啊 秦太太 昨天我送到门卫娜的照片 您收到了吧 第四十五章 还挺会打情骂俏 虽然能听出电话那头 是女人的声音 但是声音明显是经过了处理 听起来奇奇怪怪 像女机器人似的 无法听出她真实的音色 苏燕从床上坐起来 绷直后击鼓 速声问 你到底是谁 秦太太 三天后 把一千万现金 放到我指定的位置 我没有一千万 苏燕沉声道 电话那头 像是听了的天大的笑话 笑了许久才停下来 语气立了几分 你是堂堂的苏家二小姐 你老公是情事集团的总裁 你会拿不出一千万 你骗鬼呢 苏燕沉了口气 商量着说 那你多别我几天时间 让我筹钱 对面语气不容商量 三天 只有三天 到时间如果我没有拿到钱 我就把照片公布到网上 话音刚落 电话就被挂断 苏燕呆呆地坐在床上 翻出手机中的一个号码 手指悬在屏幕上许久 终究没有按下拨打按钮 她下了床 从放珠宝的柜子里 翻出一颗 伍克拉的离心粉钻 这颗粉钻 是她二十岁生日的时候 爸爸送给她的 当时的价值是五百万 橙色好的粉钻极其罕见 珠宝商一定愿意收 苏燕潦草地化了个妆 换了身衣服 走下楼 意外的 司机恭恭敬敬地站在客厅里 太太 您要出门吗 我送您 苏燕愣了一瞬 问 你今天怎么没有送先生去上班 司机回答 太太 先生今天是自己开车出门的 呵 狗男人 连司机都不带 定是去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苏燕拎着包的右手紧了一下 细眉皱起 淡淡地说 小李 那你今天休息吧 我也不用你开车 说着 自顾自地往车库走去 没有在意司机又在他身后说了些什么 没过几分钟 苏燕蹬蹬蹬地跑回了客厅 上期不接下期地问 小李 车库的近二十辆车呢 怎么都不见了 太太 今天一大早 先生安排人把车都拖到 秦氏集团的地下停车场去了 苏燕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狗男人 真抠 现在是连豪车都不给他用了吗 操起手机给秦餐叶打来的电话 电话是义里接的 太太 秦总正在忙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赶紧让他听电话 赶紧让他听电话 苏燕愤愤地扯着嗓子 连续喊了三声 太太带人说话一向礼貌 义里还是第一次听见 他这般暴躁的吼叫 拿着手机走进会议室 秦总 是太太的电话 听着很着急 还有 刚才送医生来电话 他已经获取到了检测物 秦餐叶轻点了下头 接过手机 对着电话那头 慢条思理地喂了一声 秦餐叶 是我 苏燕 相比起他温吞吞的语气 苏燕就显得很沉不住气 嗯 苏燕 怎么了 你又有什么不成熟的小建议 苏燕牙齿咔嚓磨了两下 狗男人又拿他说过的话笑话他 秦餐叶 玉湖别墅车库里的二十辆车呢 你都让人开到秦氏集团的地下停车场去了吗 一辆也不给我留 不是留了辆黄色的给你用 你没有看见吗 你把法拉利留下来了吗 苏燕转身跑回车库 四下张望 并没有看见什么黄色的车 对着电话那头问 车在哪呢 西北角 靠墙 苏燕顺着秦餐叶说的方向看过去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西北角 靠墙放着一辆成人滑板车 这是苏燕闲着无聊买来在小区里滑着玩的 夏天的傍晚 他常常领着小区里一帮熊孩子玩滑板车 跟大鸭子带着一群小鸭子鸭马路似的 拉风的不得了 但也没少被秦餐叶吐槽幼稚 狗男人 他距离力争道 秦餐叶 那辆阿斯顿马丁你已经给我了 你没有全力开走 阿丁一个礼拜 得到想要的回复 他语气带着哄 苏燕 你乖一点 一个礼拜后 在自己开车 秦菜叶将手机递回给易里 交代道 这个礼拜让司机接送太太 说完 对着会议室里 秦氏集团的几个总监清点了下额 继续开会 公关部总监正听的起劲 没有想到工作中冷峻的秦总私下是这样的 还挺会打情骂俏 旁边法务部总监轻蹭了下他的胳膊肘 轻声提醒 道你汇报了 公关部总监猛的回过神 赶紧起身汇报 秦总 我们公关部昨天已经把相关消息都压了下来 今天会再放出一批流量明星的绯闻来转移公众注意力 苏燕觉得好噎 愤愤地挂了电话 感觉火气从上窜到下 烧得他头顶都要冒烟 生气地在地上蹦好几下 司机淡定地在一旁站着 看着太太终于蹦累了歇了下来 才轻声开口说 太太您要去哪里 握耳握就停在院子里 我开车送您 苏燕原本是打算去珠宝交易中心的 这总不能让司机知道自己去变卖珠宝吧 只能垮着脸 有气无力地到 去苏公馆 到了苏公馆 管家听说苏燕是回来拿车的 诧异地说 二小姐 二姑爷今早派人把你结婚前开的那辆奔驰开走了 你不知道吗 苏燕 苏立生刚好沉练回来 看见苏燕站在门口跟管家说话 柔声问 燕燕 大清早你怎么回来了 昨天晚上菜燕没有为难你吧 苏燕欲酷无泪 狗男人昨天晚上没有为难他 但今天早上为难他了 却也不敢让爸爸担心 盲扯了的笑脸 骄俏地说 爸爸 你又多小啊 我听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我回来看看他 嗯 你姐姐最近肠胃不太舒服 精神也不大好 他这会儿还没有起来 苏立生将手里的太极箭递给管家 转头对着苏燕说 燕燕 你吃早饭没有 进屋陪我吃些东西 苏家人都爱吃中式点心 苏公馆有专门的面点厨子 早餐有小笼包 蒸饺 水煎包 煎饼等 都是苏燕爱吃的 可苏燕心里藏着是 面对一桌子美食却食不知味 眼睛不时地往楼上姐姐卧室的方向飘 楼梯口传来踢踢踏踏的声音 苏燕忙低头拿了块煎饼 苏燕走下楼 目光跨过全情投入啃着煎饼的苏燕 对着苏立生道 爸爸 我上午去趟医院 下午再去公司 苏立生担忧地看着大女儿 温盛问 练练 你胃还是不舒服吗 你之前应酬太多了 该是搞坏肠胃了 今天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先吃点早饭吧 苏燕一手掩在鼻子下方 声音闷沉沉地说 爸爸 我不吃了 我赶着去医院挂号做检查 苏立生像是才反应过来 忙说 对 对 做肠胃检查需要空腹 那你快去吧 苏燕轻点了下头 转身离开 餐桌边的苏燕急急扯了两张纸巾抹了下嘴 站起来追上她 喊着 姐姐 你等等我 我也要去医院查复科 正好让司机送我们两个人一块去 苏燕脚步一顿 没有拒绝 第46章 秦菜叶的媳妇 车里很安静 苏燕面无表情坐着 一旁的苏燕几次想张口说话 又咽了回去 到了医院 苏燕亦不亦去地跟着姐姐 苏燕也索性不管这个小尾巴 这家医院妇幼科的号一直都是很抢手的 挂好窗口的工作人员道 你好 今天妇幼科主任医生的号已经没有了 苏燕倾出了下额头 问 是妇幼科的宋天医生吗 对 是她 苏燕想了想 对着苏燕说 姐姐 你在这边等一下 宋天是秦菜叶的朋友 我去找她刷个脸 求她加个号 说吧 她拿着救诊卡往妇幼科方向赶 刚到附近 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诊疗室里走了出来 一路往病房方向走 苏燕眯着眼睛分辨了几秒 认出是乔一清的经纪人陈埃 可她也顾不得心中的诧异 禁止走进诊疗室 宋医生 打扰一下 能否帮我加个号 宋天从电脑面前抬起头 神情有些惊讶 嫂子 你哪里不舒服吗 苏燕将姐姐的救诊卡递给她 不是我 是我姐姐 麻烦你帮忙加个号 哦 原来苏燕是你姐姐 行 嫂子你直接带她过来吧 宋天翻着手上的检查报告 问 苏燕 你出席几天了 快一周了 苏燕哑声问 宋医生 还能保住吗 宋天看了眼一旁站着的苏燕 目光重新落向苏燕 温声道 苏燕 预囊已经停止发育 胎心也没有了 应该已经胎停几天了 苏燕瞳孔放大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眼里裹挟着泪水 摇头喃喃说 怎么会 怎么会胎停呢 我明明今天早晨还吐了 我还有妊娠反应的 苏燕 你的HCG数值还没有降下来 有妊娠反应是正常的 不用多久 HCG就会降低的 你身体的各种妊娠反应 也会逐渐消失 苏燕赶紧上前扶着姐姐 她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一下子有些手足无措 愣了一会很快清醒过来 问 宋医生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宋天沉声道 我建议尽早做人流手术 否则会出现 弓腔感染等情况 那就麻烦了 苏燕 你现在是空腹吗 如果是的话 我可以现在 就给你安排个紧急手术 苏燕跌跌撞撞地站起身子 六神无主地说 不行 我还得去公司 下午还有个重要的会议 姐姐 都这个时候了 还去什么公司 你没听宋医生说吗 不及时处理 会有各种问题的 苏燕一把抢过 就整卡地点宋天 宋医生 我姐姐是空腹 麻烦你帮忙安排下手术 需要家属签字的地方 我来 她表情肃穆 说话有条不紊 全然没有了 往常跳脱的样子 宋天心里不禁感叹 秦参业的媳妇 果然也不是一般人 手术很快 不到半小时 苏燕就被推了出来 只是麻药还没有退 人还昏迷着 苏燕静静地坐在病床前 边刷着手机新闻 跟某某女爱豆的约会照曝光了 某流量明星隐婚生子的瓜 被爆了出来 某某歌手演唱会假唱 被举报了 某剧两个主演 正方位闹得不可开交 苏燕正吃瓜吃的起劲 突然听见走廊里 传来一阵喧闹声 她好奇地走到门口 探头张望 五个穿着黑西装的保镖 粗鲁地驱逐着一群 拿着摄像机的人 走廊里吵吵闹闹了好一会 才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陈艾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乔逸清 从隔壁病房里走了出来 在保镖的掩护下 通过DIP通道离开 呵 狗男人本事不小 被上头请去喝茶 的人 她也能这么快地捞出来 燕燕 身后传来虚弱的女人声音 苏燕回头 见苏恋艰难地从病床上 伴直起身子 姐姐 你醒了 苏燕连忙走到病床前 扶了她一把 从保温壶里 倒了网红澡粥出来 递给她 姐姐 你先吃点东西 刚才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说你今天要陪我做检查 就不去公司了 一会儿 我让司机送你去F酒店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那里 免得回去被爸爸看出来 苏燕停顿了一会 鼓起勇气吻 姐姐 你跟孟嘉义 已经结束了 苏恋表情冷冷的 语气平静地说 我最近发现 她在苏氏集团 亏空了一大笔账物 现在正在安排审计排查 不管有没有这个孩子 我都不会手软 苏燕张了张唇 没敢把有人用苏恋 跟孟嘉义的约会照片 勒索她的事告诉姐姐苏恋 小李 辛苦你把我姐姐 送去F酒店 苏燕把苏恋 轻浮上汽车后座 又对着她说 姐姐 你先在酒店房间 休息一会儿 晚上我来看你 司机系上安全带 对着车外的苏燕道 太太 您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稍后回来接您 不用了 我打车去找我朋友办点事 小李 你送完我姐姐后 就赶紧回玉湖别墅 让柳依炖个黑鱼汤 做几道清淡的菜 你再把饭菜送去F酒店 给我姐姐 见后座的苏恋 纯色惨白 司机不敢耽搁 赶紧开车离开 苏燕在轿车软件上 叫了专车 等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专车司机过来 打了个电话 你好 车到了吗 乘客 你这个定位不好停车 你去停车场吧 我是大众黑色车 苏燕无奈 踩着高跟鞋往停车场走 今天穿的是双新鞋 有些磨脚 她走得很慢 路上又接了专车司机的催促电话 路口处的黑色大众 苏燕拉开后座门坐了进去 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可以走了 她垂头看了眼脚环 一看左右脚上 各被心鞋磨出了一道小口子 刺腾刺腾地 手机铃声响起来 苏燕一手摁了接听键 一手往随时携带的包里 翻找窗壳贴 乘客 你在哪里啊 你一直不来 我等不了你 我取消订单了 专车司机的声音听着有些气氛 你说什么 我已经在车里了 苏燕莫名其妙 她顿时反应过来 这个汽车怎么一直没有启动 感觉车里气氛也是怪异的安静 她胆战心惊地看向驾驶位 第47章还真是个小迷糊 车里打着温度适中的冷气 可苏燕却觉得面上发热 连带着额头都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 前排副驾驶位置的刘密书 一脸一母笑地看着她 苏小姐 你是要跟我们林律师去约会吗 这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苏燕被问猛了 刘密书 你误会了 我只是上错车了 还没等她说完 刘密书解开安全带 自觉实相地对着林书奇道 林律师你也真是的 你跟苏小姐约好了 就不用送我了 我家就住医院后面那条街 我走回去就是 她一副不想做电灯泡的样子 急匆匆下了车 没有几秒人就跑没了影 这误会在刘密书那时没有机会解开了 苏燕尴尬地看着驾驶座上的林书奇 林律师 好巧啊 我叫了辆黑色大众帕萨特的专车 着急没有注意车牌 直接上来了 看来是上错车了 怕撒的 林书奇沉默了两秒 轻声道 苏燕 你准备去哪里 我送你 苏燕脚疼得厉害 也不再扭捏客气 直接说 麻烦你了 林律师 我去珠宝交易中心 林书奇开车技术跟她的性格一样 退油门或减油门的时候很稳 苏燕平稳地坐在车里 几乎感觉不到 明显的汽车速度的变化 这辆车子的后座很宽敞 她坐着很舒适 昨晚她睡得不好 到了下午就有些困顿 这会儿忍不住打了几个哈欠 眼皮渐渐搭烂了下来 很快她在平稳行驶的车里打起顿 感觉后座的人呼吸很均匀 林书奇通过车内后视镜一看 就看见一张睡得香甜的翘脸 轻盈的像羽毛一样 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 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丝甜美的笑容 午后的阳光通过车窗玻璃 在她脸上洒上薄薄的一层柔光 微柔的光芒照耀得她的皮肤 白嫩得像透明一般 林书奇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抬手悄悄将头顶上 后视镜的角度调整到最完美的位置 踩着油门的脚松了一些 她第一次期盼着 开车的路程可以多几公里 路口的红灯能多停留几十秒 或者道路上的车辆能够再拥堵一些 苏燕 苏燕 苏燕在梦中听见几声浅浅的呼唤声 她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车子已经停在了一个 幽暗的地下停车场 她抬头看了看林书奇 发现她正笑眯眯地看着她 睡得好吗 林书奇柔声问道 苏燕揉了揉眼睛 坐着身子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林律师 我没想到会睡着 没关系 你开始累了 我们到了 这里是珠宝交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谢谢你了 林律师 那我先走了 苏燕急忙拿起身次的包 开门下了车 林书奇目光落在后座的一个黑丝绒小盒子上 拿起来打开一看 发现是颗克拉书不小的粉钻 她连忙下车 朝着苏燕离开的方向追 没走十几米 就见她站在一个分叉口 一脸迷茫 苏燕 林书奇眼唇笑了下 温生喊了声 苏燕回头 腼腆地笑了笑 林律师 你怎么来了 林书奇朝她摇了摇手中的黑丝绒小盒子 眼看着她惊得嘴巴越张越大 苏燕 你把这东西落我车里了 苏燕紧走几步 走到她跟前 接过她手中的黑丝绒小盒子 还真是个小迷糊 林书奇心里想着 嘴上说 苏燕 我刚好要去给我姐姐买个珠宝做生日礼物 我跟你一块去吧 她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指示牌 电梯在那边 我们走吧 见她抬脚往右侧方向走 苏燕赶紧亦不亦去地跟上 心里阿妈自己还真是个睁眼瞎 那么大的路牌都能忽略 苏燕直奔珠宝交易中心的宝石回收处 工作人员一眼认出这颗 罕见的五颗拉底星粉钻 上下打量着她 我记得这颗粉钻 这是三年前苏氏集团的苏董事长 在我们这边买下来的 是送给他家小女儿的成人礼物啊 你是苏燕点头 对 这颗粉钻是爸爸送我的二十岁生日礼物 工作人员摇头感叹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宝石 你怎么舍得卖了 注意到她神情的局促 林书奇往外走 壮丝无意地抛下去 苏燕 你先忙 我去外面看看 苏燕眼眸低垂 对着工作人员嘀嘀地念诺 我现在急需用钱 工作人员没再多问 结果粉钻仔细检查了下 确认钻石没有问题后 诚恳地说 苏小姐 粉钻本就稀有 这颗粉钻橙色极佳 又足有五颗拉重 这几年的价格已经翻了将近两倍 我们忠心可以用八百万的价格回收她 苏小姐 这个价格是很诚心的 并没有压价 您考虑下 八百万的价格已经远超苏燕的预想 她想了想 点头应下 不到十分钟就做好了交易手续 看着手机银行里多出来的八百万 她既如是重负又忐忑不安 抬头看见不远处的林书琪 她走上前 扯了地笑脸问 林律师 送你姐姐是珠宝挑选好了吗 林书琪对着面前的一排色彩 大小各异的宝石 愁眉 老实说 我对送女人的礼物是毫无头绪 苏燕 要不你帮我挑挑 苏燕的目光被旁边 玉石柜台上的一只白玉镯子吸引 玉枝细腻温润 上面的龙粪纹达克的栩栩如生 她指着玉镯对林书琪道 林律师 你看这只玉镯怎么样 桂圆殷勤的把玉镯拿出来 美女 你眼光真好 这只玉镯不管是质地还是雕工都是极好的 来我给你拾带一下 说着不由分说就拉过她的手 苏燕手小 手腕纤细 没等她反应过来 玉镯轻轻松松就被带了进去 桂圆满脸堆笑 朝着对面的男士说 先生 你看你女朋友带这个玉镯多漂亮啊 买下来送给你女朋友吧 这个玉镯的寓意也好 龙凤成祥 桂圆劈里啪啦一顿说 苏燕完全插不进话 解释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总算等桂圆一堆营销话术说完 她刚想开口澄清 深色的林书琪力落地说 给我包起来吧 好嘞 桂圆喜不自禁 第一次遇到价格都不问直接买的顾客 生怕她反悔 赶紧将玉镯从苏燕手上摘下来 放在精美的礼盒中 原价250万 我给您打个折 凑个吉利的数字248万8 先生您怎么支付 刷卡 眼见着林书琪掏出了银行卡 苏燕赶紧开口阻拦 等一下 这男人买东西怎么都这般样子 秦菜也是这样 林书琪也是这样 这是一个个上赶着做250吗 遇到这样来送钱的顾客 销售真是做梦都要笑醒 第48章你是不是瞎 苏燕装作不悦的样子 对着桂圆毫不客气地说 好歹是两三百万的镯子 不打个七折八折就算了 你好意思就只给抹掉2000块钱 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 说吧 她做事拉着林书琪走 桂圆一看煮熟的鸭子要飞了 急得不得了 连忙喊 别走啊 美女 您说得对 我们是有折扣的 就是要向领导申请 而且我也不一定能申请下来 要不你们先喝口茶 我帮你们去打个电话问问领导 说着 倒了两杯普尔茶给苏燕跟林书琪 拿着手机跑到一侧嘀嘀咕咕 苏燕朝着林书琪悄悄挑了下绣眉 凑到她耳边低声说 她一会儿肯定要说 经过她跟领导的辛苦争取 总算帮我们争取到了八折优惠 林律师 你可千万别信她的鬼话 她容色鲜活 一脸俏皮 林书琪看愣了一秒 只管轻点了下头 不到五分钟 桂圆小跑回来 言辞切切地道 帅哥美女 我跟领导好说胆说 费了好大的劲才争取到八折优惠 一口价两百万 你们看行不行 林书琪拿着茶盏的手微晃了下 侧眸意味深长地看了苏燕一眼 苏燕抿了口茶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姐姐 你这费得劲不够啊 哎 其实我们预算也就一百七十万 两百万 实在是超太多了 说着摇摇头 放下茶盏 收拾了下包就要走 贵人忙喊 美女 美女 实话告诉你吧 这只白玉镯子最低折扣也就是七折 一百七十五万 实在是不能低了 你们预算就再加个五万吧 见美女脚步不停的 她咬咬牙接着喊了句 美女 今年是兔年 我再送你一个兔子玉坠 是用跟这个玉镯同一块玉石材料做的 也是同一个老师傅雕刻的 你带身上或者机车钥匙上 可以避邪保平安 这块玉坠子就算是丹麦 也是要开价五万的 苏彦抬头朝着林书琪击击眼 随后转身对着贵人歪着头 拖着尾音相似思索了很久 才勉为其难的答应 笨 那行吧 林书琪刷了卡 结果贵人手中的袋子 将兔子坠子系到苏彦的包上 你是属兔子的吧 这个兔子玉坠给你 避邪保平安 苏彦开口想推剧 林书琪提前说 你帮我节约了七十五万 拿这个感谢你 是我占你便宜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若是在推剧倒是显得扭捏了 苏彦玩耳一笑 那就谢谢林律师了 斜对面的钻石柜台处 桂园小妹积极地向面前的男人推荐着首饰 先生 您再看看这个钻石手镯怎么样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满天星款式 你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 先生 先生 先等等 我一会儿再看 钻石柜台处的陆梯警侧着身子 饶有兴致地看着 玉石柜台处的一对俊男美女 乖乖 才认识不到一周 林书琪就追到她的蝴蝶姑娘了吗 这会儿两人是出来买定情玉镯吗 她撇了下唇 米丽都三天没有搭理她了 结果她的同学跟她的闺蜜 却浓情蜜意 还笑到她跟前 造孽啊 她为什么要在云海度假村 企图泡米丽的闺蜜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徐琪手机随手拍了张照片 发到四个发小的群里 感叹了句 老天爷啊 也太虐我了 我出来买个道歉礼物 还要被我A大法学院的同学秀恩爱 今天路提警嚷嚷着 要给他女朋友买道歉礼物 已经连续在群里 发了十几张珠宝图片 让他们几个大老爷们帮忙选 群里几个男人 都懒得搭理他 只有这他一张一张的 在群里丢图片 宋天脱下白大褂 正准备下班去 挨地喝酒 见屏幕又闪了一下 点开一看 整个人将置住 这是要出大事啊 赶紧给路提警发了个私信 快把群里女同学的照片撤回 快 怎么了 为什么要撤回 先别问 快撤回 不然要出大事 快点撤回 看着群里最后一张照片 显示已经被撤回 宋天松了口气 秦参业每天忙忙碌碌 肯定没有时间看群 这张照片 他应该没有看见 下一秒 宋天的脸颊抽搐起来 群里显示一条最新消息 秦参业 路提警 立刻把你现在的定位发过来 手机刚好接到 路提警的视频通话邀请 宋天点了接听按钮 宋天 你干嘛让我把照片撤回 看见视频里 宋天吞了苦胆一样的脸 路提警查身问 你这什么脸色 今天遇到什么 百年难得一见的病例了吗 你别急 你很快也是我这个脸色了 宋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语气毫不客气地道 路提警 不是我说你 你肯把眼睛长着 是干什么用的 你近视眼到底几千度 你是不是瞎 老子视力2.0 在最昏暗的酒吧灯光下 老子个十米远 都能看清楚美女的五官身材 没有等他说完 视频电话被对面掐断 路提警对着手机嘀咕了一声 莫名其妙 叮咚 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是宋天私信发了一张照片给他 路提警打野一看 是一年多前秦餐也结婚 他们几个人去做伴郎时候 跟新郎新娘的合照 没事发这张照片给他干嘛 路提警呲了一声 等等 他抖着手点开图片 对准新娘子的脸 图片放大再放大 卧槽 手机碰得砸到柜面上 差点把柜台玻璃砸碎 先生 你怎么了 柜员小妹被他吓了一大跳 心疼地露了下柜面玻璃 把手里的钻石手镯递到他面前 先生 您再看看这只满天星手镯 路提警声音跟被掐了脖子似的 惊声叫了句 拿走 拿走 别给我看 我眼瞎 秦菜叶正听义里汇报工作 见办公桌上的手机一个劲地闪 是路提警在群里丢了十几张珠宝的照片 扫了几眼照片 眸光在看见最后一张照片的时候 寒了下来 义里只觉得面前一阵寒风刮过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待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上一秒还坐在办公桌前的秦总已经消失了 他走出总裁办公室 见总裁班的秘书们一个个进入寒蝉 一个秘书壮着胆子问 易特助 秦总是不是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呀 他刚刚走出去的样子好像要宰人了 一里翻了下手上的汇报材料 没有什么问题啊 集团的经营数据明明是蒸蒸日上啊 第49章 你的女朋友是我发小的老婆 刚出电梯 发现身侧人脚步越走越慢 林书七配合着放缓了步伐 余光注意到苏燕的走路姿势别别扭扭 目光落在她的脚上 看见她穿着细高跟的脚后跟 被磨出来到小口子 甚至微微血丝的伤口 在嫩埋的皮肤上看着有些触目 林书七眉心微微醋了下 柔声道 苏燕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去买个东西 苏燕点点头 觉得脚疼得厉害 半弯着腰 一只手撑靠在电梯旁的墙上 一只手脱下一只高跟鞋 看着BlingBling的亮片细高跟鞋 她撇撇嘴 真是中看不中用的美丽废物 可是要把她的脚膜废了 珠宝交易中心的大厦有些古老 地下停车场光线灰暗 四下环境静谜 苏燕一个人待了几分钟 慢慢地感觉身上凉嗖嗖的 叮咚 安静的环境里 突兀地响起来一个声音 吓得苏燕一颤 她寻声回头一看 电梯闪烁着灯光 原来是电梯到达的提示音 伴随着呜呜的声音 老旧的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个男人慌慌张张地走出来 因为走得着急 原本打理得很好的头发中 有几缕头发脱锤在额间 显得整个人越发风流不羁 苏燕侧眸一看 这男人不正是米粒的钱萝卜 不由地往电梯里瞅了一眼 想看看陆梯景是带哪个姑娘来买珠宝 意外地发现只有她一个人 陆梯景一冲出电梯 就看见金鸡独立站字的苏燕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 面上表情复杂 这娘们的身份实在是太复杂了 她没有泡到的美女 她女朋友的闺蜜 她同学的女朋友 她发小的媳妇 两人大眼瞪小眼 谁也没先张口 苏燕尴尬地干咳了一声 重新穿上高跟鞋 站着身子 电梯门又打开 林书奇手里拿着窗壳贴 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看见陆梯景的瞬间愣了一下 随后也遇了声 陆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又来给你哪个女朋友买珠宝吗 说着她撕开窗壳贴包装 蹲下身子 准备给苏燕脚上的伤口 贴上窗壳贴 这动作自然又轻易 落在陆梯景的眼里 只觉得这画面实在是不敢看 表情变得更加纠结 她该如何告诉林书奇 兄弟你的女朋友 是我发小的老婆 这个瞬间 陆梯景甚至想喊这娘们一声 潘金莲 苏燕察觉到林书奇的动作 忙俯身借过窗壳贴 客套的推具 谢谢你 林律师 我还是自己来吧 陆梯景争了争 她是情场老手了 这称呼 这互动 这氛围 她怎么会看不明白 似乎先前是她想歪了 这情况分明是狼友情 切无意 合着这两人还处在 林书奇剃头 担子一头热的时候 悄悄松了口气 还好 只是个误会 陆梯景张着嘴结巴了一会儿 最终清清楚楚地叫出两个字 嫂 子 苏燕贴窗可贴的手一顿 有些诧异 这个花花公子今天开天眼了吗 突然就认出她了 一旁的林书奇却误会了 她觉得不好意思 以她跟苏燕的进展 陆梯景这声嫂子 实在是叫得有些早了 三个人一人一个心思 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时一辆劳斯莱斯 幻影马力十足地开了过来 开到他们附近时 猛地刹车停下 知了 急刹车的声音 在空旷又安静的地下停车场里 是那么的刺耳 秦灿叶冷着脸走下车 迫不走到三人跟前 自上而下地腻着 蹲在地上的女人 苏燕 男人的声音 听着有些咬牙切齿 苏燕贴好窗可贴 抬头对上一双 默黑音质的眼睛 哑声道 秦灿叶 你怎么来这里了 她觉得这个人 看着怒气冲冲的 背后像是有一座 即将喷发的火山 平眉吐槽 多大的事 你至于虎着一张脸吗 狗男人 小气鬼 不就是不小心 撑了她的兰博基尼 跟保时捷吗 有必要这么记仇吗 林书奇主动打招呼 秦先生 你好 你也来买珠宝吗 苏燕的小记载似的 被她从地上拎了起来 手腕被捏得生疼 她忍不住喊 秦灿叶 你弄疼我了 林书奇皱着眉 秦先生 你在做什么 秦灿叶 讥笑一声 手上更用了些力 将人往怀里带 因为蹲久了 腿部血液流通不顺 这一下子猛得起身 只感觉腿部又麻又疼 苏燕忽然惊呼 哎 哎 腿麻了 腿麻了 好痛 快 快扶我一下 说着一手自然地勾上 秦灿叶的脖子 微微曲着膝盖 将整个身子 依靠在她的身上 秦灿叶 拧紧的眉头 一瞬间松了下来 抬手霸道地 还住她的腰 目光挑衅地扫了眼 一次面色不明的林书奇 我们做什么要 林先生你智慧吗 气氛剑拔弩张 陆涕景觉得 下一秒 这两个男人 就要打起来了 这祸是自己闯的 陆涕景这点担当 还是有的 他硬着头皮打人场说 叶哥 你千万别误会 这都赖我 是我眼瞎 听到这句话 林书奇敏感地 察觉出来了 现场的人物关系 她表情一瞬间争住 又很快恢复了沉着 目光落在并不推具 秦灿叶怀抱的苏燕身上 苏燕瞪着诧异的眼眸 看着秦灿叶紧绷着的下额线 误会什么 一旁的林书奇突然开口 今天谢谢秦太太 帮我挑选送我姐姐的礼物了 苏燕侧身 客气地对着林书奇说 林律师 我还得谢谢你开车送我 那我就不蹭你车了 我坐我老公车回去就行 今天 没等苏燕说完话 秦灿叶公身 一手穿过她的脖梗 一手穿过她的膝弯 将她横抱起来往车方向走 她是腿麻又不是腿断 狗男人突然那么好心抱她上车 苏燕按摩着自己发麻的小腿 斜眼看着开车的男人 总觉得今天这人的行为 莫名地透着骨栈有欲 车里沉默了好几秒 秦灿叶才瞥了一眼 副驾驶座位上的女人 陈生问 苏燕 你跟 林淑琪来珠宝交易中心 苏燕愣了一下 她总不能说我是来变卖珠宝的 这样的话 扯下去姐姐的私事 就要被秦灿叶知道了 于是拉着嗓子抱怨 还不是赖你 不给我车用 我只好打专车 正好林律师开的也是黑色帕萨特 我没看清车牌 搓上了她的车 秦灿叶沉了口气 指着前头的黑色大众车的车尾说 你给我念一下上面的字母 苏燕眯着眼睛 Phyton 什么意思 秦灿叶 手机响了起来 苏燕看着大屏幕上显示的宋天两个字 心里一戈灯 宋天该不会长舌到打电话 把她姐姐的事情告诉秦灿叶吧 秦灿叶点了扬声器 宋天的声音出现在车里 叶哥 检测报告出来了 结果是 没等她说完 秦灿叶打断了她 把报告邮件发给我 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将苏燕开车送回到玉湖别墅 秦灿叶叮嘱了句 这个礼拜要去哪里让司机送你 再不行就打电话让义里给你安排车 见苏燕乖巧地点的下头 她开着车又离开了玉湖别墅 苏燕看着劳斯莱斯幻影开远 扭头喊司机 小李 开车送我出门 第五十章 这两口子贼邪门 ID982楼包厢 宋天朝对面的陆提警唬了一眼 语气嫌弃的说 你可真能霍霍 差点就把秦灿叶两口子给搅崩了 你太看得起我了 苏 秦两家的联姻是我能搅崩的吗 不过这事 在校友会上装不认识 一个带着女明星乔一清高调出席 一个挽着我同学林淑琪参加 还面对面一本正经互相自我介绍 你们说 他们两口子是不是有病 哥公共场合玩角色扮演吗 宋天忽然想起那次在病房里看见的情景 点了点头 也是 叶哥跟嫂子是挺有夫妻情趣的 站在落地窗边的邓凯抿了口酒 语气悠悠地问 陆提警 你跟他的混血小辣椒到底分了没有 宋天语气关切地跟着问 对 陆提警 你到底分了没有 给个准话 你们俩怎么突然那么关心我的感情生活 陆提警反应过来 惊叫道 我说你们快个找个女朋友打发时间 吧 别拿我的感情生活打赌消遣行不行 邓凯不搭理他 扭头对着宋天道 陆提警跟那个混血小辣椒铁定分了 宋天你输了 以后你得称呼我叫凯哥 谁说我跟米丽分手了 你怎么确认他们分手了 陆提警跟宋天同时发问 徐凯淡定地指了指酒吧一楼八台方向 缓缓地回答 语气很欠 诺 那个混血小辣椒说的 陆提警跟宋天走到落地窗前一看 见一个红发美女跟一个发型 穿着十分讲究的男人并排坐着喝酒 举止十分轻腻 陆提警一瞬间觉得自己脑袋上绿的发光 卧槽 撂下一句国粹 就往楼下冲 邓凯忙放下酒杯跟着追了出去 我去看看 别给在我酒吧里打起来了 米丽跟皮特勾肩搭背 喝酒畅想工作室的美好未来 男人就是姐们的花生米 咱们搞钱才是最主要的 第一步 要先搞定几个高奢品牌 跟知名设计师 如果我们能借到南界的高定礼服 就能打响工作室的名头 第二步 我跟苏彦商量好了 我们要同步打造自有服装品牌 借力输出我们自己设计的服装 第三步 我们要 爱爱 话没说完 身子一腾空 米丽离开了椅子 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竟然是被人像扛麻袋一样扛到了肩上 你谁啊 快把老娘放下来 臭流氓 你放不放我下来 她使劲拍打眼前的宽背 仙大人脚步不停 伸手在她的腰上狠狠掐了一把 撕 疼死老子了 陆梯景疼得嘶哑咧嘴 脚步抖了抖 差点从楼梯上栽下去 心里发苦 上次看秦菜叶扛个妞挺轻松的啊 怎么到她这就又变位了 这到底是哪个步骤不对 米丽听出那男人的声音 扯着嗓子吼 陆梯景 你发什么疯 快把老娘放下来 说着 毫不客气地又在陆梯景的后腰上狠狠掐了一把 这次用了足足的劲 疼疼 姑奶奶 高抬贵手 我放你下来还不成吗 说着 一手扶着栏杆 一手扶着腰 弓身把米丽放到台阶上 撩开衣服 扭头一看 腰上红了一大片 她咬牙 你这女人也太狠了 是准备徒手把老子的腰子扯出来吗 米丽吃了一声 撇嘴道 陆梯景 你真没劲 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女人甩 就这么过不去吗 陆梯景一愣 是啊 她怎么那么过不去 米丽盯着她看了两秒 这跟萝卜内里是不怎么样 但身份却是璀璨女装的总裁 眼睛咕噜转了一圈 突然朝对面的男人勾了勾手指 皮特被突然发生的情况 惊得傻愣了好几秒 什么情况 在酒吧里抢抢名女骂 下意识地喊了一句 吓死老娘了 等反应过来 准备起身去追的时候 肩膀被一个强壮的手臂按住 这小两口打清骂俏罢了 我们继续喝酒 徐凯一把按住皮特 对着酒宝道 调两杯曼哈顿 皮特雷达被触动 目光赤裸裸地上下 打亮着身侧的男人 臀部翟小掠翘 腰部紧致结实 一看就很持久 没想到这样的酒吧里 还能有她的谚语 语气闲散又一有所指 都问 数字几 徐凯将一杯曼哈顿鸡尾酒 递给她 挑眉意味深长地道 阿拉伯数字中最小的正整数 宋天在包厢里 眼看逐鹿剔颈 扛着个妞不知去了哪里 邓凯跟楼下的人也喝上了 目光百无聊赖地 在酒吧一楼扫了一圈 最终落在角落里 一个身形单薄的女人身上 见她神情激动 跟对面的男人说了一话话 然后男人怒气冲冲地 离开了酒吧 她腿下肩膀 歪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宋天心下不好 这不会是昏过去了吧 赶紧冲下楼 F酒店房间门口 苏彦抬手又扣了几下 门 姐姐 姐姐 屋内依旧没有人应门 司机侧耳覆在门上听了听 太太 里面没有一点声音 是不是苏大小姐睡太沉了 没有听见敲门声 苏彦拿出手机拨了电话 电话无人接通 她没心跳了下 急忙说 小李 你快去酒店前台走一趟 让酒店派人来开门 酒店经理听说 入住客人身体不舒服 生怕客人一个人 在房间里出了事 亲自拿着房卡过来开门 房间门被打开 里面一片漆黑静谜 酒店经理把灯全部打开 各房间里空荡荡 套房里没有苏恋的踪迹 经理 酒店的监控可以查一下吗 可以 苏二小姐 你随我去监控室 苏彦好不容易通过酒店监控 查到苏恋在酒店门口 上了一辆出租车 正准备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 查询这辆出租车的行驶目的地 经理急匆匆走进监控室 苏二小姐 苏大小姐被人送回来了 苏彦看着床上紧闭着眼睛的姐姐 台谋问宋天 宋医生 我姐姐没有什么问题吧 嫂子 别担心 我已经检查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她只是太虚弱了 线下睡过去了 宋天顿了一会儿 继续说 我原本是打电话给叶哥的 可是她电话打不通 我也没有嫂子 你的联系方式 好在苏恋的包里 有F酒店的房卡 我就把她送到这里来了 苏彦一正 秦灿叶手机打不通 她这是又去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了 很快她回过神 宋医生 你跟我家的联系方式吧 嗯 还有我姐姐这个事 请你不要告诉秦灿叶 说话间 床头柜上的手机响起铃声 苏彦看了眼手机 又看了眼昏睡中的姐姐 拿起手机摁了接听按钮 黑漆漆的律所办公室里 男人消锁的身影 在烟雾中若隐若现 骨节分明的指尖 夹着实名实量的香烟 微弱的火光映照出 她迷离的眼神与无奈的神情 林书琦静静地吸着香烟 深深地咽下每一口烟 香烟过费的不适感 稍稍缓解了她心底的痛苦 为什么老天又跟她开这种玩笑 办公桌上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 屏幕光线让桌上的一只蝴蝶心的耳饰 还有毅力粉色的钻石 闪耀出夺人的光彩 林书琦将手里的香烟 愣灭在满是烟地的烟灰缸中 拿起桌子上震动的手机 苏彦 愣是在拘留所还是看守所 行 我马上过来 第51章这个女士喝醉了 苏彦坐在车里 焦急地看着看守所大门方向 林书琦已经进去将近一个小时了 怎么还没有出来 手里的手机000响了起来 苏彦摁下接听按钮 摁 律师已经进去了 姐姐你早点休息吧 我会把孟嘉义捞出来的 刚挂断电话 苏彦就看见从看守所里 匆匆跑出来一个男人 伸头仔细一看 是孟嘉义 只见她一路小跑 直奔停在街对面的 一辆枣红色的mini Cooper 而车边站着的一个长发及腰 的年轻女人 苏彦眼睛注视着 路对面那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男女 眼神中没有一丝感动 她拿出手机 将镜头对准mini Cooper方向 快速地拍了几张照片 太太 林律师出来了 司机的提醒声传入耳中 苏彦转过头 看向看守所大门方向 见林淑琪在门口 与一个穿警服的中年男人 一同走了出来 然后立在门口说着话 她侧头又看了路对面一眼 发现那辆枣红色的mini Cooper 已经开走了 双眸微微一沉 林淑琪与所长到了别 走到车边 敲了敲半开着的车窗 轻喊了声 苏彦 孟嘉义已经保释出来了 苏彦缓过神 忙从车里下来 连声道谢 谢谢你 林律师 这么晚了 实在是太麻烦你了 没关系 林淑琪顿了一秒 问 苏彦 除了我 你还找了别人来保释孟嘉义吗 苏彦诧异 没有找别人啊 林律师 我就只认识你一个律师 哦 刚在看守所 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律师 在处理孟嘉义酒驾的事 苏彦哑然 猜想可能是孟嘉义的老婆刘玲 找的律师 提取一千万现金出来 我今天打了银行电话 经理跟我说 这么大额金额 必须提前两天预约 可是我后天一大早就要用 一千万 现金 林淑琪眉头轻皱 沉默了几秒 她直截了当地问 苏彦 你是不是被人勒索了 苏彦微微一正 心里感叹律师还真是半个侦探 单凭这一段话 就能推测出她被人勒索了 她沉重地点了下头 叹了口气 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淑琪 苏彦在说话的时候 林淑琪不致一词 只是谋色深沉地看着她 待她说完 她才缓缓开口 苏彦 这个情况 即使你给了对方钱 你也不能保证 对方会按照约定销毁照片 她有可能拿到钱后 就把照片曝光 她也很有可能会再一次 用照片要挟你给钱 苏彦不是没有想过这些可能 只是她连谁在勒索 她都不知道 又怕假如她报警 保不清那人会破罐子破摔 直接把照片曝光了 她愁愁道 可是 林律师 我如果不给她一千万现金 她说她会立刻曝光 我姐姐跟孟嘉义的约会照片 她不会曝光照片 的 林淑琪斩钉截铁的道 她手里唯一的筹码 就是你姐姐跟孟嘉义 私下交往的这个秘密 如果这个秘密 不再是秘密 她就不能再通过这个秘密 来获取金钱 所以她一定不会曝光这些照片 苏彦站在她身侧 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烟草气息 混合着她沉着冷静的声音 显得很稳重 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莫名地让人安心 她紧皱的额头逐渐舒展开来 长舒一口气 轻声询问 林律师 那我该怎么办 林淑琪定定地看着她 陈生说 苏彦 如果你信任我 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我处理 苏彦露出一抹真心实意的笑容 信任 信任 有林律师 你做我的律师来处理这件事 那是最好不过了 林律师 律师费您不用跟我客气 该收多少就是多少 林淑琪的表情短暂地僵制下 过了几秒 她才道 苏彦 这不过是举手之牢 就天天死皮赖脸 去她家蹭吃 朋友是司机 就理所当然让她给我义务开车吧 林律师 我不能占你职业的便宜 林淑琪猴头滚了滚 许久才说 行 那按照案件涉及金额的2%收取 1000万的2% 苏彦在心里按了下计算器 那就是20万 她清点了下头 好的 林律师 那就麻烦你了 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动了下 她粗略地掰算了下 有朝一日 若她跟秦彩也离婚 她请律师时该付的律师费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哎 十根手指头是不够用的 当律师可真赚钱 怪不得买珠宝都不还价 回玉湖别墅的路上 奔步了一整天 苏彦又累又困 坐在车里 微合着眼眸打起盹 污知 车子猛地停了下来 苏彦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栽一下 睡一下子全跑了 睁眼看向司机 小李 怎么了 太太 前面路上好像躺着个人 司机一个急刹车 放下车窗往外仔细看了一下 擦了下脑门上的汗 好险 差点撵到人 苏彦身头往前瞅了一眼 看着像是个穿着裙子的女人 无知无觉地躺在路中央 虽说这边是通往郊区的路 来往车辆不多 可这大晚上的躺在路上多危险啊 小李 你下去看看 司机熄火下车 走上前查看 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 扭头喊 太太 这个女士喝醉了 苏彦脑袋伸出车窗 看了眼周围黑漆漆的环境 想了想说 大晚上的 她醉醺醺的在这里不安全 小李 你先把她扶上车 一会儿把她送到 玉湖别墅的保安室 前面就是我们小区 她说不定也是业主 小李扶着醉醺醺的女人 走回车子边 低头准备开车门时 脑袋突然顿痛 身子晃悠了两下 碰得摔倒在地上 一次的女罪鬼披着散乱的长发 若隐若现的那张脸表情猙獰 眼神中透着横利 刺着白森森的牙 直狠狠地看向车后座的人 苏燕一脸错愕地 看着司机倒了下来 意识到危险 连忙扑腾着往驾驶为爬 在那女人拉开车门前 把车门锁住 车外的女人封了一班 举着手里的板砖 狠狠地敲砸着车窗玻璃 砰砰砰 巨大的敲击声 撞击在苏燕的耳边 她这时候心里 特别感谢这辆结实的沃尔沃 赶紧拿出手机 拨打了110分电话 您好 这里是江州市110报警服务台 请讲 苏燕声音忍不住颤抖 有人要杀我 于是 您现在在哪里 我在玉湖小区附近的 环湖大道 我现在躲在车里 好的 于是 警察已经出警 请你先不要挂机 车窗杂机声这时停了下来 苏燕看了下车窗外 那个女的不知道去了哪里 没等她松下一口气 苏燕突然发现 车钥匙不在车上 心脏猛地一缩 下一秒 车门被哐当拉开 苏燕终于看清那个女人的脸 惊呼 怎么是你 啊 她忙朝着座位上的手机喊 凶手势 没等她说完 那个女人粗鲁地把苏燕 从车里扯了出来 从怀里拿出一块帕子 用力捂住她的口鼻 苏燕用力挣扎 刚要挣脱那个女人的手腕 鼻尖闻到一股化学药品的刺鼻气味 眼前一黑 身体软绵绵地瘫了下来 凌晨 劳斯莱斯幻影驶入玉户别墅 秦菜叶一手松着领带 一手打开卧室门 卧室里漆黑一片 她转身走向客卧 喜乐地走出来 腰间围着浴巾 重新走回到主卧 坐在床边 手里拿着个毛巾擦着头发 头发擦了得半干 她突然顿下手 侧耳听了听 没有听见熟悉的呼吸声 转身伸手往床内侧摸 手下一空 苏燕她根本没有睡在床上 啪哒 打开灯 见床上空荡荡 被子没有一丝褶皱 拿出手机 给苏燕打了个电话 手机是盲音 也不知怎么的 心里突然气上八下 第52章 我对她很重要的 楼下传来一阵吵闹声 秦菜叶披上浴袍走下楼 保姆也被吵醒了 正站在客厅里 对面是五六个警察 还有一个满头是写的司机 秦菜叶心口一颤 表情凝了下来 沉声问 出了什么事 太太呢 司机躲着嗓子 先 先生 不好了 太太被人绑走了 这是绑匪留下的信 秦菜叶接过信 扫了一眼 让她天亮前送五千万美金过来 阳光从破败的窗户里照射进来 照相躺在脏兮兮 木板床上的人 有一缕光正好落在她长长的眼睫处 苏燕微微拧了下眼皮 嘴里嘟囔着 秦菜叶 窗帘别拉开 我头疼得厉害 想再睡会儿 没有听到人回话 她拧了下眉 试图抬手遮住阳光 手却抬不起来 是被捆住了 心里一咯噔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昨晚 她被那个女人绑架了 苏燕猛地睁开双眼 刺眼的阳光直得她瞳孔发疼 她不敢闭上眼睛 惊恐地打亮着周围 这是一个破败的屋子 年久失修的样子 屋顶有个几个大破洞 破破烂烂的门窗 仿佛被风轻轻一吹 就会从墙上掉下来 屋子里摆着几件 积满灰尘的老旧家具 苏燕手脚均被结结实实地捆绑着 她努力雇勇着身体 老旧的床板被戴得枝嘎作响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半坐起身子 累得喘了好几口气 然后伸着脖子往窗外看 有人吗 救命 救命 她扯着嗓子呼救 外面是一个荒芜的农家院子 远处有几家熙熙落落的农房 屋顶飘着鸟鸟吹烟 苏燕猜测自己应该是在一个村子里 关她的地方是个久无人住的农舍 她被绑了手脚 那个女人却没有堵住她的嘴巴 而且她叫了几声都没有人回应 说明农舍附近没有人居住 甚至都不会有路人经过 她吞咽了下口水 决定节省些力气 不再费尽呼救 哎 哎呦 突然出现的声音声 吓得苏燕一颤 这破屋子里还有别人吗 她挪动着身体 凑向生源处 木床边的地上 躺着一个劈头散发的女人 她的手脚也被捆着 虚弱地躺在地上 嘴里低营着 哎 哎呦 疼 疼 苏燕看不清这个女人的脸 鼻尖却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 她试探地喊 乔义清 是你吗 你怎么了 乔义清缓缓侧过身子 在看见苏燕的瞬间 眸光顿了下 有些不可置信地问 你是秦太太 她仿佛身体很不舒服 话音刚落 又醋眉身影起来 苏燕见她拱着肚子 眸光落向她的下半身 见她裙摆处 透着点点血迹 问 乔义清 你小腹疼 是不是 乔义清脸色惨白 唇上毫无血色 咬着牙点了点头 苏燕觉得这样子 搞不好 要一失两命 连忙扯着喉咙喊 快来人啊 乔义清她肚子疼得厉害 见门外毫无反应 她努力拔高嗓门 陈爱 你可真够狠的 你绑了我跟乔义清 你到底要做什么 是真不怕闹出人命吗 门外总算传来 嘻嘻嘻嘻嘻的脚步声 苏燕紧抿着唇 眼睛直直地盯着那扇破旧的门 直压 门被从外道里推开 陈爱逆光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一袋子东西 脸上带着黑沉沉的冷笑 像个痴人的女鬼 秦太太 稍安勿躁 这个贱人命运着呢 死不了 说着 她跨步走进屋子 抬脚搓了搓地上的乔义清 语气不屑 乔连连 又不是第一次怀孕了 那么娇气干嘛 我说 你心里到底清楚不清楚 肚子里怀的是谁的肿 别以为豪门是那么好忽悠的 说着 陈爱突然脚上用了狠镜 用力踩着乔义清的身体 牙关紧咬着 凶狠地叫骂 若不是我陈爱 带着你闯荡娱乐圈 包装你 营销你 替你走人脉 拿资源 你乔连连 现在还在地里打猪草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居然想跑到M国去 留我在国内替你坐牢 见人 地上的乔义清 被陈爱踩得生疼 瞪着眼珠子狠狠地 回盯着居高临下的人 你带我闯荡娱乐圈 可笑 哈哈 她冷笑了好几声 才停下来的 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陪那些臭男人 睡觉的人 是我资源 是我自己用身体换的 而你陈爱 你从我身上 捞了多少钱 那些阴阳合同 不都是你主导的吗 是你偷睡漏睡 你不该去坐牢吗 陈爱瞬间被激怒 朝着他的腹部 猛踹了一脚 拖骂道 乔连连 你想靠着你肚子里 那个不知道 亲爹是谁的野种 去傍赏秦家这棵大树 在M国逍遥快活 我偏不让你如意 啊 乔一清闷哼一声 腾到额头上 落下一颗颗痘大的汗珠 苏彦听得目瞪口呆 又被陈爱脸上 凶狠的表情吓到 悄悄缩回木板床内侧 这两人反目成仇 她可不想被战火波及 听着乔一清 痛苦的低音声 她狠耸地脊背抖了抖 陈爱从手上的袋子里 掏出两本小册子 丢了一本 给地上腾的面容 扭曲的乔一清 勾纯轻蔑地说 乔大明星 这是你的女一号剧本 给你十五分钟时间 背书上面的台词 好好拿出你的演技 不然我要你好看 又将另外一本册子翻开 递到苏彦面前 秦太太 劳烦你给乔大明星搭个戏 台词不多 就几个字 你哭得惨一些就行 听到梅最后三个字 说得很大声 很凶狠 苏彦生怕陈爱 抬脚踹踏 点头如捣钻 无比配合地说 听到了 我会好好哭的 又万分诚恳地补充了一句 陈爱 你放心 我老公很有钱 而且我们是家族联姻 我们的婚姻 是会影响企业股价 我对她很重要的 她一定会给你钱 眼看着乔一清 因为台词说得不利索 又被拿着摄像机的陈爱 猛踹了几脚 苏彦吓得瑟瑟发抖 当镜头转向她的时候 她往自己的大腿上 狠狠掐了一把 红红的眼睛里 瞬间掉出好几滴泪 老公 救我 你快来救我 她使劲往镜头前凑 哭喊着 老公 我爱你 爱你 你一定要来救我 陈爱关闭了录像 朝苏彦淡淡瞥了眼 秦太太 你还挺有演戏天赋 还知道给自己加戏 苏彦脸上挂着泪痕 抽掖着道 我得用感情打动我老公 这样她才一定会来救我啊 陈爱将苏彦和乔一清 重新捆绑结实 才离开破屋 不久 苏彦听见外面 传来汽车启动的声音 渐渐的车轮声越来越远 她看向地上的乔一清 后者腾晕了过去 裙摆处一片血红 看着触目惊心 第53章 我不想用我太太的生命冒险 这是短暂又漫长的一夜 玉壶别墅的客厅里 警察争分夺秒的部署设备 调食仪器 保姆心急如焚 却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又去厨房煮了一壶浓咖啡 抬眼看了下窗外 太阳可算是升起来了 端着咖啡走进客厅 目光落相已经站在窗口一夜的先生处 薄薄的阳光自带落寞的氛围 落在他的身上 居然使得宽阔的肩膀显得有些颓然 笔直的身形透出一丝疲惫 先生 您一夜未睡 再喝杯咖啡提提什么 保姆走到他身侧 抬头一看 一向干净讲究的先生 下额上长出了拉茶般的胡子 显得骏朗面孔越发冷峻 先生 您别太担心了 保姆开口宽慰 却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打着颤 像祈祷般的继续说 太太她一定会平安无事 的 秦菜叶将眼神从窗外收了回来 缓缓转身 问 画出绑匪的画像了吗 司机头上绑着厚厚的纱布 坐在沙发上 努力回想着昨晚的情形 画像师紧促着眉头 根据司机的描述 在纸上涂涂画画 最后无奈地说 信息太少了 只知道身形不胖不瘦 不高不矮 看着三十岁左右 这样实在无法画出绑匪的五官 司机垂头丧气地 看向站在落地窗前 面容冷峻的男人 先生 天太黑了 那个女人披头散发 我没有看清楚她的脸 这时 一里指挥着人 拖进来十个硕大的行李箱 每一个箱子里 都装着满满的美金 秦总 五千万美金准备好了 按照绑匪的要求 已经分装在十个行李箱中 警察走上前 准备在行李箱里 放置定位器等物 秦菜叶 墨色的毛子里 瞬间翻涌起暗巢 书地上前阻拦 冷声道 你们警方可以不空 但是不可以在前上做手脚 警察劝说道 秦先生 这毕竟是五千万美金 不是个小数目 我们警方会在解救人质的前提下 保护好财产安全 我不想用我太太的生命冒险 秦菜叶强势得道 如果绑匪发现 钱上被做了手脚 一定会对我太太不利 这不过是五千万美金 我只要我太太平安 一旁的保姆默然 他知道先生曾经经历过绑架 当时绑匪发现 赎金上被警察做了手脚 一路之下就企图撕票 好在先生福大命大 保姆在心里默默祈求老天爷 希望这一次 太太也能平安地回来 000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警察赶紧启动监听设备 随后对着秦菜叶点了下头 秦菜叶在电话机上按下 免提接听按钮 沉声道 喂 秦总 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的女人声音 秦菜叶身心一顿 问 你是乔义清 电话那头顿了一秒 随后躺然道 是 我是乔义清 没有想到秦总你还能听出我的声音 客厅内众人面上均露出亚色 大明星乔义清是绑匪 电视剧编剧也写不出这个剧本了 秦菜叶咬牙切齿地道 乔义清 我已经答应送你去永国 替你摆平税务的事 你为什么要绑架我太太 电话那头又顿了一秒 随后道 秦总 日后我去了永国 花钱的地方有很多 我总要多做些打算 我太太呢 她现在怎么样了 秦总 你放心 只要你按照我的要求给钱 你太太就是安全的 秦菜叶声音不卑不亢 却足以震慑人 让我跟我太太说话 过了几秒 电话那头 传来苏彦的哭声跟叫喊声 老公 救我 你快来救我 听见哭声 秦菜叶心口顿痛 忙安慰她 苏彦 你别怕 苏彦 老公 我爱你 爱你 你一定要来救我 哭声越来越远 随后电话那头 传来乔义清冷冷的声音 秦总 把十箱子前 分别放在我接下来说的十个位置 机场出发层女士洗手间 火车站五号站台 左侧垃圾桶旁 北汽车站一楼右侧 直上写着 在拖延一分钟 秦菜叶哑着嗓子沟通 乔义清 前我会尽快准备好 你不要伤害我太太 现在已经到早上了 你要给她吃早饭 但是她对很多食物过敏 不要给她吃 没有等她说完 电话那头直接打断她 秦总 今天上午十点 把十箱前 分别放在十个指定的地点 说完 电话被挂断 陈爱迎风站在堤坝上 看着面前波光零零的江门 唇角勾着前笑 将手里的手机跟录音笔 抛到江水中 不久 前方警察发来汇报 在江边发现了 乔义清的红色宝马车 但是车里面并没有人 秦菜叶扶着额头 身形落寞地坐在沙发上 耳边全是苏彦的哭声 跟喊叫声 心头冒出一阵细细蜜蜜的痛感 警察道 秦先生 绑匪很狡诈 要求把赎金分散在 十个不同的交通客运地 目的是加大我们的步控难度 他好浑水摸鱼 在其中一处把钱拿走 我们已经申请增派警力 秦菜叶突然侧头看向司机 小李 昨天绑架太太的那个女人 你再仔细想想 是不是乔义清本人 司机眯着眼 仔细回想着昨晚的情形 坚定地摇了摇头 先生 那个女人身形远比乔小姐壮硕 警察点头 不排除乔义清有同伙 秦先生 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 乔义清身边的人 秦菜叶紧绷着下巴 眸光逐渐深了下来 苏彦看了下窗外的太阳 这高度 应该已经快到中午了 昨晚到现在 滴水未尽 她饿得前胸贴后背 陈爱连的早饭都不提供 苏彦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在吃酸梅 啃烧鸡 恍惚间闻到一股浇糊味 心里纳闷 这是谁家做饭烧糊了 转念一想 不对 最近的一户人家 离这里也起码有五六十米远 做饭的味道 怎么可能飘这么远 她猛然睁开双眼 果然看见门缝处 隐隐透着火光 不好 这个破房子着火了 苏彦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爱是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留她们两个性命 可真是个狠毒的女人 第五十四章 为什么要犯病 短短一会儿功夫 门口的火越烧越旺 火蛇通过门缝填向屋内 滚滚浓烟飘了进来 这么烧下去 不消多久 这个屋子里面也会烧起来 苏彦转头朝着地上喊 乔义清 你快醒醒 这里着火了 乔义清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依旧无声无息地摊在地上 苏彦在木板床上用力翻了个身 翻到床沿边 快醒醒 乔义清 乔义清 看地上人毫无反应 她换了个喊法 乔连连 乔连连 地上人肩膀微微耸了下 但没有回话 很快又继续昏睡过去了 苏彦无奈 咬咬牙 翻身砰地滚到地面上 撕 好疼 好疼 膝盖磕在砖地上 疼得她脸都白了 双手被绑着 她也露不着膝盖 只能忍痛又在地上滚了几圈 滚到乔义清身侧 摇晃着她的身体 边喊 乔连连 你快醒醒 见她还是不行 苏彦张嘴在她的胳膊上咬了一口 乔义清吃痛地啊了一声 终于醒了过来 缓缓睁开眼睛 这里着火了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嗨嗨嗨 乔义清听后 惊恐地看着周围 顾不得胳膊跟腹部的疼痛 拼命呼喊着 救命 救命 嗨嗨嗨嗨 黑黑的烟雾带着刺鼻的味道 枪得两人连连咳嗽 把你的手给我 我替你咬开绳索 苏彦咔呲咔呲咬了几分钟 咬得牙齿酸疼 可那绳子质量未免也太好了 愣是一点都没有被咬破 乔义清出声提醒 你咬不开的 得用剪刀这类锋利的东西割开绳子 话虽这么说 可这里怎么可能有剪刀这些东西 说完 她沉默了下来 不由地露出绝望的表情 苏彦眼睛在屋子里扫了又扫 眼神扫见破败的窗户上的玻璃 脸上露出欣喜 我有办法了 她扑腹着爬到附近 身子撑着墙慢慢站起来 眉心拧紧 紧咬着唇 狠了狠心 往上一跳 试图用头去撞那块玻璃 可是那块玻璃在窗户最上方 纵使她使劲往上跳 也够不着 看着那片摇摇欲坠的玻璃 苏彦紧咬着牙关 砰砰砰 用脑袋接连去撞那扇破窗户 感觉头好痛好晕 上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砸到头 这一次又用头撞窗户 想想这颗脑袋跟着自己也是够惨的 料想脑袋上定是又起了的大包 虽然心疼自己的脑袋 可人有千千万万种死法 烧死绝对是很难看的一种死法 想到这里 她沉下心 用大力撞了一下窗户 哐当 本就破败的窗户经不住撞击 终于砸了下来 苏彦反应快速 赶紧躲闪到一侧 咔嚓 玻璃跟着窗户掉下来 碎落在地上 她连忙蹲在地上 捡起一块碎玻璃 去割自己脚上的绳索 待双脚解放后 将地上的一块碎玻璃 踢给被她一番操作惊愣住的乔益青 乔连连 别发呆了 不想被烧死 你就快用碎玻璃 把脚上 手上的绳子割开 乔益青终于也把手上跟脚上的绳子解开了 捂着肚子 艰难地站了起来 苏彦正要爬窗户 转身看见摇摇晃晃的乔益青 轻拧了下细眉 走过去扶她 我拖着你 你先从窗户这爬出去 费了九牛二虎的力 把乔益青抬到了窗户口 见她坐在窗户上游游郁郁 苏彦摸着脑袋上的包 只觉得头晕目眩 下一秒她就要晕了 狠狠掐了自己胳膊 一下提神 抬头着急地催促 乔连连 这个高度摔不死人 你快跳下去 乔益青回过神 两手把在窗户间 十一地抬了抬脚 见她终于动起来了 苏彦不再废话 赶紧去够窗户 准备跟在她后面爬出去 咚 头上一阵顿痛 苏彦难以置信地抬头 看向窗户上的女人 乔连连 你 这个人居然在这个时候 抬脚踹她的头 还踹得不轻 好痛 苏彦感觉头更晕了 跌坐在地上 眼看着窗户上的女人头 也不回地跳到屋外 她眼前发黑 心里骂着自己 为什么要犯病 这该死的圣母病 然后愤愤不平地昏了过去 乔益青离开破屋 往远处有农房的方向跑 跑了几十米远 看见农地里 有个几个人正在干农活 她大声呼救 救命 救命 村民们看见田梗上 一身狼狈的女人 丢下锄头跑了过去 大妹子 你怎么了 乔益青捂着肚子倒在田梗上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有人绑架我 我刚逃出来 救命 快帮我叫救护车 村民们望向她跑来的方向 看见那里一片火光 呀 那破房子怎么着火了 大妹子 你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吧 里面还有没有别人 乔益青磨光闪了闪 咬牙敏唇 坚定地摇了摇头 审讯事理 警察立声问 陈爱 你快老实交代 是不是你绑架了秦太太 陈爱 咬死说 我只是听乔益青的吩咐办事 是她让我去火车站拿行李箱的 我不知道那个行李箱里面装的是钱 也不知道她绑架了秦太太 她磨光里残着狡诈 心里笃定 不用多久 那两个女人都会被烧死 到时候就是死无对证 虽然她没有成功拿到钱 但是好在她还留了一手 死了的乔益青会替她抗下绑架的名头 也会接下偷税落税的罪 审讯事外 警察问秦灿叶 秦先生 你怎么知道是乔益青的经纪人陈爱 绑架了你太太 秦灿叶面无表情 陈生道 是我太太在电话里暗示的 刘队长 陈爱昨天的行动轨迹查出来了吗 这时 一个年轻警察匆匆跑过来 队长 秦先生 查到陈爱的手机轨迹了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她一直待在上明村附近 警车开到上明村破屋附近时 几个村民正在浇水灭火 听见嘀嘟嘀嘟的警车鸣笛声 村长心中纳闷 怎么才刚报警一分钟 警车就来了 这个出警速度也是无敌了 警官 这个破房子里 逃出来个女的 他说她被绑架了 刚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 是不是这个女的 秦灿叶翻出手机里的照片递给村长 村长看着走上前的男人 没有穿警服 但是压迫感比穿警服的人更强 他赶紧回话 不是照片上这个 听村子里的人说 逃出来的人是个明星 叫叫瞧什么来着 那他有没有说 照片上的女人在哪 是不是跟他一起关在这里 村长差然 还有一个女人被绑架吗 那个女明星说 这个屋子里就只关了他 第55张巧克力味道很特别 一个村民抬着凉桶水走了过来 他脸上被烟火熏得黑漆漆 抬手胡乱地抹了八脸 我们赶过来的时候 朝屋子里喊了好几遍有没有人 没有听见什么回应 要是里面有人 总该有呼救声 一个年轻警察道 秦先生 的确有可能会把秦太太单独关在其他地方 我们查到 陈爱昨天还去过 没等警察说完 秦灿叶目光炯炯地看着前面 笃定地说 我太太一定被关在这里 她目光落在不远处一只半角的高跟鞋上 鞋子被烧了大半 但隐约能看出些残留的亮片 这是我太太的高跟鞋 话音刚落 秦灿叶往身上浇了桶水 用湿布遮住口鼻 二话不说就冲进了着火的房子里 他动作太快 村长跟警察都没有来得及阻拦 村长盲喊 这位大兄弟 我们已经报火警了 消防员很快就来了 刘队长喊 秦先生 危险 说着 指挥着各警员 快快 大家快帮忙救火 苏燕紧闭着双眼 趴在地面上 呼吸着稀薄的空气 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发出声音 也不知道 他之前丢出去的高跟鞋 能不能引起人的注意 火灾时候的烟雾里夹杂着有毒气体 让人晕沉沉 苏燕感觉一时越来越模糊 恍惚间听见男人的呼喊声 苏燕 你在哪里 苏燕 随后 身体腾空 他被抱了起来 苏燕心里突然不再害怕 紧紧踢到抱他的人怀里 感受着他砰砰砰的剧烈心跳声 咔吱 听见声音 苏燕下意识地睁眼 眼看着一根稍断的柱子 朝他们方向砸了过来 他想喊秦灿叶 小心 喉咙却被烟枪地发不出声音 只感觉抱着他的男人身体猛地亮枪了一下 却没有洒开抱着他的手 脑袋被剧烈一晃 头又疼又晕 他终于撑不住地再一次昏了过去 昏迷前他看见那根柱子 直直砸在秦菜叶的后背上 苏燕觉得今年该是本命年犯太岁的缘故 所以才又是被勒索 又是被绑架的 其实他对绑架这种事有个遥远的记忆 那是他刚高考完的那个暑假 他跟着姐姐和姐姐的同学们一起去山里徒步 苏燕和他的研究生同学们考虑苏燕年纪小 在他们安营扎寨干活的时候 就打发苏燕在篝火边烤些简单的吃事 苏燕一脸烤糊了各种食物 被姐姐嫌弃得不得了 也没有人愿意吃他的黑糊料理 他抱着一盘子烤糊的棉花糖 像个小媳妇似的他单独坐在树下 忽然一个灰头土脸的大哥哥坐到他身旁 那人脸上 手上均有擦伤的痕迹 衣服也被划破了 哥哥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吗 苏燕边问 边递给他一瓶矿唇水 你洗一下吧 那人接过水 却不是用来冲洗伤口 而是拧开喝了起来 不一会儿就喝了个干净 没事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是在回答苏燕一开始的问题 他说完 眼睛直直地盯着苏燕手上的那盘烤糊的棉花糖 吞咽了下口水 苏燕大放地递过去 你想吃吗 我请你吃 话音刚落 那人接过盘子 一口一个 吃得很快 甚至有些狼吞虎咽的架势 但意外的是 动作中却依然透着优雅 吃相还有些莫名的好看 看他那么捧场 苏燕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一脸期待地问 味道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吃的 那人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 这个巧克力味道很特别 巧克力 苏燕目光落向盘子里 紧剩的两个烤糊的棉花糖 有些生气的嘟起嘴 什么 这个大哥哥白长那么好看的五官 和这视觉 嗅觉 味觉都是有问题的 直到后来来了几个警察 苏燕才知道这个满脸是泥 浑身邋遢的大哥哥不是姐姐的同学 他是被绑匪绑架到附近的山洞 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人质 苏燕怎么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 自己从一个绑架案的吃瓜群众 变成绑架案里的人质 稀里糊涂的 梦境又转场到了着火的破屋子里 秦菜叶被那根柱子砸晕了 然后他全身烧了起来 不一会居然变成了一只烤乳猪的模样 他正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突然耳边出现有远寂静的几声叫喊 太太太太太 昏迷前的场景默然浮现在脑海中 他猛地睁开双眼 看见保姆站着一侧 他又环顾了下周围 这里是医院的病房 柳姨 秦菜叶呢 一开口 苏燕发现自己嗓子哑得不像话 喉咙疼得跟被刀片拉过似的 保姆赶紧扶着他坐起身子 从一旁的保温盒里倒了碗雪梨汤出来 太太 你嗓子该是被烟枪哑了 快喝点雪梨汤润润喉 苏燕一把抓住保姆的手腕 顾不得喉咙像被刀片切割斑腾 着急忙慌地问 秦菜叶呢 柳姨 先生在哪 保姆被他惊得手一颤 雪梨汤洒出来小半碗 烫得他手疼 忍不住叹了口气 眯眼皱眉 苏燕见他一脸苦涩 心里一惊 牺牲道 先生他出事了吗 保姆忙着擦拭泼出来的雪梨汤 没有来得及回话 落在苏燕的眼里 就脑补成了保姆躲避这个忧伤的话题 他呼吸一顿 他死了吗 为了救他而死吗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保姆放下雪梨汤 俯身安慰 太太 您别多想啊 听见哭喊声 诧异地看向病房内 宋天见苏燕哭得淒淒惨惨 对着站在一侧的秦灿叶说 嫂子对你感情挺深啊 哭得这么伤心 叶哥 你快进去 别让他继续误会了 秦灿叶视线落在病房里嚎啕大哭 的女人身上 心里溢出层层叠叠的情绪 抬脚想进屋 又忍住了 随后绷着脸不急不慢地道 让他再哭一会儿吧 他是该哭哭了 这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 苏燕哭得卑卑淒淒 保姆忙着给他擦眼泪 都来不及解释 过了一会儿 苏燕止住了哭声 擦了下眼角 吸了下鼻子 攥紧了双手 在床榻上重重捶了一下 语气气愤地道 我居然年纪轻轻地就成寡妇 还是得没有一分钱遗产 的翘寡妇 苏燕 门口传来一道饱寒怒意的喊声 宋天脸憋得通红 看着身旁男人 轻一阵白一阵的脸 他实在是没胆子笑出声 这两口子真是一物详一物 听到熟悉的男人声音 苏燕心口聚了一颤 抬眸望向门口 目光与脸色铁青的男人对上 心情一下子不知道 是该高兴还是该害怕 色缩地喊了声 老公 忽然又惊恐地看向保姆 压着声音悄悄问 柳姨 你能看见门口的人吗 秦灿叶 第五十六章 做个结杂手术吧 医生在给秦灿叶 背上的伤口换药 药味跟皮肉烧焦的味道 在纱布拆开的那一刻 弥漫在整个病房里 看着血肉模糊的伤口 苏燕眼睛瞪圆了几分 鼻子开始发酸 那根烧红了的柱子 砸下来的瞬间 他侧身挡住了柱子 柱子只把苏燕的头发 烫了一小撮 却在他的背上 烫出了个碗口大的伤口 估摸着 对把他背上那块肉 烫得有三分熟了 秦灿叶抬眸见他 红着眼站在旁边 水润的桃花眼里 带着担忧 无作的紧咬着红唇 像是在克制着 不让眼泪滚落 开口斗他 别掉筋斗子了 就那么点烫伤 还不至于让你成为俏寡妇 听见这话 苏燕眼泪一下子憋了回去 狗男人 为什么受伤的 不是他这张嘴 医生换好药后叮嘱 秦先生 伤后愈合前 不要接触到水 回家后千万要注意 转身又对着苏燕问 秦太太 你还感觉头晕吗 苏燕晃荡了两下脑袋 感觉晕眩的他恶心想吐 医生 我的脑袋 不时静动就还行 可猛地移动 我就觉得好晕 甚至想呕吐 嗯 片子显示你的脑部 有些轻微损伤 过段时间等头部自然愈合 就不会再有晕眩感了 这几天注意不要大幅度晃动头部 避免做剧烈运动 秦太太 今天你可以跟秦先生一同出院 这时 叩叩 警察敲响了病房的门 秦太太 方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 苏燕乖巧地点了点头 在秦菜叶身侧坐下 警察手里拿着个小本子 边问边记录 秦太太 昨晚是陈爱在玉湖别墅小区附近 绑架你的吗 是 目前陈爱只认乔一清 是绑架案的主谋 但乔一清声称 她也是被陈爱绑架的人质 秦太太 乔一清是否是与你一同 被陈爱囚禁在破屋里 我 苏燕抬手摸了下头上的两个大包 一个是撞窗户时候撞出来的 一个是被乔一清一脚踹出来的 她按摩了两下牙 陈爱跟乔一清都曾想把她活活烧死 而乔一清更是恩将仇报 这该死的圣母病差点要了她的命 她得治 我不记得了 她扶着脑袋回复 又一脸茫然地对着医生道 啊 医生 我怎么一用脑子想事情就疼 秦太太 你别使劲思考 脑部损伤的确会导致记忆问题 和注意力集中困难 警察放下手中记录的笔 转头问医生 秦太太这是失去了那段记忆吗 这个情况会维持多久 医生脸眉 谨慎地回答 短则几天 多则几个月 几年 甚至数十年 也不排除会永久丢失一段记忆 毕竟这是大脑受到了损伤 秦灿夜望着眼身色的女人 抬手露了下她的脑袋 言语了句 看来这次是真傻了 苏彦条件反射地想开口回对她 想到警察就在对面 她转而可怜兮兮地眨了眨桃花眼 无助地往她怀里躲 弱弱地卖着惨 老公 人家真的想不起来了 可能是那段记忆太吓人 我潜意识里不想记起来吧 秦灿夜垂下眼瞼 眸色幽深地凝了她一眼 转而对着警察说 我想起来个事 我们刚到达的时候 村长对我说 乔义清被救护车拉走前 曾对着村民们说 那个破屋里只关着她 她说的平铺直续 不带一丝异毫感情 却是直接点出了问题点 警察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了几个字 随后合上了本子 秦先生 秦太太 谢谢你们配合调查 警察走后 苏燕重重地吐出一口恶气 一瞬间感觉自己的圣母病被治好了 唇角忍不住挂上笑容 带着两个小流窝出现在双颊上 秦灿夜深黑色的眼眸掠过她的面孔 长臂一身将她揽入怀里 薄唇凑到她耳边 苏燕 你要怎么谢谢我 苏燕的心咯噔了一下 心脏开始砰砰直跳 慌得有些不知所措 磕巴地问 谢 谢什么 男人意味深长地刮了下她的鼻子 低声道 小坏蛋 你说谢什么 没等她回答 她一把将她提在自己的腿上 饶友兴致地看着她 猴头滚出声轻笑 我救了你一命 你不该谢谢我吗 苏燕心跳平缓了下来 骄骄地笑了笑 那我给你买个礼物 秦灿夜 你想要什么 她又急忙澄清了句 我没有多少钱的 你别让我买太贵的东西 豪车我是肯定买不起的 秦灿夜嘴角勾着浅浅的弧度 笑得不太正经 拖着长长的语调说 没钱啊 那你就拿肉肠吧 说着 一手拖着她臀半往大腿跟部靠 一手将她连衣裙的下摆往上卷 苏燕眼睛难以置信地眨巴了几下 真想不到 狗男人身上还带着伤 就在医院里发起情来 严肃地端起脸说 秦灿夜 你背上还伤着 医生也说了我不能剧烈运动 我们俩最近做不了这事 你消停歇 视线瞅过去 见她脸上露出不喜 沉着脸像个没吃到糖的孩子 苏燕忍不住笑了声 抬手学着她刚才的样子 刮了刮她的鼻子 微微压低了声音 要乖啊 小坏蛋 这话 落在秦灿夜的耳朵里 不是调情是什么 而她的动作就跟燎原的星星之火似的 一瞬间将她的情欲点了起来 她可一点也不想委屈自己 快速转了个身 将她压在了床上 你头别动 身体运动就行 苏燕没想到 她还能有这个操作 刚想开口拒绝 嘴唇被她堵着说不出话 她着急地啃咬了下她的舌头 秦灿夜眼眸又深了几分 轻轻褪开了些 嗓音哑得要命 小妖精 学坏了 说着就去啃咬她粉嫩的耳间 湿热的气息荡漾在她的耳阔 苏燕觉得丝丝的疼痛里带着痒 让她身子不由地溢出一层细汗 她张口想说话 却发现自己只能发出有些羞耻的嘀嘀哼几声 衣服被半脱下 突然触及到冷空气的皮肤 让她稍稍回过了些神志 她清了清嗓子 急急开口阻止 秦灿夜 我在排卵期 这里也没有安全套 回家了我再报答你 行不行 她才刚成立了个工作室 这会儿怎么能怀孕生孩子 秦灿夜又哄着 一会司机来接我们 让她把家里那瓶避孕药带过来 听到避孕药三个字 苏燕脑子一下子清明了 抬手用力地推了她一把 怒目瞪着她 你让我吃药 狗男人想爽 不肯带套 却让她吃药 想想觉得气不过 她冷着脸说 秦灿夜 吃药对我身体不好 你要是以后不想带套 这里正好是医院 你去做个结杂手术吧 见男人阴沉着脸 苏燕你没吼到 秦灿夜 你干嘛一副 好像我要你去淹了式的表情 这又不是不能恢复 结杂手术对你身体的伤害 比不上几片避孕药 对我身体的伤害 你有什么好抗拒的 等以后准备要孩子的时候 你再做个腹痛手术不就行 没等到秦灿夜说话 哐当 病房门被重重推开 苏燕跟秦灿夜两个人 正衣衫不整地叠在一起 好在最上面盖了层薄被 勉强挡住了一片春色 啊 看见门口的人 苏燕惊叫了声 脸红到脖子根 慌慌张张地往秦灿夜怀里躲 第五十七章 生孩子是我们俩的事 走进病房 刚准备抬手敲门 恰好听见门内的谈话内容 沈月之脸色陡然一黑 心下疑急 伸手猛地推开门 语气带着愤怒 大声质问 你们在说什么 看见病床上纠缠着的两人 她搭在原地 表情甘大的无地自容 眼睛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里摆 她努力保持镇定 转移开目光 往后退了几步 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 姑姑怎么了 跟在她身后的沈宇竹一脸纳闷 边问边好奇地想朝病房里张望 却被沈宇竹侧身挡住视线 甘大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听见门口的声音 苏燕惊慌失措 想要找个地方躲 可是病床就那么点大 她只能往下缩 试图往秦菜叶身下藏 着急忙慌下不小心 触碰到了男人身上的敏感处 你别动 秦菜叶闷哼一声 喘了口粗气 一手把她按在怀里 一手帮她把半脱下的裙子穿上 随后快速地整理好自己身上的衣物 眼神带着不爽地看向门口 与其责备 进门前怎么不敲门 沈月志整理了下表情 刻意地干渴了几声 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和宇竹来看看你们 见病房里两人穿戴整齐了 沈月志带着沈宇竹 缓步走进病房 试图找个话题来化解之前的尴尬 她面上端的若无其事 介绍道 苏燕 这是我侄女 刚从LAM国回来 你们认识一下 可沈月志为了缓解尴尬 而找的这个话题 又精确地踩在了苏燕的大点上 苏燕把裙子使劲往下拽了拽 只觉得骚得没法见人 这种情况下 在抱马甲真是尬上加大 于是躲在此时一关楚楚的 秦菜叶身后 沈宇竹见她藏在秦菜叶身后 以为她性子腼腆 笑着主动往前走了两步 声音带着自来熟 表嫂 我是沈宇竹 以后你喊我宇竹就行 苏燕偷偷用手 揪了下秦菜叶的后衣摆 指望她出来打个圆场 敲声喊了句 老公 秦菜叶回头看了她一眼 笑得有些坏 随后跟故意似的 把身体往侧边挪了挪 将藏在她身后的女人 直接暴露在沈宇竹的目光下 苏燕没有料想到 这人不仅不帮她打圆场 还直接不管她 错恶的眼眸 对上沈宇竹那双 比她更错恶的双眼 场面延续着之前的尴尬 她脚趾忍不住地在地上抠了抠 觉得可以抠出左哥旁宫 沈宇竹愣了好一会儿 苏小姐居然是自己的表嫂 这是什么情况 看了下秦菜叶淡然的表情 她没有多问 将手里的一束向日葵往前臂 继续笑盈盈地道 苏小 阿布 表嫂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苏彦接过向日葵 面上微微发炯 礼貌地笑了笑 一只手悄悄挪到秦菜叶后腰上 企图拧她一把报仇 还没使劲 手被男人一把捉住 大掌在她的手心处揉捏了几下 最后食指交扣 苏彦面上顿红 手心瞬间发潮 用了点镜把手抽了出来 偷偷瞇了她一眼 她故意起身 忙忙碌碌地找花瓶 背对着几人把向日葵插了起来 插好后也不转身 假装欣赏花 四个人沉默地待在病房里 每一秒钟都仿佛变得异常缓慢 沈月之试图避免进一步尴尬的场景 脑子思索了一番 开口问 参业 你们俩的出院手续办好了吗 秦参业淡淡回 正要去办 沈月之对着沈宇竹吩咐 宇竹 那你陪你表嫂去办下出院手续 好的 姑姑 沈宇竹应得很快 一手自然的晚上表情不自然的苏彦 表嫂 我们走吧 看着苏彦离开的身影 沈宇竹心里对刚才在门口 听到她叫喊着 让秦参业去劫杂的事不满 正打算开口问秦参业 这是什么情况 还没张嘴 就看秦参业起身走到门口 将两张就整卡 不急不慢地递给着急 忙慌跑回来的苏彦 苏彦撇嘴横了她一眼 称怪道 秦参业 你不能早点提醒我吗 秦参业语气悠悠 让你印象更深刻一些 苏彦 狗男人 待苏彦再次走后 沈岳之这回谨慎地眼上了门 低声问 蔡叶 苏彦她是不肯生孩子吗 生孩子是我们俩的事 妈 你别再管了 秦参业语气很强硬 沈岳之一下子喉咙里 像被卡着根鱼刺 再也说不出话来 秦参业拿出手机 也点开一份报告 语气冷淡地说 妈 你看下这份检测报告 沈岳之接过手机 看了一眼 恨恨地唾了一声 这个烟女人怀的 居然还是个男孩 视线扫到报告末尾 她神色露出惊诧 声音变得尖利 乔易清怀的不是她的种 秦参业面色很沉 声音带着克制 你既然知道乔易清是谁的情妇 那为什么要跟苏彦和苏立生说 乔易清怀了我的孩子 你是想接他们的手 替你除掉乔易清吗 见对面人脸色逐渐一出不堪 她冷声道 你知不知道 乔易清手里有视频 你把她逼急了 她只会破罐子破摔 沈岳之像是受到了惊吓 面孔上瞬间没有一丝血色 她的声音因为着急而变得占领 参业 那现在该怎么办 要是视频被泄露可如何是好 报告结果一出来 我就去找了乔易清 她愿意交出了视频 前提是送她去燕国 跟帮她解决税务的麻烦是 秦参业双眸闪过一丝利涩 不悦的借口说 你去找陈爱 挑拨她跟乔易清的关系 让他们反目成仇 纯粹是多此一举 还害得苏彦差点被 她后曹牙咬紧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以后不要再去牵扯苏彦 虽说是她生的儿子 可秦参业自小就是跟着 公公秦永连长大的 等到了读书的年纪 她又被早早送出了锅 加上她性子冷 母子俩也算不上亲近 沈月之这时觉得 她周身散发出一个 真似般伶俐的气场 一时间有了种灰冷的感觉 坦特地点了下头 两个人心照不宣地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沈月之沉默许久 突然道 二方那边年底就要生了 你知道你爷爷一向 注重长幼 二方那万一生了个男孩 她顿了一秒 突然不满地皱了下眉 叹了口气道 你爸爸已经把那位调回来了 沈月之边说边 偷偷去着秦菜叶的表情 后者面无表情地听完 未发一言 第58章 真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苏彦办完出院手续 没走几步 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问了接听 稍等一下 转头对着身侧的沈宇竹道 宇竹 我去接个电话 啊 哦 好的 沈宇竹回答得心不在焉 她此时吃不准 林淑琪知不知道苏彦已婚的身份 脑子里盘算着 不管林淑琪知不知道 把苏彦是她表哥 秦菜叶老婆的真相 再优雅地传递给林淑琪一遍 总不会错 想着 她拿出手机 字字斟酌的编辑短信 苏彦走到一侧 对着电话那头的米莉 应为一声 米莉问 宝贝 昨天晚上 你怎么不接电话 上午的电话 你也没接 绑架的是 苏彦不想告诉她 让她担心 于是随口应付说 手机不在身边 米莉没做多想 转而继续说 宝贝 我们工作室来了第一个客户 心境流量小花 玉露露 她是瞧着Peter的名头 主动找过来的 我跟Peter正犹豫 要不要接下她的单子 所以打电话问问你的意见 玉露露 那个网红出生的女演员 玉露露几年前 以一张参加大学运动会的 春春照片火遍全网 阳光有活力的形象 很受宅男喜欢 使她一下子成了 火遍全网的女网红 这几年 她签约了经纪公司 正式进入娱乐圈 一连拍的 《几步口碑还不错》的电视剧 积累了不少的粉丝 可相比她顺遂的演艺事业 她在时尚圈的路 就走得很艰难 娱乐圈里 最不缺的就是美女 她那清纯的面孔 实在是太容易 被长向妖艳的女明星咽压 加上她身材比例不算好 哪怕穿着万能的时尚单品 也总是显得土里土气 苏彦平时没少刷到 网友群潮玉露露出席 各种公开活动 穿着造型的帖子 也难怪皮特跟米莉 不敢直接接下玉露露的造型工作 毕竟有实力的造型工作室 都不肯接她的单子 就是怕被她砸了自家的口碑 皮特的老冬家 一将工作室 就曾拒绝给她做造型 苏彦秀没拧了又拧 表情纠结了好一会儿 对着电话那头 清清楚楚地回了句 接盛色工作室 不过是个新成立的 寂寂无名的小造型工作室 若是在玉露露的造型上扑了 不过是跟着被群潮一把 可若是在玉露露那拨出来 那就能立刻打响知名度 电话那头的米莉默了一秒 随后发出哈哈一声大笑 皮特 我说了 苏彦一定也会选择 接下玉露露单子的 你就从我们俩吧 老娘一世英明 实在是不想栽在玉露露的身上 她实在是外形太普了 就怕费了九牛二虎之利 说话的是皮特 苏彦能明白皮特的忧虑 毕竟造型师挂的是她的大名 皮特在圈内也是有些口碑的 谁也不想被砸招牌 这样 我们先试试给她做几套日常造型 若是效果可以 再接着给她做参加大型活动的造型 苏彦找了个权衡的法子 皮特这才勉强硬下 也行 玉露露个人是根本借不到高奢礼服的 若是做她参加大型活动的造型 我们工作室还得想办法帮她借礼服 表嫂 表嫂 远处传来喊声 苏彦抬眼看见沈宇竹匆匆向她方向走来 她赶紧草草结束了通话 沈宇竹一脸兴奋 声音特别激动 表嫂 可巧了 刚在大厅那看到我林师兄吗 你跟我一起去打个招呼吧 之前她一直是苏彦视为情敌 今天得知苏彦是她的表嫂 她可真是太开心了 短信编辑了又删 删了又编辑 正惆怅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淑琪 又显得不那么刻意 正当她愁眉不展的时候 就看见林淑琪从医院大厅穿过 这真是老天给她的好机会 当面揭穿苏彦的已婚身份 这不比用短信告诉林淑琪更好吗 想着 她面上露出狂喜之态 只觉得苏彦走路太慢 直接上手去拽她 快步把她拉向林淑琪方向 林师兄 真巧啊 你怎么来医院了 林淑琪看着忽然出现在面前的两个女人 有些正愣 随后目光直直地落在苏彦身上 沈宇竹见她两眼只看着苏彦 心里下起一阵酸雨 没等林淑琪回答 她将苏彦往前推了两步 急切又刻意地介绍 林师兄 我给你重新郑重地介绍下苏小姐 苏彦 我表哥秦菜叶的老婆 最后一句话 她特意拔高了音量 听着像是在做强调 林淑琪没有搭枪 只是关切地问 我听说你被绑架了 苏彦 你没有受伤吧 苏彦揉着被沈宇竹刚才那下拽得生疼的手腕 客套地回答 我没有受什么伤啊 林律师 你是怎么知道我被绑架的事的 她有些纳闷 绑架的消息没有对外泄露 林淑琪是怎么得知的 林淑琪顿了好几秒 沉声道 苏彦 我是乔义清委托的律师 听见这句话 苏彦顿时秀眉拧出一道不高兴 敏纯不再说话 一旁的沈宇竹压根不关心他们说的绑架这个话题 她显然在为了另外一件事被忽略而着急 于是张口又强调了一遍 林师兄 你还记得我表哥秦菜叶吗 苏彦是她的太太 苏彦扶眉 并不是因为她的原因 表妹 你抓错重点了 我知道 林淑琪淡淡瞥了沈宇竹一眼 速声说 沈宇竹 我有些案子上的事情想跟苏彦聊一下 麻烦你回陛下 沈宇竹眼角没烧染上一丝不干 又立了好一阵 才不清不愿地说 那我在那边等你 表嫂 表嫂这两个字的称呼 她喊得字字清晰 生怕眼前两个人听不清楚 然后她慢吞吞地往边上挪了几米远 眼睛却一直盯着两人方向 苏彦总觉得林淑琪是个鼎鼎厉害的律师 似乎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不敢迎着林淑琪的目光 心虚地摸了下鼻子 战战兢兢地说 林律师 我真的不记得在破屋子里发生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乔一清是不是也是人质 林淑琪两眼深深地看了她几秒 很快柔声笑了笑 温声说 苏彦 你别紧张 我并不是要和你聊绑架案的事 苏彦抿了下唇 悄悄松了口气 眼角露出一丝如是重负 她微微一笑 仰头问 林律师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案子上的事 林淑琪余光看了眼不远处 支着耳朵的沈宇竹 指了支远处的医疗椅 嗓音轻柔 苏彦 你面色不太好 我们去那边坐着说 沈宇竹看着这两人一前一后 走到远处的椅子边 然后并排坐下 她还不想跟上去 却又怕惹得林淑琪不快 只能捏紧拳头 眼睛一颗不敢松懈地盯着他们 她想不通 苏彦嫁给了秦灿叶这样优秀的男人 为什么还要勾搭她的林师兄 真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沈宇竹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喂 表哥 我和表嫂现在在医院大厅 表嫂在和我师兄 苏彦余光注意到沈宇竹一副钉梢的举动 生怕又惹得她多想了吃醋 绷着背击鼓板板正正地坐在椅子边上 跟林淑琪始终保持 这一只手臂的距离 苏彦 我查到是谁勒索你了 林淑琪微微压着嗓音说 第59章今晚就要孩子 林淑琪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视频 苏彦一看 这是某家水果店门口的监控视频 不时的有客人到门口挑选水果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手机屏幕 心里猜想着 视频中哪一个买水果的客人 是勒索她的人 视频播放了十几秒 林淑琪突然指了下 标注在视频右下角的年月日分秒时 解释说 苏彦 你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这是你那天一大早 接到勒索电话的前一分钟 又将手指挪到视频左上角 继续说 而这个公共电话厅的号码 就是给你打勒索电话的号码 林淑琪的手指修长均匀 苏彦对男人好看的手毫无抵抗力 眼睛不自觉地被她的浮动的手指勾了去 你再看一下 现在这个走进电话厅的女人 她就是给你打勒索电话的人 苏彦收回目光 有些心虚的愣了声 一显示自己没有瞎看 刚才只顾着看满水果的客人 压根没有注意到什么公共电话厅 经过林淑琪的提醒 她才将目光夺到视频左上角电话厅的位置 视频继续播放着 一个穿着宽松白T恤 黑色打底裤的女人走进了电话厅 过了几分钟又从电话厅里走了出来 苏彦眯着眼睛想看清楚这个女人的脸 可是水果店的监控摄像头 到底离电话厅的位置远了些 画质也不是太清晰 她实在是看不清 林律师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苏彦 你看她手里拿着的淡黄色袋子 这是一家网红包子铺的袋子包装 林淑琪说着 又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频 这次是一个早餐店门口的监控视频 视频时间比刚刚那个时间早了大概一刻钟 那穿着宽松白T恤 黑色打底裤的女人 从包子铺门口停着的一辆白色SUV上走下来 静止走去包子铺买了几个包子 林淑琪指着视频中出现的白色SUV车说 我查了这辆白色本田车的车牌信息 车主是孟嘉义 视频中女人这时刚好露出清晰的正脸 苏燕看清她的脸 一下子嘴巴张成了欧字形 震惊得许久说不出话 林淑琪轻声问 苏燕 你认识她 是不是 苏燕缓过神 不可置信地瞪着双眼 看向神经笃定的林淑琪 林律师 怎么会是她 她觉得太怪蛋了 怎么会有人用自己老公跟情人的出轨事 来勒索情人的妹妹 这是什么高级的仙人跳 林淑琪看着她瞪得圆圆的黑眸 严肃地问 苏燕 你姐姐跟孟嘉义在一起多久了 感情如何 见她抿着唇 林淑琪赶紧解释 你放心 律师有职业要求 我不会泄露别人的隐私 林律师 我当然相信你的职业操守 只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我姐姐跟孟嘉义的关系 苏燕哀叹了一声 继续说 我姐姐昨天小产了 是孟嘉义的孩子 六周胎庭 我想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起码超过六周了吧 不过我姐姐说 他们已经结束了 并且最近苏氏集团 正在调查孟嘉义账务亏空的问题 我姐姐是一个 把苏氏集团的利益 看得高过一切的人 我想 她是不会迅思包庇孟嘉义的 苏燕拿出手机 把那天拍到的视频 给林淑琪看 至于孟嘉义 她应该还有其他情人 那天在看守所门口 我看到孟嘉义 跟这个开枣红色 mini cooper的女人在一起 林淑琪看完视频后说 苏燕 你把这个视频传送给我 我去查一下 这个枣红色 mini cooper的车主信息 医院手机网络信号不太好 视频传了好几分钟 都没有显示发送成功 苏燕心里捉急 把头凑到林淑琪的手机前 查看视频接收情况 远处的沈宇竹 眼看着这两人脑袋凑在一起 看着手机 姿势越发轻易 恨不得上前把他们扯开 还没等她有所动作 面前走过一个高大的身影 直直地走向那两人 她一看 连毛脉不跟上 苏燕忽然感觉身上毛孤孤的 头皮更是有些发麻 下意识地伸手挠了下头 不小心挠到头上的两个包 疼得她撕了一声 头顶传来一个压压的男人声音 疼吗 笨 下一秒 感觉脑袋被人撸着 有人轻轻揉着她脑袋上的包 温温热热的触感 一下子缓解了她的疼痛 她下意识地仰头 看见来人 正愣了一秒 大火里的浓烟 把她跟秦灿叶的嗓子 呛得有些哑 她刚没有听出来 是秦灿叶的声音 生怕被秦灿叶 知道了苏燕的私事 她忙把手机收起来 缓缓站起身子 娇声娇气讨好的喊了声 谢谢老公 秦灿叶露她脑袋的手不停 语气过分轻逆 都是一个户口本上的人 跟我客气什么 苏燕 她后悔让狗男人上网看梗了 这都是学了些什么油腻兮兮的话 沈宇竹巴不得 这两人在林书七面前表现得更甜的一些 眼角眉梢都当出了笑意 语气轻快地大声感叹 表哥跟表嫂的感情还真是好 可把我看羡慕了 苏燕脸皮子浅 听人这么一调侃 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羞红着一张俏脸 秦灿叶对这话很受用 伸手搂住苏燕纤细的腰肢 带着种恨不得柔尽身体的亲密 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笑 语竹 你也抓紧些 别等我跟苏燕孩子会跑了 你还没有结婚 沈语竹巴不得这两人表现得更亲密一些 故意问 表哥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姑姑可念到好久了 秦灿叶勾唇 回了一句 今晚就要孩子 苏燕 狗男人 再说她什么时候说要孩子了 苏燕不配合地测了下腰肢 暗暗表达了下她的立场 似时注意到她的抗拒 秦灿叶横跟在她后腰上的力道不断收紧 带着点不容反抗的意味 司机到了 苏燕 我们回去吧 秦灿叶目光若有肆无地 从面前的林书琪低沉的脸上扫过 随后落在一派小女人 娇羞模样的沈宇竹身上 浅笑道 宇竹 有空带你师兄一道来我们家玩 林书琪逼着自己站在原地 目送着秦灿叶 正大光明地搂着苏燕离开 垂在身侧的手 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地捏紧起来 林师兄 你回律所吗 沈宇竹笑得灿烂 能不能开车捎带我一程 林书琪侧眸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直言道 沈宇竹 你跟我都是成年人 请你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也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 抱歉 我还要去当事人哪 不方便送你 她声音一如既往 都温和 却带着决绝的冷酷 说完就抬脚离开 沈宇竹呼吸一致 以往林书琪虽对她虽然不算热络 但也从没有推开她的接触 可刚刚这句话不仅拒绝了她 还拒绝得很彻底 这一刻 她感觉像是被人一把推进了寒潭之中 且半点不给她爬起来的机会 她猛地上前追了几步 顾不得医院里人来人往 颤抖着喊了一句 林师兄 为什么 林书琪顿下脚步 但没有转身 似是自嘲 苦笑地说 一厢情愿地喜欢 只会给对方造成困扰 是不是因为苏彦 沈宇竹不死心地追问 随后大声又说了一遍 林师兄 苏彦她已经结婚了 她是我表哥秦参业的太太 她喊得有些大声 周围的人开始有意地往他们方向瞧 林书琪眉心狠狠凝了一下 转头重申了一遍 沈宇竹 你是一个律师 请你抓住我们之间的重点 你喜欢我 我知道 我不喜欢你 你知道 沈宇竹争冲在原地 手里的手机响起铃声 她擦了下眼角 接听了电话 喂 曾荣姐 你已经被调回国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小男孩 嘎声嘎气地喊声 表姑姑 表姑姑 第六十章能别玩梗了吗 刚回到玉湖别墅 秦参业就火急火燎地 扯着苏彦往二楼主卧里钻 保姆是成年人了 默默地将一楼客厅里的电视机打开 把音量调到了数值五十 埋头继续打扫卫生 过了将近两个小时 保姆才把客厅卫生收拾好 给自己泡了壶茶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突然听见二楼传来男人的喊声 保姆老脸一红 先生今天怎么也叫得那么大声 之前晚上偶尔能听见太太 哭哭气气的声音 刚开始 保姆还以为先生会在卧室打太太 直到有一回 她听太太哭得惨兮兮 实在不放心摸到二楼查看 才刚走到主卧门口 就听见卧室门后 传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声 她这才知道 先生只是有些生猛了 抬头看了眼时间 保姆又给自己倒了杯茶 今天的晚饭 铁定是可以玩两个小时做的 啊啊 疼 苏燕透着潮红的脸蛋上 挂着一副臭臭的表情 语气里满是不满 让你别折腾 你非要折腾 还折腾那么久 我这会儿快要累死了 还得给你处理崩坏的伤头 话虽是这么说 手上的动作却是轻人了很多 秦菜叶背上有伤 只能趴着睡 索性半趴在苏燕身上 笑得不正经 你都没动 累什么 她挨得太近 下颚就在她的头顶上 灼热的气息喷在她的头皮上 苏燕觉得这搞不好 是要擦枪走火的 微微偏了下头 抱怨了剧 重死了 压得我喘不过去 秦菜叶 你趴那边去 男人稍稍挪开了些 可那条手臂 却还是倔强地横跨在她的胸上 苏燕轻腻了她一下 见她手还是不挪开 抬手自己去扳她的胳膊 可她累得气喘吁吁 却是把狗男人的手臂 扳到她的肚脐眼位置 就再也扳不动了 只能放任她的大手 在她腰之上不安分地捏来捏去 秦菜叶 我都被绑架了 有权问些问题吧 苏燕余光观察着她是神情 见她表情并没有露出推却 她巧声问 那个乔一清肚子里 怀的是你的弟弟或妹妹吗 不是 那难道是你的孩子 苏燕不假思索 说完就感觉腰上一紧 哎 疼 你为什么掐我 你说为什么 秦菜叶沉着嗓子 语气没好声好气 你头是真撞瓦特了吗 不是就不是 你那么激动干嘛 苏燕侧头白了她一眼 狗男人现在连脑子瓦特了 都会说了 这是上网冲了不少浪啊 秦菜叶 那你知道乔一清 怀的是谁的孩子吗 苏燕满脸写着八卦 说着翻了个身 凑到她跟前 几乎与她面对面 这个姿势下 秦菜叶可以清楚地 看见她琥珀色的眼眸 以及那浓密卷翘的 像两把菩萨的睫毛 喉咙一下子痒了起来 聊这些做什么 苏燕 我们聊点成年人的事 你要跟我聊明天几点上班 苏燕嘴角一抽 狗男人这是上网看了多少梗 还以为她不会接吗 她说话的时候 带着忧香的吐气 就扑在她的鼻头 秦菜叶觉得脸上也开始痒了 眼眸中墨色翻涌 过了几秒 她哑声道 我们聊聊你被绑架时 跟我求求时候说的那个字 哪个字 牵她浓如绸磨的毛子直勾勾的 盯着她 苏燕猛地反应过来 脸颊泛红 念黑着说 哎呀 明明知道那是我提供的暗语 意思是绑匪是尘埃 明明是谁 苏燕舌头一顿 秦菜叶 能别玩梗了吗 那玩你 秦菜叶 苏燕咬牙 她可真后悔 让这个狗男人上网学街梗 男人一手游离在她的肌肤上 猴杰也缓慢地滚动着 毫不掩饰眼里的欲念 沉沉地道 不说就不说 这个字本来就不是用说的 客厅里刚准备起身去 做晚饭的保姆动作卡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拿起遥控器 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大数值 随后安心地坐回沙发上 今晚的晚饭看来是不用做了 苏燕眯着轻松地睡眼 看向墙上的钟 这么快就到早上八点了 这才睡了几个小时 秦菜叶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竟是已经穿好了西装 苏燕懒洋洋地问 背上伤着 不能休病假吗 公司那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秦菜叶带袖扣的手顿了一下 嗯 今天公司有事 快速把袖扣带好后 她坐在床檐上 定定地看着苏燕睡眠 尚未清醒的脸 问 怎么睡得脸都肿吗 不舒服吗 苏燕没烧拧着 称了句 你晚上没完没了吗 我快累死了 你说我舒不舒服 男人笑得粘坏 不舒服 那你叫得那么欢 苏燕脸一下子热地烧了起来 她在男女之事方面是很腼腆的 可秦菜叶很会逗弄人 每次在她快要到的时候 哄着她一声声地叫她老公 她也总是说些骚话 让她更加害羞 把她撩拨得面红耳赤 渐渐的 她并不觉得做那事的时候疼了 甚至还有些舒爽 中午12点 保姆见苏燕还没有起床 生怕她饿 敲门喊她起来 主卧里 空气中弥散着暧昧的腥味 垃圾桶里满满一堆用过的纸巾 床骨异常的凌乱 保姆也是有老公的人 这场面 她懂 可眼睛不小心瞄到 太太宽松的睡衣领口下 露出的细细蜜蜜的红痕石 还是忍不住偷偷感叹了下 都说小别胜新婚 这也就一天不在一起罢了 先生怎么就跟饿了一年似的 昨晚没吃晚饭 今早没吃早饭 中午苏燕吃了足足两大碗面条 保姆只担心她会吃撑 让她吃了片见味消失片 再出门 苏燕让司机把她送到了 长去的理发店 Tony老师抓着她一撮 被烧得直到了下额处的头发 唉声叹气 拿着剪刀 拧眉思索了老半天 忽然眼睛一亮 苏小姐 索性把两侧头发 都修剪到下额位置 若是这么一剪 不就成小日子 过得不错国家那的妞了 她爸爸是退伍军人 小时候她看个日本动漫 都要被她训 若是她剪个这种发型 被她看见不得挨骂 于是委婉地拒绝说 我都已经结婚了 顶着个日曼少女的发型 不合适 Tony老师又说 那剪完再烫个大卷 把发色染成茶色 这样看着成熟妩媚些 苏小姐 你看怎么样 不然你这一头长发 咔嚓一下都剪了 那也太可惜了 苏燕想了想 点头硬下 发型做完 效果很不错 空气感的卷发 叠加冷酷里心的公主切 搭配苏燕搅好的脸型五官 让她整个看着焦翘中 又多了些女人味 Tony老师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到底是大美女 把自己做的发型 展示得多完美 苏小姐 多好看啊 酷感中带着灵动 太适合你了 听着Tony老师的彩虹屁 苏燕开心不已 这时 手机响了起来 苏燕见识林舒琪的电话 立刻按了接听 苏燕 我现在跟刘灵在一块 你方便过来一趟吗 苏燕这才想起来 今天是刘灵要求她 交付一千万封口费的日子 她连忙回复 方便 林律师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过来 第61章男人的审美 一如既往 苏燕看了眼手机上 林舒琪发过来的地址 发现正是刘灵之前 要求她交付一千万封口费的地点 这是一家网红书店是咖啡馆 地处江州市中心 最大的购物商场 就在秦市集团大厦的对面 在去商场的路上 苏燕接到了保姆的电话 太太 先生今天出门走得急 没有带药 可医生交代了 每天下午她该换药的 柳姨 你给易特助打个电话 让她派人到玉湖别墅拿药 保姆显然不认可这个方案 换了个方式说 太太 先生背上的伤 是需要人帮她上药的 易特助到底是个男人 做这些事难免笨手笨脚的 这个意思就差明说 让苏燕去送药 再帮秦菜叶换药 苏燕想说 她不仅笨手笨脚 还笨头笨脑 一礼办事 可比她牢靠多了 但秦菜叶到底是为了救她 才受的伤 若是她这点小事上 也推三阻四 被老宅那边的长辈知道了 肯定又要训她 想了想 她顺了保姆的意 爽快地说 那行 一会儿 我让司机回来取药 保姆听后 趁心地挂了电话 苏燕抬头对着司机交代 侠礼 你把我送去商场后 直接回玉湖别墅那 去取一下先生的药 再送到先生办公室 我逛完商场后 自己走去情事集团 太太 这不安全吧 司机被上次绑架的事 吓怕了 生怕太太再被劫持 不敢离开 若是再来一次 她这工作不仅会丢 先生怕是要扒了她一层皮 情事集团大厦 跟商场就隔了条马路 怎么会不安全 你一会儿快去快回 先生还等着换药 司机犹豫了一秒 点头应下 太太 那您千万别去僻静的地方 车开到购物中心 司机从汽车储物柜里 拿出一个粉色爱心小挂件 递给准备下车的苏燕 太太 你把这个挂在包上 遇到紧急情况 你就按一下 这上面的小按钮 苏燕好奇地 接过约两个硬币大小的挂件 问 这是什么东西 话音未落 她手笔嘴快地 在小按钮上按了一下 立刻 粉色小挂件 发出跟她可爱造型 完全违合的120分贝 低都低都报警声 在环境逼子的汽车里 简直展现出 惊天动地的威力 苏燕只感觉 自己的耳膜 差点被震破 手忙脚乱地 按了暂停按钮 司机对这个 警报器的效果 表示很满意 一脸自豪地说 太太 遇到危险 你就按一下按钮 发出求救 卖家说了 方圆10公里的人 都能听着 这个报警器的声音 苏燕一脸黑线 若是真遇到危险 怎么可能来得及 按下按钮 想着司机也是一片好意 就把报警器 挂在了包上 司机见状笑得很安心 吊了个车头 回玉湖别墅取药 这家网红书店 是咖啡馆 在商场赴一楼 理论上 从地下停场坐扶梯 可以直搭咖啡馆 但苏燕十路痴 在地下停车库里 晃悠了十分钟 也没有找到直搭电梯 正巧前面转弯处 走出来两个女人 身上带着 秦氏集团的公牌 手里搁拎着 两大只咖啡馆打包袋 这个从冗国 调回来的许副总 可真大方 才三十岁 就已经是秦氏集团的副总了 他的薪资一定很高吧 听说许副总 以前是义特助的那个口味 五年前被调去燕博的 你瞧 去海外分公司 度了一层金 回来就生成副总了 哎 我听老员工八卦说 许正荣跟总裁谈过恋爱 真的假的 真的 听说他们是青梅竹马 苏燕瞧见他们手里的 咖啡馆袋子 赶紧踩着高跟鞋 往两个女人方向奔 喘吁吁地问 请问 去书店咖啡馆 该怎么走 看见他 秦氏集团两个女员工一愣 面上表情有些不自然 右边女员工率先反应过来 回答说 太太 从这边走到第一个路口 左管就能看见电梯 谢谢 苏燕客套地笑了笑 寒暄道 你们出来买下午茶 妈 左边的女员工恭恭敬敬回答 是的 太太 新来的副总 请我们总裁办秘书们喝咖啡 看着苏燕远处的身影 两个女员工敲声耳语 换了个发型 差点没认出她 吓我一大跳 太太没有听见我们刚刚说的话吧 哎 话说 你不觉得太太跟刚刚聊的那位有些像吗 都是那种呼吸美人 说明男人的审美一如既往 哈哈 书店咖啡馆的布局合理 有专门的休闲和阅读区域 因为是工作日 里面的人很少 环境非常安静 苏燕直接走向书店正中间位置的茶餐厅 远远就看见林淑琪清俊有形的背影 而她对面坐着一脸菜色的琉玲 琉玲率先看见了进来的人 还没有带苏燕走到餐桌旁 她就直直地站了起来 懦懦地道 苏二小姐 这是个误会 我 林淑琪跟着转身 在看见苏燕的那一秒 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很快又被隐隐的惆怅替代 她温声道 苏燕 我今天在书店人文考古区域 等到了前来拿一千万的刘小姐 刘灵张口想否认 却知道否认也是徒劳 这个男人刚抓到她去拿那装了一千万的旅行带 她无从狡辩 她突然朝着苏燕扑通跪下 连连磕了好几个头 苏二小姐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吧 我是一时糊涂 书店里虽然没有几个人 但她这不寻常的动作 还是引起了周围人的侧目 刘灵 你先起来 有话好好说 苏燕藏在高跟鞋里的脚趾 忍不住尴尬地抠了抠 心里又有些厌烦 刘灵这种大庭广众下 道德绑架时的求饶 却也拉不起来她 只能任由她拉扯着自己的裙摆 一脸无奈地看向一旁的林淑琪 苏燕不是活菩萨 做不到面对这种事 别人说一句对不起 她就轻飘飘回去没关系 她对乐山大佛的椅子没有兴趣 林淑琪似事早就料到 刘灵会有这般操作 不计不许地说 刘小姐 你若是没有沟通的打算 那我跟苏小姐就先失陪了 这个事就交给警察处理吧 听了这话 刘灵身子一软 抓着苏燕裙摆不放的手 徐徐松了下来 第62章 你为什么要勒索 苏小姐 林淑琪拉开身侧的椅子 温声道 苏燕 你坐下吧 你要喝些什么 我不用喝东西 林律师 等一下我还有事 我们速战速决吧 苏燕说着 垂眸看了下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女人 一时间只觉得这个女人又可怜又可恨 眉心蹴了下来 林淑琪沉静道 刘灵 你起来吧 说说你为什么要勒索苏小姐 刘灵眼看讨饶 是不能糊弄过去了 只能识相地从地板上爬起来 镜子坐在他们两人对面 伸手拿起桌子上的咖啡 看见她的动作 苏燕默然想起 上次在咖啡馆被她泼果汁的场面 下意识地快速往后养了下身体 这可是滚烫的咖啡 泼一脸可不是开玩笑的 更何况她这刚做的发型可不能沾水 林淑琪诧异地看向她 苏燕 你怎么了 见刘灵只是端起咖啡 抿了几口又放下了杯子 苏燕悄悄松了口气 侧头对着不远处 一直偷瞄着他们这桌的服务员道 服务员 麻烦你把我们这桌的杯子餐具都给收走 服务员正脑补着漂亮小三 来逼宫糟糠之妻的狗血剧情 听见喊声 连忙走了过来 见桌子上的两杯咖啡几乎都是满的 开口询问 请问你们都不喝了吗 服务员悄悄扫了眼三人 一侧坐着的男人金贵帅气 语人高贵貌美 像豪门公子小姐 再看了眼对面身材微胖 看着气质长相都不太行的女人 这情况似乎也不像她刚才设想的那样啊 林书琪诞声道 不喝了 都说走吧 服务员麻利地把桌子清空 苏彦承认 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很耸的 看见光溜溜的桌面 她终于觉得有安全感了 林书琪从档案带里拿出几张照片 一边将第一张照片放在刘林面前 一边说 刘小姐 9月25日的下午6点20分 你去了玉湖别墅小区 因为小区安保严格 你无法进小区 所以你将勒索信交给了门口保安 并让保安交给情事集团总裁的太太 她又将第二张照片依次摆放在桌子上 这是9月26日的上午7点50分 你在送完你大儿子去幼儿园后 在幼儿园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 给苏小姐打了个勒索电话 要求她给你1000万现金 看着桌子上的两张视频截图照片 刘林面如土色 整个人惶恐不安 紧接着 林书琪问 刘小姐 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知道苏小姐住在哪个小区 手机号码是多少的 看着沉默不语的女人 苏燕问 是孟嘉义告诉你的吗 不是 刘林急忙反驳 焦急道 不是孟嘉义告诉我的 是我自己偷看她的手机 看到的 她突然恶狠狠地看向苏燕 两眼心红 说话咬牙切齿 苏二小姐 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勒索你吗 你姐姐苏练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趁着工作勾到我老公 苏燕心里一颤 这件事情上 的确她的姐姐苏练是做错了的 这也是她在知道刘林是勒索她的人后 我现在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既然恨你老公出轨苏练 那为什么不直接勒索苏练 而是去勒索她的妹妹 刘林嘴唇动了动 顿了几秒 随后说 苏氏集团的人都知道 苏家大小姐精明能干 苏家二小姐却只是个漂亮的草包 而且她命好 嫁给了秦氏集团的总裁 勒索人傻钱多的她 肯定要比勒索苏练容易 苏燕差点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居然被人当面说是草包 刘林是半点也不给她面子嘛 气鼓鼓地抱着手臂仰靠在一背上 林书气纹眼拧眉 脸色明显沉了下来 声色俱力道 刘小姐 真正的草包 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你丈夫孟家一这一年 在苏氏集团挪用了近一千万公款 她与苏练在一起 不过是想用私人感情 来让苏练在公式上放她一马 她一定也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面对刘林惊恶住的脸 她继续说 并且孟家一还出了个主意 让你去勒索苏燕一千万 这样她好把窥空的窟窿补上 她就不用去坐牢了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刘林脸色瞬间变得毫无血色 她眼眶通红 身体战战利利 抖唇七七地道 苏二小姐 求求你帮帮我们 这一千万算我借你的 好不好 我们有两个孩子 她不能坐牢 说着就要去拽苏燕 放在桌子上的手 林书琪眼急手快的一手 将刘林的手挡开 一手将苏燕椅子轻松往后一拉 或者她退开了些距离 她眉心拧成了一个疙瘩 语气毫不客气地说 刘小姐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你之前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未遂 是可以立案的 刘林突然呵呵癫狂一笑 呲牙面目猙獰的道 你们要让我们夫妻都去坐牢 林书琪将最后一张照片拍在桌子上 刘小姐 想送你去坐牢的不是我们 是你的丈夫 你看一下照片上的这个女人 她也是你丈夫任嘉义的情人 看见照片 刘林脸色惊变 你胡说 苏彦忍不住好奇地看了眼照片 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 身材鲜细 眉眼清理 正带着一堆半大的孩子做游戏 她觉得她好像见过这个女人 宁眉想了几秒 惊呼道 林律师 我见过这个女人 那天你把孟嘉义保释出来后 我见她上了这个女人的车 就是那辆早红色mini cooper 林书琪清点了下头 苏彦 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遇到的 另外一个来保释孟嘉义的律师 就是她委托找来的 她看了眼对面的刘林 缓缓道 这个女人叫柳孟然 刘小姐 你一定也认识她 因为她是你儿子的幼儿园班主任 苏彦嘴张得像被塞了个大瓜 孟嘉义除了跟自己的上司出轨 还跟自己孩子的幼儿园老师出轨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龌龊 林书琪又从档案带中 拿出一份资料放在桌子上 刘小姐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柳孟然身上陆续多了不少奢侈品首饰 衣服 并且名下出现了一套 位于江州开发区的128平米公寓 一辆棗红色mini cooper 这些东西 都是由你丈夫孟嘉义支付购买的 孟嘉义在苏氏集团挪用的1000万资金 全部花在了她身上 苏彦看向刘玲 后者脸上突然露出四笑飞下 四哭飞哭的表情 书店的儿童读物区 一个小男孩 扯了扯呆愣愣盯着一个方向的女人 乃声乃气地问 表姑姑 你在看什么 沈宇竹一眼就认出了在茶餐厅那边 一个男人背影 只是她认不出坐在林书琪身侧的 表姑姑带你去吃小蛋糕 第六十三章 你这个坏女人 刘玲窟的企业生思 书店咖啡馆里的人纷纷侧目看向他们 苏彦被众人的目光扫得浑身不自在 可想到姐姐苏恋也是被孟嘉义这个混蛋利用了 就觉得牙痒痒 仰头问林书琪 林律师 那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苏彦 我已经跟你姐姐沟通过了 她今天上午就把孟嘉义挪用公款的事情 提加给了司法机关 林书琪直直地看着眼面哭泣的刘玲 素声道 刘小姐 你属于勒索未遂 前你是受人蒙蔽唆使 加上你现在还在哺乳期 我可以帮你申请赞与监外执行 待你哺乳期结束后 我会继续替你申请不予执行 如果你愿意 我现在可以陪你去公安局自首 看着林书琪带着哭得抽抽叶叶的刘玲离开的背影 苏彦不由得有些同情刘玲 丈夫孟嘉义在她运气出轨大儿子的幼儿园班主任 但好在她不是恋爱脑 感叹完 看了下手表 时间不走了 该去给秦菜叶换药了 才刚起身 前面走来一个走路亮亮畅畅畅的小男孩 好巧不巧 那小男孩手里捧着的一块巧克力小蛋糕精准地砸在苏彦身上 那块巧克力蛋糕啪击一下黏在苏彦的胸口 被撞得四分五裂的蛋糕在香槟色的布料上待了好几秒 才坠坠悠悠的一小块一小块分批掉落下来 把她的连衣裙弄得斑斑点点 苏彦垂头瞳目看着身上的衣服 既心疼连衣裙被毁了 又有些庆幸 自己刚才恰好站起身子 要不然这块蛋糕就得砸在她新作的头发上 你这个坏女人 没等苏彦反应过来 那个罪魁小祸首 朝着她奶胸奶胸的吼 书店咖啡馆的人目光又全部聚集过来 苏彦一瞬间面红耳赤 刚才这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就在流淋的哭哭啼啼下 把她当小三一般拿眼睛刮了好几眼 这一生坏女人可真是叫到了所有正义之士的心坎上 这分明是有大人故意指使这个熊孩子用巧克力蛋糕砸她 苏彦可一点也不想吃亏 踩着高跟鞋 把这孩子一把抱起来 那小男孩对突如其哀的怀抱表示抗拒 在她怀里扭得厉害 嘴里不停地喊着 坏女人 坏女人 苏彦垂眸一看 她衣服上的巧克力蛋糕 已经毫不吝啬地全曾回到小男孩的Burberry小衬衫上 勾唇把小男孩重新放下 她捏着嗓子假惺惺地喊了声 哎呀 这是谁家的宝贝走丢了 等了一分钟没有人出来认领小男孩 苏彦鼻翼地扯了下唇 呵 敢做不敢当的大人 拉着小男孩走到冰淇淋柜台 俯身哄她 姐姐请你吃冰淇淋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 小孩子是最好哄的 看见冰淇淋立刻两眼放光 指着一块粉色的冰淇淋说 我要这个Strawberry 苏彦对着服务员说 要这个草莓味的 服务员问 要几个球 一个球 不要弹筒 苏彦回答得很干脆 一个冰淇淋球30块钱 一个弹筒15块钱 她可不想给喊她 坏女人的熊孩子多花钱 半蹲在地上 拿着草莓冰淇淋 在小男孩鼻子前晃悠了两圈 见她馋得口水直流 苏彦就是不把冰淇淋递给她 挑眉问 谁让你拿巧克力蛋糕砸我的 大声告诉姐姐 这个冰淇淋就是你的了 小男孩 眼珠子黏在她手里的冰淇淋上 肉糊糊的手指 女人的身形 垮着脸拉着小男孩 走向儿童读物区 沈宇竹不过是想给刚才 坐在林舒奇身侧的苏彦 找些不痛快 才让Kevin用小蛋糕去砸她 喊她坏女人 原本以为苏彦 肯定没有办法跟小孩子计较 只会自认倒霉的灰溜溜离开 没有想到她居然 揪着小孩子来找家长 瞧着苏彦气势汹汹地朝她走了 沈宇竹硬着脸皮 从书架后走出来 故作惊讶地说 哎呀 Kevin你一转眼 表嫂 你怎么在这儿 不好意思啊 我一个没看住 小孩子太调皮了 苏彦也笑得假模假样 哦 没事 小孩子嘛 能懂什么 调皮拿蛋糕乱杂人就算了 还要推说是她表姑姑 让她杂的 哎 你说我们大人 怎么会干出这种幼稚的事 沈宇竹一耶 笑得勉强 苏彦心里吃下了一声 面上笑得温柔 转了个话头说 这件衣服是新锐设计师 水风色的定制款 这个设计师的衣服 很难买到的 今天我是第一次穿这件衣服 这衣服的料子 也实在是浇气了些 巧克力奶油 什么都沾不得 不过好在衣服不贵 也就十五万七千块钱 宇竹 我给你某个零头 给我十五万就行 沈宇竹正愣了几秒 十一的说 表嫂 你的意思是要我赔你衣服 苏彦垂眸看着 舔着草莓冰激凌 不易乐乎的小男孩 扯了个笑脸问她 Kevin 你有模拟布 小男孩只顾着舔冰激凌 像是压根 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 苏彦抬眸看向沈宇竹 耸了耸肩 熊孩子没有钱 只能你这个看娃的表姑姑 替她赔偿了 她将手机递到沈宇竹面前 直截了当地说 宇竹 你是支付宝 微信 还是银行卡转账 沈宇竹 伴随着手机语音 提示支付宝到账十五万元 苏彦踩着高跟鞋 扭腰离开 沈宇竹恨恨地盯着她的背影 捏着手机的手指在发抖 她突然反应过来 打了水风色三个字 点下搜索按钮 页面顶部出现一个燕字 水风色 可不就是苏彦的燕字 沈宇竹气得脸歪嘴鞋 吃完草莓冰淇淋的 Kevin仰头看着她 表姑姑 我还想吃冰淇淋 沈宇竹低头看过去 见她一身脏兮兮 立刻记上心头 第六十四章 奴家来伺候你换药 出了书店咖啡馆 苏彦直奔商场一楼 那里聚集着各大奢侈品品牌店 苏彦以前基本天天 泡在各家店铺里买买买 对这一层熟门熟路 她就竟走进一家店铺 贵姐一眼就认出她 殷勤地迎上来 将她带到VIP区域 苏小姐 宁可好久没来了 目光落在她身上 脏兮兮的裙子上 贵姐贴心地从架子上 拿了几条裙子 苏小姐 这些都是金秋新款 苏彦从里面挑了条 黑色亮片挂拨小黑裙 直接走去衣帽间换上 买完单刚准备出门 扫间门口摆着的 钻石针丝内裤 她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贵姐立马介绍 苏小姐 这款钻石内裤最近很火 好几个明星都穿着拍杂志了 我们店刚到货 最近这条裤衩子 在网上热度很高 苏彦对BlingBling的东西 毫无抵抗力 所以她还挺种草 但是钱多人不傻 她可不愿意花四万块钱 买一条不能穿出去的裤衩子 可今天不一样 她瞟了眼手机中的收款记录 这不有人上赶着给她买衣服 于是像个爆发护士的 朝着贵姐喊 这个钻石裤衩子 白色 绿色 粉色 各给我来一条 苏彦欢快地滴溜着购物袋 走进秦氏大楼 前台小妹 见一个青春靓丽的女人 直直地走向总裁专用电梯 忙给保安打了个手势 保安快步上前将苏彦拦住 于是 请问你找谁 我找秦参业 保安朝前台位置指了一下 请你先去前台登记 苏彦指了下自己的脸 反问 我 我也要登记 我可是 保安冷着一张脸 上下打量了下她 道 你是秦太太 苏彦点头 保安依旧面无表情的 朝前台位置指了一下 秦太太也得去前台登记 苏彦以前都是从地下车库 按指纹进总裁专用电梯 直打顶层总裁办公室 她这是第一次 从正门口进秦氏大楼 没想到秦氏集团的员工作室 这么一板一眼 无奈地走到前台位置 还未等她开口 前台小妹直接给她打了张叫号条 行事话地说 你是第28号 去那边沙发处等着叫号吧 苏彦转身看向沙发处 见上面坐着好几个女人 有些打扮得花枝招展 有些穿着朴素 有些还抱着个孩子 好奇地问 请问 这些人是 前台小妹鼻翼地看了她一眼 这个女人脸蛋身材倒是不错 可惜是个幻想症 乔乔还夸着个假爱马仕包 手里还拿着个奢侈品牌子的购物袋 八成里面是塞了几张破报纸 这一身假名牌打扮 装得可真像个富太太 嘴上阴阳怪气 她们跟你一样 都是秦太太 你去沙发那等着吧 一会儿会有法务出来叫号 苏彦眼睛瞪的老大 张口结舌的道 这些都是秦参业的太太 她有那么多太太吗 前台小妹满不在乎的道 这算多吗 今天才来了28个 昨天来了70多个秦太太呢 难怪保安 前台小妹一副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 看着她 苏彦自嘲地淡笑了声 和原来有这么多人想当秦太太 重新看向前台小妹 正色道 你给一里个打电话 前台小妹心里冷喝一声 这个女的调查得挺详细啊 连秦总身边特助的名字都知道 臭着脸 语气不耐烦地驱赶她 去去去 去沙发那待着 不然我让保安把你丢出去 苏彦你没 你给一里打个电话 核实一下我的身份 耽误不了你一分钟时间 前台小妹讥笑道 嚷什么嚷 有本事自己给一特助打电话 苏彦沉了口气 拿着手机拨电话 走向沙发 一里 我在楼下 前台不让我上去 你来接我下 前台小妹在心里呸了一声 装 可真能装 余光瞥见总裁的专属司机走进大门 他立刻换了一封面孔 满脸堆着笑说 李哥 好几天不见你人了 你最近怎么没有送秦总上下班 司机将手里的袋子 放在前台的桌子上 这几天 秦总让我接送太太 给 这是秦总的药 你让人送到总裁办公室去 行 我这就给总裁办的历历打电话 让他下来拿药 前台小妹边说 边拿起电话机话筒 小李 把药直接给我吧 苏彦按断电话 放下手机 抬头朝着司机说 听见喊声 司机偏头看过去 看到坐在一堆女人中的苏彦 忙恭敬的道 太太 您够玩物 怎么坐在这 太太太 前台小妹手里的话筒 哐当砸了下来 这时 电梯叮咚打开 义里匆匆忙忙从电梯里走出来 目光在大厅里寻了一圈 她直接走向沙发处 太太 您来了 把苏彦送进总裁专属电梯后 义里跨步走向前台 眼神凌厉地扫了眼前台小妹 声色俱立地道 人是不是怎么培训你的 太太的照片 前台入职培训文档上不是有吗 前台小妹垂头不敢说话 她入职快一年了 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太太 早就忘记照片上的太太 具体长什么样了 再说那张照片上 太太是黑长直发型 太太现在又换成茶色大波浪了 义里 沉声道 去人事部重新培训上岗 苏彦刚出电梯 就觉得今天总裁办的秘书们 一个个神情怪异 眼睛偷偷摸摸地往她身上瞟 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 苏彦转身想问一下 里面是不是在开会 正巧看见一个个 原本支着脖子 朝她方向张望的秘书们 神情一卡 重新装模作样的忙碌 她眯了下眼睛 走到宫卫 靠近总裁办公室的女秘书跟前 乐丽 我这个新发型不好看吗 乐丽一愣 很快回答 好看 太太 这个发型很适合你 那你们干嘛都盯着我看 没等到乐丽答话 总裁办公室的门支打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身材高挑 细致优雅的女人 和身的白色套装 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 苏彦认出那身衣服 是某高奢品牌的星球袖款 价格要二十几万 她半歪在工位上 低声问乐丽 这个美女是客户吗 不是客户 她是 是 刚从M国调回来的 许 许副总 乐丽磕磕绊地回答完 低头瞒着在电脑上悄悄打打 副总 这么年轻啊 那她工作能力一定很出色吧 苏彦不由地多看了她几眼 秦菜夜景跟着从办公室走出来 看见苏彦的一瞬间 顿了一秒 问 苏彦 你怎么来了 苏彦直起身子 抬了下手里装着药的袋子 掐着嗓子故作娇滴滴地说 官人 柳一派奴家来伺候你 换药啊 许正荣目光直直地落在苏彦脸上 过了几秒 她柔声说 秦总 那我先下去 说着 王总裁专属电梯方向走 你给我站住 说话的是苏彦 许正荣脚步顿住 深吸一口气 缓缓转身看向她 总裁办的秘书们没有一个人敢抬头 一个的低头忙着工作 耳朵却是一只只都只冷起来 第65章 牛耕地也没你勤快 众人鸦雀无声 空气仿佛凝固住 宽阔的开放办公区里 只有浅浅的呼吸声 和苏彦的高跟鞋与地面堵堵堵的交集声 一里走出电梯 见到眼前的场景 虽是不明所以 但也下意识地放清了呼吸 安静地站在一侧 苏彦一步一步走向许正荣 后者一动不动地站着 圆黑的眼睛 从一步步向她走来的女人身上 滑到不远处站立的男人身上 目光里带着柔和思绪的呢喃 青菜叶漠然 微荡的眼眸顺着苏彦的脚步而挪动 眸色越来越黑 苏彦站在许正荣面前 歪头看了她半晌 突然开口 许副总 你的口红是什么牌子 什么色号 我觉得挺好看的呢 若是仔细听 可以听见办公室里众人的呼吸 不约而同地吐出了衣 口 节奏整齐 许正荣眼中闪过一抹亚色 高纯语气平淡地说 是M国那边的外公司送来的试用品 限定款色号的口红 苏彦好看的眉头微微皱了下 有些失望地挪了挪嘴 哦 那看来我是买不到的 时时刻刻念着特别助理工作本分的一礼赶紧说 太太 外公司旗下的美妆品牌 是秦氏集团名下购物中心的入住品牌 他们每年都会送一些限定款化妆品 给我们秦氏集团的高管 他们内部应该还有这款口红的存货 我去给您试着联系下 苏彦重新露出笑脸 语气轻快地说 好 可以的话帮我买两只这个色号的口红 我想送我闺蜜一只 说着她转身紧走几步回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对着秦餐夜道 快进去上药吧 我一会儿还得去苏公馆看下我姐姐 总裁办的秘书们悄悄抬起头 看着关上的总裁办公室大门 跟缓缓合上的总裁专属电梯 互相对了一下眼神 乐力拉了下回到办公位置的一里一百 压着声音说 义特助 你平时多跟我们聊聊八卦 免得稀里糊涂得罪人了都不知道 一里一脸困惑 问我得罪谁了 咖啡快凉了 你快喝吧 乐力把桌子上的咖啡往他面前推了推 又一有所指的补充了句 这是新来的许副总请的咖啡 说来他可是你的前辈 你没来秦氏集团的时候 他是秦总的特别助理 下午热情的太阳光透过窗明激进的落地窗 照亮整个总裁办公室 秦灿叶光着上半身 完美的身材在充足的光线下完全勾勒出来 小曼色的肤色健康黄眼 肌肉渐数紧实 莫名的充满性张力 苏彦脑子里不由自主浮现出 他昨晚在他身上起伏的样子 敲咪咪咽咽咽口水 阿安比试了下自己 跟狗男人待久了 他脑子里也都是黄色废料了 把男人脱下的黑衬衣丢到他怀里 衣服精准地撞在八块分明的腹肌上 他挪开眼 清了清板结发痒的喉咙 要上好了 快把衣服穿上吧 小心着凉 说着 他用手扇了扇脸 下午的阳光晒得人脸发热 青灿叶穿上衬衫 手指将衬衣下摆的扭扣刚扣上一颗 余光就瞥见苏彦从购物袋里 拿出条性感的内裤在身上比换 他喉咙一下子也痒了起来 伸手把他捞到沙发上 压着嗓子问 你刚去买内衣了 苏彦身体突然失去平衡 直接倒在他的大腿上 一手条件反噬地往后撑了一下 却刚好压到一个硬物 意识到碰到了什么 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红得发烫 男人闷哼了一声 把他身体往上一提 拉坐在他的大腿上 出口的嗓音越发沙哑 小妖精 大白天的勾引人 苏彦抬眼对上他充满情欲的眼眸 知道他又想做坏事 盲抬手推剧 等一下 误 误会了 这不是内衣 男人无视他的反抗 打了个横抱 起身走进书架后的休息室 把他放在床上 趁着他撒手的间隙 苏彦赶紧从床留下来 刚想用老借口拒绝他 就见他从一旁柜子里 拿出一盒全新未拆封的避孕套 苏彦没脚一抽 秦参业 你在办公室里放安全套 总有跟你用上的时候 上次苏彦离开办公室后 他亲自去买了一盒安全套 放在休息室 有备无患 秦参业玩味地凝着他 手上利落地拆出一只安全套 下巴在床上点了点 你去躺着 苏彦咋舌 躺你的大头鬼 秦参业 你不累吗 牛耕地也没你勤快 有必要这么没日没夜的吗 男人直接上手 把他拉到床上 哼笑道 跟个水田有什么累的 苏彦面上一热 没等他反应过来 铺天盖地地吻袭来 只觉得被他吻得差点窒息 身体渐渐转叹了下来 只由着他为所欲为 扣扣扣 苏彦身体一僵 神情变得格外紧张 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 秦参业 好像 有 有人在敲门 喊老公 老 老公 有人敲门 哎 男人哼了声 抬手惩罚地拍了下 他警察的双腿 小妖精 你放松点 差点被他整得脚鞋投降 秦参业声音里 带着无法忽视的性感喘息 听着门口传来的敲门声 苏彦紧张地要命 乌叶的催促 你快点啊 一秒钟两三下了 你还嫌不够快 男人装傻 苏彦又骚又闹 秦参业 你别闹了 快点结束行不行 一直不开门 外面的人会猜到 我们在做什么事的 你是我太太 他们不猜都知道 我们会做这事 秦参业沉浸在情欲中 对外面的敲门声 充耳不闻 苏彦气愤地抬手挠了下他 他们会误会 我大白天专门来找你 做这事的 丢死人了 狗男人 他不要脸 可他还要脸 脖梗出被他挠了下 秦参业反手抓住他的手 顺便用力欺负了他几下 声音沙哑得不得了 越学越坏了 外面传来的 执着的敲门声 一声鼻声响 第66章 有什么要紧事吗 扣扣扣 持续不停地敲门声 异常清晰地传进休息室 苏彦觉得这里的隔音效果 似乎不太好 心里开始担心 门外的人会不会听见 他们两人在休息室 做坏事的动静 急得声音里都带着哭腔 秦参业 你怎么那么讨厌 你再这样 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知道他这方面脸皮子浅 要是把他惹急了 说不定以后 就真的不肯再配合他了 秦参业安抚地 亲了下他的眼角 凑在他耳边低声问 那你到了没有 笨 苏彦羞得身体都红了起来 抬手勾住他的脖子 学着他的样子 啃咬他的耳朵 求求你了 老公 你快点结束 好不好 老公 又湿又痒的触感 小草用被子半裹着自己的身体 着急忙慌的帮秦参业 穿上衣服 边催促 你快去开门 快点去 男人宠密地笑了两声 整了下衣领 长腿迈出休息室 苏彦听见门被打开 随后是高跟鞋走进屋的声音 他坐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让外面的人 听见休息室里的动静 呼地 他想起那三条钻石针丝内裤 还放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脸色一下子又变得通红 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许正荣手里捧着个文件夹 在总裁办公室门口 敲了许久的门 没人应门 他问抱着一堆材料 从他身侧走过的一个总裁办秘书 秦总出去了吗 没 没看见秦总出去 总裁办秘书犹犹豫豫地补充了一句 太太 他也还在总裁办公室 这句话里带着明显的暗示 许正荣面色瞬间沉了下来 眼神变得十分凌厉 总裁办秘书心里一抖 后悔自己刚才多嘴 赶紧抬不离开 许正荣扫了眼 坐在办公桌前 目光有意无意飘向他的秘书们 见众人目光多缩了回去 他转身盯着总裁办公室门 看了几秒 抬手继续敲门 过了许久 总裁办公室的门后 传来低沉而缓慢的脚步声 许正荣放下扣门的手 整了下耳边的碎发 尽力在门口 门被打开 秦菜叶站在门口 面上隐约带着被打扰的不满 方案做好了 我来跟你汇报 进来吧 秦菜叶往里走 淡淡地说 许副总 你刚从练武国调回来 可以先适应一段时间 不用那么着急工作 秦总 宝地高尔夫度假村项目 投资巨大 我不敢耽误 许正荣走进办公室 眼睛环视了一圈 没有看见苏彦的人 办公室中间的意大利小牛皮沙发上 放着他今天背的那只爱马仕薄金包 地毯上随意散落着 款式妖艳的性感内裤和细高跟鞋 场面说不出的暧昧 似是注意到他的目光 落在了不该落的地方 秦菜叶徐徐走到沙发边 伸手自然地将三条钻石针丝内裤 收拾进购物袋中 坐吧 他随手指了下沙发边的办公椅 一手接过许正荣手上的文件夹 静止走到办公桌后坐下 翻看起文件 工作的时候 他表情严肃 身上自带低气压 透着逼人的气势 带着整个总裁办公室环境 都安静了下来 宽阔的办公室里 只有他手指翻动纸张的声音 许正荣目光落在他 微微散漫的黑色衬衫领口 那里透着一个淡淡的抓痕 他不自觉地往书架后 的休息室方向瞟了一眼 休息室里开着灯 有昏黄的光线隐约透出来 000 休息室里突然传出手机铃声 之后是女子压着声音 接电话的声音 然后是几声急促的收拾声 许正荣收回目光 看向办公桌后的男人 见他朝休息室方向看了一眼 放下手里的文件 起身剑步走向休息室 苏燕着急忙慌地穿着衣服 低头一看 高跟鞋不知道滚哪里去了 私下寻找 看着趴在地上 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的女人 秦灿叶问 苏燕 怎么了 苏燕声音又喘又急 我爸爸住院了 我得赶紧去医院 秦灿叶 我高跟鞋呢 高跟鞋在外面沙发那 话音刚落 秦灿叶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 将他放在沙发上 秦灿叶蹲下修长的身子 一只手握着他的脚 一只手帮他套上高跟鞋 声音温和 是被送去宋天家的雌星医院了吗 我等一下给宋天打个电话 让他照顾下 许真容看着秦灿叶 毫不避讳地把苏燕 从休息室里抱出来 又替他穿鞋 身体僵得无法动弹 艰难地撇开目光 对 是雌星医院 那我先去医院 苏燕起身 急匆匆地往外走 没走几步 他垂了下脑袋 转身快步跑向休息室 嘴里嘀咕着 差点忘了拿手机 不一会儿 他拿着手机 从休息室跑出来 对着秦灿叶道 爸爸 他不知道情况严不严重 今天晚上我晚些回家 说着 蹬蹬蹬踩着高跟鞋 往门外冲 苏燕 你包又忘记拿了 秦灿叶喊住他 拿起沙发上的包 走到他跟前 见他急得眉毛都拧在了一起 他不放心地说 我开车送你去医院 许真容立刻起身 声音不高不低地提醒 秦总 宝地高尔夫度假村的方案 今天得要定下来 秦灿叶拧了下眉 戴然道 明天一早再讨论方案吧 秦总 宝地高尔夫度假村 项目进度实在是很紧张 虽然他说话的声音温柔而低缓 但却带着明显的警示 与坚定的态度 苏燕心里感叹 还真是个女强人 怪不得这个女人看着 也就30岁左右 就成了秦氏集团的副总 他接过秦灿叶手上的包 实相地说 你先忙工作吧 我让司机送我过去就行 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 第67章 我比你大不了20岁 辞行医院 VIP病房外 苏燕因为着急而出的汗 还挂在额头上 连连道谢 宋医生 谢谢你帮忙安排了VIP病房 举手之劳 不用客气 宋天安卫说 我问过主治医生了 你爸爸是受了刺激 大脑短暂性宫血不足 才会晕倒 以后你们多注意一下 他高血压严重 不宜情绪起伏太大 最好也让他控制下血压 不然血压太高 也可能出现脑梗 脑梗的话就麻烦了 一阵急促的高跟鞋踩地声 回响在医院楼道里 苏燕意识到高跟鞋声音 会惊扰到病房里的病人 赶紧停下脚步 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下 举在手里 光着脚朝VIP病房方向跑 宋天看着一手 举着一只高跟鞋 风风火火朝他们跑来的苏燕 惊得眼珠子都快跳出眼眶 秦参业的媳妇 还真不是一般人 苏燕眉头微醋 对着气喘吁吁 站在跟前的妹妹训了句 燕燕 你光着脚跑 要是地上有玻璃扎到你怎么办 还不快把鞋子穿上 苏燕扶着墙 把高跟鞋重新套在墙上 刚才跑得太急 嗓子里一股腥甜的血腥味 她咽了几口口水 上次不接下气地问 姐姐 爸爸怎么样了 怎么会又突然晕倒呢 这个月都晕第二次了 要不要再好好检查一遍 这回也是受了刺激晕倒的 好在发现得早 及时送到医院来了 苏燕往病房里瞄了一眼 见苏力声还昏迷着 压着声音问 姐姐 出了什么事 把爸爸刺激到晕倒 苏炼脸上神情窘迫 紧拧着唇 没有答话 送天见状 抬起手腕假装看了下时间 然后说 我一会儿还得查房 嫂子 苏炼 那我先回妇幼科了 嫂子 有事的话 你打电话叫我 带她走远了些 苏炼吐了口气沉声道 孟嘉义她被公安局带走前 跟爸爸 说了一会儿话 我想爸爸应该是知道了 我跟她的事 被骑晕倒的吧 说完 她抬手掩面 乌叶声从指缝中泄出 燕燕 都怪我 是我的错 苏炼抱住她 像孟嘉义这样的男人 把自己老婆都耍得团团转 没有感情经历的姐姐 又怎么是她的对手 苏力生这次昏迷得有些久 天都黑了 也没见她转醒 苏炼肚子咕咕叫了几声 她起身对着苏炼轻声道 姐姐 你在这陪着爸爸 我去买些吃的回来 苏炼给苏力生的被子 重新椰了下 点了点头 叮嘱了锯 燕燕 你记得给爸爸买些粥 等她醒了 她好垫垫肚子 对了 今天的VIP病房 是送医生帮忙安排的 你先买些水果什么的送过去 谢谢她 苏炼在医院门口的水果店 买了个精致的果栏 她提着个果栏 往复佑科走 路过护士台的时候 听见一个小孩 煞猪般的哭喊声 护士耐心哄着 小宝贝 不哭啊 挂完水 肚子就不痛痛了 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传来 Kevin不怕啊 针扎进去就不疼了 苏炼侧目一看 果然是沈宇竹 和今天那个叫Kevin熊孩子 旁边还站着个 穿白色套装的女人 她仔细一看 发现居然是 今天在情事集团 遇到的女强人许副总 她赶着给宋天 送完果栏后去买吃的 不想跟半熟不熟 关系不咋样的人打招呼 趁着他们不注意 扭头就要离开 却听见一阵喊声 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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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眼见地 看见了不远处的苏炼 用手指着她 扯着嗓子不停地叫喊 苏炼满脸黑线 这孩子是把坏女人 当成是她的名字 还是咋地了 怎么一见到她 就喊坏女人 沈宇竹和许正荣的眼睛 都顺着Kevin的小手 看向苏炼 苏炼一看 这社交是躲不开了 只能迈着步子 走到他们附近 面上挂着客套的笑容 宇竹 许副总 这么巧 又从果栏里 拿了个红通通的苹果 递给她 纠正小男孩 Kevin 我不叫坏女人 我比你大不了二十岁 你可以喊我姐姐 Kevin一手抱过苹果 乖乖喊 姐姐 苏炼笑得满意 乖 沈宇竹脸颊一垮 这 死孩子 回回给口吃的 就给骗过去了 护士趁着Kevin 注意力放在了别处 把针快速 扎进了Kevin的手背 他一瞬间哭得更大声 身体朝许正荣怀里钻 妈咪 痛痛 许正荣边搂着孩子 边微柔地哄着 不哭不哭 Kevin是小男子汉 折腾了十来分钟 总算把针扎进去了 护士擦了擦额头的汉 冷着脸道 小孩子肠胃虚弱 你们大人给他吃那么多冰激凌干嘛 他可不得拉肚子嘛 以后一定要注意饮食 听了这话 想到自己今天给Kevin 吃了一个草莓冰激凌球 苏炼面色一尬 总觉得沈宇竹和许正荣 在拿眼刀剐他 苏炼捏着手里的果栏 尬笑了下 宇竹 许副总 我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说完 头也不回地往送天办公室赶 沈宇竹对着他的背影唾骂了一句 呸 坏女人 转头一脸激动地对着许正荣抱怨道 正荣姐 今天我们在网红咖啡馆遇上了苏彦 她把巧克力蛋糕都弄在了Kevin衣服上不说 还给Kevin买了四个冰激凌球 害得Kevin吃坏肚子 见许正荣面色越发灰暗 她继续添油加醋地挑拨离间 正荣姐 你怎么能放心把孩子交到她手上 这种时些心肠的女人肯定不会善待Kevin的 有哪个后妈会真心带孩子的 许正荣摸着Kevin的小脑袋 眼里越发暗沉 见秦彩叶清黑着脸 宋天说 叶哥 孩子就是吃坏肚子了 没什么大事 以后注意饮食就行 秦彩叶眉头紧锁 不知道在想什么 宋天拍了下她的肩膀 巧声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苏彦说 现在她们母子人都回来了 你还藏着掖着不告诉她呢 你家是不是还打算给孩子搞个认祖归宗仪式 这一折腾 马上整个江州人都要知道了 嫂子怎么会不知道 秦彩叶浮眉 一言不发 宋天喝了口水 又说 哎 你以为把许正荣送去燕国就好了吗 你看她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 哥谁谁肯喜当妈 换你老婆突然从外面抱个五岁的孩子回来喊你爹 你乐意吗 话没说完 门口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哎呀 嫂子 你怎么来了 宋天抬眼一看 惊得手里的水杯洒了大半水出来 她惊呼地放下水杯 烫 烫 烫死我了 第68章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 秦彩叶侧头看向门口 看见拿着果兰的苏彦 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苏彦看见屋里的人 惊讶地问 秦彩叶 你怎么在这 宋天忙替她回答 嫂子 叶哥来问问你爸爸的情况 哦 苏彦面上堆笑 把果兰递了过去 宋医生 病房那么紧张 托你的福帮我爸爸安排了VIP病房 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嫂子 都是自己人 那么客气干嘛 宋天接过果兰 看苏彦脸色如常 料想应该没有听见她刚刚说的话 悄悄松了一口气 虽然这是苏彦迟早会知道 但是这会儿从她的嘴里知道 就太坑兄弟了 秦彩叶 外面那个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 苏彦突然问 宋天拿着果兰的手一抖 偷偷往面色不明的秦彩叶那瞧了一眼 他呵呵嘎笑了一声 这果兰看着不错 我去给护士站的几个小护士分一分 话音刚落 就提着果兰 屁股跟着了伙食的往外走 苏彦见她一六眼跑没了影 感叹了句 跑得那么快 宋医生八成 是看中护士台那的哪个小护士了 赶着去献迎勤 秦彩叶起身 迈着大长腿走到苏彦跟前 垂眸深深地看着她 沉声问 苏彦 你是不是不喜欢孩子 没有啊 我挺喜欢小孩子的 你看我跟玉湖别墅小区里的孩子们玩得多好 秦彩叶沉默 小区里的孩子们的确都挺喜欢苏彦 一个个就喜欢跟在她屁股后面玩 姐姐 姐姐的喊个不停 这些小屁孩 看见她喊的就是叔叔 搞得他们夫妻像差了一个辈分似的 苏彦两眼直视着秦彩叶 一脸认真地说 刚才我在护士台那 看见你表妹沈宇竹跟那个许副总了 好像是许副总的儿子吃坏了肚子来挂水 我听那个小男孩开口闭口 都喊沈宇竹表姑姑 她顿了几秒 垮着脸问 秦彩叶 那个小男孩跟你是不是有血缘关系 秦彩叶争住 纠结怎么开口 苏彦霹里啪啦自顾自说 这个叫Kalen的熊孩子 叫沈宇竹表姑姑 那是不是得叫你舅舅 叫我舅妈啊 她撇了下唇 又说 我还以为你们秦氏集团多任人为贤 结果许副总也是你家亲戚 难怪她熟门熟路地用总裁专用电梯 苏彦 我 秦彩叶声音很沉 像是压了重重一个心事 这时 苏彦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断了她的话 苏彦垂眸一看是姐姐的电话 赶紧按了接听按钮 嗯 姐姐 爸爸醒了吗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她嘟囔了句 糟糕 还没有买饭 转头对着秦彩叶说 老公 你去帮我买几份饭吧 我跟姐姐都还没有吃晚饭 给我爸爸买一份粥 你一会儿送到VIP病房 我爸爸刚醒 我去看看她 秦彩叶看着她脚步匆匆地往VIP病房赶 敏唇垂下眼帘 眼睛里眸光微大 宋天远远看着苏彦离开了办公室 见她脸色没有异常 估摸着秦彩叶还没有和她说出实情 她折返回办公室 劝说 叶哥 我可跟你说 你主动坦白说清楚 总比嫂子从别人嘴里听到要好些 见秦彩叶绷着下恶线不答话 她叹息了一声 毕竟那时候你和许真荣 没等她嘟囔完 秦彩叶抬步走向护士台 许真荣搂着抽一哭泣的孩子 目光盈盈地看着男人 无声胜有声 秦彩叶眸光默了默 转头对着神语竹道 一会儿等孩子挂完水 你送他们回去 与毙 她从皮夹里抽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许真荣 许真荣抱着孩子的手臂一紧 嘴唇抖了抖 结果银行卡 没有说话 沈宇竹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 畜生安慰道 真荣姐 你也别怪表哥 今天苏家人也在医院 表哥心里肯定是念着你跟Kevin的 她又忽然愤懑地道 要不是秦家叮嘱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Kevin的身份告诉苏彦 看她还削不削张 苏彦刚走到VIP病房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玻璃摔碎的声音 以及苏力声低沉无力的驯骂声 苏炼 我原以为你聪明懂事些 你却做出这种恬不知耻的事 苏炼低声道 爸爸 您别激动 小心身体 苏炼 你太让我失望了 苏力声定了口气 陈生吩咐道 你明天去撤诉 把孟嘉义从里面带出来 然后再把她调派到港城分公司 任分公司总经理 爸爸 孟嘉义挪用了一千万的公款 我们难道不仅不追究 还要把她留在苏氏集团吗 哐当 又是一声东西摔破的声音传出来 苏力声怒道 这不过是一千万 你跟她的事要是被外人知道了 你让我们苏氏集团的脸往哪里搁 她压着声音继续道 况且她在苏氏集团 跟在你我身边那么多年 知道的事情不少 特别是那几个项目 后面的声音苏炼听不清 她正犹豫要不要敲门进屋 旁边的一间VIP病房门突然被打开 乔易青从病房里走出来 看见苏炼的那一刻 露出鬼森森的异笑 秦太太 我正准备这几天找你 没想到你自己过来了 想到这个女人羡慕杀驴的一脚 差点让她烧死在着火的破房子里 苏炼就觉得牙痒 黑着脸 语气还不客气地问 乔连连 你找我做什么 听见苏炼对她的称呼 乔易青审视地看着她 恨恨地说 秦太太 你果然没有失忆 你分明什么都记得 乔连连 我被你都踹出脑震荡了 你指望我能记得什么 苏炼讽刺反问 乔易青脸色微变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她冷静地说 秦太太 我们做个交易吧 苏炼不屑 你能跟我做什么交易 乔易青语气不紧不慢 秦太太 我跟着秦茂晨有八年了 你跟秦灿叶不过才结婚一年多 秦家的事情我知道的可不少呢 你就不想知道些陈年往事 不想 苏炼对秦家私宅的事情没有兴趣 她也不想搭理乔易青 说着就要抬不走 乔易青没想到她一点也不吃套 着急喊了一声 等等 这是跟你有关系 秦太太 你就不想知道 秦家在你跟你姐姐之前 为什么会选择你骂 见苏炼脚步不停 乔易青又急急补了一句 你们是因为八字 苏炼顿住脚 转头不耐烦地看向她 你就打算跟我说这些 你有这个时间精力 不如多想想办法去压你的黑料 要不了几天 网上就要把你的老底都掀出来了 你以为把我烧死了 就没人知道你是乔连连了吗 因为刚小产 乔易青的面孔本就没有什么血色 此事更是变得煞白 这几日她花了不少钱 去压自己的陈年往事 封锁自己偷税漏税 跟疑似参与绑架案的丑闻 虽说警察迟早会查清楚 她跟绑架案无关 但是苏炼一天不肯替她做证人 她就多一天的麻烦 身上有案子 她就没法去验国 秦菜叶虽是首约 却只肯按照之前的约定 替她处理偷税漏税的事 跟送她去验国 而秦茂晨现在连她的电话都不接 想到这些 乔义清顿了下 言辞切切道 秦太太 我知道你恨我把你留在破房子里 我当时怕你出去会爆料 才也许老天爷惩罚我做了这个坏事 我现在不仅小产了 并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怀孕 虽说主要是在演 但想到医生跟她说 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乔义清脸上的悲切也是真真的 确实是报应啊 苏炼目光冷冷地盯着她 似是在审视她的话 有几分真有几分假 第六十九章进来帮我洗澡 苏炼微微瞇了下眼睛 她装失忆 不过是想给乔义清些教训 不管她说不说出在破屋子里的那段记忆 其实警察也迟早会查到真相 而现在乔义清眼看着在内于是混不下去了 也失去了生育能力 算是受到了惩罚 想着 她点了下头 冷淡道 乔连连 你最好跟我说的事情有点价值 不然我可懒得去公安局跑一趟 秦太太 我会把我所知道的秦家秘密都告诉你 像秦家这种关系复杂的豪门 你哪怕多知道些八卦 对你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乔义清勾唇浅笑 明天上午十点 我们在公安局门口见 听见走廊转角处传来脚步声 乔义清警觉地转身缩进病房 秦菜叶手里拎着几分打包餐室走来 见苏燕站在DIP病房门口 问 你怎么不进去 爸爸在里面发火砸东西 我不敢进去 想着姐姐那件事也不方便让秦菜叶知道 苏燕表情有些不自然地说 把饭放门口吧 我给姐姐发个信息 让她一会儿出来拿 我有些累了 我们回玉湖别墅吧 拉开保时捷幻影的副驾驶车门 苏燕一眼就看见座位上有一管口红 她打开一看 见口红颜色正是许正容今天唇上的颜色 秦菜叶 许副董坐你车了吗 没等她回答 苏燕又自打 哦 她儿子生病了 你下班把她移到烧医院来的 是吧 随手把口红递给她 她口红落车里了 你明天带给她吧 秦菜叶捏着那管口红 黑眸里划过一丝寒意 很快又被一缕复杂的情绪覆盖 她沉着嗓子问 苏燕 有女人坐我的车子副驾位 你不生气吗 生气 苏燕侧眸看向她 诧异地问 你们是亲戚 我为什么要生气 她一愣 追问 不是亲戚 你生不生气 我当然生气 苏燕总算知道她什么意思了 让女人争风吃醋 是能满足狗男人虚荣心的 她配合又做作地说 我不仅生气 而且我会气疯的 我老公的副驾驶位 见男人对她的话很满意 苏燕又加了把劲 秦灿燕 要是被我发现 你跟别的女人 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就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文言 秦灿燕没心意跳 问 什么意思 我最近想过了 反正咱俩是 只要两家集团 还在股市上 就不能离婚 但是 苏燕拉长语调 笑得邪气 一字一顿地说 你去找女人 我就找男人 你搞出私生子 我就让你洗当爹 咱们两个 互相戴绿帽子 谁也别让着谁 苏燕 秦灿燕 立声一喝 整张脸沉了下来 你敢 苏燕被她吼得一愣 这次却没有耸下来 怎么 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脾气也上来了 立刻拔高了嗓子 对吼了一句 秦灿燕 你敢我就敢 这个话题 就这么不愉快地结束了 直到回到玉户别墅 两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劳斯来斯幻影 停在地下车库 苏燕却不肯下车 坐着副驾驶位不动弹 有外人的时候 一派金贵正经的样子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什么调情的话都能说出口 苏燕就纳闷了 都说男人过了三十 那方面就不太行 欲望也会低很多 可是 秦灿燕怎么就这么欲求不满 随时随地会发情不说 一旦开始还没完没了 不折腾的两个小时 绝不罢休 想了想 她端出贤良舒德的模样 规劝道 没有更坏的甜 只有累死的牛 秦灿燕 不是说肚子饿吗 还不快下车 苏燕朝她伸出一只手 杨眉浅笑 娇滴滴地说 那你给我 秦灿燕眸底一身 解开安全带 轻身靠近她 见男人俯身要轻她 她赶紧撇开脸 狗男人 这脑子都是什么颜色 翘脸顿时严肃了起来 挣了正嗓子说 把车钥匙给我 我要自己开车 这几天没车用 我太不方便了 男人拒绝 你最近开车太不小心了 不安全 下个月再自己开车 最近想去哪 让司机送你 苏燕劈了下嘴 埋怨到 那天要是我自己开车 说不定 我就不会被陈艾绑架了 现在才是既不方便 又不安全 若是那天晚上是她开车 按照她的驾驶水平 她肯定是来不及 刹车躲避大半夜 横躺在大马路上 守住带兔的陈艾 若是直接撵过去了 那后面的确也没有 什么绑架的事了 苏燕故意说得怨气肆意 面上挂着委屈 又无奈的表情 秦灿燕眼眸深深地看着她 过了两秒 她说 你说得对 苏燕 我再给你配两个保镖 每天就进保护你 一个司机就够让她行动不自由了 再加两个跟屁虫 那她还有没有隐私了 她去个哪 做个啥 回头司机 保镖都一五一十地汇报给秦灿燕 她才不要 脑瓜子快速跑了一圈 苏燕侧身 双手还住秦灿燕的脖子 桃花眼对上她幽深的眼眸 一脸兴奋地说 好啊 谢谢老公 见她拿起手机要给伊丽打电话 苏燕笑得欢快 叽叽喳喳道 让伊丽找两个五官帅气的保镖 身高不能低于一米八 一定要有八块腹肌 最好是那种背部肌肉线条也很好的 哈哈 保镖的体力跟耐力一定都很好吧 秦灿燕直接黑了脸 见苏燕笑得花枝乱颤 一脸的花痴样 她放下手机 咬着后槽牙道 你自己开那辆沃尔沃吧 车够结实 抗撞机 说完 车下绕在她脖子上的手腕 镜子下了车 苏燕唇脚泛起一抹得逞的笑 可算是抓到狗男人的七寸了 都快到凌晨十二点了 苏燕没吃晚饭 饿得前胸贴后背 大晚上的 也不好意思把已经进入梦乡的保姆 喊起来给她做饭 她只能从冰箱里找了找 翻出两片吐丝 才刚走进卧室 就听见浴室里的男人喊她 苏燕 请来帮我洗澡 第七十章太不是个东西了 浴室的门缝里透出白白的水蒸汽 苏燕嘴里叼着吐丝 苏燕差点被吐丝噎到 狗男人昨天就是用这个借口 把她框进浴室的 她的真实目的可不单纯 说什么有伤口不方便 她分明方便得很 昨天后来还帮泪摊的她洗了澡 你自己拿着花洒慢慢洗 小心避开伤口 苏燕没有犹豫 撂下话 扭头就离开主卧 躲到客卧里去 在客卧浴室里慢慢悠悠洗了个澡 也不确定秦餐叶收拾完了没有 她不敢回主卧 索性躺在客卧的床上发呆 苏燕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两眼茫然地眨巴了几下眼睛 这间客卧看着跟之前似乎不太一样了 墙上多了几幅卡通话 靠墙多了一个小书架和一张儿童书桌 这床上的被套怎么也成了美国队长图案 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苏燕发现自己睡在主卧的床上 料想该是秦菜叶昨天把睡着的她 从客卧抱回来的 下楼的时候 保姆正在准备早餐 苏燕问 先生今天早上几点出门的 太太 先生今天早上七点就出门了 苏燕边落座边问 柳姨 二楼东边那间客卧怎么回事 怎么多了那么多小孩子用的东西 保姆拿着杯子的手晃了一下 洒出几滴豆浆在桌子上 苏燕顺手抽了几张纸巾 在桌子上抹了一下 结果保姆手里的杯子 仰头问 是先生让整改的客卧吗 保姆欲言又止 太太 昨天夫人过来布置的客卧 让改成儿童房 神月知 苏燕脸了下眉 婆婆的催生手段还真是五花八门 女人的询问声 保姆透过落地窗一看 太太 是隔壁洞的陈太太 陈太太先生是开互联网公司的 她是全职太太 主要任务就是在家养花种菜 和照顾一对龙凤胎 苏燕刚结婚的时候无聊 跟着陈太太搞原意打发时间 她在大太阳底下玩了一个月泥巴 发现自己皮肤被晒黑了不少 就气坑了 秦菜叶现在找了专人 来打理苏燕三分钟热度折腾下的院子 院子里有玫瑰 铁线帘 绣球 泡一壶花茶来 陈太太进屋 壮死随意地问 秦太太 你家秦先生不在吗 她去哪里了 苏燕一愣 尬聊 今天是周五 她去公司了 哦 去公司了 陈太太拉长尾音 陈太太 你送完孩子去幼儿园了 他们两个 现在去幼儿园不哭了吧 陈太太的双胞胎 今年九月份刚开始上幼儿园 苏燕几乎每天早上都能听见 两个孩子不肯去上幼儿园的哭闹声 不哭了 现在喜欢上幼儿园了 下午去接他们两个 还不肯跟我回来 陈太太看着苏燕继续说 今天幼儿园里 新来了个从门国来的小男孩 早上我刚好看见 她爸爸妈妈送她来学校 我家那对双胞胎 跟那个小男孩 玩得可好了 见苏燕面上没有什么反应 陈太太顿了几秒 闲聊道 秦太太 你还记得十九栋那个李太太吗 苏燕点头 记得 好久没有看见李太太了 她试管成功了没有 李太太四十岁出头 大学一毕业就陪着老公创业 耽误了要孩子 这几年老公公司稳定了 她准备要孩子 却怎么也自怀不上 今年尝试做试管 吃激素药打醋排针 眼看着人胖了一大圈 没有成功 陈太太叹了口气说 李太太她离婚了 离婚 就因为没有孩子嘛 苏燕一直以为 李太太和李先生两个人 感情很好的 经常能看见他们两人 手拉着手在小区里散步 四十多岁的两个人 却还跟校园情侣一样的状态 那个李先生在外面 找了个二十岁出头的女人 那女人今年生了个儿子 李太太发现了 二话没说就提了离婚 陈太太一愤填膺 结果李太太前脚刚搬走 那个小三就带着儿子 就住进育户别墅了 昨天傍晚 我带我家双胞胎 在小区公园里玩 还遇到他们了 那个小三还恬不知识地跟人说 她的李先生是真爱 差了二十岁 李先生都能当他爹了 什么真爱 父爱差不多 李先生也太不是个东西了 苏燕感叹 陈太太突然拉住苏燕的手 言辞诚恳地说 秦太太 所以啊 男人一定要看紧一些 李太太他就是太高估 他跟李先生的感情了 李先生这一年经常早出晚归 动不动就出差 他就压根 也没有往别处想过 直到小三抱着孩子上门了 他才后知后觉 这时 保姆端着一壶茶过来 插话说 陈太太 您喝点茶 陈太太看了眼保姆 起身说 不喝了 哎 秦太太 趁着日头不大 我回去给我家院子里的花浇浇水 就不跟你闲聊了 苏燕看了下手腕上的表 已经快十点了 他赶着去公安局 也就没有多留陈太太 刚到公安局门口 苏燕看见一个 背身站立的男人 男人身形修长挺拔 右手十指与中指之间 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 苏燕喊了一声 林律师 抱歉 我来晚了 若不是之前在他身上 闻到过烟味 苏燕是想不到 看着温和正派的林淑琪 是抽烟的那种人 她的样子实在是 这就跟学校里品学兼优的 学生会主席似的 苏燕能理解 沈宇竹为何那么痴迷林淑琪 干净儒雅的校草学长 的确是很吸引学校女生 听见声音 林淑琪回过神 看见她 垂眸看了下手上的烟 将烟掐灭 没事 我们也才刚到 第七十一章 苏家的脸面 乔义清戴着大黑墨镜 于夫帽 从车里拼听走了出来 当大明星久了 习惯了别人等她 她等了苏燕十五分钟 心里满是怨气 嘴角擒着激笑 语气不善地奉了一声 秦太太 这都十点一刻了 我还以为你要失言 不来了呢 苏燕可一点也不想惯着她 抬手摸着脑袋 装出一脸迷茫的表情 问 哎呀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来公安局干嘛的 乔义清心里一慌 她还得靠着苏燕提供证词 于是咽下了这口气 换上一副笑脸 当着林淑琪的面 把手里的文件袋 递给了苏燕 秦太太 这些是我在秦茂城 那听到的所有事情 苏燕一捏 文件袋很厚实 估摸着有五六十张纸 秦家是有多少秘密啊 他打开随意扫了一眼 还真是各种秘密 事无巨细 他们的来财 是编幕跟一条乡村田园犬 杂交出来的 秦老太爷书房里 挂的那张价值千万的碗汤古画 其实是赝品 老太爷一直不知道 苏燕把文件袋塞进包里 扶着额头道 哎呦我突然记起来了 那天在破屋子里 乔小姐 听见乔义清跟林书奇 在说律师费结算的事 苏燕这才想起来 他也欠了林书奇律师费 林书奇送走了乔义清 手里的手机 刚巧收到一条收款信息 转款人是苏燕 金额是二十万 他没有点击确认收款按钮 苏燕 我接了刘林跟孟嘉义的离婚案子 说来这个案子算是你介绍的 我还得给你提成 我就免了你之前的律师费吧 什么介绍费能到二十万 苏燕盲说 一码归一码 林律师 这是我该付的律师费 林书奇但笑说 那行 这二十万我不收 一会我额外再给你转十万 介绍费一共是三十万 三十万 苏燕惊叹 又问 林律师 我能问一下你接他们的离婚案 律师费是多少吗 律师费大概是一百万人民币 介绍费是律师费的百分之三十 离个婚要花这么多钱吗 他们的离婚案相对复杂一些 孟嘉义婚内转移了不少财产出去 还有孩子抚养权 后续的赡养费的问题 苏燕默然地点了点头 林律师 那你不用额外给我十万 给我免了之前的费用就行 律师费一分不出 还要律师倒贴给他十万 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林书奇递给他一张请帖 温笑着说 下周一 我的律所开业 苏燕接过请帖 墨蓝色有质感的请帖上 写着林书奇律所开业情节几个银色的大字 心里想着等盛色工作时正式开业的时候 她也要办一个漂亮的酒会 公安局对面有家出名的肠粉店 苏燕想着苏立生爱吃肠粉 就买了两盒送去医院 刚到VIP病房门口 就听见苏立生跟苏练的谈话声 爸爸 这也太欺负人了 这是丝毫也不顾及我们苏家的脸面嘛 他们要是撤资 苏家的几个大项目都要出问题 也只能这样了 只是委屈了 苏燕咔嚓按下门把手 朝着病房里的人晃了下手里的肠粉袋子 呀 姐姐你也在 你有口福了 这家肠粉店可火了 我排了半小时的队 苏练看了眼苏立生 起纯说 燕燕 爸爸下午办出院 他想去云海度假村那疗养一段时间 我今天没有时间 你送爸爸去度假村吧 嗯 那边度假村开业了 我还没有去过 正好去看看 苏立生点头附和 燕燕 你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忙吗 没有事情的话 你陪我在那待两天 明后天是周末 我没有什么事 苏燕想了下 谨慎地说 一会儿 我打电话问下擒餐夜 看看他那是不是有什么活动 要我陪着参加 苏练眼谋一案 很快太掩藏好意啊 柔声说 燕燕 你尽量陪爸爸待几天 爸 爸爸身体不好 他一个人在度假村 我不放心 嗯 那我先回去收拾下东西 苏燕把肠粉递给苏练 转头说 爸爸 我一会儿就来接你去云海度假村 带苏燕走后 苏燕唇脚泛起心疼 爸爸 这样真的好吗 燕燕迟早也会知道这件事的 苏立生浑浊的眼珠子里满是无奈 颤声道 苏氏集团现在大不如前 是我们攀附秦家 现在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这种场合 让你妹妹避开些 眼不见为净 见苏燕在收拾行李箱 保姆问 太太 你要出远门吗 对 我陪我爸爸去云海度假村住几天 保姆又问 太太 你跟先生说过你要出远门了吗 说过了 刚给他打过电话了 苏燕合上行李箱 太太 明天老宅那 保姆欲出幼稚 苏燕诧异 明天 老宅 老宅明天有什么事吗 先生没有跟 我说有事啊 保姆闭上了嘴 接过苏燕手中的行李箱 司机带着老宅那的家庭医生等在门口 太太 先生让我送你们去云海度假村 苏燕觉得秦菜叶这次表现得不错 她说要陪爸爸 去云海度假村住几天 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还安排了秦家的家庭医生 跟过去照顾苏立生 上车前对着保姆交代道 柳姨 先生背上的伤刚结巴 最近你做饭别放酱油什么的 周六一大早 秦家老宅门口 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 这般热闹的场面 只有过年的时候能见到 秦家是将周氏显赫的豪门 家大业大 今日是大房长孙秦参业 得儿子任祖归宗的日子 家族中植戏 旁之都到齐了 秦茂城怀里抱着 刚从外母国接回来的孙子 笑得畅快 在众人的注视下 把孩子送到坐在主位上 秦永莲跟前 指着扑团说 Kevin 快给你太爷爷磕个头 请他给你赐名 小孩子早就被教过了 虽然被众人围观着有些怯场 却也乖巧地行了三跪九扣的礼 秦永莲满是皱纹的脸上 溢出笑容 老太隆中的声音里透着欢喜 好好好 以后你就叫秦佩玲 润泽富足 秦家是四十同堂了 哈哈 第七十二章 你是不介意还是不知道 众人纷纷夸秦佩玲这名字取得好 孩子长得有福气 只管简直好听的话说 这样的大家族 大家都是面上感情甚度 背后争名夺利 说起场面话来一个比一个好听 可又有几个是真心的呢 比起一个个老狐狸 年轻的白雪晴就有些藏不住气 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 一张脸笑比哭还难看 他抢在秦菜叶的媳妇苏燕前头怀孕 可没有想到大方能搞出这一手 斜眼看了下站在秦永连下手处 面色沉隆的秦菜叶 还真是看不出来 居然在燕国偷偷藏了个五岁大的私生子 还在这个时候接回来任祖归宗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把曾长孙的位置点抢了 目光在屋子里还了一圈 没有看见苏燕 上回从楼梯上摔倒 苏燕救了她 白雪晴心里对苏燕是很有好感的 也不知道苏燕是气得不肯来参加 秦菜叶私生子的任祖归宗宴会 还是被蒙在鼓里了 白雪晴揣着手机 悄悄从大堂里溜了出来 苏燕躺在沙滩上 边抿着小酒 边看乔逸晴给她的五十页秘密 嘴角就没有下来过 秦家的事可真是逗 秦菜叶的小姑姑秦婉松 早年被安排与霍家大公子联姻 婚后夫妻两个就没有待一起过 霍家大公子在港城九十肉林 秦婉松在海城灯红九绿 两人有一次在派对上遇到了 硬是谁也没有认出谁 秦家二房的浪荡子秦航爵 今年初在国外赌场输了几千万美金 最后欠条上签了她爸的名字 十足的坑爹火 燕燕听见喊声 苏燕抬眸 看见是顾瑶 她胳膊下夹着一张画板 白色的T恤上 沾着星星点点各色的颜料 骨节分明的手指间夹着几只画笔 这一刻 苏燕仿佛看见了大学里 那个清澈的画画少年 可她清楚地知道 她不再是她心目中的那个她 苏燕淡淡一笑 语气客套又疏离 顾瑶你来写什么 嗯 最近没有什么灵感 我来这边度假村找找感觉 顾瑶的画风走的是印象派 这个流派的画家 注重通过感受外部世界 捕捉环境的光影 颜色 来表达画家的内心情感和思想 她的连衣 雨夜 星月都是很典型的印象派作品 苏燕看过她近期的作品 化作商业气息严重 缺乏感情注入 大不如前 嗯 这边的落日挺美的 苏燕抬头看了眼 逐渐细细的太阳 收拾了下东西 她起身告辞 顾瑶 你慢慢话 我先走了 她里面穿的比基尼 外面照着宽松的镂空针织衫 沙滩衣 走在沙滩上步履杉杉 标志鸟挪 顾瑶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目光紧紧凝视在她后腰上 两只若隐若现的蝴蝶上 一瞬间觉得灵感喷发 赶紧置起画架 苏燕回到总统套房 医生正在给苏立生检查身体 医生 我爸爸的身体怎么样 医生收拾好血压仪 恭敬回答道 太太 老先生的血压依然有些高 酱压药千万要记得每天吃 嗯 苏燕点头 扶着苏立生坐到床上 爸爸 晚上你想吃些什么 我让客房服务送过来 苏立生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苏燕手里的手机000响了起来 苏燕看向屏幕 是白雪晴的电话 她拿起手机弄了接听按钮 喂 雪晴 白雪晴听她声音如常 不思难过 忍不住发问 嫂子 今天这事 你是不介意还是不知道 苏燕觉得莫名其妙 问 今天又什么事 一旁的苏立生听见苏燕在跟人打电话 问她 燕燕 是谁给你打电话 苏燕捂着手机 轻声回答 爸爸 是秦菜叶堂弟的媳妇 白雪晴 随后对着电话那头继续问 雪晴 你在说什么事情 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 白雪晴暗叹了口气 苏燕果然什么都不知道 心里不禁替她抱不平 语气渐渐地变得激动起来 愤愤不平地说 今天老宅正在办宴席 是认祖归宗宴席 苏燕问 今天秦家老宅那 是谁要认祖归宗 瞧一新给她的文件 她才看了一小部分 还没有看到什么 需要认祖归宗的人物出场 呵 秦家秘密还真是多 居然还有流落在外的血脉 白雪晴一脸替她 不甘心地激动表情 隔着手机怒气冲冲地说 还能是谁 还不是就是 秦菜叶的私生子 她最关键的七个字 还没有说完 手机对面传来一声 焦急的叫喊 爸爸 你怎么了 爸爸 随后电话被挂断 苏燕眼看着原本 伴坐在床上的苏力生 咚得栽倒在被子上 赶紧挂了电话去扶她 朝着客厅喊 医生 医生 那你快来 我爸爸又晕倒了 医生好在正在客厅里 收拾医疗箱 还没有离开 听见房间里的喊声 忙拿着医疗箱冲进去 仔细查看了下苏力生的状况 瞳孔并未放大 只是心跳速度有些快 慎重起见 医生说 太太 目前看着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送老先生 去附近的医院观察一晚 万一有事 也来得及上设备抢救 好 苏彦赶紧收拾好东西 跟医生一起 把苏力生扶到轮椅上 向她推回房间 送去医院 白雪晴又给苏彦 拨了几个电话 电话都未接通 正准备编辑一条短信 把任祖归宗的事情 告诉苏彦的时候 她老公秦绝行走了出来 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语气冷硬地说 你在跟唐嫂联系吗 白雪晴 你不要惹事 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你少餐盒 得罪了秦餐叶 我们没有好果子吃 白雪晴被她的怂样气到 咬着牙道 但凡你有点本事 能在秦氏集团里 占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我们还怕得罪秦餐叶吗 话虽这么说 她却把手机收了起来 大方是大 的确不能得罪他们 再说苏彦迟早会知道 也不一定非要从她嘴里知道 第73章 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媳妇 云海度假村附近的乡镇医院 比不上江州市中心的医院 病房小小的一间 只有一张病床 跟一张陪护椅 苏彦坐在窄小的陪护椅上 陪了苏力生整整一夜 头昏脑胀 腰酸背痛 天亮的时候 护士用轮椅推着苏力生出去做检查 苏彦本想起身跟着 苏力生却心疼她熬了一夜 让她去病床上瞇一会儿 苏彦本就睡得不踏实 恍惚间感觉身上突然多了些重量 裸露在外的皮肤沾到一丝暖意 以为是爸爸做完检查回来了 给她盖被子 她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见立在床前的人时 她愣了愣 抬手将盖在身上的西装外套扯了下来 秦灿叶 你怎么来了 她看着一脸眷容 声音透着沙哑 秦灿叶两眼直直地看着她睡得红红的眼睛 我来接你 苏彦 我在云海度假村那边 安排了专业的医疗团队跟医疗设备 你爸爸出院后可以在那安心疗养 苏彦咬了咬唇 明白这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 她安排了人照顾苏力生 而你可以跟我回去了 回避开她的目光 将眼睛落在床头柜上 那上面的爱马仕包敞开着口 露出一叠皱皱巴巴的文件 秦灿叶 我想陪我爸爸在云海度假村待几天 她话说完 秦灿叶沉默了数秒钟 随后说 苏彦 明天是老宅那边有家宴 苏彦听后一睁 抬眸定定地看向她 呼吸渐渐因为情绪的起伏而变得急促 她张了张嘴 刚想说话 护士推着苏力生回到了病房 苏力生扫了眼病房里的秦灿叶 眉头微不可查地猝了一下 她转头对着苏彦说 彦彦 医生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出院了 你去给我办下出院手续吧 好的 爸爸 苏彦起身 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包 替苏力生办好了出院手续 她没有急着回病房 随便找了张医疗已坐下 从包里拿出那份乔易卿给她的文件 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昨晚她坐在苏力生的床边 边陪床边把那份满是情家秘密的文件看完了 最后一页里有一条信息与情菜叶相关 2019年情菜叶女友许真荣在M国生下一子 苏彦脑海里像放电影一般 快速闪现着这几日发生的事情 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串了起来 带着外甥到处晃悠的神与竹 从M国调回来的情势集团副总许真荣 欲言幼稚的总裁办秘书们 保姆 宋天 以及昨天白雪晴义愤填应的电话 这一切的根源 是那个叫Kevin的小男孩 他是情菜叶的私生子 爸爸苏力生和姐姐苏炼看来都知道这件事 并且是特意把他指使到云海度假村 好让他避开昨天秦家给Kevin办的认组归宗宴席 苏彦觉得呼吸越发不畅 有些烦躁地把那一叠写满秦家秘密的纸一张张撕碎 丢进垃圾桶 抬手看了下时间 估摸着爸爸跟秦餐叶谈的也差不多了 他往病房方向走 刚到门口 就听里面传来低沉的谈话声 他深吸一口气 扭动了门把手 推人进屋 屋内两人看见他进屋 立刻止住了口 苏彦假装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脸上挂着微笑问 爸爸 你想在医院吃午饭 还是回度假村了再吃 回云海度假村吃吧 苏立生看了秦餐叶眼 才继续说 燕燕 餐叶在云海度假村 给我安排了个医疗团队 你就不用陪我了 一会儿你跟他回江州吧 苏彦双手悄然钻紧 指甲钻紧手心 痛感让他乖顺地点了点头 好的 爸爸 那我们先送你回云海度假村 回江州的路上 两个人都没说话 苏彦歪坐在副驾驶位上 脸朝着窗外 眯着眼睛 似睡未睡 天色渐黑 温度低了下来 窗外的风吹进车里 带着他的头发凌乱地浮动着 秦灿叶余光瞥见他的肩膀色缩着 显然是冷了 他按了下按钮 车窗缓缓升了起来 才刚升到顶部 车窗却又被缓缓降了下来 秦灿叶把着方向盘 侧眸看了他一眼 沉声问 你不冷吗 苏彦没有正面回答 只说 我想吹吹风 清醒一下 说完 他抬手 扎了个慵懒的低马尾 风再也吹不散 他的头发 秦灿叶眉头微微锁了下 语气不容商量地说 把我的西装穿上 苏彦回头看了眼 他放在后座的西装 没有伸手去够 只是将车窗调升 到了一半的位置 秦灿叶喉咙滚了滚 没有再说什么 玉湖别墅一楼的客厅 跟玄关灯火通明 保姆听见汽车驶入车库的声音 提前拿着拖鞋等在门口 先生 太太 夫人等你们很久了 苏彦转头看了眼 走在他身后的秦灿叶 冷冷地勾起嘴角 秦灿叶 你妈来了 你说他要跟我说些什么 秦灿叶瞧见他盯着自己那 带着凉意的眼神 心口漏跳了一拍 脸色当即一变 苏彦 你是不是知道 没带他说完 苏彦抬不进了客厅 乖巧实力地跟沈月之 打了声招呼 沈月之面上挂着和蔼的笑 拍了拍身侧的沙发位置 声音和蔼 苏彦 你快来看看这只翡翠镯子 这可是我们秦家传给掌方媳妇的镯子 说着 他将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盒递给苏彦 苏彦打开盒子 这里面是一只橙色极好的翡翠镯子 他在珠宝店里见过橙色远不如这只的镯子 标价是五千万 他估摸着这只镯子价格起码得尽意 为了让他接受秦灿叶的私生子 沈月之还真是舍得花钱安抚他 可苏彦看着这只翡翠镯子 只觉得颜色绿的扎人眼球 心里酸色难当 他压着情绪推拒 这翡翠可真绿 可我的年纪带这么昂贵的翡翠镯子不太合适 妈 你还是把镯子收回去吧 沈月之一把拉过他的手 不容反抗地将翡翠镯子套进了他的手腕 原本是准备等你跟蔡燕生了孩子 我再把这个秦家祖传的翡翠镯子送给你的 这件事上 沈月之自觉很亏欠苏彦 将心比心 试问哪个女人能大度接受自己丈夫的私生子 可这事是苏茂晨定下来的 他拧不过他 并且当下 秦家大方确实需要一个孩子 他顿了一下说 苏彦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我们秦家的长方长孙席 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媳妇 苏彦摸索着手腕上的翡翠镯子 没有吱声 沈月之走后 秦彦叶看着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的苏彦 琢磨了下今天苏彦的一系列反应 他心下猜到他已经知道了实情 便开了口 苏彦 秦彦叶 苏彦却是同他在同一刻出生 第74章除了生气还能做些什么 客厅的环境隐隐地散发着令人压抑的精密气氛 保姆悄悄地躲进了厨房 苏彦抿了抿唇 未扬起脸 看着他冷峻的轮廓 这一刻异常地平静 秦彦叶 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秦彦叶已经做好了苏彦跟他吵闹的准备 但是他却没有 他心里突然很不安 伸手拉住他的胳膊 不让他起身离开沙发 苏彦 你在生气吗 你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对 我在生气 我很生气 这是放哪个女人身上会不生气 但是 苏彦反问 秦彦叶 我现在说话能改变什么吗 我除了生气还能做些什么 他抬手指了下 二楼已经被改造成儿童房的客房 语气冷静至极 你们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 不管我乐意也好 不乐意也好 我都必须接受你的私生子 你们之前没有给过我说话的机会 现在又想让我说些什么 说着 他扯开抓着他手腕的大手 镜子走上楼 保姆听见客厅里的说话声停了 赶紧从厨房里走出来 在他身后喊 太太 该吃晚饭了 饱了 二楼传来回答 随后是主卧门被关上的哐当声 苏彦洗完澡 躺在床上看电视 电视机里放的还是那部公斗剧 巧了 剧里的皇后抱养了其他妃子的孩子 乐得跟个傻缺似的 古代皇后的心胸是真大 她摸了摸自己的心脏位置 里面又酸又颤 她可没有那么广阔的胸镜 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 她连忙关了电视机跟灯 侧身躺下 扯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 秦灿叶站在门口 眼看着门缝里透出的灯光 一瞬间吸了下来 卧室里面的电视机声音 也随之消失 她转了下门把手 苏彦背对着她躺在床上 后脑勺露在外面 身体蜷缩成一团 藏在被子里 一动不动 相应的像块石头 她看了几秒 没有说话 提步走进浴室 浴室里传出哗啦啦的水声 苏彦眼睛一顺不顺地 瞅着面前墙上挂着的婚纱罩 怎么都睡不着 浴室里的水声停了 然后是一阵嘻嘻嘟嘟的声音 感觉秦灿叶坐在了床檐上 她把被子徐徐往上拽了下 直到蒙住了一整个脑袋 才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 秦灿叶撩开被子的一脚 躺在她身侧 指幅微凉的大手划过她的腰 扣住她的小腹 强势的一拉 把她整个人圈到自己的怀里 苏彦被迫靠向宽阔的胸膛 耳朵能清晰地听见 身后人有力的心跳声 蒙在被子里的脑袋 再次往下缩了缩 她紧咬着唇半 紧闭着双眼 除了喘息声不发出任何声音 蒙头装睡 男人抬手 把被子压了个严严实实 被子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空气越来越稀薄 苏彦开始出汗 整个人因为缺氧而变得晕乎乎 呼吸越来越重 她扑腾着从被子里钻出来 大口呼吸着空气 跟狗男人赌气把自己憋死 那就太不值当了 秦灿叶得逞地笑了笑 见她被闷得满脸潮红 拨开她散乱威尸的头发 强势地把她的身体翻了个面 强迫她面对自己 她盯着她微颤的眼瞼 在她耳边轻声说 苏彦 你是我的妻子 见她没有反应 她低头凑到她的唇上轻了又轻 苏彦偏头躲开她的吻 睁开双眼直视着她有黑的眼眸 秦灿叶 你打算让她喊我妈妈吗 秦灿叶慢慢地开口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不愿意 苏彦直截了当地拒绝 她为什么要同意让一个老公 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叫她妈妈 那就不叫 秦灿叶安抚地撸了几下她的头 她低头想再轻轻她 苏彦侧头躲开 声音闷沉地说 我来生理期了 提前这么多天嘛 嗯 我最近太累了 我想休息了 苏彦说着把被子往上拽了拽 正好盖到鼻子以下位置 秦灿叶一手滑到她的臀部位置 摸到厚厚一层 她重新把手放到她的腰腹位置 轻轻地揉着 揉声问 这次疼吗 不疼啊我睡了 苏彦敷衍地回了一句 随后翻了个身 重新对对着男人 早上八点 苏彦被生物中唤醒 从秦灿叶怀里翻出来 快速做了份便当 等着她下楼一起吃了早饭 又站在院门口送她上班 秦灿叶坐在车后座 看了眼一副咸凉舒德模样的苏彦 目光落在她右手手腕上的翡翠镯子上 你不是不喜欢绿色吗 苏彦抬手晃了下手上的镯子 目光闪了闪 今天晚上参加老宅那边的家宴 我要是不带这个翡翠镯子 你妈她肯定会不高兴的 秦灿叶眉眼深深地又看了她一眼 叮嘱了句 晚上六点 我来接你去老宅 苏彦回到别墅 走进二楼那间被改造成儿童房的房间 静静地立在房间里许久 今晚秦灿叶跟许正荣生的孩子 就要住进这里 保姆端着碗汤要上楼 太太 这是先生让我给你熬的一碗草汤 苏彦转身 面上表情冷淡又平静 我不想喝 你到了吧 有了上次参加A大法学系校友会的教训 苏彦这次穿了条黑色正装裙 去参加林书琪的律所开业酒会 律所门口摆放着一盘花篮 大厅里摆放着香槟 刘密书等人忙忙碌碌地坐着准备 林书琪目光对上走进律所的苏彦 紧走几步来到她跟前 结果她手上的蝴蝶兰 温声问 苏彦 酒会要到中午才正式开始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苏彦表情沉了一下 缓缓开口 林律师 我提前来 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林书琪目光落在她精明的细眉上 试探地问 很着急吗 苏彦很不好意思地说 实在抱歉 今天你律所开业 我还 她话还没有说完 林书琪就领着她往办公室方向走 宽慰道 没关系 离开业酒会还有好几个小时 我正好闲着没事干 林书琪工作效率很高 不到一个小时就拟好了协议 她将电脑屏幕转到苏彦面前 指着上面的内容说 苏彦 你再看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把这份协议打印出来 苏彦仔细看了下 协议上的每一条条例 林书琪将她说的所有内容都列了上去 只是全部都换成了专业的法律术语 她清点了下头 林律师 麻烦你把协议打印出来 第75章到处勾三搭四 苏彦刚走出大门 迎面遇上捧着花篮 来参加律所开业酒会的沈宇竹 哎呦喂 表嫂 我还没有恭喜你呢 你可真是好福气啊 天上掉下个好大耳 之前被勒令不许告诉苏彦 Kevin的真实身份 沈宇竹憋了好几天 总算是等到了看苏彦笑话的这一天 语气格外的阴阳怪气 苏彦抬起眼 看着沈宇竹那张完美诠释了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这句话的脸 她张嘴毫不客气地还了回去 那我就祝福宇竹表妹 以后也有这么好的福气 沈宇竹被枪 脸色变得愤外难看 见苏彦使她微无误地抬补离开 她奸细地喊了一声 你给我站住 苏彦脚步不停 往马路对面方向走 刚走到车旁 打开车门 车门却被人狠狠地压了回去 她眉头一皱 火急蹭地一下上来了 大声呵斥了一句 沈宇竹 你有完没完 苏彦 你以为你是什么香波波 到处勾三搭四 沈宇竹面孔因为嫉妒而扭曲 语气带着嘲讽 声音又尖又细 格外的刺耳 要不是勤家不允许表哥娶真容姐 表 哥怎么会娶你 要不是你长得跟真容姐有几分相像 那么多名门贵女 表哥又怎么会看上你这个花瓶 你 你A大法学院是买进去的吗 苏彦张口打断她 沈宇竹脸色一僵 嘴巴一下子不利索了 她能进A大法学院 的确是靠家里给A大捐了一大笔钱 沈宇竹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跟林律师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请你以后不要再把我当成假想情敌 苏彦把她的手从车门上扯下来 打开车门上车 转头不屑地看了她一眼 你刚才跟我说那些话 是打算做什么 把我跟你表哥情参业的婚姻搅黄吗 如果我离婚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跟你的林师兄 就可以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了 你觉得已婚妇女对你的威胁更大 还是单身女士对你的威胁更大 说完 她启动汽车 看着后视镜里呆愣愣站在马路边的沈宇竹 苏彦嫌弃地撇了下唇 这到底是什么大聪明 谁家官司敢找她做律师 开车回玉湖别墅的路上 苏彦脑子里不停地回想着许正荣的样子 那天许正荣戴着无边框的眼镜 穿着白色套装 看着简单又高级 苏彦对她的观感定位在精明能干的事业型女强人上 只觉得她气场逼人 她跟许正荣相像马 玉湖别墅的院子里 工人在搭建秋千跟滑梯 为了给秋千跟滑梯腾地方 院子中间的一棵橘子树被连根挖了出来 树上面正结着好些橘子 原本再过一两月 这些橘子就能长熟了 这是刚结婚的时候 苏彦在院子里种的两棵树 一棵橘子树寓意大举大利 一棵柿子树寓意事事如意 她记得她种树的时候 刨坑刨的手上美甲都损坏了 又不好意思喊秦彩叶帮忙 那时候他们才刚结婚不到一个礼拜 两个人除了在晚上做那事的时候 她会柔声细语地哄她忍一忍 白天就没有说过几句话 疼吗 啊 苏彦一愣 这人吃饭的时候怎么也问这个问题 羞得低头不说话 秦菜叶抬眸见她耳朵尖都粉了起来 跟躺在她身下的时候一模一样 侯姐滚了下说 我看你在院子里挖了一扇无土 问你手疼吗 是她想歪了 苏彦脸更红了 忙说 不疼 向她方向悄悄看了一眼 肌肉看着真结实 这胳膊快顶上她小腿粗了 去院子里刨坑肯定效率很高 她咬了下唇 娇嘀嘀地喊了声 老公 对面人切牛排的手一顿 眸色深沉地看向她 问了一声 苏彦放下筷子 两只手伸到她面前 可怜兮兮地哼哼 你看 我手指甲都坏了 这是刚做的美甲 水钻都掉光了 秦菜叶目光落在她的 十根青葱般的手指上 拧了下眉 苏彦 你揉着这么长的支架 在院子里干活 不怕支架折断吗 一会儿去把支架剪了 苏彦样样地把手收了回去 原本是想让她连香西域 主动说帮她 把院子里的树给种了 结果换来一句训 她不开心地小脸一扭 嘟着嘴道 不剪 光秃秃的支架多难看 说着 起身回到房间 气呼呼地 在床上做了好扮上 等太阳快下山了 苏彦走到院子 准备继续刨坑 发现两个棵树 都已经被种好了 保姆拿着一副手套走进院子 笑着说 太太 这是先生让我给你买的园艺手套 苏彦接过手套一看 手套很厚实 上面还带着 可以抓土挖土的爪子 抽回思绪 苏彦目光挪到那一棵 孤零零的柿子树上 上面挂着 十几只青色的小柿子 她对着工人说 把这棵柿子树也挖了吧 工人看了眼柿子树 比划了下位置 说 太太 这棵柿子树可以留着 这边的空间够仿鞦韆 跟滑梯了 苏彦抬步走进屋子 撂下一句 不用留 一起挖了吧 保姆见苏彦下午一回来 就在家里翻箱导柜找东西 忍不住问 太太 你在找什么呢 苏彦把柜子里的礼服 都翻了出来 皱着眉头道 柳姨 你看见我那件黑色礼服了吗 太太 你有好几件黑色礼服 你说的是哪一件 发轮听牛那件 见保姆没反应 苏彦详细地描述道 就是裙子上全部都是刺绣 裙面有羽毛的那件 哦 那件绣大花叉鸟毛的裙子 太太 上面鸟毛掉了几根 上周你让我送去店里维修了 你忘记了吗 瞧我现在的记性 我给全忘记了 苏彦扶了下额头 又急忙说 我晚上要跟先生回老宅 参加家宴 要穿这件礼服 柳姨 你快帮我去店里 把礼服取回来吧 保姆看了眼衣帽间里 满满当当的礼服 问 太太 今天必须穿那件礼服吗 对 翡翠镯子搭配那条裙子 最合适了 柳姨 你快把裙子取回来 我去洗个澡化个妆 说着 他就往主卧浴室里走 不久浴室里 传出潺潺的水声 苏彦支着耳朵 听见大门关闭的声音 透过浴室窗户 见保姆出了门 他拿出手机拨了的电话 你可以过来了 第76章 他跟我长得像吗 苏彦跑下楼 院子里的秋千根滑梯 已经安装好 橘子树和柿子树 都被挖走了 他别开脸 目光看向院外 没过几分钟 就看见一辆别克MPV 缓缓开了过来 他朝车子举手招了招 大声喊 在这里 Peter下车 咧着嘴 看着眼前的别墅 惊叹道 宝贝 你家的豪宅也太豪了 院子里居然还有泳池 看见院子里的秋千根滑梯 他诧异地看了眼苏彦 问 你才多大年纪 就已经生好孩子了 苏彦瞬间沉下脸 彦烦地说 不是我生的孩子 Peter识相地住了口 毕竟后妈不是个愉悦的话题 苏彦抬手看了下钻石手表 催促道 快点 上楼跟我去搬东西 进了衣帽间 Peter的嘴脸得更大 今得说话都开始结巴 Bol M G 我 我的天哪 你怎么有那么多高定礼服 你真的舍得把这些衣服 都给橙色工作室用吗 别废话了 快搬吧 把包跟鞋子也一起搬走 苏彦把衣物一件件往纸箱子里丢 又问 工作室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米莉在工作室那收拾 咕摸着等我们过去 她也收拾好了 哎 宝贝 你别那么暴力啊 这些都是高定礼服 弄坏了 修补一下很贵的 Peter见她动作粗鲁 心疼得不得了 上手接过礼服 小心翼翼地拎着礼服 又问她 宝贝 你放着这个好好的豪宅不住 去住工作室的小阁楼 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不想住这里了 苏彦语气平淡 起身道 Peter你来搬这个衣帽间的东西 别落下一件 动作快点 我去卧室收拾下行李 走到主卧 苏彦把化妆桌上的 随身携带的爱马仕包里 收拾好一切后 目光缩寻整个房间 见床头柜上摆着几张她的照片 她想了想 把照片也全部收进了行李箱 一辆七座商务车 明晃晃地停在院门口 隔壁陈太太带着双胞胎 走过来查看 看见苏彦来来回回地搬着东西 她问 秦太太 你这是要搬家吗 对 苏彦将手里的箱子放进车子里 陈太太劝说道 秦太太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 不是也跟十九栋的李太太一样 白白便宜了外面那对母子 苏彦没有接她的话头 突然想到上午 沈宇竹说的那番言论 她问 陈太太 你在幼儿园见过许 哦 就是那个女人吧 你觉得她跟我长得像吗 你们两人气质完全不一样 不过 陈太太仔细看着苏彦的脸 继续说 你们两人的眼睛 都是眼尾微微上翘的桃花眼 看着的确有几分相像 见苏彦眼眸渐渐暗了下来 陈太太连忙补充说 但是你们的眼神完全不一样 你是水汪汪的纯粹眼睛 她的眼神要犀利精明很多 她叹了口气安慰道 秦太太 你千万别自讲身价 拿自己跟外面的女人相比 再说 你年轻漂亮性格又好 只有瞎子才会使你选别人 苏彦沉默 脑子里全是沈宇竹说的那段话 要不是秦家不允许表哥娶真容姐 表哥怎么会娶你 要不是你长得跟真容姐有几分相像 那么多名门贵女 表哥又怎么会看上你这个花瓶 陈太太龙凤胎里的老大心智相对比较成熟 见到眼前的场景 乃声乃气地问 姐姐 你是要搬走吗 老小懵懵懂懂地看着他们 听见这句话 眨巴着眼睛问 姐姐 你以后是不是不能跟我们一起玩了 苏彦从箱子里拿出一对公仔 蹲下身子递给陈太太的龙凤胎 天天 月月 你们两个人 一人一个小兔子 姐姐以后不在这里了 你们要帮姐姐照顾好小兔子 好不好 好 两个孩子被转移了注意力 结果公仔 像个小大人一样的承诺 姐姐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小兔子的 陈太太见状 也不再劝说 转了个话风 秦太太 你也照顾好自己 李太太现在自己开了公司 小日子过得也挺好 咱们女人 离开了男人 靠自己也能活得很好 这话说到苏彦心砍上了 她重重地点了下图 太太 裙子我给你娶回来了 太太 保姆走到二楼主卧门口 听见里面传出哗啦啦的水声 心中诧异 过了两个小时了 太太怎么还在洗澡 在门口等了一刻钟 也没有听见水声停下 保姆生怕苏彦洗澡太久 晕倒了 敲门进屋 太太 我进来了 许真龙站在会议室最前面 从容不迫地做着汇报 投影的光线照在她身上 在幕布上留下前途后翘的剪影 秦菜叶半靠在椅子上 看了眼PPT上的数据 抬手拧了下眉心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打开 一里拿着手机匆匆走到秦菜叶跟前 低声说 秦总是保姆柳依打来的电话 他说有急事 跟太太有关 秦菜叶接过手机 听了一分钟 默然站起身 台步就要离开 许真龙就站在他边上 一里说的话 他听了的大概 立刻出声阻止 秦总 汇报还没有结束 秦菜叶皱着眉头 看向大屏幕上的数据 冷声道 许副总 你的十一黄金周度假村 预测数据是基于什么做的 有没有考虑中秋节 与国庆节叠加的影响 还有后疫情时代 产生的消费变化 你在养国太久了 对国内的市场不了解 这些事还是多请教下 秦氏集团市场部的老员工 他转身 对着底下的市场部总监吩咐 明天出一份新的预测数据给我 又对着众人说 该蛋的活都不干 是打算让我裁员吗 说完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 第77章 这份协议写的是什么 许真龙被秦参业 在秦氏集团所有高管面前 训斥了一番 一下子有些下不来台 就各种给他们甩脸子 挑剔他们的工作 大有大包大懒的架势 他们也听了些 集团里流传的八卦 对这个来路充满故事性的 女副总敢怒不敢言 加上他进进出出用的 可都是秦总的专用电梯 更是没人敢得罪他 可观察今天会议上的情况 秦总眼睛就压根 没有往这个许副总身上 正眼瞧过 加上刚才秦总的一番话 是丝毫就没有给他脸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里走到许正荣跟前 恭恭敬敬地地上 一把车钥匙 许副总 这是集团给您配的车 按照您的级别 配的是八十万的宝满X5 另外 您的那管口红 已经放在这辆车的 副驾驶座位上 听到这话 许正荣脸色渐渐僵了下来 建议里并不离开 他粗声问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一里转过身 面朝着会议室里的所有高管 特意拔高了声音说 秦总说 他不喜欢在电梯里 闻到乱七八糟的味道 请各高管 不要私自使用 总裁专用电梯 会议室里的众人眼神 都直接落向许正荣 这话听着是对所有人说 但是这几天 除了许正荣 又有谁用过秦总的专用电梯 许正荣本就僵硬的面孔 再也绷不住 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 保姆焦急地 等在玉湖别墅院子门口 看见秦菜叶的车 小跑着迎了上去 先生 太太把他的东西都搬走了 秦菜叶走到二楼主卧 建卧室里 属于苏彦的东西 眸光落在床头柜上 上面放着一份文件 文件上压着那只翠绿的翡翠镯子 以及一枚蓝钻戒指 那一枚蓝钻戒指 是苏彦的婚件 但自从他知道 这上面的13克拉罕见蓝钻价值 超过5000万美元后 他就不肯再带 生怕出门被人剁手指抢劫 于是一直把戒指锁在保险柜里 他脸色青黑地 看着纸上分居协议四个大字 额头上的青筋一下子鼓了起来 绷着下额线翻看着上面的内容 看到互不干预对方的情感 与两性生活时 后曹牙狠狠地磨了一下 他紧绷着脸 拿出手机 拨打苏彦的电话 什么是 电话那头传来女人 淡然又树立的声音 秦灿叶紧咬着后曹牙问 苏彦 这份协议写的是什么 苏彦声音带着调侃 秦灿叶 你这是不认识协议上面的哪个字 书房里有汉语词典 你自己去翻译一下 我问你 协议上写的 互不干预对方的情感 与两性生活是什么意思 秦灿叶声音压着火 又说 苏彦 你又在闹什么 她的最后一句话 把苏彦彻底激怒 拼命维持的体面 一下子绷不住 她扯着嗓子 把压在心里一天一夜的话 一字一顿地吼了出来 秦灿叶 我就是不想再与你一同生活了 秦灿叶 额上轻轻直跳 你又要闹离婚 我们两家的联姻关系 是我想离婚就能离的吗 苏彦语气无奈 她沉默了片刻后 说 秦灿叶 我觉得你姑姑秦婉松 跟她的联姻丈夫 或先生的相处方式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以后 我们就只为是 结婚证上的夫妻关系 其他的我们互不相干 苏彦 秦灿叶冷冷地道 把你现在的地址发给我 感觉电话那头 进得出奇 她看向手机 屏幕显示通话已经结束 再次拨打电话 电话那头 传来机械的女婴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攥紧手机 面色难看至极 保姆在一旁忐忑地问 先生 太太能去哪里呢 盛色工作室 位于繁华的市中心 是一个三层小洋房 一楼是大厅 二楼是衣帽间 三楼是个矮小的阁楼 阁楼被改造成了的小卧室 由于面积很小 所以只能摆下一张单人床 跟一张小矮桌 苏彦在地上铺了条小矛毯 把化妆品和照片 整齐摆在小矮桌上 衣服就还是放在行李箱里 工作室楼下 传来米莉的呼喊声 宝贝 外卖到了 快下来吃披萨 苏彦沿着窄小的楼梯爬下来 见一楼只有米莉 问 皮特呢 米莉开了两瓶啤酒 递给苏彦一瓶 他去给玉露露送这个礼拜要用的衣服 一会儿就回来 玉露露最近的机场 出街图在网上很火 网友们纷纷夸赞他整容式提升的衣品 比起其他明星动不动几千几万的单品 玉露露穿的都是一些价格清明的衣服 对于网友们来说更是有借鉴性 他在机场戴的棒球帽 出街穿的短裙等等单品 最近全网卖脱销 借着玉露露的流量 苏彦和米莉作为独立设计师设计的衣服 在网上也开始变得小有名气 工作室开始按照他设想的那般发展 苏彦高兴地举杯 为我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 做自己想做的事干杯 米莉灌了口啤酒 闷闷不乐地说 婚姻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偏偏有人一次又一次地步入婚姻 看出他有心事 苏彦想了几秒试探道 宝 你妈妈她又要结婚了吗 嗯 第七次步入婚姻的殿堂 米莉顿了一下 苦笑了声 今天我刚收到情帖 国庆节结婚 听说这次是个有钱老头 你强 我靠着我妈 也混成和你一样的富二代了 苏彦不知道该怎么宽慰她 米莉抗拒婚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受到她那个总是闪婚闪离的母亲 带来的影响 拿起啤酒瓶 朝米莉手上的啤酒瓶 哐当碰了下 苏彦朗声道 干杯 为我们橙色工作室的美好未来干杯 别管这些糟心事了 我们好好搞事业 米莉心情不好 喝酒又急 很快醉了过去 苏彦把她搬到沙发上 盖了条宝毯 这时 米莉的手机响了起来 苏彦拿起来一看 是皮特打来的 她问了接听 皮特你送个衣服送到月球去了吗 怎么去了那么久 没等她说完 电话那头皮特坑坑迟迟迟说 宝贝 你快来公安局捞我 苏彦一正 呼吸都紧张了起来 连忙问 你出什么事了 皮特长叹一口气 你老公报警说我入室盗窃 苏彦 第78章怎么证明你是秦太太 挂了电话 苏彦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 往城南派出所赶 苏彦心急如焚 只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 不停地催促出付车司机 开得快一些 车子一停 她甩了两张一百块给出租车司机 不用找零了 说完 急跑向派出所 审讯室里的皮特被警察扣着手铐 隔着玻璃一脸苦涩地看向他 苏彦又愧疚又着急 收敛着情绪对警察说 警察同志 这位是我的朋友 今天他是来帮我搬家的 并不是入室盗窃 下午从玉湖别墅里搬走的衣物 珠宝都是我的东西 他打开手机相册 找出几张他穿着礼服 带着高级珠宝的照片 给警察看 警察同志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的衣服跟珠宝 警察瞄了眼照片 思索了一番后 说穿戴并不能证明所有权 随后上下打量着他 问 你是谁 请提供一下身份信息 我叫苏彦 我是江州本地人 苏彦把自己的身份证递过去 想了想 补充说 我是报案人 秦菜叶的太太 你是秦太太 警察抬起眼重新打量了他一番 这小姑娘扎着高马尾 穿着白T恤 蓝色牛仔裤 脚上穿着白色板鞋 看着就跟一个在校女大学生似的 低头看了下手上的身份证 的确是江州人 问 怎么证明你是秦太太 苏彦一愣 结婚证在秦菜叶手上 她手机里也没有保留 他们两个人的合照 这要如何证明秦菜叶是她老公 警察见她哑巴了 眼神立马严肃起来 我有理由怀疑 你和里面那位可能是团伙作案 由你假扮秦太太 两人假结搬家之名 实行入室盗窃 苏彦诧然 警察叔叔 你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 警察又说 涉案金额巨大 都是名牌衣物跟高级珠宝 你们主动把赃物交出来 老实交代作案细节 到时候能轻判一些 眼看事情往越发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 苏彦咬了咬牙说 等等 警察同志 我让报案人秦菜叶亲自来证明我的身份 他拿起手机 快速输入一串手机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通 苏彦低喊了一声 秦菜叶 对面传来男人低沉的询问 苏彦怎么了 狗男人 明知故问 你能不能来警察局替我证明下 说完这句话 苏彦觉得面子 哐当掉落在地上的声音很刺耳 男人慢条思理地问 证明什么 没等他回话 他拖着长长的尾音也遇到 你又被警察当成卖淫小姐误抓了吗 苏彦 狗男人 出来混 该认怂的时候就得认怂 苏彦从不硬碰硬 咽了口唾沫说 来证明我和你的夫妻关系 反正已经没脸了 他掐着嗓子打打地说 老公 辛苦你到警察局跑一趟了 好不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几秒 然后男人故作为难地说 可我现在要去老宅参加家宴 不方便过来 他居然拒绝了 他可真狠 生怕他下一秒会挂断电话 苏彦赶紧喊 不是要跟我一起去老宅参加家宴的吗 你怎么能一个人去 你来接我一起去啊 秦灿叶似乎就是在等他说这句话 立刻回了句 把你现在的地址发给我 地址发过去不到五分钟 秦灿叶就站在了苏彦跟前 这人分明是在附近守住待兔啊 苏彦瞪着眼睛 看着一脸躺然的秦灿叶 狗男人 姿势轻逆 警察同志 这位是报案人 他 是我的老公 秦灿叶垂眸看了他一眼 没有吭声 警察目光在两人身上扫了几眼 折指审讯室里的那位 问 里面那位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秦灿叶瞟了眼玻璃窗内侧的小白脸 别有深意都问身边的女人 问你呢 里面的男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听了这话 警察看向苏彦的目光变得复杂了许多 气氛顿时添了几分尴尬 苏彦快速澄清 皮特是我领导 他的车比较大 我让他来帮我搬家 你搬家 你老公报警抓替你搬家的人 警察皱起眉头 冷着嗓子训斥 夫妻俩有什么事情 内部好好商量解决 警察好好把两人思想教育了一番 才让他们签字消案 再把皮特放了出来 苏彦万分抱歉地看着皮特 对不起 老大 被警察刚逮进警察局的时候 皮特是很猛逼的 但很快他搞清楚了状况 淡定了下来 毕竟他也算是半个娱乐圈的人 什么奇葩事没有见过 他拍了拍苏彦的呗 安慰说 没关系 又不是你的错 偷偷去了他身后的男人一眼 嫁给这样深沉的男人 也不知道该说他幸福还是可怜 苏彦凑到皮特耳朵边低声说 老大 米丽在工作室喝醉了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可我一会儿有事 放心吧 我一会儿就去工作室看看他 皮特点了下头 又叹了句 原来你是秦太太 你老公是那个花五千万 买了一讲工作室的秦总 皮特现在想想 之前的很多令人费解的事情 都能说通了 见他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皮特又拍了下他的肩膀 低声说 放心吧 宝贝 姐妹我会替你 守好圣色这个马甲的 苏彦眼睛里满是感动 忍不住伸出手臂抱住他 乌叶道 谢谢老大 秦灿叶眯着眼睛 看着站在角落里的两人 见到两人哭哭啼啼 抱在一块 脸色极客绿了下来 这是把他当死人吗 冷声打断他们 要在警察局里护诉中缠吗 还不快走 皮特一瞬间觉得身上毛骨悚然 自觉地跟苏彦保持一米远的距离 三人走到警察局大门口 皮特赶紧告辞 一闪身人就跑没了影 苏彦憋了一肚子火 线下只剩下他跟秦灿叶两个人 他毫不犹豫地洒了出来 质问 秦灿叶 有话不能跟我好好说吗 你报警是什么意思 秦灿叶阴沉着连反问 电话关机 你有打算跟我好好说吗 第79章 你该叫他们什么 苏彦一言 狗男人是名校高材生 他是走了狗屎运超长发挥 才考上大学的 他是变不过他的 所以也懒得多费口舌 秦灿叶按了下手里的车钥匙 一旁的阿斯顿马丁闪了下车灯 上车 见苏彦处着不动 他挑了下眉 怎么 你想耍赖 狗才耍赖 苏彦横了他一眼 从他手里一把夺过车钥匙 静止走到驾驶座 插着腰道 这辆阿斯顿马丁是我的财产 秦灿叶默了默 这辆阿斯顿马丁的确是已经送给他了 他绕到副驾驶位 巴搭 车门落了锁 苏彦 秦灿叶拉不开车门 车窗缓缓落了下来 苏彦脸上堆着假笑 声音又打又交 老公 我在老宅门口等你哦 家彦是老时间7点38分开席吧 要是到了7点半你没有来 那我也只能离开了 说完 一脚油门 伴随着轰隆的引擎声 阿斯顿马丁没有几秒就开出了老远 看着后视镜里被他撂在警察局门口的男人 苏彦收回目光 抬手看了下表盘 现在刚好是下班时间 路上特别的拥堵 这个点是铁定打不着车的 秦家老宅守旧性风水 若是有家彦 永远是掐准了个吉利时间开席 午饭是11点58分 晚饭是7点38分 谁也不许迟到 若是迟到是会被训得很惨的 苏彦刚结婚的时候不懂 有一次吴彦卡着12点才露面 秦永连脸色当场就落了下来 罚他用毛笔字抄家规 苏彦不会写毛笔字 倒是自小在M国读书生活的秦灿叶 写了一首漂亮的砍书 最后是他求着秦灿叶 帮他用毛笔字把家规抄完的 当然他也不是白帮忙的 条件是解锁几个新姿势 后来苏彦才知道 家彦可以找个由头告假不去 但是万万不能在一众长辈面前 姗姗入席 苏彦到达秦家老宅门口 把车停在车位上 他没有熄火 抬手看了下时间 还有10分钟 他准备一到七点半 就立马踩油门离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苏彦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表盘上的秒针 还有最后一分钟 心脏因为激动而开始颤抖 59秒 58秒 轰隆隆 头顶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引擎声和悬疑声交织在空中 飞扬的尘土跟树叶 被狂风裹挟着吹进半开的车窗 苏彦抬头看向正前方 一道刺眼的光照射过来 他下意识地眯上眼睛 一架直升机平稳踩地 一扇金属大门缓慢地打开 高大挺拔 肩宽被挺的男人走出机舱 深邃的目光直直地落在那辆阿斯顿马钉上 苏彦微仰着头 一脸难以置信 胸腔里像被塞了团棉花 堵得他一口气不上不下 他忘记了 狗男人是有直升机的 就停在秦氏集团的顶楼 城南派出所门口有地铁 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到达秦氏集团 再开直升机到秦家老宅 时间刚好来得及 苏彦垂两下自己的脑袋 后悔没有把他撂在前部着村 后部着店的地方 秦灿叶镇定滋肉地走到阿斯顿马钉车前 博纯吐出两个字 下车 苏彦吐出口气 不情不愿地吸火下车 刚刚还激动兴奋的心情 此刻像被泼了一盆凉水 凉了个彻底 他就没有能拧过狗男人的时候嘛 才刚站定 左手腕就被男人拽了过去 他重心不稳 往男人怀里倒 右手下意识地撑在他的胸肌上 这个姿势既暧昧又熟悉 隔着触感顺滑的西装面料 苏彦的右手手心能感受到 他有节奏的心跳声 那感觉好像跟不隔着衣服的时候 没有什么两样 觉察到自己想到了不该想的画面 脸颊不由自主地烧了起来 右手手指不自觉地捏了一下 突然感觉左手一重 苏彦抬眸一看 见是秦灿叶把那一枚蓝钻婚戒 套在了他的无名纸上 婚后 他就没怎么带过这枚婚戒 一是因为这枚婚戒 价值超过五千万美金 他觉得每天带着五千万美金 在外溜达 压力太大 二是他喜欢根据 每天穿的衣服搭配首饰 这枚蓝钻戒指并不好搭配衣服 今天 他其实是想把这枚 价值连成的婚戒带走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就赌气把这枚婚戒 连同那只翡翠镯子 一起留在了玉户别墅 他想传达的意思是 秦太太跟秦家长孙席的身份 谁爱当就当 他才不稀罕 这会儿 脑袋不发热了 苏燕觉得自己这个行为 简直愚蠢至极 这可是五千万美金 别说是一口气了 就是一口屎 吞下了又怎么样 想着 他快速用右手盖住 左手无名纸上的蓝钻婚戒 生怕秦菜叶伸手把他给摘走 看见他捂着婚戒的动作 秦菜叶眼眸深了些许 哑着声音说 以后还乱丢步 苏燕直摇头 开玩笑 这可是五千万美金 他才不会再犯唇 这次秦家家宴人 来得很齐 苏燕进屋时扫了眼 发现除了秦菜叶的二叔一家 他的三个姑姑也都来了 特别是不大露面的小姑姑 秦婉松居然也在 秦婉松虽然已经将近五十岁 面孔却保养得非常好 搭配浓密的波浪卷发 看着优雅迷人 他身边站着个约莫十五岁的清秀少年 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的周正长相 是他跟霍先生的独子霍又宁 苏燕之前只在他跟秦菜叶的婚礼上 见过秦婉松 秦婉松平时带着儿子在海城居住 不怎么来江州 他脸了下眉 心里有些惆怅 即使是秦婉松跟霍先生 这种互不打扰的婚姻 他们也得听从家族的吩咐 生下联姻孩子 沈月之怀里抱着个小男孩 看见苏燕跨着秦菜叶走进屋 对着小男孩说 佩玲 快看看谁来了 你该叫他们什么 他说话的声音故意拔高 刚好是整个屋子里的人 都能听见的音量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门口的两人身上 苏燕搭在秦菜叶 闭湾里的手不由得紧了紧 第八十章 我是不是得叫你叔叔 爹地 秦佩玲奶乎乎的小手 朝着秦菜叶的方向挥舞 随后顿主 眨巴着眼睛看向苏燕 苏燕看着他 突然想到他以前 在秦菜叶办公室的书架上 看见的那张小男孩照片 那张照片上的小男孩 不就是更小一些的秦佩玲 鼻尖渐渐泛起一股酸意 瞧他那时候多傻 居然拿着秦菜叶私生子的照片 问秦菜叶是不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而现在 他像个大笑话一样站在这里 当着秦家众人的面 被迫心平气和地 接纳秦菜叶的私生子 秦佩玲茫然地看着他 抱着他的沈月之 用口心引导着他喊苏燕妈妈 他小嘴张了张 苏燕觉得这一刻 在接受心理上的零食 他觉得鼻子越发的酸 似乎下一刻眼泪就要飙出来了 他很想破口大骂 骂这一屋子逼迫他妥协的人 骂身边这个不要脸的狗男人 可是想到苏家 他又不能这么做 手心忽然易紧 秦菜叶撑开了他的手 和他食指交扣 他淡淡地对着秦佩玲说 叫阿姨 屋里人皆是一正 沈月之不安地扫了眼上 守卫之座的几个男人 秦永连像是压根没有注意到 那一侧发生了什么 自顾自喝着茶 秦茂晨也一声不吭 眼睛甚至都没有往那处看 沈月之快速调整了下话术 对着怀里的秦佩玲 重新叫他喊 佩玲 来 叫 阿姨 没等他说出阿姨两个字 苏燕用了点力 将手从秦菜叶的手心里抽了出来 随手从桌上裹盘里 拿起一只红彤彤的苹果 朝着秦佩玲摇了摇 又哄着说 Kevin 你还记不记得我 你该叫我什么 秦佩玲两眼直勾勾的 盯着他手上的苹果 条件反射地喊了声 姐姐 这一声姐姐喊出来 一屋子的人面上表情千回百转 这辈粉是全乱套了 白雪晴想笑不敢笑 捂着微微隆起的小腹悄悄侧过身 朝苏燕方向挤了下眼 将行比心 若他老公带个私生子回来 他也不乐意私生子喊他妈妈 就算喊阿姨也挺隔应人 苏燕披腻了眼秦参业 用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 顶了他一句 以后 我是不是得叫你叔叔 叔叔两个字 说得见嗖嗖 秦参业重新拽过他的手 很不要脸的凑在他耳边低语 叫爹地也行 苏燕脸色顿红 低声咒骂了一句 变态 狗男人 没羞没骚的 什么癖好 咳 咳 秦永莲干咳了两声 放下茶盏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他 等着他发话 开席吧 秦永莲只说了三个字 落座的时候 沈月只把秦佩玲放在苏燕位置身侧 动作自然地往苏燕手里塞了套儿童餐具 这是打算让他伺候孩子吃饭 苏燕总算是明白了 今天秦家老宅的家燕 就是为了看他这个后妈 会不会亏待了秦家的血脉啊 这算什么回事 她成了白雪公主的后妈吗 这一瞬间 她的叛逆之心犹然而生 她做不出虐待孩子的事 可也真不想让秦家人如意 苏燕毫不犹豫地把儿童餐具 往秦菜叶面前一放 屁股一挪 把秦佩玲放到秦菜叶身侧 朝着男人挑了下眉 特别温柔地说 爹地 喂饭吧 秦菜叶宁了他一下 就竟加了一筷子凉拌鸡丝 递到苏燕唇边 极有耐心地说 乖 啊 张嘴 苏燕睁松柱 不要脸的狗男人 圆桌上 十几双眼睛都落在他们身上 苏燕只能硬着头皮张嘴 那一筷子鸡丝却没有送到他的嘴里 而是落在了秦佩玲的儿童碗里 苏燕觉得自己张着嘴 瞪着眼珠子的表情 一定是又蠢又搞笑 低声一字一顿地吐出三个字 秦 苏燕抬脚毫不客气地朝他方向踹了一脚 毫不领情地说 谁要你喂 去喂你儿子吧 快五岁的孩子 早就不用喂饭了 秦菜叶无声地注视着他 过了几秒又说 苏燕 对不起 他的声音很低很雅 带着浓浓的无奈 苏燕微睁 转头看了眼 一脸懵懂坐在他跟秦菜叶中间的秦佩玲 样子弱小无辜 如果可以选择 这个孩子也不希望自己是私生子吧 微叹了口气 秦家家宴撑死了也就是两个小时 他就装一下吧 拿起儿童碗 加了几筷子清淡的菜 又勺了几勺汤 跟米饭搅拌在一起 然后放在秦佩玲面前 苏燕垂眸看着他 轻声道 吃吧 小心烫 秦佩玲很乖 握着小勺子 吃着饭 苏燕看着他一门心思干饭的样子 就知道这孩子是个吃货 难怪之前被他用冰激凌 苹果就哄好了 秦家家宴上喝的是茅台 53度的白酒 苏燕是不敢喝的 往常秦菜叶会在家宴上 陪着长辈小桌几杯 她很自律 从不贪杯 喝到微醺状态就停 今日也不知怎么的 她一杯接着一杯不见停 苏燕估摸着她起码喝了半瓶茅台 宴席结束时候 苏燕扶着秦菜叶起身 倒是也不算吃力 她该是有意收着自己身体的重量 谁越之见秦佩玲困得小脑袋直晃荡 让保姆把她带下去睡觉 看了眼醉得占不值的秦菜叶 她温声说 苏燕 现在太晚了 菜叶也醉了 你们今晚就留在老宅过夜吧 明天你们再带着佩玲一起回玉湖别墅 苏燕赶紧拒绝 不了 妈 我让司机来接我们回玉湖别墅 至于孩子 明天再来接吧 开玩笑 已经分居的两人一起住在老宅 算什么回事 感觉身上的男人身体越来越重 苏燕有些吃不消 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 喘了几口气 拿出手机给司机打了个电话 喂 小李 先生喝醉了 你来秦家老宅接她一下 太太 电话那头的司机语气很不好意思 磕磕绊绊地说 今天下午 我跟先生请了假 我回老家了 得国庆节后才回江州 哦 没事 苏燕连忙说 你安心陪你老婆孩子 好在家宴上她没有喝酒 就当加班一个小时 她开车把秦菜叶送回玉湖别墅吧 苏燕安慰自己 扶下身子去扶秦菜叶 可用了吃奶的力也拽不起她 狗男人半躺在沙发上 长腿横着 身体一动不动 死沉死沉地 伸手拍了拍她的脸 她喊 秦菜叶 醒一醒 我送你回玉湖别墅 秦菜叶 第八十一章 秦家是有龙椅要让人继承吗 秦菜叶紧闭着双眼 呼吸很沉很均匀 像是醉了过去 听不见她的喊声 虽说是喝了半瓶茅台 但是按照苏燕对她的了解 她的酒量还不至于喝这么些酒 就不省人事 苏燕盯着她的脸 凑到她耳边 咬着牙 低声说 秦菜叶 你在故意装罪折腾我 是不是 见她还是没有反应 她左手滑到她的腰脊 拇指跟食指 偷偷在她的侧腰上 重重拧了一把 右手轻轻抚摸着她的俊脸 掐着嗓子喊 老公 你醒醒 我们回家了 瞥见男人眉头群皱了一下 苏燕在她耳边低声威胁 秦菜叶 你醒不醒 你信不信 我再掐你 秦菜叶依旧无声无息 即使苏燕又偷偷掐了她一把 她这次连带面上的表情 都没有任何变化了 若不是有鼻息 苏燕都要怀疑她是不是死了 狗男人 真能装 管家 帮我找两个人 把她搬到门口的阿斯顿马丁车里 苏燕拿她没有办法 放弃喊她起来 她起身找人帮忙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 老太龙中的声音 菜叶喝醉了 你们就留在老宅吧 苏燕转身 刚想找个借口拒绝 爷爷 明天她还要去公司上班 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沙发那个喝醉了不喜人事 的男人突然睁开眼睛 大声映下了 好的 爷爷 声音清明 铿锵有力 哪有半分醉意 苏燕没心抽了抽 狗男人 果然在装醉 她怒目看向身侧的男人 用眼神刮了她好几眼 秦灿叶眯着凤眼 似醉非醉地看着她 抬手露了下她的头 哄道 太晚了 你的开车技术 我不放心 秦永莲倾咳了一声 对着苏燕缓缓说 孙媳妇 让你爸爸安心疗养 苏氏集团的那几个项目 秦家的资金很快就会到位 咱们两家是亲家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 她顿了一下 温和却不容反抗地说 佩玲是我们秦家的血脉 你以后要好好待她 苏燕一将 抬眼看向秦永莲 后者眼里闪着金光 苏家现在要仰仗秦家的资金 这也是爸爸跟姐姐 对待秦灿叶私生子的事 不吭一声的原因吧 为了苏家 她也必须忍下 这个家燕就是来敲打她的 她任命地点了下头 好的 爷爷 秦灿叶起身 步履平稳地拉着她 往后院卧室方向走 带走到无人的地方 她慢悠悠地说 下午爷爷打电话跟我说 姑姑他们也回来了 让我们在老宅 陪着住到中秋节 秦灿叶 苏燕顿住脚 切齿质问 你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清楚 电话关机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啊 男人装模作样地耸了下肩 狗男人 分明是故意的 苏燕咬着牙 气得直哆嗦 冷声道 秦灿叶 分居协议你看不明白吗 你不明白分居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是不明白 就去请教下你的小姑姑 秦婉松 胡闹 秦灿叶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伸手掐着她的腰 把她举了起来 苏燕来不及做出反应 双脚离开了地面 带着酒香的气息 霸道地侵入她的口鼻 脑袋里一下子一片空白 呜呜 带反应过来 她瞪着双眼 手脚并用地挣扎 男人一手拖着她的臀部 一手压着她的后脑勺 强势地锁着她 她这一次吻得格外的深 苏燕觉得她都快舔到她的扁桃体了 像是要把她给生吞了似的 见正脱不开 苏燕狠了狠心 用力咬了下去 一瞬间 淡淡的酒香被一股浓烈睡腥味盖住 秦灿也吃痛 舌头褪开了些 唇瓣却没有松开她唇 继续不带一丝停顿地辗转 直到苏燕快喘不过气 她的唇瓣才退开 身体却依然紧紧地抱着她 喘着粗气 说 你要学我小姑姑秦婉松 你看见她儿子祸又宁了吗 豪门联姻婚姻 就算要分居 也得生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才行 苏燕沉默了下来 即使她现在一直拖延着 可怜姻生子本来就是割不开的两件事 过了许久 她仰头看着男人 一脸认真的问 必须生儿子吗 万一我生了个女儿怎么办 是不是要我继续生 直到我生出儿子为止吗 难道没有儿子就不能分居 只当她是默认 低声骂了一句 这么重男轻女 你们秦家是有容易要让人继承 吗 直搭 不远处传来一个响声 秦灿叶警惕地看向声援处 那里闪过一个黑影 一手还住苏燕的腰 搂着她快步走进卧室 带关上了门 她叮嘱说 这几天在老宅 说话做事小心些 苏燕乖巧地点了点头 秦灿叶的亲戚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她刚结婚住在老宅的那三天 是吃过亏的 她记得结婚第二天 秦灿叶的二叔母一脸慈祥地问她 灿叶最近忙着竞标 成熙的那块土地 没冷落了你吧 那时候 好在沈月之急事把她喊走 她才没有说些什么不该说的 她回过神琢磨了下 发现二叔母话里话外 全是在套路她 问的是秦灿叶竞标 成熙的那块土地的事 后来她才知道 成熙的那块土地 秦灿叶二叔 原本是打算用其他公司的 名义竞标 在转手高价出给秦氏集团 二叔母是想从她嘴里 打听到秦灿叶的出嫁 趁着秦灿叶洗澡的时候 苏燕给皮特打了个电话 大致问了夏米莉的情况 又对接了夏明天参加 国内知名服装设计师 许巍巍服装发布会的事 刚挂了电话 就听见浴室里传出男人的喊声 给我拿条浴巾 你洗澡都不带浴巾吗 苏燕没好声好气地问 太久不住老宅了 忘记了 苏燕看了眼架子上的浴巾 老宅跟玉壶别墅装修风格不一样 老宅这边卫生间是干湿分离的 浴巾放在淋浴房的外面 的确很容易忘记 她拿起浴巾走进淋浴房 男人毫不害臊地站在花洒下 几缕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前 大腿肌肉紧实 腹部肌肉分明 那一处雄啾啾气昂昂 就算是在床上 苏燕也从来没有全面地看过她的赤身裸体 这太坦诚相待了 视觉冲击也太大了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她把玉巾甩过去 生怕长针掩湿地喊 秦灿夜 你快围上玉巾 她丢了太精准了 男人吃痛地闷哼了一声 第82章早死早超生 秦灿夜喊苏燕 进浴室的目的本就不纯 见她这般手足无措的娇羞模样 下身一紧 目的凸显 苏燕刚想转身离开 男人吃热的手臂 强势地把她揽在怀里 湿漉漉的身体紧紧贴在她的身上 她的白T恤被沾得全湿 湿搭搭的布料包裹着身体 凹凸有致的身材被勾勒了出来 秦灿夜看在眼里 眸光里欲望喷涌 手指急切地举起她牛仔裤的扣子 意识到秦灿夜想做什么 苏燕急急喊 不行 我来生理期了 男人眼尾掉起 哼笑 又想骗我 昨晚装了一回 今晚又要装吗 呜 苏燕张口想说话 声音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来 就被她用嘴堵了回去 她急中生智 虚膝向下 试图从男人的臂弯里钻出去 秦灿夜感觉到 她像个泥丘式的要溜 横过一只手臂拖住她的臀 将她半抱半压地抵扣在墙上 背后是冰凉的墙壁 身前是身强力壮 身高又高了她好些的男人 苏燕这下动弹不能 又没有说话的机会 只能由着她胡作非为 浴室的空气又潮又热 秦灿夜突然顿住 她抬起头 差声问 你真来了 苏燕只觉得这一刻真是 日料狗了 又羞愤又恼怒 脸红到耳朵根 连戴着眼眸里也戴上了飞色 伸手狠狠地拍打她 苏燕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生理期居然会提前那么多天 可能是大姨妈不经念吧 昨天晚上她的确是假装来生理期 可今天下午生理期是真的来了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秦灿夜今晚会把她当成狼来了给处理了 看着眼前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男人 苏燕咬牙嘛 秦灿夜 你还笑 你真讨厌 见她笑不停 她一口咬在她裸露的肩膀上 啊 刚结婚的那三天 苏燕和秦灿夜是住在老宅的 所以老宅的卧室柜子里有他们的衣服 只是那些衣服都是新婚专用的 苏燕看了看身上性感妖艳的红色吊带睡裙 侧眸看了眼 穿着大红睡衣躺在床上睡觉的男人 突然觉得这造型怎么那么像他们新婚那晚 婚后第一晚 苏燕又紧张又害怕 洗完澡换好睡衣躺在床上 身体忍不住地发抖 都说第一次是很疼的 苏燕是痛觉神经很敏感的人 她是真怕啊 等秦灿夜伸手抱住她的时候 她视死如归地喊了一声 我是第一次你快点办 早死早超生 顿时感觉男人身体一僵 随后她很细心很温柔地附了上来 可她才刚开始 苏燕就疼得死去活来 秦灿夜只能等她稍微状态平复了些 再去尝试 就这样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小时 她才好不容易成功 这时候 两个人全身汗滋滋 表情都不畅快 一个人是疼的 一个人是忍的 紧接着没几分钟 苏燕就喊着 可以了吗 你可以结束了吗 她是真疼得受不了 只希望她能立马结束 秦灿夜在她耳边哄着 你再忍忍 快了 苏燕紧咬着唇 在心里默默数着数 再一次出声催促到 都一百下了 可以结束了吗 秦灿夜把头埋在她的肩颈窝里蹭她 心哄着 再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 就这样被她骗了十来次 苏燕觉得她这磨磨蹭蹭的行为 她身身下了床 跑进浴室里待了好久猜出来 苏燕挣扎着从床上爬下来 身上疼 腿上软 站都站不住 后来是秦灿夜把她抱去浴室清理 总而言之 他们的第一次是很不美好的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打了个不好的样 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只要秦灿夜在床上一伸手搂她 她就开始打哆嗦 对于苏燕来说 他们两个人在那件事上是很不合拍的 用专业的话说 就是性生活不合谐 可秦灿夜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是苏燕不适应尺寸 在她的逻辑里 频繁训练 多多习惯就好了 现在想想 还真是被狗男人说对了 她现在的确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扣扣 外面传来敲门声 苏燕爬下床 打开门 见保姆怀里抱着个孩子 局促地站在门口 保姆一点哀怨 少夫人 小少爷一直哭着找妈咪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带她来找你 苏燕无语 找她做什么 她又不是这孩子的妈咪啊 秦佩玲边哭边抽抽叶叶地喊着 妈咪 妈咪 看着她在保姆怀里 哆哆嗦嗦流眼泪的样子 苏燕只觉得怪可怜的 叹了一口气 伸手抱过她 把孩子交给我吧 我带她找她爹地去 睡梦间感觉身侧有骨满意 秦灿夜习惯性伸手 把人往怀里拢 察觉触感不对劲 她掀开眼皮子一瞧 对上秦佩玲那张 挂着眼泪鼻涕的睡脸 脑子先是诧异 后是一惊 她猛地翻坐起身 床上根本没有女人的影子 目光在房间的缩寻了一圈 终于在窗边的沙发上 看见蜷缩着的身影 她终于送了一口气 房间外 保姆匆匆地走到花园里 那棵百年银杏树下 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对着电话那头鬼鬼祟祟地说 已经把孩子送过去了 老宅卧室里的沙发明明很大 可苏燕总觉得 一晚上睡得特别拘束 早上睁眼才发现 秦灿夜居然也睡到了沙发上 大手附在她的腹部 跟以往她每一次生理期 第一晚时候一样 难怪她一晚上小服都暖暖的 她看了眼四氧八叉 睡着大床上的秦佩玲 又看了眼 跟她一起挤在沙发上的秦灿夜 她可真羡慕这个小屁孩 一个人睡那么大一张床 在秦家长辈的注视下 苏燕一脸慈母样地抱着秦佩玲 目送着秦灿夜骚包地 开着直升机去秦市集团上班 阿斯顿马丁车里 已经被装了个儿童座椅 苏燕把秦佩玲放进椅子里 任命地送她去幼儿园 在幼儿园门口 恰好遇到送龙凤胎上学的陈太太 在这里看见苏燕 陈太太心里了然 豪门这些事她懂 一个人又怎么拧得过家族这条大腿 她只感叹了一声 秦太太 后妈难当啊 你可得千万注意 苏燕闷声看着秦佩玲 乖乖牵着老师的手走进幼儿园 觉得其实这孩子挺好带的 好哄得很 马路对面挺着一辆宝马X5 许正荣面朝着幼儿园方向 盯了许久 带幼儿园门口的阿斯顿马丁 驶离后 她抬手将鼻梁上的墨镜 滑到头顶上 下车往幼儿园方向走去 第83章 我也喜欢男人的 许巍巍的服装发布会 众星云集 苏燕和皮特打算借着这个机会 给盛色工作室 谈下几个娱乐圈大咖的造型工作 郁露露虽然流量高 但是到底 还只是个拍电视剧的 二三线女演员 盛色工作室 一线艺人的装造工作 只是国内一线艺人 都早就有固定的装造团队 想要接到他们的装造工作 就意味着要从别的工作室手里 撬走他们的客户 而那些艺人出于各种原因 也不会轻易换造型团队 所以今天 苏燕和皮特也是抱着 碰碰运气的打算去参加活动 她特意穿了件 许巍巍设计的黑色鱼尾礼服 正面大身厘 后面露背 到底 她的腰臀比很好 穿这种款式的礼服 简直是过分合适 苏燕本就长得出挑 在精致发型妆容 和合适的礼服加持下 就越发毒人眼球 当她挽着皮特 出现在发布会上的时候 一下子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这一身出彩的装造 活脱脱就是皮特 这个造型师的活招牌 模特走秀还没有结束 皮特手机就收到了 不少艺人经纪人的私信 苏燕认真看着 在T型台上展示 许巍巍精心设计服装的模特 眼里都是赞叹 礼服简约却不简单 没有复杂的点缀物 线条感十足 充分展现女性身材的婀娜 许巍巍是个设计风格 很鲜明的服装设计师 她设计的衣服 远看有中式的朦胧意境 静观又充满西方的自由不羁 将中西文化结合得恰到好处 苏燕知道 许巍巍这样的设计风格 来源于她早年在国内 学习服装设计 后来又在西方国家 从事时尚工作的丰富阅历 想到此处 苏燕的眼睛渐渐暗了下来 许巍巍一毕业 就去了各国游学工作 而她一毕业 就被困在秦太太的牢笼里了 服装发布会圆满结束 苏燕捧着鲜花去恭喜许巍巍 学姐 恭喜你 服装发布会反响不错 许巍巍本就心情大好 看见把她设计的礼服 完美全市的苏燕 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作为设计师 没有比看见自己设计的作品 被人完美展示更愉悦的事了 小学妹 你穿我设计的礼服 可真是太好看了 少女的甜 时尚的裤 是全都展示出来了 苏燕借机把Peter喊了过来 介绍说 许学姐 我今天的装造都是找Peter做的 她以前是 艺奖工作室的金牌造型师 现在自己出来开了个 盛色工作室 有了苏燕的牵线搭桥 Peter自然而然的 跟许巍巍愉愉快地聊了起来 没聊多久 许巍巍就爽快地答应以后 可以借盛色工作室礼服 这时影后张力走了过来 许巍巍顺水推舟 把Peter介绍给了她 莉莉 你不是说想找个新的造型师吗 巧了 你看这个行不行 我学妹今天的一身装造 就是Peter做的 熟人推荐 自然是放心 张力爽快地对着Peter说 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 下个月我要参加电影节 我们可以聊一下那天的装造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 Peter赶紧掏出手机 待身侧无人后 苏燕悄悄问 老大 张力以前用的是哪家造型工作室 她怎么愿意把那家给换了 Peter呲牙 撇嘴说 她用的是艺匠工作室 艺匠工作室 自从背靠情势集团 发展的是越来越好 旗下收罗了不少国内外 优秀造型师 手握各种高定礼服 高定珠宝等资源 张力没有理由舍弃艺医匠工作室 选择岌岌无名的盛色工作室 看出苏燕眼里的诧异 Peter轻了轻嗓子 凑到她耳边说 张力跟她的影帝老公刘超 一直用的是同一个经纪公司 造型团队 最近他们离婚了 所以 影后张力和影帝刘超 两个人结婚近十年 生了一儿一女 可以说是娱乐圈模范夫妻了 苏燕听见这话 因为震惊而失声 张着嘴 一脸难以置信 Peter压着声音说 他们还没有公开离婚消息 我也是听小道消息说的 苏燕可没少客 这对CP 没想到他们居然离婚了 忍不住追问 他们为什么离婚了 据说刘超跟老情人宋 依旧情复然了 宝贝 你年纪小 一定不知道 以前张力 刘超 宋依这三个人的狗血三角恋 在娱乐圈可是比电视剧还精彩 说来刘超当时也是为了资源 才抛弃了宋依跟张力在一起 后来宋依就跑国外发展去了 可白月光到底是白月光啊 你看 兜兜转转十年 听着Peter摇头白尾的感叹声 苏燕咕噜了句 男人有那么难以忘怀白月光吗 苏燕是无法理解所谓白月光的 她也有初恋 但是比起对顾瑶这个人的留恋 她更放不下大学时 那段自由快乐时光 这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 她是个在感情上极度自私的人 爱自己远胜过爱男人 那当然 Peter肯定地回答 宝贝 你没有听说过婉婉泪亲吗 男人对白月光的执迷 会让她在找后面的女人时 都去寻找白月光的影子 找眼睛 眉毛 鼻子甚至是声音相似的女人 听了这话 苏燕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她跟许正容的眼睛相似 和这狗男人把她当婉婉骂 去她的白月光 正说着话 迎面走来一个男人 Peter见男人直直地往苏燕方向走 用手肘暗暗顶了下她的手臂 宝贝 阳光行男啊 身材外貌多数上成 你认识她吗 苏燕顺着Peter目光方向看去 见识林书奇 她穿着剪裁得体的浅灰色西服 看起来精致又帅气 看着Peter色兮兮的眼神 她问 老大 你对她有兴趣啊 Peter见男人两眼直直地落在苏燕身上 感叹了句 我有兴趣 她对我可没兴趣 人家分明是对你有兴趣 可 苏燕刚好喝了口气为酒 听见她的话 直接腔倒一嗑了几声 好不容易缓过来 她神色正经地道 老大 这种玩笑不能乱开 林律师是知道我是已婚妇女的 说话间 林书奇已经走到了他们跟前 苏燕连忙调整了下表情 客套地打招呼 林律师 你也来看秀 嗯 我陪我姐姐过来 顺着林书奇示意的方向 苏燕果然看到正合一堆人 热络聊天的林书肖 远远地和她点了下头 林书奇目光忽然腼腆地垂了下来 温身说 苏燕 看秀的时候 我就坐在你身后 她一脸认真地看着T台上的模特 她一抬眼就是她光洁的背部 以及她后腰上 好像随时会飘走的那两只蝴蝶 她强迫自己不要盯着她的背看 可眼睛却总是不听话地往她身上落 皮特是老司机了 这眼神 这语气 她懂 再次用手肘暗暗顶了下身侧的苏燕 意味深长地朝她唧唧眼 知道她八卦的德行 路边就是有两条公狗一起熬一嗓子 皮特都能脑补出一大段爱情戏码 苏燕撇过脸不搭理她 这时 手里的手机震动了几下 苏燕看了眼屏幕 一瞬间呆愣住 皮特瞟见她的手机屏幕 煞时菊花一锦 惊声问 宝贝 怎么是110给你打电话 你老公还不肯放过我 啊 苍天啊 我对你可没有兴趣 我也喜欢男人的 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 林书奇端着酒杯的手一哆嗦 不自觉地往后挪了一步 林书奇见她接了公安局 要求配合调查的电话后 一脸的迷茫 开口道 苏燕 我陪你一起去公安局吧 万一有事 说不定我能帮忙 苏燕缓过神 想着身边有个律师有备无患 点头道 好的 林律师 那就麻烦你了 她精神恍惚 也不敢逞强开车 索性坐着林书奇的车去公安局 林书奇开着车 苏燕坐在副驾驶上 给秦菜叶拨了个电话 电话没有打通 又给易里打了电话 易里回答 秦总刚离开公司 不知道去哪了 呵 这亲爹联络不上 是打算让她这个后妈 去处理私生子的事吗 她心里觉得莫名其妙 好端端的 秦佩玲怎么就受伤了呢 难不成在幼儿园 被哪个熊孩子打了 孩子打架能闹到公安局 因为是从秀场直接过来 苏燕身上穿的 还是那件落背黑色礼服 早秋的晚风带着微凉的温度 下了车 迎着风 她肩膀不自觉地色缩了一下 林书奇在她身后看得清清楚楚 肩膀上感觉到微尘的重量 裸露的肌肤接触到 衣服上残留的体温 鼻尖闻到属于她的淡淡烟草味 谢谢 苏燕脚步顿了一下 先客气地到了谢 可潜意识觉得这样并不合适 她又说 林律师 马上就进屋了 屋子里面不冷的 林书奇提前按住 她想要拿下衣服的手 温生说 苏燕 你穿着晚礼服 进公安局不合适 苏燕反应过来 的确她身上穿着 露背低胸的晚礼服 进公安局实在是 看着不伦不类 她赶紧把手臂 伸进西装的袖子里 仔细穿好衣服后 抬眸承执地到了谢 林书奇笑了笑 问 苏燕 进公安局前 你可否告诉我 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什么 哎 是我先生秦菜业的 私生子秦佩玲 已经五岁了 刚任祖归宗 苏燕苦笑了一声 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 不管我乐不乐意 现在孩子塞给我了 听了这话 林书奇想到了苏燕 昨天找她写的分居协议 心情一下子复杂了起来 她原以为 苏燕又说 我早上送她去的幼儿园 那时候还好好的 警察刚打电话说 她受伤了 也不知道怎么受伤的 严不严重 林书奇想了片刻 直觉事情不简单 她叮嘱道 苏燕 一会儿 进了公安局 你尽量保持沉默 我会替你处理所有事情 她面容严肃 苏燕觉得不对劲 她点头嗡了一声 进入公安局 苏燕才从警察口中得知 报警的是 秦佩玲在幼儿园的 班主任李老师 李老师在午间 替秦佩玲换睡衣的时候 发现孩子屁股上 有四道很深的抓痕 她立刻询问了孩子 是谁抓伤她的 秦佩玲语言表达混乱 只说清楚了 是昨天晚上睡觉时候 被人抓的 李老师觉得 这是涉及儿童在家 受到虐待的问题 就报了警 警察说着 把几张照片放到桌子上 照片上是四道触目 惊心的血痕 血液已经凝结 但是抓痕肉眼可见的很深 警察指着照片问 苏燕 昨天晚上 是你跟秦先生 带着秦佩玲睡觉的吧 她屁股上的伤 是不是你抓的 昨天晚上 是我们带着她睡觉的 看着照片 苏燕手指钻紧 急切地反驳 可我没有抓她 我睡在沙发上 她睡在床上 我根本没有碰她 林书齐安抚地 拍了下她的手臂 示意她不要多言 拿起桌子上的照片 她询问 警察同志 仅靠着孩子身上的伤痕 还有一个年龄 根据伤情鉴定 医生判断 秦佩玲身上的抓痕 是由成年女性的指甲抓出 造成时间应该是 昨晚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这个时间段 我们初步排查下来 与秦佩玲接触的女性 只有保姆徐青梅 和秦太太苏燕 警察说着 将两张纸放在桌子上 又说 这是秦家保姆徐青梅的陈述 昨晚大概十一点半 她把孩子抱到 秦先生跟秦太太的卧房 据她所说 孩子在十一点半前 身上并没有抓痕 警察稍稍停顿了一下 目光落向苏燕 做着漂亮美甲的长支架 补充了一句 保姆徐青梅并没有留支架 苏燕看着自己贴着水段 画着彩绘的肩原形状支架 觉得无语 她的支架 成警察眼里的作案工具了 她抬起微微泛红的眼睛 积极澄清说 我没有虐待孩子 我发誓 见警察面无表情 她转眸看向身色的男人 声音透着无助 林律师 我真的没有用支架抓孩子 对上她透着委屈和不解的眼神 林舒奇抬手按住她的肩膀 安否道 苏燕 你别急 我相信你 温润且坚定的嗓音 传入她的耳畔 苏燕原本紧张和焦虑的心情 瞬间平复了很多 明天就是国庆小长假 警察也不想再接钱多事 更何况这种事 王小了说 不过就是后妈打孩子罢了 伤得又不严重 于是直白地说 秦佩玲只是屁股上 有四道指甲抓痕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 你向孩子生母道个歉 再做些经济上的赔偿 你们私下调解了就好 苏燕紧领着眉心 微微张开嘴唇 语气既困惑又愤怒 不是我抓伤孩子的 我为什么要道歉 警察沉下脸 速声说 苏燕 你现在是嫌疑人 如果不调解 你就要被拘留了 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警察走到门口半转身 回头看着屋里的人 你跟你的律师 好好商量一下吧 审讯室里 只剩下苏燕跟林舒奇 林律师 我真的没有抓伤秦佩玲 林舒奇看着苏燕 后者脸上的表情 她很熟悉 她对接过很多案子 被冤枉的人脸上 都会露出那种 无辜和寻求真相的 复杂神色 只是这一次 她看得格外揪心 她温声说 苏燕 其实调节是 最简单省事的办法 只是你要受点委屈 话说一半 她止住了口 因为林舒奇 从苏燕的眼神里 看出了坚定 她是绝对不可能 接受被人冤枉的 想了一秒 她转而说 这样吧 我去给你办保释 我们先离开公安局 后续该上法庭 就上法庭 你放心 我不会让人冤枉你的 谢谢你 林律师 苏燕鼻尖而泛酸 眼里水润润的 正要点头 刚才的那个警察 推开了审讯室的门 第85章 你同意分居了吗 警察道 苏燕 已经消暗了 你可以走了 苏燕表情一致 纳闷地看向身侧人 林律师 怎么又消暗了 林舒奇警觉地起身 目光往警察身后扫 那里站着一个 面容沉浸的男人 她收回目光 低声道 苏燕 应该是秦先生 替你做调解了 公安局外 天空下起 稀稀利利的小雨 气温变得更低了 苏燕裹紧身上 的浅灰色西服 一脸愤然地 冲着对面的男人吼 秦菜叶 我没有虐待秦佩玲 你凭什么 替我认罪调解 还是连你也觉得 是我背着你们 偷偷抓伤了秦佩玲 突然觉得很无力 面对这种事 她居然连辩解 和澄清的机会也没有 她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被盖章 成了个虐待孩子的 恶毒后妈 苏燕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 你难不成 要在橘子里过节吗 这件事 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秦菜叶说着 将身上的黑色西服 脱下来递给瑟瑟发抖的她 穿着件 今晚气温低 苏燕又在生理期 有些怕冷 抬手接过 秦菜叶的西装 直接把衣服 罩在头上挡雨 终于觉得不那么冷了 秦菜叶看着 她被冻得发红的鼻尖 目光落在她身上的 浅灰色西服上 微微拧了下眉 过了半场 她说 苏燕 我送你去景喜公寓 你暂时住在那边 景喜公寓是位于 秦氏集团大厦附近 的一套高层公寓 面积不小 装修豪华 秦菜叶婚前一个人住在那 原本打算婚后 跟苏燕继续住在那的 但是苏燕从小习惯了 住苏公馆那种独栋别墅 他们就搬到了 玉湖别墅去 那时候苏燕就提出 让她继续住景喜公寓 她住玉湖别墅 被她果断拒绝了 可这会儿 怎么让她住到景喜公寓去了 苏燕功能问 秦菜叶 你同意分居了吗 她的小脑瓜子里面 怎么尽足目这些 秦菜叶闽纯 狭长的眼眸眯着 紧紧盯着她的脸 苏燕一下子不知道 该高兴还是该不高兴 她理论上是要高兴的 但不知怎么的 心里有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有些沉又有些酸 脸上表情跟着心里 波澜的情绪变化着 男人看着她脸上 千回百转的表情 过了许久 薄纯吐出一句话 苏燕 你被限制接近佩玲了 苏燕咋舌 随后气急 低声嘶吼一句 我说了我没有虐待秦佩玲 但很快她从秦菜叶的话里 撞播出了别的意思 神情忽然变得兴奋 激动地问 秦菜叶 是不是以后秦佩玲出现的地方 她的美好想法 国境节后 我会把孩子送到寄宿幼儿园 你到时候再搬回来 苏燕脸色一下子又垮了下来 喝着她 白淡了个恶毒后妈的骂名 到底是哪个天杀的 挠了秦佩玲的屁股 赖到她的头上 惊喜公寓位于大楼顶层 客厅里是一大面落地窗 从窗外望去 可以看见城市闪烁的灯光 和穿梭的车流 刚进公寓 秦菜叶就一把拉过她 把她身上的爱眼的外套脱了 见苏燕里面穿着条 过分性感的低胸漏背鱼尾裙 眉心猛地一跳 压着嗓子问 你今天穿这么暴露的裙子出门 余光瞟见被她脱下来 丢在玄关柜上的浅灰色西装 脸色刷一下绿道发黑 眼睛闪着犀利的光 冷声质问 苏燕 你今天穿成这样 跟林淑琪在一块干嘛 狗男人 这是什么眼神 她把她当什么人了 她斜眼看了眼男人 吊耳郎当地回答 对啊 我穿成这样去勾引林淑琪 准备也给你整个孩子回来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苏燕 秦灿叶咬牙切齿 见男人态度硬了起来 苏燕一下子就软了 不再开玩笑 软糯糯地说 我今天去参加一大学姐 许巍巍的服装发布会 刚巧遇到林律师罢了 她陪她姐姐林淑琪来看秀 林淑琪也是我一大的学姐 就是那个云总的太太 老公 你记得她不 说完 她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怂了 干嘛要跟狗男人解释这么多 撅着嘴转过身 俯身从柜子里拿出拖鞋 脱下高跟鞋 她弯腰的时候 身体呈现一个迷人的弧度 茶色的长卷发 垂在细腻光洁的背部 修长的腰间 两只蝴蝶纹身若隐若现 轮廓紧凑的臀部轻轻地顶起 虚线勾人 秦灿叶目光一下子被夺了过去 紧紧凝视着她的后背 苏燕换好拖鞋后 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双男士拖鞋 扭过腰递给她 见她不接 挑眉问 秦灿叶 你今天不住这边吗 嗯 我一会儿地回老宅 苏燕嘴角不由地勾起一丝窃喜 俯身将男士拖鞋放回柜子里 故作惋惜地叹了口气 哎 那今晚我的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公寓 好啪啪哦 话音刚落 秦灿叶低哼了一声 伸手握住一直在她眼前晃了的腰肢 把她举到了悬棺柜上 苏燕双脚突然离开地面 臀部被放到了窄窄的玄关柜上 生怕掉下来 她赶紧抬手搂住她的脖子 撕了一声 礼服的上半身被她一把扯了下来 感觉胸前一凉 她垂眸一看 礼服居然被男人给撕了 这可是十几万的礼服 是许巍巍设计的高级礼服 苏燕反应过来 抬手去推轻压过来的男人俊脸 秦灿叶 你陪我礼服 男人浅浅嫩了一声 眼睛却直直地落在她的胸前 苏燕还没来得及腾出一只手 遮住胸前的春光 秦灿叶满眼困惑地看向她 你为什么在胸上贴窗可贴 这是乳贴 穿低胸礼服时候代替胸罩穿 防走光的 苏燕翻了的白眼 她为什么要跟狗男人解释乳贴的作用 秦灿叶脸色又绿了 后曹牙膜的塔塔响 震声道 你今天不穿胸罩 在林书琪面前晃悠了一天 苏燕 第八十六章心疼钱了吧 黑色低胸漏背碗里服 被秦灿叶撕成了两片破步 苏燕觉得狗男人一定是故意的 狗男人真是属狗的 才一会儿功夫 就啃得她胸前一大片红红点点的痕迹 看了眼手机里的二十万道账提醒 她舔了舔后 曹牙忍了 叮咚 门外响起外卖员的声音 外卖给你放门口了 苏燕赶紧裹上秦灿叶留下的黑色西服 开门取了外卖 这家店挺快的 下单不到半小时 就把饭菜送了过来 吃完外卖 走进浴室洗了个澡 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男人的衬衣换上 她长得高 苏燕穿她的衬衣 就跟穿了条宽松的连衣裙似的 想了想 这似乎是她第二次穿她的衣服 她第一次留宿在景喜公寓的时候 洗完澡也是穿的她的衣服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 苏燕跟秦灿叶虽然是连姻闪婚 可婚前也被双方家族逼着装模作样 培养了一个礼拜感情 秦灿叶工作忙 所以那会儿她俩约会的活动区域 都是在秦氏集团附近 每次约会的流程也很固定 临近下班时间 苏燕就去秦氏集团总裁办公室等她 等秦灿叶下班后 带着她去对面购物中心吃晚饭 然后在一楼各奢侈品店买买买 苏燕在店里吃衣服的时候 秦灿叶总是坐在室衣间外面的沙发上 拿着笔记本电脑审阅文件 偶尔苏燕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会转头问她 好看嘛 秦灿叶每次都是抬起眼快速看一眼 轻点下头说好看 然后又继续低头看笔记本上的文件 苏燕觉得她可能根本都没有看清楚 她身上穿的是什么 这句好看也是说得极其不走心 有一回 苏燕就偏偏叫针了起来 追问了句 秦灿叶 那你觉得是这条直筒裙好看 还是刚才那条迷笛裙好看 又还是我最开始实穿的那条白者裙好看 男人眼皮不抬 吐出三个字都好看 敷衍 真是敷衍 直筒裙 迷笛裙 白者裙 她根本就没有实穿过 苏燕懒得跟她说话 转身从架子上取下几条裙子 依次递给贵姐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贵姐恭敬地问 苏小姐 这三件衣服 您要试穿一下吗 苏燕一屁股坐在秦灿叶边上 微微翘着嘴 故意把音量提高 不是 除了这三件 其他的衣服我都要 她心里窝着气 秦灿叶 你不是说都好看吗 那她就把刚才 是穿过的二十件衣服都买了 贵姐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 谨慎地确认了一句 秦先生 苏小姐 这二十件衣服都要买 苏燕侧眸看向身侧的男人 娇滴滴地问 秦灿叶 你觉得这些衣服都好看的吧 秦灿叶总算合上了笔记本 抬眸淡淡地扫了眼架子上的衣服 转头问 这些衣服 你都喜欢 喝 该是心疼钱了吧 苏燕眼眸微眯着 当着迷离勾人的光 故意嘟着嘴说话 是啊 你说都好看 我就想都买回家 穿给你看 你说好不好 男人突然笑了笑 凑到她耳边低声道 好 苏燕争了下 觉得被她喷在她耳边的热气 撩拨到了 又觉得她这个 好字说得暧昧极了 这分明是在撩她 她从怀里拿出皮夹 抽出一张金色的银行卡 递给贵姐 只说了一句 没有密码 贵姐脸上笑意藏不住 快速接过银行卡 还不忘对着 一下子红了脸的苏燕 恭维了句 苏小姐 您的未婚夫可真是宠您 苏家有钱 可苏立生是军人出生 最讨厌铺张浪费 也绝不容许孩子们 养成那些不良富二代的奢靡习气 苏燕每个月的零花钱 在富二代中来说是很少的 只有十万块钱 所以她虽然贪量 但是也不会狂买奢侈品 她偷偷看了下贵姐 递给秦菜叶的单子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是被爸爸知道 今天她跟秦菜叶约会 一口气买了三百万的衣服 她得被熏掉一层皮 手笔脑子快地按住了秦菜叶签字的手 她吞了吞唾沫 面色尴尬地道 我 我开玩笑的 你不用都给我买下来 男人 抿着唇 眸光盯着落在她右手手背上的纤细手指 伸出左手拉下她的手 握着她的手放在沙发上 她右手快速地在单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把笔递回给贵姐 贵姐满脸笑容地把账结算好 将卡双手递还给秦菜叶 她把贵姐递还回来的银行卡 转手递给苏燕 说 你以后消费用这张银行卡 苏燕木然地接过银行卡 仰头问 跟你结婚后 我每个月有多少零花钱 这张卡没有额度 秦菜叶顿了一下 补充了句 我工作比较忙 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购物 以后你喜欢什么就自己刷卡买 苏燕凝气好看的没 这话的意思是 以后让她一个人编上玩去 别打扰她工作嘛 贵姐打包好衣服 问 秦先生 苏小姐 衣服需要我安排人送到苏公馆吗 秦菜叶回 送去景喜公寓 她转头看着苏燕 结婚后 你和我一起住在这附近的景喜公寓 她顿了顿 试探地问 你今天要不要和我去看看房子 哪里不喜欢 我让人重新装修 于是 那天苏燕第一次被秦菜叶带到了景喜公寓 公寓在顶层 面积很大 装修低调简约 是那种暗搓搓透着精致贵气的现代风格 可她不喜欢高层公寓 也不喜欢这种冷淡的装修 苏燕在屋子里溜达了一圈 得出一个结论 这里没有一处是她喜欢的 一进门 秦探夜就走进书房和人开语音会议去了 苏燕一个人参观完公寓 就去书房找她 准备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她才不要这个婚房 等了许久 也不见她结束语音会议百无聊赖的时候 苏燕在书架上翻翻找找 想找一本书打发时间 可找了半天 没有一本书是适合她看的 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本相册 她垫着脚去拿放在最上层的相册 刚要勾着相册 忽然吸窝一酸 双腿不由自主弯曲 身体往一侧跌去 是秦探夜伸手勾了她的腰 还没有等苏燕反应过来 她已经坐在了秦探夜的大腿上 面前出现一张放大的俊脸 他们靠得很近 近到苏燕能听见她耳机里面传来的工作汇报声 秦探夜微微勾着唇 眼睛直直地凝在她的脸上 不时简单地回复电话那头几句话 苏燕不敢说话 也不敢起身离开 生怕闹出动静被电话那头的员工听见 就这么保持着暧昧又轻易的姿势 坐在她的大腿上 眨巴着眼睛 看着男人幽深的瞳孔里 折射出她那张无措的面孔 过了几秒 她的眉眼越靠越近 她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那是秦探夜第一次倾她 那个吻先落在了她的紧闭的眼眸上 然后是鼻子 接着是嘴唇 渐渐地一发不可收拾 她按了手机上的静音按钮 起身把她抱到了书桌上 现在想想 狗男人当时应该是想把她给办了的 只是她说什么都不肯婚前跟她发生关系 她才作罢 苏燕从记忆里抽回神 快速把衬衣的扣子扣到领口位置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桃花也眯了眯 这双眼睛跟许正荣的眼睛相似 想到秦探夜那时候最先轻的是她的眼睛 苏燕心里越来越不舒服 就好像被什么隔映着似的 她转身走向隔壁书房 第87章绝对不是地沟游 苏燕只是猜测 书房的那本相册里 说不定会有许正荣的照片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本相册居然是秦佩玲的成长手册 里面包含了秦佩玲 从出生到现在的每个阶段照片 相册里一家三口整整齐齐 苏燕忽然想到 难怪秦菜夜每个季度都会去演国出差一周 这分明是去陪许正荣和秦佩玲了 拿起一张许正荣素面朝天 抱着婴儿的照片 这该是她五年前的照片 看着比现在要年轻稚嫩很多 她对着相册拍了张照片 微信发给米莉 问 这个女人和我长得像吗 米莉很快回复 宝贝 这是你妈妈那边的亲戚吗 苏燕齐爷 连米莉都觉得许正荣和她长得像 她从手机里翻出自己的素颜照 和许正荣的素颜照 仔细比对了几眼 不得不承认 这张脸的确和她有些相似 她们都是微条的桃花眼 和线条清晰的鹅蛋脸 狗男人真的是在玩玩玩泪青 并且她还是那个玩玩 苏燕觉得胃里一阵恶性 跟吞了只苍蝇式的想吐 甚至觉得被秦餐叶触碰过的皮肤 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冲到洗手间抱着马桶干呕 居然真把晚饭给吐出来了 又觉得皮肤特别的难受 又痛又痒 聊开袖子一看 手臂上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红枕 苏燕心吓不好 跌跌撞撞地跑到餐厅 翻出刚才点的外卖单 她明明点外卖的时候备注 不要用花生油炒菜了 可保不齐这个商家没有看备注 她拿起手机给商家打了电话 问 你好 我是景喜公寓的 请问你们刚刚做的餐 是用花生油炒菜的吗 现在正式饭点 商家忙碌得很 随口回答 是 您放心 我们用的是品牌的花生油 绝对不是滴沟油 苏燕头大 语气生气 我在下单的时候备注了 我不要花生油炒菜 我对花生果 商家觉得这个客户是来找茬的 没等她说完 就对道 小姑娘 你怎么那么事 还得规定我们用哪个牌子的油 给你炒菜吗 有你这么没事找事的吗 说着 啪嗒挂断了电话 苏燕拿起一旁的小包 企图在里面翻找过敏药 可今天她为了参加服装发布会 用的是只能放下一只手机的手提碗烟包 包里并没有放置常备过敏药 感觉身体越来越无力 呼吸越来越困难 她赶紧用手机拨打120急救 您好 120指挥中心 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因为过敏 舌头肿胀 苏燕说话含糊 但尽量保持口齿清楚 同对方说清楚 我吃花生过敏 现在呼吸困难 我在警戏公寓顶层 好的 女士 我立刻安排救护车过来挂了电话 苏燕强撑着走到门口 把大门打开 身体中是支撑不住的滑倒在地板上 感觉眼皮越来越重 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沈宇竹开车回到小区 今天是她第一天入职情势集团法务部 工作了一天 审核了数份合同 把她累得够强 她本以为她是去亲戚公司挂个闲职的 可偏偏总裁表哥 勤探业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她是根本没有插课打婚的机会 今天是许巍巍的服装发布会 好不容易她哄得林书肖愿意带她一同去看秀 偏偏她被困在工作里走不开 沈宇竹翻开手机 点开林书肖的朋友圈 准备去点个赞讨个好 手指在滑到一张照片时顿住 照片里打扮的性感迷人的苏燕 笑颜如花地挽着一个长相阴柔的男人 身后不远处站着林书琪 直直地看着她 目光简直温柔地可以掐出水 一瞬间 不甘 愤怒 极度等数种情绪涌上心头 她紧咬着唇 脸颊45度往上抬了抬 企图把眼里又酸又苦地感觉压下去 抬起的目光 恰好对上亮着光的公寓顶楼 她一下子眯起了眼 景喜小区是秦家的楼盘 她在这里住的是 姑姑沈月之名下的一套房子 她知道顶层是秦灿业的房子 可秦灿业这会儿应该是在秦家老宅啊 那现在住在这里的人就只会是那个女人 沈宇竹垂眸狠狠地看了眼手机上的照片 跨步走向电梯 按了顶层按钮 顶层公寓的门敞开着 她走到门口见地上躺着个人 低头仔细一看 正是照片上那个可恶的女人 喂 苏燕 你怎么躺在这 你怎么了 地上的女人没有一点反应 沈宇竹抬腿想趁着她没意识的时候踹几脚 突然听见电梯口传来一阵吵闹声 她赶紧闪进屋子 快 病人就在这里 快 医务人员赶到门口 咚咚敲门 大声喊 你好 救护车来了 见屋内没有反应 医务人员互相商量 病人可能昏过去了 找物业开门 实在不行就破门处理 咔嚓 门突然被打开 沈宇竹从门缝中透出半张脸 看着抬着担架的医务人员 皱着眉头问 你们怎么才来 医务人员回答 她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我这会儿正要去医院看她 说着 她从屋子里走出来 又碰得关上了大门 二话不说坐着电梯离开 医务人员面面相去 出于慎重 打了总台电话汇报情况 总台客服立即联系了 刚才叫救护车的机主 您好 请问病人是否已经受到了救治 电话那头 一个女人声音尖利地叫骂 救护车来这么晚 谁有命等你们 已经自行去医院了 总台客服连声道歉 抱歉女士 那我现在召回救护车 沈宇竹挂了电话 抬头恶狠狠地看着顶楼 心里的恶念 跟蛇性子似的 在胸腔里疯狂舔势着 这个女人要是不在 就好了 她忽然心底又生出了些惧怕 慌忙用纸巾 仔细擦摄下手机 随后将手机丢进绿化袋 第八十八章 躺在秦家祖坟里 000 苏彦被急促 且不停歇的电话铃声唤醒 眼前一片黑暗 转头一看 大门紧闭 这是怎么回事 公寓的灯根门 怎么都被关上了 救护车怎么还不来 她站不起来 只能匍匐着爬到沙发边 伸手去购矮桌子上的 座机话筒 却怎么也够不着 情急之下 她使劲拽了下 拖锤下来的电话线 砰 整个电话机砸到了地毯上 她趴在地上 耳朵凑近话筒 电话那头传来男人的声音 语气不算好 苏彦 你手机怎么又关机了 苏彦有气无力 呜呜地哼着 呼呼 就 察觉自己吐不出完整的话的这一刻 苏彦很悲观地认为 她要撬辫子了 紧接着脑子里想的是 她还没有利益主 她虽然财产不算多 但是她也不想 白白便宜了狗男人 她要把钱留给爸爸 姐姐 米丽 电话机话筒那头的声音 突然变得很大 苏彦 你怎么了 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苏彦想说听见了 想给她交代下身后事 她不想和秦家的老祖宗们 躺在一处 她想葬在妈妈身边 可是她现在发不出声音了 眼睛更是控制不住要合上 秦灿叶开车回秦家老宅的路上 给苏彦打了电话 想叮嘱她睡觉前把大门反锁 可她的电话关机 以为她又在闹脾气 就没有在打电话 等下一个红灯的时候 又不知怎么的 耳朵边想起她在公寓玄关处 半真半假说的那句话 那今晚我给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公寓 好怕怕哦 她想了想 拿起手机 给景喜公寓的座机拨了过去 可一连打了三个电话也没人接 秦灿叶心脏莫名地跳快了几分 打了个转向灯 往回开 开车回景喜公寓的路上 座机终于被接通了 可电话那头的苏彦 只是呼噜呼噜地哼哼着 声音也不对劲 后来喊她也没有回应 她赶紧给物业打了个电话 让去看看情况 物业那边好在有备用钥匙 立即派保安前去查看 她车开到公寓楼下的时候 保安正慌慌张张地背着苏彦下楼 嘴里喊着救命 秦灿叶一把抱过苏彦 她的头发被冷汗镜地半湿 喊她也没有反应 一路飙车把她送去医院 路上 苏彦悠悠地睁开过一次眼 眼神飘忽也不知道是在看什么 对着空气断断续续地说 我 我不想 在 秦 家 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秦灿叶心脏都快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扶着她的脸 苏彦 你别睡 你醒一醒 到了医院 医生查看她身上有皮疹 口唇不粘膜水肿 又询问了过敏史 立刻判断是食物过敏了 进行了抢救 秦灿叶口袋里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但苏彦没有生命危险了 她才拿出来看了看 12个未接来电 沈月只打了10个电话 最后两个电话是秦茂晨打的 她眼睛闭了闭 把手机扣在了病床边的床头柜上 病床上 苏彦点滴还没有挂完 人也还没有醒 用了药 面部肿胀退去了很多 可脸色依旧惨白 手机又嗡嗡地震动起来 秦灿叶拿起来一看 这次是秦永莲给她打电话 她看了苏彦一眼 问了接通按钮 走出病房 宋天赶来的时候 刚巧听见她跟手机那头 说的几句话 等她挂了电话 压着声音说 叶哥 嫂子姑摸着明天早上才能醒过来 你先回秦家老宅处理事情吧 秦灿叶转身 盯着苏彦看了好一会儿 她收回视线 她要是提前醒了 你给我打电话 宋天走进病房 看了眼病床上的女人 砸巴了下嘴 那么漂亮的一张脸 现在肿成了猪头样 捂着嘴不厚道地偷笑 笨笨 病床上的苏彦突然哼哼了两声 宋天一愣 怎么这么快就醒了 她拿起手机 刚要给秦灿叶打电话 思索了一番又放了下来 秦家的事 她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秦灿叶今晚要是不回去 还指不定要闹出什么麻烦事 还是别把她叫回来了 苏彦缓缓睁开双眼 看见病床前的宋天 脑子反应了好一会 才说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要躺在秦家祖坟里了 宋天 哈哈哈哈 她是真憋不住了 苏彦翻了个白眼 她知道自己现在一定是脸肿得很难看 但是这人也不用嘲笑得这么明显吧 想着自己国庆七天 就要顶着这样一张肿脸 心里有些郁闷 这让她怎么见人啊 宋天还没有止住笑 门口传来咚咚敲门声 她捂着肚子去开门 见到来人的时候愣了一下 又转头看了眼病房里的女人 像是在纠结要不要让人进来 见宋天站在门口 苏彦问 苏彦赶紧支起身体半靠在床上 将被子往上扯了下 盖到肩膀位置 清了清嗓子回 林律师 你怎么知道我住院的 快请进 宋天不情不愿地让了个身位 等林书琪进屋后 她默默地坐在VIP病房里的沙发上 叮烧 看见苏彦肿得变形的脸 林书琪表情变了变 很快稳了下来 跟平时看着一样的温和镇定 苏彦尴尬地扯了下嘴角 心里感叹律师到底要比医生笑点高 林书琪将手里的手机递给她 苏彦 这是你的手机 苏彦哀哑了一声 问 林律师 我的手机怎么在你这 我刚去了趟景西小区 这手机是物业保安给我的 苏彦接过手机 隐约闻到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 皱着鼻子凑近手机闻了闻 一股骚臭味 熏得她差点吐出来 她用食指跟拇指 捏着手机丢到床头柜上 嫌弃地说 一 这手机上怎么一股怪味 林书琪缓缓道 保安说 一个女业主遛狗的时候 发现了手机 是狗从绿化袋里 把手机叼出来的 女业主把手机交给了物业保安 我打电话的时候 保安刚把手机按开机 我是从保安口中 得知你进医院了 第89章 给我生个哥哥吧 哦 听了来龙去脉 苏彦忍不住捂着嘴 干呕了一下 眼角瞟见床头柜上的手机 她立马想到狗翘着腿 在手机上尿尿的场景 心里觉得越发恶心 这手机是不能要了 林书琪像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拿出一只崭新位拆封的手机 递给她 苏彦 这是我律所开业时候 给宾客的伴手礼 那天你离开得早 没有来得及给你 我正想找机会送给你 律所开业的伴手礼 苏彦咧着香肠嘴 惊叹了句 林律师 开律所这么赚钱吗 用这么贵重的手机 做伴手礼 林书琪淡淡笑了笑 宾客都是朋友或者客户 有业务往来 送手机也算是关系维护 哦 苏彦接过手机 认真道 林律师 那我以后要打官司的话 都找你 林书琪温和地点了点头 帮她把旧手机里的电话卡 换到了新手机里 宋天静静地看着 面前的一男一女 什么律所开业办手礼 不过是找个说辞 送苏彦手机罢了 想了想 给秦菜叶发了短信 说苏彦醒过来了 这情况 秦菜叶要是不过来 老婆搞不好 要被人撬走了 她又故意干咳了几声 闹出了些动静 来引起两人注意 嫂子 叶哥他 话虽是对着苏彦说 视线却落在林书琪身上 宋天想提醒这个林律师 苏彦可是有老公的人 苏彦这时候听见秦菜叶的名字 就立刻想起 景喜公寓书房里的那本相册 紧接着就想到 跟她长得相似的许真荣 只觉得气不打一出来 她立刻出声指住宋天的话 说 宋医生 我现在已经醒了 你不用在这陪我 你去忙吧 她估摸着林书琪晚上打她电话 该是有重要的事情和她说 也有一想把宋天支持出去 听见这话 宋天刚想开口说没关系 反正也没事 就在这盯着 哦 不 陪着你们了 可这时候 他腰间的呼吸 闭闭闭的架了起来 宋天急忙起身 嫂子 有紧急病人来了 我先走了 话音刚落 她就快步离开了病房 宋天急急离开的背影 很快消失在视线里 苏彦转了视线看向林书琪 轻声问 林律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 说 林书琪微微汗了下手 走到门口 把门眼上后 只回到病床前 苏彦 我查了下 秦家老宅保姆 徐清梅的信息 她是你婆婆沈月之 一周前聘请的月儿嫂 你婆婆给她的月薪是两万 远高于市场价 而她的丈夫 在她进秦家工作的第二天 就去4S店 订了一辆二十万出头的奥地A3 其中二十万是用现金支付 林书琪顿了下 继续说 刚进秦家工作 还没有收到第一个月工资 徐清梅和她丈夫 就去买了车 偏偏车款里的二十万 用了现金支付 这样的行为 你不觉得奇怪吗 林律师 你是怀疑徐清梅 收了别人的钱 故意抓伤秦佩玲吗 苏彦仔细思考了一下 又摇头道 可是她没有留支架 我特意打电话 问了老宅的管家 她说秦家有规定 在老宅工作的员工 都不许留支架 而且 秦佩玲的房间里 是有监控的 如果徐清梅 在那天晚上10点 到11点半之间 抓伤秦佩玲 房间监控是可以拍到 林书琪纠正道 房间的监控 只能证明那天晚上 10点到11点20分之间 徐清梅没有抓伤秦佩玲 可她在11点20分 抱着孩子出了房间 在11点半到达 你们房间门口 这中间10分钟 她做了什么 我们谁也不知道 林书琪想了想 又说 这件事毕竟已经私下调解了 苏彦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继续查下去 如果你不想多事 那我 没等林书琪 说完 苏彦就说 林律师 请你帮我查下去 我不想被人冤枉 说完 她歪头冲着林书琪 嬉嬉笑了笑 有些调皮地说 我虽然不是个好后妈 但我也不是个恶毒后妈 现在她因为过敏 脸有些肿 这么一笑 没有了往日娇俏的模样 看着有些憨 林书琪正愣了一下 她之前一直劝说自己 所谓一见钟情 不过是见色起义 苏彦长得是很漂亮的 并且还不是一般的漂亮 她第一眼就喜欢上她 也属正常 可现在她肿着脸的样子 眼皮鼓鼓的像是肿玉泡 鼻子看着都塌了 面孔比平时大了好些 嘴唇像两根相长 这一副滑稽的样子 她居然觉得 她看着跟平时 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平添了几分猛感 她似乎并不只是 喜欢她的外貌 意识到这一点 林书琪立马挪开视线 声音带着无法控制的沉闷 苏彦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说着 脚步急匆匆地离开了病房 林书琪刚走 苏彦就接到米莉的电话 米莉今晚跟她妈妈的 未来老公一家吃饭 在餐厅里边 等人边娜娜抱怨 我妈这次 嫁了个大她十岁的老头子 那老头子有个三十岁的儿子 我小时候羡慕人家有哥哥 经常跟我妈说 妈妈你给我生个哥哥吧 你瞧 我妈多疼我 时隔二十年 给我生了个哥哥 苏彦用手指戳着 自己肿胀的脸 翘着香肠嘴说 宝 你说我最近是不是太倒霉了 我都进好几回警察局 跟医院了 说到这个 米莉来劲了 她本就做什么事 都爱找大师补一挂 立马安利道 宝贝 要不你找我师傅算一挂吧 看看你最近时运 是不是有问题 要是有问题 让她帮你想办法破解一下 一说算挂 苏彦就恨得牙痒痒 要不是那个装神弄鬼的抱怡 先是说姐姐苏恋 和秦参业八字不合 她也不用嫁给秦参业 语气立马变得不太好 不算 不算 我才不要搞这些封建迷信的事 米莉继续劝说 宝贝 我其实一直怀疑 你跟秦参业 是不是真的八字合适 你们婚姻这么不顺 你过得这么坎坷 要不你去重新算一挂 听了这话 苏彦被说动了 对啊 她也不觉得她跟秦参业 像是八字相配的样子 宝 把你师傅的联系方式给我 好嘞 我微信发你啊 苏彦翻开微信聊天框 看见米莉分享过来的名片 是一个黑白八卦太极图片的头像 名称是九华居士 她发送了添加好友申请 对方很快就通过了申请 电话那头米莉问 宝贝 你加上师傅了吗 加 苏彦那一晚一直躺在我怀里 电话那头不再有声音 苏彦低头看了眼手机屏幕 是米莉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 微信收到九华居士发来的消息 需要算什么 苏彦将她和秦参业的生辰八字 发了过去 算一下这两个人婚姻是否合适 合婚八百八十八元一次 这可真是门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苏彦忍着肉痛 转了八百八十八块钱红包 给九华居士 过了十多分钟 九华居士发来结果 合 苏彦眼角抽了抽 就这么一个字 要价八百八十八块钱 但凡算出个不一样的结果 她还能觉得这八百八十八块钱 花到心坎里去了 九华居士又发来一条语音 是说这个两个人婚姻六合 是天定良缘 有位般配 苏彦听着就不太高兴 甚至严重怀疑 这个算命师傅是只管简好听的说 难怪能忽悠着米莉 一次又一次去她那花钱 想了想 她又发了两个生辰八字过去 转了八百八十八块钱 再看一下这两个人婚姻是否合适 又过了十分多钟 九华居士发来结果 合 紧接着 她发来一段语音 说这次虽比不上之前的六合好 但也是个三合 苏彦别了下嘴 果然这个九华居士是个倒江湖的江湖骗子 她毫不犹豫地发了串语音过去 劈头盖脸 把九华居士一顿数落 把秦家御用的风水大师 暴以先师的名头也搬了出来 我刚才发你的最后两个生辰八字 可是暴以先师亲自劈过的不合适 你居然算出来是三合 你说 你是不是在忽悠人 九华居士一听就不乐意了 用祖师爷的名头发誓 自己算的绝对是真真的 刚即把八字发给自己 的师兄弟 把一众人算出的同样的结果 转发给了苏彦 末了 九华居士愤愤不平地发来一段语音 你家找的莫不是个假的 暴以先师 还是谁偷偷给暴以先师塞钱了 让他把合说成不合 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九华居士的最后一句话 向给苏彦踢壶灌顶了一下 整个人脑袋一下子灵活了起来 那些原本毫无关系的事情 这一刻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了起来 因为苏彦虐待秦佩玲的事情 秦家老宅气氛凝重 沈月之在秦家老宅门口来回踱步 见秦参业的车开了回来 没有等他熄火下车 就焦急地凑到车边上说 参业 你爷爷跟你爸爸都在书房等你 你快些进去 他微弯着腰把身子往车窗口探尽些 压着声音继续说 那位也在书房 书房里宽大的书桌后 不怒自卫的秦永连坐在太师椅中 对面一左一右椅子上 坐着秦茂陈和许真荣 许真荣在秦参业进门的那一刻 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低垂着眼帘 默默站到书房一侧 秦参业眼角淡淡地扫了他一下 随后对着书房里的两个男人 分别喊了声 爷爷 爸爸 秦永连微微点了下头 没有什么废话地问 参业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国庆节后 我准备把孩子 送到封闭式的国际幼儿园 他默了下 不轻不重地说 苏彦太年轻了 照顾不了孩子 这话说得必重就轻 压根 没有提苏彦虐待孩子的事 许真荣愣了下 眼眶立刻红了 带着哭腔说 这次孩子被苏彦 没等他说完 秦参业眉控制住地皱了下眉 冷声道 苏彦那一晚一直躺在我怀里睡觉 疼不出手去挠佩玲 但是 许真荣不死心 想继续讨个说法 对上秦参业凌厉的眼神 他瞬间没了语言 秦茂晨这时候开口结束这个事 佩玲自小在养国生活 封闭式的国际幼儿园环境 的确更适合他 真荣 你以后就放心吧 秦永莲愣了一声算是认同 直接换了个话题 参业 听你妈说孙媳妇进医院急诊了 她没什么大碍吧 已经脱离危险了 秦参业又说 爷爷 爸爸 没事了的话 我回医院去照顾苏彦 见秦永莲 汗了手 她转身离开书房 沈月之一直候在书房门口 带秦参业出来 关了下她的脸色 见面色无异 目光朝书房里瞟了一眼 低声抱怨了句 你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孩子接回来就算了 把她调回来干嘛 沈月之最是看不上这种 一心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女人 尤其是那种企图 借着肚子上位的女人 对许真荣是一百个看不上 偏偏这个女人 还哭哭啼啼地跑到老宅来讨说法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居然敢往老宅跑 想到刚才二房那些人 一脸看好气的样子 沈月之就觉得 面子里子都被折了 眼睛忍不住 又往书房方向弯了一眼 秦参业不愿意再聊这些 说 宋天发消息来说苏彦醒了 我现在要回医院照顾她 好 沈月之连忙把手里的保温筒递给她 兵主道 这是我让厨房炖的乌鸡汤 你给苏彦带过去 秦参业走后 饶是许正荣眼角秦之泪水 妻生诉说着对孩子的心疼 秦永莲和秦茂晨都不发一言 她要的交代秦参业给了 就是把孩子送去封闭市的国际幼儿园 并且她算是看出来了 秦家压根不幸苏彦会虐待孩子 或者说秦家根本不会因为 这么一件不痛不痒的事情 去惩罚出生豪门的苏彦 许正荣懂得再说下去 只会惹得秦家长辈厌烦 事实地告了词 一脚刚跨出书房 就听见门口沈月之 从鼻子里发出的哼声 许正荣面上保持恭敬 温声细语地唤了声 秦大夫人 沈月之恶心这种 摆出伏地作小的姿态 而心里满是算计的人 拉着脸 不耐烦地道 我五年前就警告过你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许正荣面容瞬间将了僵 缓了一下 楚楚可怜地说 可我毕竟是佩玲的亲生母亲 沈月之猝着眉头 低声悠悠地说 那又怎么样 秦家的长孙息是苏彦 以后他生的孩子 才是正统的秦家继承人 这些年 我们秦家并没有亏待你 你要知足 不要贪想些不该的 说完 一个眼神都懒得 在给眼前的女人 她指了指秦家大门 喊了声 管家 送客 许正荣走出秦家老宅大门 回望着贵气逼人的大门 胸腾剧烈地起伏着 除了不是豪门出生 论长相 身材 学历 工作能力 她到底哪点比不上苏彦 她不甘心 手里的手机连续 不断地震动起来 许正荣看了眼 收到的消息内容 勾纯笑了笑 她倒要看看 秦家会不会继续包容 一个行为不检点的长孙息 第九十一章 迟到的人 没有竞争的机会 秦灿叶捏着眉骨 走上VIP病房 在走廊里 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眯眼触摸出 人是从哪个房间走出来的 心里感觉恼火 这个男人出现的频率 未免也太高了 简直无孔不入 带到两人即将擦肩而过时 秦灿叶绷着脸明知顾问 林律师 这么晚了 你来医院做什么 林淑琪停下脚步 看向来人 又转头看了眼远处的VIP病房 原本从病房里带出来的 凌乱无措心情 在这一刻忽然冷静了下来 她脸了下情绪 脸上要笑不笑地对着面前的人 可对着病房方向的眼角眉梢 却都透着难以遮掩的情意 我担心苏燕 来看看她 早就看出林淑琪对苏燕有益 可秦灿叶见不得她 明目张胆平凡地在苏燕面前晃悠 更恼火她此刻毫不避讳的态度 她露出凛冽的表情 正声道 林律师 你过线了 苏燕是我的太太 林淑琪回眸看了她一眼 表情也严肃起来 肃声说 秦先生 你和苏燕的分居协议是我你的 听了这话 想到那份分居协议里的内容 秦灿叶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她对上林淑琪不似往常文文尔雅的脸 过了几秒 紧拧的眉又缓缓松开 轻描淡写地说 之前苏燕不过是闹脾气 才找律师你分居协议 我和她永远不可能分开 说完 她抬不离开 却听见背后传来执着的一声 我喜欢苏燕 她顿住脚步 眸光闪过立色 表情猙獰了起来 转身对着林淑琪的脸就是一拳 这一拳毫无预兆 林淑琪没有防备 接接是使爱了秦菜叶一拳 身体打了个裂浅 可是她一直被压抑的心情 在说出这五个字的瞬间松快了下来 她站着身体 擦了下嘴角的血 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 我喜欢苏燕 我不想再遮掩了 我承认我认识她的时间点有些晚了 秦菜叶 你敢不敢和我公平竞争 眼前的人打的什么主意 她一清二楚 秦菜叶冷笑一下道 林淑琪 时到的人没有竞争的机会 苏燕已经嫁给我了 林淑琪看着她 不轻不重地说 你们两个不过是因为家族联姻 而所在一起罢了 如果有选择 苏燕一定不会嫁给你 如果有可能 她也一定会和你离婚 秦菜叶身形微微一顿 她没有吭声 她还不禁止走向VIP病房 病房里 苏燕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 秦菜叶敲声靠近一看 才发现她并没有睡着 而是眼神迷离地盯着天花板 她摸了片刻后我问 苏燕 你饿不饿 要不要喝汤 过了好几秒 苏燕慢慢地将视线 从天花板挪到秦菜叶身上 她张了张嘴 没有说话 最后点了点头 算是回答了刚才的问题 她整张脸种种的 搭配呆滞的眼神 看着可怜兮兮 秦菜叶抬手掰着 她的下巴看了一番 嘀咕叹了一句 你这脸肿的都看不出原样了 这句话 一下子戳到了苏燕心里的某个点 心脏像是被用力捏了一下 心头酸涩 眼眶立即红了起来 她果然很介意 她这张脸长得像不像许真蓉 她半坐起身子 吸了一口气 直直地看向眼前的男人 问出纠结了她一个晚上的问题 秦菜叶 你是不是买通了暴衣仙师 让她说你和我姐姐苏恋八字不合 好让苏家换成我来和你联姻 秦菜叶一顿 没有说话 继续从保温筒里 倒出一碗乌鸡汤 递给她 这是默认了 苏燕情绪陡然激动了起来 抬手打翻递到她面前的那碗乌鸡汤 吼了声 秦菜叶 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算计苏家 让我嫁给你 你真无耻 死完打碎的哐当声 在寂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因为林书琪的话 秦菜叶心里本就烦躁得很 原本压着没有在面上显露出来 这一刻再也强压不住 她捏着苏燕的肩膀 稍微用了点力 把她从病床上半拉了起来 两个人面对面 紧咬着牙问 苏燕 你就那么不愿意和我结婚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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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鼻尖酸色 眼眶变得湿润 哑声不停地喊着 身体连踢带踹地挣扎着 拼命推散着身上的男人 秦菜叶听着她的叫喊 眼睛变得心红 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 把她强压在床上 苏燕 你就这么不情愿 她没有怎么收住力度 苏燕后背撞在硬邦邦的病床上 有些疼 她闷哼了一声 用尽全力挣扎 抬手毫无章法地锤打秦菜叶 可男人和女人的力量 到底是悬殊的 苏燕根本撼动不了她分毫 过了不一会儿 她就累得扑腾不动了 颓然地安静了下来 喘着气 样子看起来委屈得不行 秦菜叶终于松了她的肩膀 拖着她的背 绊抱着她坐在床上 一手揉着她发顶的头发 苏燕 你已经嫁给我了 苏燕缩在她的怀里 一动不动 乌叶着说 秦菜叶 你凭什么为了私欲 毁了我的人生 她瞳孔缩了缩 拉着苏燕面对自己 沉默了许久 突然道 我同意和你分居 苏燕一愣 抬眼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抽掖着鼻子 确认了一遍 你同意和我分居 也对 白月光许正容都回来了 秦菜叶也不需要她这个晚晚了 苏燕吐出一口气 心里庆幸 又带着莫名其妙的酸涩 秦菜叶嗨了一声 又说 但是你那份分居协议的 第六条内容要去掉 第六条是什么内容 苏燕边问 边掏出手机找协议 第六条是互不干预 对方的情感与两性生活 秦菜叶直接将 分居协议第六条内容被出来 又解释说 我们目前新婚无子 如果被人发现 各自在外有情感与两性生活 一定会被大作文章 说我们感情不和 这样会影响秦 苏两家集团的联姻关系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苏燕觉得她吃亏了 她虽然没想在外面找个男人 让秦菜叶喜当爹 可想不想做 和能不能做是两码事 她扁着嘴抱怨道 你有个五岁的秦佩玲 我却没有机会怀个私生子 还真是不公平 秦菜叶眉头一跳 冷着脸强势地说 要我同意分居 就必须删掉分居协议的第六条 苏燕想了想 点了下头 问 我们什么时候签分居协议 国庆节后第一天 你来公司找我 苏燕立刻想到了 上一次去她办公室 签离婚协议的场面 那一次最后 非但没有签成离婚协议 还被这个男人设计 签了份丧权辱过的婚姻补充协议 她心里冒出一万份的不信任 斜眼看着秦菜叶 问 你不会又跟上一次一样摆我一道吧 她眼睛咕噜转了一圈 说 那我这次要带律师一起去你办公室 带林书奇 秦菜叶眼谋一案 问 她今晚过来和你说了什么 她说什么 和我们签分居协议能有什么关系 苏燕对了句 随后扬了扬手里的手机 林律师送了她律所开业的伴手里给我 秦菜叶眼谋扫过那部手机 看着苏燕的样子 料定林书奇还没有对她说些不该说的话 苏燕不是个能藏着似的人 若是林书奇余句 她不可能这么倘然 她从容一笑 行 你带林律师来我办公室签分居协议 第九十二章 天下有情人忠诚兄妹 歹地酒吧 陆涕景朝着走进包厢的男人 晃了晃酒杯 大着舌头道 来 叶哥 干了这杯酒 祝愿天下有情人忠诚兄妹 这说的是什么缺德话 秦菜叶眼角扫了她一眼 没有搭理她 静止坐到沙发上 她是来打听似的 可不想跟她喝这种酒 邓凯倒是不在意 跟她碰了下酒杯 然后劝了句 陆涕景少喝点 你爸明天婚礼 你不是还得去做伴郎吗 这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陆涕景呸了一声 仰头一口气闷下了杯中酒 行餐叶自顾自到了杯酒 语气悠悠 陆涕景和我说说你A大法学院的同学林书奇 苏燕睡梦中闻到一股淡淡的酒味 眯着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 却差点滚到地上 啊 她惊呼一声 稍稍用了点力 把她带进了怀里 苏燕愧一下子跑了 狗男人不是走了吗 怎么这会儿又跑回来了 秦餐叶 你不回家睡觉 跑我病床上干嘛 苏燕 我们还没有签分居协议 苏燕觉得无语 又无法反驳她 医院的病床实在是太窄小了 苏燕怕再掉下去 也不敢乱动 她贴在她身上 能闻到她身上的酒香 听见她有节奏的心跳声 渐渐地感觉她的手臂越收越紧 两个人的身体越贴越近 颈尖的呼吸越来越灼热 苏燕知道身后的男人 是又想干不正经的事了 悄悄往边上挪了挪 本就不算结实的病床 在她的动作下 发出支搭支搭的暧昧噪音 没等她挪开几厘米距离 秦菜叶手臂一伸 揽着她的肩膀又把她拖了回来 压着嗓子说 别乱动 睡觉 黑暗中 苏燕翻了个白眼 屁股后顶着个硬邦邦热乎乎的东西 让她怎么睡觉 想了想 她快速翻了个身 和她面对面 大声命令道 秦菜叶 你睁开眼睛 男人掀开眼皮问 干嘛 苏燕把她那一张肿胀的脸 往男人面前凑得更近了些 语气带着脚瞎 我让你好好看看我的脸 狗男人 这张脸一定能让你尾了 真丑 男人抬手捏了下她的脸颊 又缓缓闭上了眼 苏燕心里冷哼一声 果然这张脸长得不像许真容了 你就没有欲望了吧 下一秒 香肠嘴被秦菜叶不偏不倚地含住 铺天盖地地吻席卷而来 苏燕被她吻得晕头转向 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对于男人来说 关了灯闭上眼 女人都一个样 过了好久 秦菜叶离开了她的唇 把她脑袋往怀里按了按 狠狠喘了口气道 快睡觉 苏燕摸了下自己的香肠嘴 轻叹了口气 嘴唇比之前更肿了 第二天 苏燕是被来量体温的护士寒醒的 醒来的时候 秦菜叶人已经不见了 床头柜上放着粥和蒸脚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感觉脸还肿着 找护士要了个口罩 刚戴上口罩 就听见门口传来 叩叩的敲门声 苏燕抬头看向门口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树向日葵 她下意识地猝起了眉 沈宇竹面上挂着笑 语气带着听不出真假的关心 表嫂 听说你住院了 我来看望你 苏燕曾经是打算跟沈宇竹好好相处的 可被沈宇竹单方面找了几回麻烦后 她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现在看沈宇竹捧着花来探柄 脑子里陡然响起一句稀后语 黄鼠狼给祭拜年 苏燕是不高兴都摆在脸上的人 也不接她递过来的那树向日葵 语气凉凉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住院的 沈宇竹表情一瞬间僵了僵 很快眨了眨眼 重新挂上不干不干的笑脸 含含糊糊地回答 我 听姑姑说的 今天是国庆节第一天 又碰巧是中秋节 这个女人大清早是吃饱了没事干 在这么好的日子 来医院探望跟她有过节的人 若是转换下身份 苏燕觉得她是做不出这么体面的事的 不由地对沈宇竹生出了点佩服 沈宇竹自顾自找了个花瓶 跑去卫生间灌了半瓶子水 把花瓶摆放在病床边的床头柜上 又把向日葵插进花瓶里 看见床头柜上的手机时 她插花的动作一顿 苏燕见她眼睛盯着床头柜上的手机 估摸着她是被手机上残留的狗尿味道熏到了 也不知道这部手机怎么会掉到绿花袋里 也许是她被人从顶楼背下来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去的吧 只是那只溜完的狗尿的也太精准了 苏燕嫌弃地看了眼手机 抽了张纸巾垫在手上 捏着手机对着正在房间里拖地的宝洁说 阿姨 替我把手机丢到垃圾桶里吧 宝洁接过手机 看是一部高级品牌手机 还狠心 诧异地问 小姑娘 这么好的手机你直接丢了啊 苏燕摁了一声 听出宝洁的意思 直接说 这手机沾了狗尿 味道除不掉 我受不了那个臭味 阿姨 你要是不嫌弃 可以把手机拿走 宝洁一听 乐得合不拢嘴 好好好 那就太谢谢了 拿了苏燕的手机 宝洁把病房认真拖了两遍 猜咧着嘴离开 明知道苏燕不欢迎她 沈宇竹还是硬着头皮在病床前坐着 她倒了杯水递给苏燕 顺口问 表嫂 你为什么住院啊 过敏 苏燕接过水杯 却没有喝 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 喝水就得摘下口罩 她现在这副肿着脸的样子 可不想给沈宇竹看了去 过敏不及时处理 可是会出大事的 沈宇竹瞪大了眼睛 夸张地惊呼道 表嫂 昨天是谁送你来医院的啊 你表哥 沈宇竹今天的问题格外的多 苏燕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说着话 心里想着她怎么还不走 在她又问出一个问题后 苏燕终究是忍不住反问她 沈宇竹 你今天没有别的是干嘛 沈宇竹表情一善 笑了笑说 表嫂 我今天要去参加陆提警父亲的婚礼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事 表哥今天忙 你一个人在医院也无聊 我可以多陪你一会儿 苏燕属实佩服沈宇竹这种心里不爽 面上还笑 嘴上还讨好的本事 正想着如何把她打发走 就听见门口传来敲门声 苏燕抬头 像看见旧心事的招呼道 我等你半天了 你可算来了 第九十三章 是出反常必有妖 宝贝 你可吓死我了 皮特饱含深情地说着话 跟拍电影慢镜头式地冲进病房 视线在半躺在病床上的苏燕身上扫了一圈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确认没有问题后 张开双臂激动地抱着她 苏燕已经习惯了这人夸张又做作的行为方式 挺配合地拍了拍她的背 一旁的沈宇竹 看着突然出现在病房里的男人 又见他们动作轻逆 表情从吃惊变成了震惊 苏燕在皮特热情的怀抱里腾出一只手 冲着沈宇竹摆了摆 我有人陪了 沈宇竹你可以走了 话到这个份上 沈宇竹也不好再赖在病房里 加上她确认了苏燕是完全不记得昨晚的事 于是起身离开 走到病房门口 她转头看了看 见苏燕正眯着笑眼 和面前的翘着兰花指的男人说着话 态度跟刚才对她不搭不理的样子完全不同 她撇了撇嘴 余光瞟见推着清洁车走过的宝贼阿姨 她转身快速追了上去 喂 等一下 宝洁转头 一天要见太多人 她一下子没有认出面前的女人是刚才病房里的家属 问 您需要我去哪里打扫吗 沈宇竹视线落在她鼓起的口袋 愣着脸道 我给你一万块钱 把你的手机卖给我 这 宝洁不明所以地掏出手机 时尚地说 这部手机是别人嫌弃 沾了狗尿不要的 你花一万可以买一部新的了 你不用管这些 沈宇竹语气不好 威胁道 你要是不把手机卖给我 千万别投诉我 病房里 苏彦说 昨晚差点撬辫子 她当时第一反应是 她都没有写遗嘱 想到自己的财产要落到狗男人腰包 死后还要躺在秦家的祖坟里 就觉得死不瞑目 皮特强烈要求 以后继承她的那辆阿斯顿马丁车 两个人正笑笑闹闹 皮特的手机这时候来了个电话 是影后张力 她连忙按了接听按钮 对方说了几句话 皮特表情变得严肃 急忙说 丽姐 您之前试装不是挺满意的吗 怎么突然 张力没有给她继续说的机会 直接挂断了电话 皮特放下手机 苦着脸 看向苏彦 哀了一声道 张力取消了我们盛色工作室和她的合作 为什么 苏彦脸上的笑意一下子消失 她没说具体原因 但是电话里听着语气不太好 态度也很强硬 皮特垮着脸 苏彦思索了一番 又问 是被别的工作室撬走了吗 娱乐圈 艺人会互抢资源 各种工作室也一样 大家明里暗里都是较着劲 像张力 这种在红毯上贯常出彩的影后 多少工作室都是争抢着给她做造型的 但是她已经敲定了装造 且电影节在即 照理说是不会换造型工作室的 皮特摸着下巴 想了想说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有一种出了大事的感觉 话音未落 她的手机叮叮叮不停地收到消息通知 皮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面色大变 她不停地翻动着手机 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眉头越粗越紧 最后直接纠成了一道 苏彦察觉出了大事 错过去看了眼皮特手机上的内容 呼吸也不由地停止了下 老大 这是 苏彦盯着标题 叹了口气道 怪不得张力要停止和盛色工作室的合作 她应该是怕被牵连到丑闻里 嗯 再闹下去 别的艺人也会来跟我们工作室取消合作 我必须赶紧发声明澄清 皮特脸上表情越来越凝重 说 这是有人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 想搞垮我们盛色工作室 盛色工作室最近风头太盛 一下子拿了不少造型单子 可资源就那么多 你家吃了他家就没有 别的工作室定然会眼红 苏彦问 老大 你知道是谁在使坏吗 皮特揉了揉眉心 想了片刻 他说 爆料里说的内容真真假假 恰好有几条真实内容 知道的人本来就没有几个 他顿了顿说 如果我猜的没错 应该是艺匠工作室的人 我想是因为我带走了不少 老客户 老员工 惹到他们了 皮特又翻了翻手机 指着其中一段内容和照片 愧疚得到 哎 宝贝 把你也给拖累了 他指着的这段内容 是在说皮特私生活混乱 借着做造型的工作 跟娱乐圈明星 还有豪门富婆纠缠不清 苏彦昨天晚着皮特 参加许葳威服装发布会的照片 还有皮特开着 苏彦那辆阿斯顿马丁的照片 就贴在这段内容里作为佐证 昨天他坐林书记的车 去了警察局 把阿斯顿马丁 交给皮特开去盛色工作室 没想到被人拍了照片 且被造谣成皮特 哄到富婆送豪车 这段明显是造谣 皮特虽然没有公开出轨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 对身边人遮掩过性取向 可网上的吃瓜群众 他们又不认识皮特 苏彦脸色也逐渐沉了下来 因为照片里他的脸 和阿斯顿马丁的车牌 没有打马赛克 相信很快就会被人 扒出来他的身份 皮特想到今天 他是开着这辆 阿斯顿马丁车来的医院 后背惊出嘘汗 急忙说 我得赶紧离开医院 我们不能再被拍到 等等 苏彦看着人来人往的走廊 喊住他 你现在不能直接出去 被人拍到你出现在医院 也是说不清 他琢磨了一下 打开病房门 喊了下正在走廊拖地的宝洁 阿姨 麻烦你帮我打扫下卫生间 宝洁是刚才拿了他手机的那人 听见他的喊声 利索地拿着拖把走到了病房 一刻钟后 皮特换上宝洁的工作服 拿着拖把 带着口罩走出了病房 苏彦本想给宝洁发个红包 以示感谢 宝洁摆摆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小姑娘 你送我的那个手机 我卖了一万块钱 苏彦亚然 一万块都能买个全新的手机了 是谁有怪癖 要买个满是狗尿味的旧手机 阿姨 你再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 宝洁忽然想起来了 连忙说 就是之前在你病房里的那个 拿着向日葵的小姑娘 找我买的手机 我一开始不肯卖 他说我不卖 他就投诉我 打扫不干净 我才赖给他的 沈宇竹 是出反常必有妖 苏彦脸眉 这个女人今天未免也太反常了 只是他现在也没空戏 想他为什么这么奇怪 他得赶紧把网上的照片处理了 他拿出手机给秦菜叶打了个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声 他又快速点了挂断 你没想了想 他不能被秦菜叶知道 他跟圣所工作室的真实关系 第九十四章 你和我没话可说嘛 秦家守旧 重视传统节日 中秋节自然是要齐聚一堂 老宅佣人们忙忙碌碌地准备着中秋宴席 秦永莲一共有三子三女 三个女儿都是嫁出去联姻 大儿子一家 二儿子一家都被安排进了秦氏集团 唯有小儿子秦玉阳是散养状态 秦永莲和夫人快五十岁时生了秦玉阳 而秦玉阳不到十岁 秦夫人就因病去世了 所以秦永莲格外宠溺 纵容这个老来子 这样的日子 也只有秦玉阳敢不露面 大方男人有手腕能把控住秦氏集团 二方心里不服气 却也没有办法 可想到老爷子处处偏心 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小儿子 秦二夫人心里就很不舒服 这心里一不平衡了 说话也就没了分寸 小叔子刚去了一趟南极 又跑去趴喜马拉雅山了 连中秋节也不回来 我听说他那个探险队 一年得烧掉好几千万 他这话说的 对面坐着的秦玉阳的三个姐姐 就不爱听了 秦玉阳出生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成年了 对这个幼帝是打小宠着的 秦婉松当即就开口 爸爸他都不管玉阳 二嫂你管那么多干嘛 再说了 他在探险上花钱 总比某些人在赌桌上撒钱体面 最后一句话 明显是在讽刺秦二夫人 儿子秦军行 今年初在国外赌场 输了几千万美金的事 秦二夫人一噎 脸色有些挂不住 不过不体面的事情 又不是只有二房有 他转了个话题道 大嫂 听说苏燕被限制接近佩玲了 难怪今天中秋节 也不见他人 二房一怪爱挑事 沈月之心里不高兴 面上也没有显出来 抿了口茶不慌不忙的道 没有的事 苏燕昨天晚上过敏进医院了 现在人还在医院 所以来不了家宴 秦二夫人握了一声 随后慢慢悠悠地说 这过敏时间错得真巧 这话说得阴阳怪气 沈月之眉心微微蹴了下 眼角正巧瞟到不远处 几个小辈女眷 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他有心拿着几个小辈做规矩 敲打秦二夫人 于是大声讯说 在秦家 有话大大方方地讲 别做小家子气的事 秦二夫人听出 这是在拐弯抹角地数落他 面上一将 轻横了一声 沈月之指着一个小辈的手机 又说 这是在看什么呢 讨论得那么起劲 给我看看 被指导的小辈 把手机战战兢兢地递了过去 沈月之垂眸看了一眼 脸色一点一点地沉了下来 秦二夫人见状 错过去一看 哀腰了一声 语气里带着心灾乐祸道 大嫂 这新闻照片上的女人不是苏燕吗 她跟这个造型师 没等她说完 沈月之冷声打断 八卦媒体造谣 瞎写的内容怎么能信 秦二夫人不依不饶地说 不管是真的假的 被人拍到这些照片 也是苏燕行为不当 大嫂 你这媳妇可真是太不懂事了 沈月之脸拉了下来 随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苏燕 我已经给相关媒体 平台 发了律师函 要求撤下你的照片 Peter现在在我律所 我们商量好后会发个公开声明 盛色工作室的事情 你不用太担心 谢谢你 林律师 苏燕挂了电话 这才发现门口的男人 她心里一咯噔 秦灿叶无声无息地站在那 一张脸看不出什么情绪 苏燕和林淑琪打了一刻钟的电话 她不知道秦灿叶在门口站了多久 听了多久 听到了些什么 她看了下手机屏幕上的时间 才刚过下午一点 问 你怎么来了 秦家老宅娜的午宴这么快结束吗 秦灿叶没说话 长腿迈到病床前 视线直直地落在她身上 苏燕强迫自己迎接她的目光 和秦灿叶结婚了一年 她对她也是有些了解的 知道她这样面上不险山不露水 的时候 心里估计压着浓浓的怒气 就这样无声地对射几十秒 秦灿叶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沉默 她按了接通按钮 并且点了公放 电话那头传来一里有条不紊的汇报声 秦总 秦市集团的公关部 法务部已经着手处理网络上的事情 原贴被撤下来了 但是一些小的论坛里 还在讨论相关爆料内容 我们已经安排一些娱乐圈绯闻上热搜 来转移大众的注意力 只是因为是中秋节 很多公司不上班 所以处理的速度不是很理想 她按了手机上的挂断按钮 目光重新落在苏彦身上 博纯吐出一句话 苏彦 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 苏彦张了张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那么惊 搞不好在她的只言片语里 琢磨出来她是盛色工作室幕后老板 见她不语 秦菜叶眸色又暗了些 刚到病房就听见她跟林书琪打电话 和林书琪有那么多话说 和她就没有一句话可言了嘛 更让她恼火的是 出了事 苏彦第一时间找的是林书琪 而她却要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这件事 语气不由地带了些利色 出了这种事 你和我没话可说嘛 苏彦醋眉 出了哪种事 她行得端坐的症 才不像狗男人浑身是破绽 你要我说 什么 苏彦仰头 冷着脸看着她 你之前和乔义清上了那么多次热搜 你和许正荣还有一个五岁大的私生子 这些事我都忍了 现在我被八卦媒体造黄谣 你难不成要我给你磕头认错吗 苏彦 男人舔了舔后草牙 你是我的太太 出了这种事 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 秦灿叶 苏彦咬牙 我们很快就要分居了 砰 病房的门被重重砸上 自这之后 秦灿叶就没有再来过病房 苏彦出院的时候是义里来办的手续 苏彦问 秦灿叶去哪里了 义里说 秦总这几天去院国了 至于去院国干嘛 义里支支吾吾 没有说 苏彦猜测多半是和许正荣 秦佩玲母子有关 想到景喜公寓书房里的相册 他就隔音 出院后想也没想 就开着阿斯顿马丁去盛色工作室 路上的时候 有辆黑色轿车一直跟在他车后 苏彦生怕这是之前和皮特闹绯闻时招来的狗仔 特意绕了几条街 直到把那辆车甩了 才敢往盛色工作室开 第95章你妖挺有力 国庆节的最后几天 苏彦很忙碌 忙着布置工作室的小阁楼 在窗边摆了张懒人沙发 把当即要穿的衣服挂在服装架上 又做了个照片墙 苏彦盯着墙上的照片发呆 里面有几张照片 是他从和秦参业的婚纱照上抠下来的 婚纱照上他的表情看着有些臭 他记得拍婚纱照那天 是他们第一次吵架 秦参业工作很忙 选婚纱 是婚纱都是苏彦一个人 可到了拍婚纱照就没法再一个人了 苏彦让秦参业定个拍婚纱照的时间 他怎么都排不出时间 眼看着没几天就要婚礼了 苏彦提议用电脑合成他们的婚纱照 可情 苏两家的长辈不答应 最后只能把外景拍摄全改成内景拍摄 两个人在大半夜拍婚纱照 苏彦化好妆 化好婚纱 从十一间走出来的时候 秦参业直愣愣地看着他 苏彦被他盯得发毛 在镜子前扯了下裙摆 他是很喜欢这件蕾丝透视婚纱的 蕾丝和透明布料四柔软的薄物 将肌肤勾勒得若隐若现 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身材和优雅曲线 他问 好看吗 秦参业摁了一声 发出个鼻音 算是回答了 过了几秒 他绷着脸道 这套婚纱不行 你换一套 为什么不行 苏彦翘着嘴不乐意 你不是说让我自己订婚纱吗 学我喜欢的就行 太暴露了 男人沉声道 苏彦撇嘴 又没有露三点 怎么就暴露了 这件婚纱多好看啊 国外有个女明星结婚 穿的也是这种款式的婚纱 因为本身学的服装设计 苏彦对前卫大胆的衣服接受度 要远高于常人 在她的眼里 好看性感是最重要的 除了三点 哪都漏了 你要在一堆宾客面前 穿成这样吗 她说话声音都拔高了 整个人显得有些暴躁 那是秦参业第一次唬着脸 立声跟她说话 苏彦当时就有点傻了 咬着唇 像在哪 她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就吼了句 不穿这件婚纱 我就不结婚 秦参业的脸一瞬间就拉得老长了 她没再说话 掏出手机对着苏彦拍了几张照 苏彦问 你干嘛 秦参业回 发给苏立生看看 苏彦哀哀叫了几下 见她动作不停 心里一着急 伸手就去抢她的手机 开玩笑 她爸爸那的老古董 怎么可能同意她穿这件婚纱 她原本是打算先斩后奏 直接穿到婚礼上 这样爸爸也没有办法说她了 秦参业把手机高高举着 不给她够着 苏彦一着急 一手勾着她的脖子 一手抬高去抓 被她举在半空中的手机 两个人纠缠了半天 苏彦最后索性上脚了 跟猴子似的爬到她身上去够手机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硕大的穿衣镜 映照出一个女人两腿 还在男人腰上的诡异场景 暧昧又尴尬 苏彦急忙从她身上滑下来 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 她善善地笑了两声说 你腰挺有力 秦参业滚了滚喉咙 回了句 你腿挺有劲 爸爸 我不穿这件婚纱 我换一件 苏彦后来把婚纱 换成了许巍巍设计的 一条漏背鱼尾婚纱 前面领子到锁骨位置 正面看着特别保守 可后背录到了尾骨位置 秦参业看到她录出来的 一大片白花花的后背 就又不乐意了 可苏彦态度格外坚决 她后来也就同意了 也对 长长的头纱 把后背基本都盖住了 她能不同意吗 呵 狗男人管得可真多 苏彦目光从照片墙 挪到毛茸茸的地毯上 抬腿啪啪啪 脚上的两只拖鞋踢飞 她喜欢光脚在卧室跑来跑去 结婚后 秦菜叶非要纠正她 现在她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 手机叮得响了一声 是林书奇问她 明天几点去情事集团签分居协议 苏彦想了想 给秦菜叶发了条信息 问她时间点 可等了半小时也没见她回复 也不知道狗男人 从论国回来了没有 明天会不会放她鸽子啊 苏彦拧眉 思索了一番 给她打了电话 过了好一会儿 电话才被接通 背景声音挺嘈杂 秦菜叶压着声音说 苏彦 什么事 苏彦条件反射地跟着压低了声音 问 我和你确认下明天签分居协议的时间 电话那头秦菜叶好一会儿没有回应 苏彦依系能听见那边推杯倒斩的声音 应该是在酒局上 她干咳了几声 听对面还是没有回应 就稍稍大了点声音说 你先忙吧 空了回我信息就行 说着 也不等她回话 苏彦就挂了手机 她酒局一直都挺多的 一里说 秦总结婚后推掉了好些应酬 苏彦闭了闭眼 那也还是每周有两三次应酬 刚结婚的时候 她挺时尚的 秦菜叶不回家 她就不睡觉 躺在床上看着脑餐具等她 结果狗男人喝了酒回来就折腾她 让她帮她洗澡 然后就在床上搂着她啃 紧接着就是酿酿酿酱地折腾 吃过一次亏后 她就不等她了 自顾自地睡觉 狗男人也挺识相的 见她睡着了 就去客房洗漱 然后巧声敲膝地躺在她身旁睡觉 手机又叮得响了一声 是秦菜叶把时间点发来了 苏彦复制粘贴 把时间点转发给了林淑琪 林淑琪很快回复了个 好的 苏彦猛地想起来 林淑琪上次借给她穿的浅灰色西装 还在景喜公寓 想着这会儿秦菜叶正好还在酒局上 她拿起车钥匙就下楼 第96章你发什么酒疯 苏彦开着阿斯顿马丁 往景喜公寓方向去没开多久 就发现一辆轿车一直跟在她车后 趁着等红灯 她从后视镜里仔细观察了下 认出这车是前几天 她从医院出来时候跟着她的那辆 黑色本田轿车 江州本地排照 隐约看见车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上督作了人 看身形 应该是男人 苏彦瞎绕了几圈都没有把这辆车甩掉 揉了揉眉心 在导航上更换了目的地 往秦市集团大厦方向开 马路边 那辆黑色本田轿车熄了火 车窗放了下来 两个男人探头探脑 朝着秦市集团大厦方向张望 驾驶位上的男人嘟囔了句 他怎么还不出来 副驾驶位上的男人说 咱们就在这蹲着吧 他迟早得出来 话音刚落 从秦市集团大厦里冲出十个保安 直直地往他们方向跑 副驾驶位上的男人脸色大变子催促着说 快快 他们是冲我们来的 快开车离开 驾驶位上的男人还没来得及启动车子 两人就被保安连拖带拽 从车里扯了下来 保安朝着远处喊 太太 抓到了 苏燕走过去 拿起他们放在车里的照相机 长枪短炮的 偷拍设备还挺专业 你们是哪家媒体的 见两人不答话 苏燕对着保安队长说 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吧 别别 我们是江州八卦头条的记者 江州八卦头条是之前爆料Peter的那家媒体 苏燕蹭了下眉 冷声道 我跟Peter是普通朋友关系 不要再跟着我了 两人挨挨了几声 伸手找苏燕要相机 苏燕把相机里的存储卡取了出来 把相机递还给两人 她掏出手机 对着两人和黑色本田轿车 各拍了张照 你们的脸跟车牌 我都记下了 下次再被我发现你们跟踪我 我就把你们送到警察局去 两人诺诺点头 赶紧开着车离开 苏燕重新开车去了警喜公寓 刚进入大楼 保安从值班室走了出来 问 秦太太 您身体恢复了吧 苏燕转身 见识个模样很年轻的保安 客气地回答 已经没事了 谢谢关心 小保安挠了挠头 说 那天我上顶楼查看情况 发现您昏倒在地板上 吓了一大跳 您那天看着情况实在是太危险了 苏燕面上挂着笑 是你把我背下来的吧 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那天实在是太慌乱了 我的手机都掉绿化袋里了 手机 小保安想了想说 秦太太 那天你身上没有手机啊 那我的手机怎么会 没等苏燕说完 小保安朝着她身后 恭敬地打了声招呼 沈小姐 您回来了 沈宇竹在看见苏燕的一瞬间 明显僵了下 随后喊了声 表嫂 苏燕点了下头 问你也住这边 妈 沈宇竹问了一声 我现在在秦氏集团上班 姑姑让我住在这里 上下班方便一些 小保安道 沈小姐 您昨天问的问题我确认了 我们小区的监控视频 是保留两个月 沈宇竹神色明显不自在 局促地回了剧 好 知道了 苏燕四十被提醒到了 转头对着保安问 公寓门口绿化带区域 摄像头能拍到哪 保安摇头 秦太太 那边是盲区 户外摄像头只拍道路 苏燕握了一声 没再多问 静止往电梯走 沈宇竹在她身后 微不可查地吐出一口气 公寓里漆黑一片 苏燕只开了玄关处的灯 也没有换鞋 打算拿了林舒琪的西装的就走 她记得那天 秦菜叶火急火燎地 扒下了她身上的外套 随手放到了玄关柜上 可现在找了找 玄关柜里外都没有 正想着是不是保洁阿姨 把西装收到卧室里去了 身后的大门门锁 突然传来密码输入的声音 秦菜叶酒局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上次吵完架两个人 就没有再见过 这会儿见面也太尴尬了 苏燕下意识地想躲 还没等她迈出一步 大门打开了 义里打开门 看见拱着身子的苏燕 一脸欣喜的大 太太 您在家啊 苏燕身体僵了一秒 一手把门全部拉开 一手扶着身侧的秦菜叶 说 太太 秦总喝醉了 我送她回来 您在家可太好了 苏燕直起身子看向门外 这才看见 半依在义里身上的秦菜叶 她脸颊泛着微红 双眸紧闭着 秦菜叶的酒量是很好的 苏燕从认识她开始 就没有见她真的喝醉过 哪怕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她跟宾客们 一杯一杯地敬着酒 大家都喝多了 她面色也没有多少变化 闻到浓重的酒气 苏燕微微醋了下眉 问 这次怎么喝得这么多 客户有些难缠 义里想了想回答 但其实客户在难缠 也有秦氏集团的高管来应酬 秦总只要意思意思 赔个几杯就可以了 可中途秦总接了个电话 然后就开始和客户 一杯接着一杯了 义里帮着把秦菜叶 送到客厅沙发上 擦了擦额头上泪出的薄汗 太太 那我就先走了 义里一走 苏燕就走不了了 还没正式分居 这会儿不管她 的确也说不过去 沙发上的男人 开始不耐烦地拉扯领带 嘴里哼哼唧唧 眼睛却还是紧闭着 苏燕站在沙发前 插着腰 撇着嘴 腻着她 狗男人 是有装醉的前科的 她上手轻拍了下她的脸颊 喊了两声 秦菜叶 你真醉了吗 秦菜叶 醒醒 秦菜叶慢慢睁开了眼睛 眼睛有些红 声音带着混沌 苏燕还能认出她 看来也不是全醉了 可这副样子 的确也不像装醉 苏燕叹了口气 微弯着腰 伸手帮她把 已经扯松的领带截了下来 又把她衬衣领口的扣子 松了两颗 好让她舒服些 结果秦菜叶 突然抬起双手环 抱住她的腰 苏燕没有一点防备 被她拖到了沙发上 她被吓了一跳 赶紧用膝盖撑在沙发上 分开双腿 跪坐在男人大腿两侧 双臂撑着沙发靠背 努力保持平衡 秦菜叶 你发什么酒疯 第97章 你吃醋了吗 秦菜叶把脸埋在她的腰间 一句话也不说 苏燕觉得 她这个样子 莫名的有些可怜兮兮 让她抱了一会儿 苏燕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脑袋 秦菜叶 你得喝个醒酒汤 不然你明天肯定会头疼的 秦菜叶松了双臂 抬起头 半眯着眼睛看向她 苏燕 苏燕嗡嗡了两声 把她扶着半 靠在沙发上 然后往厨房走 景喜公寓的厨房 简直就是摆设 打开冰箱一看 里面什么都没有 好在现在外卖是很方便 苏燕想也没想 就拿出手机 下单买了几样 做醒酒汤用的东西 放下手机 她重新走到沙发边 垂眸看着男人 无奈地吐出口气 来 大少爷 奴婢扶你去浴室 先伺候你洗个走 秦菜叶眼睛有些迷离 但是挺听话的 撑着她的身子站了起来 随后又必自然地 还住苏燕的肩膀 苏燕的身高 配合她的身高刚刚好 扶她走路的时候 两个人都不怎么吃力 刚到卧室门口 大门口的门铃就响了起来 苏燕心里胆叹 现在的外卖速度 都赶上火箭发射了 把秦菜叶安置在床上 你先躺会 外卖到了 我去开个门 来了 等一下 她边喊边匆匆走到大门口 打开门 原本脸上礼貌的笑容 一瞬间收敛了起来 许正荣穿着白衬衣 黑色阔腿裤 站在门口 大门打开的瞬间 她正勾着浅笑 轻轻挽了下耳边的碎发 举手投足间 都是成熟女人的韵味 许正荣在看见门内 苏燕的那一刻 表情也是没控制住地垮了下来 但很快她重新挂上了笑脸 喊了声 苏小姐 苏燕眉头不自觉的一皱 舔了舔嘴唇 纠正道 秦太太 说完 苏燕也觉得自己挺幼稚的 但她就是就是觉得 别人怎么喊都行 但许正荣必须喊准确了 叫秦总 许正荣轻笑了声 声音不轻不重地说 苏小姐 我和阿燕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 苏燕也笑了笑 许正荣 你看看清楚 这会儿 你在屋外 我在屋内 她顿了顿 目光在许正荣僵住的脸上扫了下 不急不缓地继续道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和秦灿叶 在五年前修成正果 这样我也不用嫁给秦灿叶 可是现在我跟秦灿叶结婚了 你就算有再多的不甘心 不情愿 也给我憋着 许正荣快速抬手拉住门把手 叽叽道 我跟阿燕有个儿子 我们的关系是不可能被剪断的 许正荣 你把孩子送回来 任祖归宗改名叫秦佩玲的那一刻 他就成了我跟秦灿叶的儿子 你和孩子都没有多大关系了 你还能跟秦灿叶还有什么关系 许正荣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 渐渐地变得有些猙獰 见他拽着门把手不撒手 苏燕余光 瞟见从电梯里走出来的外卖骑手 清了清嗓子 故意扯着嗓子喊 许小姐 你在公司对我老公纠缠不放 下了酒局还追到家里来送解酒药 你能要点脸吗 话音刚落 外卖骑手正好走了过来 目光不由地落在门口的女人身上 带着笔衣和嘲讽 许正荣脸色顿红 咬了咬唇 转头就往电梯处走 苏燕不屑地撇了下唇 接过外卖骑手手里的袋子 轻声到了声泄 关了门 半转过身 就看见客厅里站着的男人 两眼种种地盯着他 脸上挂着若有似无的笑 这男人是在那看戏吗 就站着客厅里 看他跟许正荣在大门口吵架 苏燕顿时觉得气不打一出来 把手里的东西往玄关柜上一放 就要换鞋走人 秦灿叶三步并做两步的大跨步走了过来 直接把他按在了门板上 苏燕被迫靠在门板上仰头看着他 近距离看 他嘴角的笑意实在是太明显了 一下子感觉更气了 挣扎着举锤打面前的男人 秦灿叶接接是使哀了几下 皱了下 眉 直接一手抓一只他的手腕 按在他身体的两侧 苏燕气到失去理智了 微微向下弯了下腰 抬起腿 准备用膝盖顶他的下半身 秦灿叶像是知道他要做什么 赶紧抬腿把他的腿压了下去 这怎么能踢 你以后还用不用了 这话说得有点昏 但是苏燕也没有过脑子 脱口而出 不用 不用而谁爱用谁去用 我 话没有说完 秦灿叶直接俯身堵住了他的嘴 眉清几下 他又凑到他耳边问 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你吃醋了吗 苏燕一愣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就是觉得不舒服 心里好像有口气 吊灿不上不下的 秦灿叶没等苏燕想明白 就弯腰把他横抱了起来 失重感让苏燕 哀哀地惊呼了一声 生怕摔下来 他赶紧搂住秦灿叶的脖子 秦灿叶抱着他 阔步往卧室走去 苏燕被他放到床上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 秦灿叶 你果然在装醉 你又骗我 后面的话 他没有机会说出口 秦灿叶再次堵住了他的嘴 啾啾缠缠的中途 苏燕深呼吸一口气一问 我是婉婉吗 秦灿叶脸埋在他脖梗处 头颅地啃着 抽空问 什么婉婉 苏燕喘喘了口气 问 我是不是长得很像许真容 秦灿叶继续细琢琢的亲他的脖子 不是你像他 是他长得有一点点像你 苏燕嘶了一声 这不是同一个意思吗 又仔细琢磨了一下 虽说意思一样 但这么一说 他感觉自己成了 碗碗泪清理的亲了 他心里一下子舒服多了 哎 苏燕忍不住叫了一声 秦灿叶 你输狗的吗 秦灿叶正好听到了他的耳边 声音沙哑的要命 那你专心点 看在他刚才说了句 让他心里舒坦的话份上 苏燕抬手搂住了他的肩膀 中途的时候 苏燕忍不住出声 你差不多可以了吧 都凌晨两点了 你明天还要不要去公司了 秦灿叶突然停了下来 缓了两口气温 明天还要签分居协议吗 第九十八章 这个小心眼的狗男人 客厅里传来宝洁阿姨 打扫卫生的声音 苏燕悠悠转醒 觉得身上骨头都快散架了 又在床上磨磨叽叽地 辗转了几下 过了好半天才睁开眼睛 他看了眼手机屏幕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 昨夜秦灿叶问苏燕 还要不要签分居协议 苏燕纠结了一会儿 慎重地点了下头 之后 秦灿叶就越做越狠 动作越来越大力 直到最后 他因为受不住而昏了过去 秦灿叶才放开了他 这时 卧室门被扣响 隔着门板 宝洁阿姨问 太太 需要我打扫下卧室吗 苏燕赶紧捡起 散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上 去把卧室门打开 进来打扫吧 宝洁阿姨在看见苏燕的 一瞬间表情明显尬了一下 眼珠子不自在晃了晃 最后垂着眼走进卧室 苏燕忽然反应过来 脸上有些骚 抬手掩了下脖子 却发现他手臂上 都是一片片的痕迹 狗男人一向是很喜欢啃他的 但以往他也是有分寸的 不会在他身上 明显的位置留下痕迹 可昨天他像是故意似的 光调着他衣服 遮不到的地方啃 宝洁阿姨看见苏燕身上的痕迹 在看了看卧室里凌乱的状况 也是心知肚明 红着老脸 眼观鼻鼻关心的打扫卫生 苏燕在柜子里 找了件长袖衣服穿上 又翻了翻芹菜叶的西服 没有找到林淑琪的浅灰色西装 他扭头问宝洁阿姨 阿姨 你看到过一件浅灰色的西装吗 我之前放在玄关柜上的 你是不是帮我收起来了 宝洁阿姨回答得很迅速 太太 你说的是这件吗 苏燕顺着宝洁阿姨手指的方向 看了件垃圾桶里 隐隐透出浅灰色西装的一角 太阳穴猛地跳了一下 这个小心眼的狗男人 正想从垃圾桶里 把衣服拿出来 又看见垃圾桶里 几只用过的套套 苏燕面孔刷一下变红了 太太 这件西装还要吗 保姆眼珠子 还是不知道该往哪里摆 这衣服当然是不能要了 苏燕直接把垃圾袋拎出来 递给保姆 不要了 丢了吧 仔细涂抹了半小时 遮瑕膏 苏燕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脖子上的痕迹 总算是都被遮住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 苏燕开车去了旁边购物中心 找了家港式茶餐厅 点完单 服务员问 您对炒菜用的油有要求吗 苏燕是第一次遇到服务员 主动询问这个问题 觉得挺震惊 也很高兴 有要求 最好用橄榄油 没有的话 菜油 核桃油 葵花籽油都行 就是一定不能用花生油 好的 服务员拿出一张黄色贴纸 贴在下单纸上 苏燕问 你们餐厅现在服务这么细致吗 服务员笑了笑 这是商场的要求 国庆节开始 商场要求所有餐饮商家 是秦氏集团旗下的 下这么特别的要求的人 苏燕直接想到了秦菜夜 这时 旁边的一间包间门开了一下 是服务员进去送菜 苏燕就坐在包间斜对面 门打开和尚的间隙 她眼睛地瞄到了一男一女 男的可不就是昨天 折腾她到天亮的秦菜夜 这会儿精神头看着怪好的 女的穿着米色套装 利落地起肩批发 苏燕虽然只瞟见她的侧脸 却也觉得这女人鼻子很挺 料想是个五官优越的美女 呵 狗男人工作那么忙 还有时间跟美女共进午餐 这时 服务员给苏燕上了菜 苏燕拿起筷子吃了几口生菜 也不知怎么的 就觉得没有了胃口 她抬头看了眼门眼的 严严实实的包间 起身去服务台买单 然后直奔一楼 苏燕走进一家男装店 找到一件和林书琪那件 浅灰色西装差不多款式的衣服 可选择尺码的时候 她为难了 林书琪看着跟秦菜夜差不多高 只是她肩膀没有秦菜夜宽 照理说 尺码上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苏燕拧眉 想了半天 最后颓然地把手里的西装放了下来 她也不记得秦菜夜的衣服尺寸 或者说她就没有寄过 她转身去挑选领带 选了半天 指着一条墨蓝色的领带对销售说 你好 把这条领带拿出来给我看看 苏燕话音刚落 有两个女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店铺 表哥快生日了 是啊 所以趁着午休 我喊你来帮我一起选礼物 觉得那两个女人的声音有些熟悉 听这两个女人说的话 她们是来给秦菜夜买生日礼物的 那两人在看见苏燕的一瞬间 脸上的笑容也一下子僵了下来 沈宇竹样子很不自然 似乎浑身不自在 眼神朵朵闪闪的 苏燕心里挺纳闷的 沈宇竹最近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 以前看见她就跟个斗鸡似的 现在怎么成了个唯唯诺诺的小鸡仔 遮瑕膏被蹭掉了些 现在苏燕皮肤上的一部分纹横又透了出来 许真荣目光落在苏燕的驳梗处 表情很快变得和昨晚一样难看 她瞥开眼 看着销售正要递给苏燕的领带 扬了扬头说 把这条领带给我包起来 我买了 说着 她拿出了一张银行卡递给销售 没有密码 苏燕看见她的动作 表情一顿 眼睛盯在许真荣递出去的那张金色的银行卡上 这是秦菜夜的卡 和以前她给她的那张卡一模一样 苏燕心里又不舒服了 和昨晚的感觉一样 胸口堵着一口气 不上不下 销售是认识苏燕的 没有接许真荣递过来的银行卡 说话专业有理 不好意思 于是 这条领带秦太太还在看 许真荣脸色一下子拉了下来 语气不依不饶 质问 她在看 我就不能买吗 销售态度有理有结地说 等秦太太看完 她如果确认不买 您可以再买 说着 销售将领带恭敬的弟弟苏燕 秦太太 这条领带很适合秦先生 苏燕接过来一看 的确是秦菜叶的风格 但是对于林书琦来说 颜色霸道了些 瞥了眼 深色脸色明显不爽的许真荣 她笑了笑道 的确挺适合我老公的 包起来吧 原本苏燕没想给秦菜叶买领带 但是能让许真荣不舒服 她心里就莫名的舒服些 销售把领带包了起来 又对着许真荣满脸歉意地道 于是 您可以看看其他领带 不必了 许真荣咬牙切齿 苏燕付了款 转头淡淡扫了她一眼 不急不缓地道 许副总 这柜台上有那么多条领带 你何必执着我手上的这一条 这句话里明显带了两层意思 许真荣怎么可能听不明白 一瞬间脸色更难看了些 第99章买对袖扣的钱都拿不出 离开男装店 苏燕禁止走进一家 富丽堂皇的珠宝店 年初她生日的时候 秦菜叶送了她一条 将近两千万的黄钻项链 虽说他们两个人就要分居了 但是礼节上 苏燕总要还她一份生日礼物的 而一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 是拿不出手的 看见苏燕进来 珠宝店店长直接迎了上来 苏小姐 您来了 今天要看些什么 我想找一对袖扣送人 说着 她扫了眼柜台上的袖扣摇了摇头 这些都太普通了 我听说店里有对黑钻袖扣 拿出来给我看看 店长戴着白手套 从保险柜中取出黑钻袖扣 小心翼翼地递给苏燕 这是一对菱形袖扣 薄金材质 上面镶嵌了数颗黑色钻石 镶嵌在正中间的是 估摸着有三颗拉大小的黑钻 散发着黑色深邃的光彩 苏燕觉得这对袖扣 是很适合芹菜叶的气质的 狗男人虽然私下和她相处的时候 张口就是昏画 但是在外面的时候 她整个人端的鲸鱼又金贵 店长介绍道 苏小姐 您知道 黑钻本就稀有 加上切割和抛光难度极高 所以黑钻视频本就罕见 这对袖扣一共用了88粒黑钻 中间的两颗主钻都超过了三颗拉 多少钱 苏燕问 这对袖扣的标价是1500万 按照惯例 苏小姐 您享受的是最高折扣92折 算下来是1380万 店长在计算器上按了几下 把价格报给苏燕 苏燕看了眼计算器 笑得勉强 1380万 她上次卖包剩下的500万 和卖粉钻得到的800万 加起来都不够买这对黑钻袖扣 她时升地道 太贵了 我卡里可没有那么多钱 店长只当她开玩笑 苏小姐 你买珠宝从来都是签单的 什么时候刷过卡啊 苏燕呵呵笑了几声 那不行 这次不一样 送人礼物总是要花自己的钱 才能显示出诚意 这对黑钻袖扣我是真买不起 或者你去帮我向上申请一下 看看能不能再便一些 话音刚落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把这对黑钻袖扣包起来 我买了 苏燕扭头 见许真荣一脸急要地 站在她不远处 这女人 今天是非要从她手里 截户一样东西才甘心吗 许真荣眼眸不屑地扫了苏燕一眼 语气带着嘲讽 我不像某些人 下人钱靠父母 下人后靠男人 自己没有本事挣钱 买对袖扣的钱都拿不出 苏燕扁了下唇 没反驳 毕竟许真荣说的是实话 她现在的确是还没有挣到 买这对黑钻袖扣的钱 许真荣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卡 苏燕打野一看 许真荣这次拿出来的 不是秦菜叶的金卡 她还真是准备用自己钱买 很有骨气嘛 苏燕攻摸着 许真荣在秦氏集团的年薪 应该是两到三百万之间 那她这是一口气 花了五年的工资啊 苏燕不由得有些替她心疼钱 想了想说 许副总 这对黑钻袖口的标价是一千五百万 用我的折扣 可以花一千三百八十万买下来 你要不要用我的折扣 店长在一旁笑着点头 理论上我们店是不允许借用折扣的 但是如果苏小姐帮您用她的名义买 您是可以享受她的折扣的 苏燕笑得热情 舔着脸说 可不是 你给我二十万好处费 我给你用我的折扣 这样你就只要花一千四百万 算下来还能节约一百万 咱们互利互惠 许真荣看着她格外刺眼地笑 耿着脖子道 你想得美 我才不让你平白无故赚二十万 说着 她把银行卡递给店长 冷着脸道 我按援价买 苏燕摇头感叹 这些人 明明书读得那么好 工作能力也出众 可买东西的时候 怎么一个个都上赶着做二百五 许真荣 你为了不让我挣二十万 宁愿亏一百万 你这一口气 争得可真是贵 许真荣白了她一眼 语气毫不客气 苏燕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要是用你的名义 买这副黑钻袖扣 购买单 服务质保卡上全部输你的名 看着就跟你买的礼物一样 苏燕一愣 她还真没有想到这一层 许真荣实在是高估她的智商了 过了片刻 店长将卡恭敬地递了回来 委婉地说 于是 这张卡的额度不够 许真荣面上微尬 从钱包里又抽出两张卡 说 三张卡分开刷 店长利落地刷完卡 将袖口包装精美后 装到袋子里递给许真荣 于是 质保卡和服务卡都在盒子里 另外需要再次提醒您的是 这对黑钻袖扣是不支持退货换货的 这时 沈宇竹拎着咖啡走进店铺 殷勤地递给苏燕一杯咖啡 表嫂 这杯是卡布奇诺 苏燕接过咖啡 转手递给店长 陈店长 你知道我不喝咖啡的 这杯卡布奇诺给你喝吧 他顿了顿 又说 你让财务今天就把这对黑钻袖扣的提成 打我卡上 店长喜笑颜开 应道 哎 好的 这对黑钻袖扣扣难卖 提成比较高 是10% 算下来是150万 我一会儿就给苏氏集团的财务发邮件 听见他们的对话 刚走到店门口的许真荣突然转过身 诧然道 苏氏集团 这家店是苏氏集团旗下的马 一旁的沈宇竹将一杯咖啡递给他 随口回答道 真荣姐 这家珠宝店是表嫂娘家的产业 你不知道吗 苏燕与其悠悠 黑钻不吉利 有价无事 这对黑钻袖扣都在店里割了好几年了 陈店长都快瞅出白头发了 许副总 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陈店长笑得何不拢嘴 二小姐 您以后可得多来店里溜达 您可真是个福星 许真荣面色骤变 又难堪又愤怒 拎着袋子的手隐隐颤抖 苏燕回头瞄了他一眼 其实许真荣也就只有眼形和脸形 和他有些像 别的地方和他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嘴唇 两个人是完全反着掌的 苏燕哪怕不笑的时候 嘴角都是微微向上翘着的 若是笑起来 脸颊上还会有两个梨窝 可许真荣的嘴是向下撇的 连接着两道不深不浅的法令纹 让整张脸看着有些干扁 面相带着胸又带着苦 而现在许真荣的面部表情猙獰 看着就更加刻薄了 苏燕转过脸 不再看他 指着柜台上的蓝宝石袖口说 陈店长 这对袖口不错 颜色挺干净的 多少钱 陈店长将蓝宝石袖口取出来 递给苏燕 是 这上面的蓝宝石颜色是很正的皇家蓝 价格刚好是150万 苏燕乐了 嘿嘿一笑 那打完折都不到150万 都花不完今天从黑钻袖口里挣的提成 真不错 许真荣的脸色更猙獰了 但许真荣和沈宇竹走后 苏燕掏出手机给银行打了个电话 挂释了秦餐叶的金卡 狗男人把他手上的金卡取消了 转头送给许真荣一张金卡 苏燕想到这里 又磨了两下厚草牙 这时 经理把蓝宝石袖口包好了递给苏燕 二小姐 这对袖口姑爷肯定会喜欢的 苏燕接过袋子 哼了一声 谁说要送给她了 她朝着柜台上一个钻石钵巾带夾 挪挪嘴 这个领带夹也给我包起来 我用我爸爸的名字签单 从购物中心走出来 苏燕拎着大包小包往秦氏集团走 这次前台一眼就认出了她 太太 您来了 苏燕点了点头 正要往总裁专用电梯走 就听前台对着门口恭敬的喊 秦总好 苏燕转身一看 秦菜叶迈着大长腿走了过来 并排走着的是 刚才和她一起在港市茶餐厅包间里吃饭的女人 往女人身上扫了眼 目测身高超过一米七 胸部看着超过C罩杯 两条大长腿又细又直 苏燕拒了下嘴 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人身材比她好 她又看向女人的脸 挺漂亮的 不过绝对没有她好看 于是 苏燕在身材上受挫的自信心 稍微找回来了些 第100章你配合我一下 苏燕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秦菜叶阔步走到苏燕跟前问 苏燕目光从她身侧的女人身上收了回来 淡淡到 林律师她一会儿就到 秦菜叶转身 对着身后的女人说 既然 那你也去准备一下吧 既然轻点了下头 静止走向员工电梯 苏燕感觉既然错身经过自己的时候 目光若有肆无地扫了她一眼 她不自觉地把腰杆挺得笔直 只是纵使她站得像君子 既然还是高了她一个额头 苏燕心里不禁有些后悔 今天没穿一双15厘米的细高跟鞋过来 秦菜叶眸光落在苏燕手上的几个袋子上 问 你逛街去了吗 买了什么 想到被她丢进垃圾桶的西装 苏燕对过去一个白眼 语气带着埋怨 你把林书琪的衣服丢了 我得去给她买个补偿礼物啊 秦菜叶崩起脸 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 语气带着几分讥讽又带着几分酸意 你可真是周到 苏燕没和她计较 把右手拎着的两个袋子递给她 莫 这两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秦菜叶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但脸色明显好了很多 伸手借过袋子 嘴上嘀咕着 离我生日还有好几天 你这么早给我干嘛 等我们分居了 我难不成还得来给你过生日 苏燕反问 秦菜叶脸色一瞬间黑了下来 冷声道 上楼吧 苏燕小跑步跟着她走进总裁专用电梯 狗男人 又走那么快 她腿又没有那个纪染肠 怎么跟得上她 现在还是午休时间 总裁办的秘书们吃了午饭 正在扎堆闲聊 哎 听说了吗 法无不空降了个美女经理 听说了 据说是秦总亲自去M国挖过来的 又是M国 秦总以前也是在M国读书的 说不定也是老乡时 众人忽看了眼 发出你懂我也懂的笑声 一个秘书眼间的看见 从总裁电梯里走出来的两人 朝着众人打了个眼色 众人立刻闭上了嘴 坐鸟收散的各回各的工位 进入总裁办公室 秦菜叶慢条四里的拆开珠宝盒 剑里面是一只设计简洁精致的钻石领带家 她抬眸看向苏燕手中的珠宝袋子 干咳了一声问 你送给林书琪的是什么 苏燕是很有分享欲的人 立马把盒子取出来 打开递到秦菜叶面前 是对蓝宝石袖扣 上面的蓝宝石橙色很不错的呢 你看是不是挺适合林律师的 秦菜叶目光扫了下蓝宝石袖扣 又落在自己手上的钻石领带家上 语气带着不高兴 为什么送她的是袖扣 送我的是领带家 狗男人是在挑剔她送的礼物吗 苏燕舔了下唇 轻哼了一声 因为有人会送你 袖扣 我不想跟人撞礼物 行了吧 秦菜叶身形一顿 没再纠结这个话题 朝着苏燕买的领带扬了下下额 我正好中午吃饭时候领带沾到油了 你给我系上你买的领带吧 苏燕朝她胸口瞄了一眼 笑着嘴道 哪有油腻污渍 我怎么看不见 秦菜叶脸上露出难以忍受的表情 这条领带颜色深 你看不出油腻痕迹罢了 其实有位挺熏人的 说吧 她抬手扯下脖子上的领带 把桌子上的新领带递给她 又说 你给我系 你领带打得好看 就你要求高 听见夸奖 苏燕嘴上虽带着抱怨 脸上却不自觉地挂起了得意的笑容 秦菜叶长得高 苏燕穿着平底鞋 跟她差了一个头 就只能垫着脚尖去勾她的脖子 可狗男人更故意为难她似的 站得直听听 也不弯腰低头迁就她的身高 苏燕吃力地点着脚 仰着头 语气不耐烦地道 秦菜叶 你这样我多累啊 你配合我一下 行不行 行 秦菜叶喉结滑动了一下 勾着唇 往前走了一步 贴到她面前 苏燕条件反射地往后缩 后面是办公桌 她的后腰直接被逼退到了桌檐上 身体被迫向后仰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秦菜叶单手环抱起她的腰 蓝腰将她拖到了办公桌上 苏燕坐在办公室桌上 双手抵扣在男人胸口 手里还拽着系到一半的领带 一下子睁住了 秦菜叶视线直直地落在她的唇带上 抬手捏住她的下巴 属于她的气息 瞬间将她包围 苏燕呼吸一下子乱了 结结巴巴问 秦菜叶 你 你要做什么 秦菜叶没有说话 轻声吻上了她的唇绊 苏燕被她弄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乖顺地任由她亲吻着 过了许久 秦菜叶嘴唇离开了她的唇绊 深邃的眼眸对上她水润润的眼睛 嗓音低沉且雌性 还要签分居协议吗 苏燕一下子回过了神 她垂下眼眸 动作十分娴熟地把领带系好 随后重新抬眸回看着男人 秦菜叶 原本你是要娶我姐姐的 只是因为 嗯 那个特殊原因 才换成了我 我刚大学毕业 稀里糊涂的就和你结婚了 婚礼前我们只接触了一个礼拜 其实直到结婚那天 我看见婚礼现场的牌子 我才知道你的名字该怎么写 现在结婚一年了 哪怕我们做着刚才那样亲密的事 我对你还是很陌生 你瞧 我最近才知道 你有个一个五岁的孩子 然后我又稀里糊涂做了后妈 她断了几秒 继续说 秦菜叶 我不想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下去了 我想过我自己的人生 我们还是分开吧 这时 叩叩 总裁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一里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 秦总 林律师到了 秦菜叶视线在苏彦脸上盯了一秒 随后退开身 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机 对着电话那头说 既然 你来一下总裁办公室 苏彦吐出口气 从办公桌上跳下来 整理了下 在刚才的纠缠中被扯乱的衣领 秦菜叶又看了她一眼 转眸对着外面应了一声 带林律师进来吧 一里带着林淑琪走进总裁办公室 林淑琪对着秦菜叶 礼节性地点了下头 转头看向苏彦时 眸光一致 苏彦脸色明显泛着红 嘴上的唇膏有些斑驳 呼吸带着微喘 林淑琪敏锐地察觉到 刚才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 目光在撇到苏彦脖子上 隐隐透出的吻痕石 眼眸没了下来 苏彦把办公桌上的 蓝宝石袖扣递给林淑琪 客气地道 林律师 上次我毁了你的白色西服 这次我又不小心 把你的浅灰色西服弄丢了 这对袖扣请你收下 算我对你的补偿了 也谢谢你一直帮我忙 实在不好意思 我总是麻烦你 你的事 对我来说 不是麻烦 林淑琪眼角扫了眼 脸色沉下来的琴餐叶 结果苏彦手上的宝蓝色袖扣 直接戴上 接过林淑琪手上的袖扣 一侧的秦灿叶 一把扯过林淑琪的右手腕 将袖扣扒搭搭扣上 她黑着脸 咬牙说 林律师 我替你戴 林淑琪手腕被她捏得顿痛 脸上笑容立刻淡了下来 她用了点暗镜 甩开秦灿叶的手掌 苏彦目光落在林淑琪 唇角淡淡的淤青上 没有注意到两人手上的动作 她眯着眼睛瞅了瞅 问林律师 你嘴角怎么有伤啊 林淑琪神色顿了下 温笑着说 没事 前几天不小心碰的 秦灿叶吃笑 林律师 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才被碰到的吧 纵使苏彦反应在迟钝 这下也感受到了 两个男人之间 剑拔弩张的气氛 她想了想 秦灿叶该是因为 她找林淑琪帮忙处理 分居协议的事情 而迁怒林淑琪 她一本正经地说 秦灿叶 林律师说的话 都是有法律根据的 秦灿叶 林淑琪是根据哪条法律 来跑到她面前 说喜欢她老婆的 这时 叩叩 总裁办公室的门 再次被敲响 秦灿叶唇角微微勾了下 对着门口的人说 静 伴随着高跟鞋的声音 寄然直直地朝着办公室 中间站立的男人走去 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几秒 随后出声打招呼 林律师 好久不见 听见声音 林淑琪身体一僵 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握了下 她缓缓转身看向来人 第101章学长和学妹的关系 四人端坐在 总裁办公室的长堂会议周边 苏燕和林淑琪在一侧 秦灿叶和纪染在一侧 苏燕看了眼身侧的林淑琪 又看了眼斜对面的纪染 低声问 林律师 你认识这位纪律师吗 林淑琪修长的手指顿了一秒 笨了一声 随后继续翻阅着手上的鞋议 秦灿叶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悠悠地道 林律师和纪律师时同学 苏燕呕呕了一声 拿起杯子喝了口水 都是A大法 学院的 秦灿叶轻轻放下杯子 对着苏燕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俩关系就跟顾瑶和你一样 嗨嗨 苏燕被水枪到气管 咳得脸色通红 秦灿叶拧了下眉 起身轻拍着他的背 继续悠悠地说 学长和学妹的关系 嗨嗨 苏燕咳得差点喘不过气 狗男人说话大喘气 吓死他了 他止住了咳 捏了秦灿叶一眼 你直接说纪律师和沈宇竹一样 都是林律师A大法学院的学妹 不就得了 干嘛绕到我身上 秦灿叶呵呵了两声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这时候 林舒奇放下了手里的协议 开口说 原本协议里的第六条内容 互不干预对方的情感与两性生活 为什么删除了 他的话是朝着秦灿叶说的 但秦灿叶抿着咖啡没有回复他 既然张口回答 秦先生 秦太太只是分居 并不是离婚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两人仍需要对彼此忠诚 林律师 你应该对此也清楚 即使有分居协议 双方也不可以出轨 否则法院可以判决离婚 林舒奇不言语 这一点他当然清楚 他故意设定第六条内容 就是希望给苏彦留一个提起离婚诉讼的机会 既然勾着前校 转头对着苏彦说 秦太太 你和秦先生的婚姻涉及到两家公司的形象 所以你们的分居 对外也需要做保密处理 分居后 在秦先生需要您陪伴出席的场合 您需要配合出席 作为补偿 秦先生愿意将协议中原定的每个月 十万生活费提高到二十万 秦太太 您看可以吗 苏彦思索了几秒 她和秦残业分居的事的确不能让外人知道 若是让苏立生知道了 肯定要收拾她 她点了点头道 可以 林舒奇默了默 又说 按照法律规定 因感情不合 分居满两年 可以申请离婚 那我们就在分居协议上加上一条 分居两年后 若女方有离婚要求 男方续无条件配合 分居时间则从明天开始算 说完 她转头在苏彦耳边低语 到时候 你和秦先生也可以保密离婚 就和现在的保密分居一样 不对外公开 林舒奇声音虽是压低了 但总裁办公室环境安静 她这个话还是清清楚楚 一字不差地传到了对面秦灿业的耳朵里 秦灿业舔了舔后草牙 视线紧紧地盯着对面的苏彦 苏彦自觉自己是不够聪明的 这种专业的事情 就该交给专业的律师处理 她又点了点头 好的 林律师 你比较专业 我听你的 秦灿业放在会议桌下的左手猛的钻井 咔咔咔 苏彦往桌子底下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声音 既然侧过头 对着秦灿业解释说 秦总 按照法律规定 两年的分居时间必须是连续计算的 也就是说 若您和秦太太中途又同居了 那么时间就清零 分居时间需要从你们再次分居后的第二日重新计算 且数次的分居时间是不可以累加计算的 秦灿业听完 神色松了下来 清汗了下手 应了声 好 把这些都写在协议上 分居协议很快被重新拟好打印了出来 苏彦握着手中的笔 深吸了一口气 在女方栏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秦灿业手上的笔没有动 待苏彦把她面前的那份协议签好后 她才低头在面前的协议上划了几笔 既然起身 将两人面前的协议兑换了一下 苏彦看着南方签名栏上的字迹 纸笔的手突然顿了下 结婚后 苏彦在很多地方消费 都是用秦灿业的名字签单 为此 秦灿业特意教她模仿她的签名 她记得 她在书桌前搂着她 教她签名的时候 没写几笔 她就扣着她的头亲了下来 亲了一会儿 她就把她转个身 让她坐到书桌上 就像今天她抱着 她坐在这间办公室的办公桌那样 那个姿势下 她只要微微低一下头 就能亲到她的唇 可以毫不费力地和她接吻 想亲多久就多久 苏彦觉得 不管他们夫妻之间 有没有感情 秦灿业对她的身体 肯定是有感情的 要不然也不会昨晚 还拉着她在警喜公寓坐那时 她微叹了口气 她也是个没骨气的 签分居协议 签还和她做这些暧昧不清的事 签完这个分居协议 她可不能再这样了 见她只在那不动笔 林书琦轻声问 苏彦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苏彦回过神 在协议上快速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签好了 秦灿业抬眸看了她一眼 也在协议上落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也签好了 看着两份协议 苏彦咽了下口水 一瞬间感觉不太真实 比起上一次 她只身一人 来这间办公室 找秦灿业签 离婚协议时候的鲨鱼而归 这次也未免太顺利了吧 林书琦整理好东西 对着呆愣愣的苏彦说 苏彦 我送 话没说完 对面的寄染笑着说 林师兄 这么久不见 晚上不请我吃顿饭吗 苏彦很识笑 连忙说 林律师 我说就停在附近 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 今天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苏彦知道林书琦 不会收她律师费 所以也没提这查 这也是她今天 特意选了个 一百多万的蓝宝石袖扣 送给林书琦的原因 果然林书琦抬了下手腕 笑得温和 我收了你这么贵重的袖扣 以后有事 你尽管找我 我就是你的专属律师了 恕不远送 林律师 秦灿叶眼皮不抬 在办公桌后 冷冷地下注客令 来总裁办公室里 只剩下了苏彦和秦灿叶 也不知怎么当 苏彦觉得 只要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 气氛就莫名地变了颜色 她偷偷瞟了眼 坐在办公桌后 翻阅文件的男人 咽了口唾沫道 秦灿叶 我不打扰你工作 我先走了 没等他迈开腿 身后传来男人低沉的一声 站住 第102章 你要和我吃散伙饭 苏彦 你在办公室等我一会儿 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 身后传来秦灿叶 不经不重的声音 苏彦顿住脚步 扭头瞪着眼珠子 看向她 秦灿叶 你要和我吃散伙饭 秦灿叶眉心跳了跳 沉声纠正 什么散伙饭 我们只是分居 不是离婚 她盯着她看了几秒 把视线重新露到手中的文件上 捏着眉心道 很久没有吃你做的饭了 晚上去景喜公寓 给我做顿饭吧 苏彦脸颊抽搐 她做饭什么水平 秦灿叶是最清楚的 秦灿叶 你没开玩笑吧 你要吃我做的饭 狗都不吃她做的饭菜 狗男人居然说想吃 她味觉没有毛病吧 秦灿叶没有继续聊这个话题 她便翻着手里的文件 便说 我再处理几份文件 一会儿和你一起去买食材 她都做出安排了 苏彦也不好拒绝 只能乖乖地坐在办公室中间的沙发上等她 秦总 国庆节期间的数据报表整理好了 门口传来女人的声音 苏彦不用扭头看 就知道是谁 她控制不住地比了下嘴 进来吧 秦灿叶也没有抬头 苏彦自顾自地拿起手机 刷着八卦新闻 不去看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人 关于Peter的爆料帖子 虽然在国庆节时候就被压了下来 但估计是节后第一天 大家心思都不在工作上 就逮着这么件事情反复地嚼 热搜第一条是关于Peter性取向的讨论 有说他喜欢男的 有说他喜欢女的 也有说他男女同吃 网友这么讨论着 就又把Peter的绯闻对象 一个个拎出来过了一遍 苏彦是Peter的绯闻对象之一 代号是某妙龄豪门少妇 配图是她参加 许微微服装发布会时候的照片 照片上打着厚厚的马赛克 勉强能区分出男女性别 光凭这模糊的称呼 和处理过的照片 网友也对不上苏彦的真实身份 所以苏彦也不在意 只是这次的事情 对盛色工作室打击巨大 虽然Peter发了澄清说明 但是一些爱惜羽毛的艺人 还是跟工作室解约了 秦总 这几个数据 我要和你特别说明一下 这女人的声音实在是太角楼造作了 苏彦忍不住抬头朝声援处横了一眼 这一眼 就看见许真荣般弯着腰 凑到秦灿叶跟前 这个动作下 她下垂的衣领处 露出一大片白泥诱人的好风景 秦灿叶此时坐在椅子上 垂着眸只盯着报表上的数字看 可若是她轻轻掀一下眼皮 就能正对上那一处好风光 这时 秦灿叶又和许真荣说了几句话 是苏彦完全听不懂的商业上的问题 许真荣对答如流 秦灿叶挺满意地点的下头 苏彦看了他们片刻 转过脸 忽然的心里堵得慌 也看不进手机上的八卦新闻了 趴得把手机丢到茶几上 听见响声 秦灿叶放下手里的报表 起身看向她 问 苏彦 你怎么了 苏彦脸色不太好看 声音也不好听 闷闷地说 太无聊了 你什么时候下班 再等我一个小时 秦灿叶抬起手腕看了下时间 又说 你累不累 累的话去休息室躺一会儿吧 苏彦脸色更不好了 这是嫌她在办公室里无用又碍眼 打发她去休息室嘛 再看许真荣挑着细眉 一脸不细地看着她 苏彦只觉得快被心里那一口气 噎死了 她慢悠悠地起身 故意捶了两下腰 边往休息室走 边娇撑着抱怨 你还好意思问我累不累 我昨晚被你折腾了一夜 能不累吗 眼角扫到许真荣一下子倾下来的脸 苏彦觉得心里那口气 莫名地疏解了些 可走进休息室后 她又觉得自己真是幼稚 就只会用这种事来弃许真荣嘛 在床上坐了几分钟 她打开床头柜 更加幼稚地数了 鼠里面避孕套的个数 嗯 很好 一个都没少 可转念一想 许真荣应该是巴不得 在怀上一个孩子吧 苏彦心里的那口气又聚集了起来 支着耳朵听着外面办公室里的动静 那两人似乎是一直在聊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 苏彦隐约听见许真荣提了佩玲两个字 接着是秦灿叶低沉的说话声 苏彦心口一颤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的脑袋都快伸到休息室外了 可也听不清这两个人 激里咕噜具体说了些什么 她突然自嘲起来 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她和秦灿叶都签分居协议了 她干嘛要在意这些 意识到这一点 她心里没有气了 许而代之的是一股理不清的烦躁 她深呼吸了几口气 用被子蒙住了同样混乱的脑袋 昨晚确实是折腾得太狠了 闷在被子里没有几分钟 苏彦就真的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很沉 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喊了她一声 她眼皮很重 睁不开眼 索性哼起了两声 表示还要继续睡觉 那人没有再喊她 只是渐渐地周围的温度变高了 苏彦觉得身上酸酸软软的 还有些痒有些麻 不过很快这种感觉又消失了 周围的温度却没有退下 苏彦觉得暖哄哄的怪舒服 下意识地往热源处拱了拱 苏彦是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的 伸手在枕头边乱摸 摸到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脑子一个机灵 睁开眼 她果然看见秦灿叶就睡在旁边 一只手臂还霸倒横在她的腰上 对于刚签了分居协议的两人来说 苏彦觉得现在的场面有点不合适 这也太不尊重分居协议了 这时 秦灿叶也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她眯着眼对上苏彦万般纠结的眼神 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 直接按了接听 喂 电话那头沈月之语气有些着急 灿叶 网上那个新闻是不是真的 苏彦是不是和那个男人有纠缠 秦灿叶瞥了眼还在发呆的女人 淡淡地说 那个造型师不喜欢女人 我不是说这个事 我问的是网上才报出来那条的新闻 沈月之说着 渐渐地有些气急败坏 苏彦她太不像话了 第103章有人在偷拍我们 总裁办公室 义里和公关部总监战战兢兢地坐着汇报 秦灿叶黑沉着一张脸坐在办公桌后 苏彦脸色煞白地坐着办公室中间的沙发上 两眼直直地看着手机上的八卦新闻 标题是豪门少妇与新润华家叶三土旧情复燃 这条新闻先挖掘出了苏彦和顾瑶在大学时候的恋情 又爆料苏彦和顾瑶近期旧情复燃 有他们在海边度假村约会的照片为证据 更爆出顾瑶的早期化作联衣和近期星座 海面化的都是苏彦的裸背 而苏彦之前参加许微微服装发布会时候 穿着漏背裙的照片也被贴了出来 后腰上的两只蝴蝶纹身一模一样 太太 公关部总监突然喊了苏彦一声 请您务必如实回答我几个问题 这样公关部才好发公开声明 苏彦回过神 摁了一声 公关部总监咽了咽口水问 太太 八卦新闻上说的 这是我穿那条裙子的照片 照片上苏彦穿着一条性感热辣的吊带露背裙 侧身站在阳光下 公关部总监看了一眼 刚要把手机递还回去 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咳嗽 他赶紧把手机转递给办公中后的男人 秦餐叶接过手机 绷着下了线看了照片好几秒 随后对着公关部总监沉声说了两个字 继续 公关部总监深吸一口气 问 太太您跟顾瑶近期是否在海边 约 额 眼角扫到秦总清黑的脸 他赶紧打住话头 想了片刻 找了个委婉的词继续问 太太您跟顾瑶近期是否在海边 和见过面呢 苏彦犹豫了一秒 舔了舔唇 老实回答 国庆节前几天 我们在云海度假村见过面 话音刚落 总裁办公室里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秦探探紧攥着双手 面若寒冰地看向苏彦 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公关部总监赶紧追问 太太 您和顾瑶是偶遇还是 还是 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些词穷 当着秦总的面 这些问题可真不好问 虽然公关部总监的问题只问了一半 但苏彦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 连忙解释说 不是约会 我们只是偶遇 那几天我在云海度假村陪我爸爸疗养 顾瑶刚好在海边做画 我们就只打个招呼 问题问完 公关部总监转头 秦总 我一会儿就起草澄清声明 只是太太和顾瑶在云海度假村偶遇 顾瑶在海边又差好画了一幅太太的背影画 公众很容易曲解为 这是九情复燃的约会 最好的公关处理办法 还是联系到画家顾瑶也发一个澄清声明 义里说 我暂时还没有联系上顾瑶的经纪人 Azabella和顾瑶本人 秦灿叶不吭声 过了许久 他眉眼深邃地看向苏彦 不走了 和我去对面购物中心买些食材 回景喜公寓做饭 啊 苏彦瞪大眼睛 用扭头张着嘴看着秦灿叶 这个时候了 他还不忘让他做饭啊 他就那么爱吃他做的饭吗 公关部总监像是领悟到了什么 点头应道 好的 秦总 我立马去安排 秦灿叶站起身 搂着苏彦的肩膀 带着他离开的总裁办公室 外面的总裁办秘书们 带他们两人坐着总裁专用电梯离开后 扎堆聚集到了一起 哎 看见新闻了吗 新闻说太太和画家是校园情侣 因为太太联姻嫁给了秦总 才和画家分手的 哇 那个画家好吃情 画了太太好多画 听说还有裸画呢 据说太太和那个画家旧情复燃了 还被派到一起度假 太太跟秦总前段时间还闹过离婚传言 他们婚姻肯定有问题 八卦瞎邪的吧 看秦总跟太太出去的样子 挺温爱的 不像婚姻有问题呀 苏彦看着满满当当的购物车 嘴角抽搐 一顿两个人的晚餐 秦灿叶是打算让他做几个菜 看见他让超市阿姨捞出一只波斯顿龙虾 苏彦赶紧出声阻止 秦灿叶 你太看得起我了 你看我像是会做这种硬菜的人吗 秦灿叶垂眸看了他一眼 伸手在他头顶揉了揉 语气宠溺 龙虾我来做 你做几道你拿手的菜就行 苏彦哑然 他煎鸡蛋都能煎糊 能有什么拿手菜 余光撇到货家旁拿着相机的两个人 苏彦倾出了下眉 声音稍微压低 秦灿叶 有人在偷拍我们 嗯 男人不以为意 苏彦抬手遮住自己的脸 又提醒了一遍 秦灿叶 货家那边有人在偷拍我们 秦灿叶伸手把他的手拽了下来 然后顺势搂住他的腰 俯身凑到他耳边低语 那你笑得好看些 这个姿势下 两个人看着很是亲密 超市阿姨处理好波斯顿龙虾 递给秦灿叶 顺便感叹了句 你们是新婚吧 看着可真是恩爱啊 苏彦一瞬间反应过来 秦灿叶 货家那边偷拍的人是你安排的 男人又嗡了一声 嘴唇微动 这几天 你待在我身边 样子表现得亲密些 今天才签分居协议 就又闹出这档子事 苏彦无奈地呜了一声 又考虑了一下 问要几天啊 秦灿叶停顿了几秒 含含糊糊地回 到网上关于我们婚姻不合的传言消失 听了这话 苏彦眨了眨眼 然后闭上眼 踮起脚尖 在着她的嘴唇上倾着了一下 她扭头朝着货家那边的两人看了一眼 低声问 秦灿叶 你说他们拍到了吗 秦灿叶被她突如其来 被一吻给争住了 将了好久 随后一把将她扯到环里 低头用力地吻了上去 这一吻 足足有三分钟 站在对面的超市阿姨 羞红了脸不敢看 货家旁的两个人狂按相机快门 第104章 感情看着很好啊 秦灿叶刷卡结了账 拎着几袋子食材 走出了购物中心 苏彦在购物中心门口等了等 见跟派的两人也跟了出来 就朝前面人 娇嘀嘀嘀地喊了声 老公 别走那么快啊 你等等我 秦灿叶顿住脚步 扭头看着她蹦蹦跳跳地走过来 带她靠到身侧 左手自然地牵住她的手 两人故意没有开车 就这么手牵手离开购物中心 步行走去惊喜公寓 购物中心四楼的西餐厅 靠窗边坐着的寄染 看着楼下的一男一女 沟纯笑了笑 秦总和秦太太感情看着很好啊 他们两人的分居 应该也就是闹着玩的 坐在她对面的林书奇 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刚好看见苏彦 在那晃动着身子 说了几句话 看着像是在对着前面的秦菜叶撒娇 秦菜叶似乎是嫌弃她走路摩基 把左手的购物袋 都并到了右手中 伸出左手拉着苏彦的手 苏彦乖巧地被她牵着 加快了些脚步跟着她走 林书奇收回视线 目光重新落在手机屏幕上 那条八卦新闻的热度还没有下来 不过随着秦菜叶和苏彦 恩爱逛街的路透照传出 网上的舆论变得正向了一些 自打在餐厅里落座 两人除了在点菜的时候 简单交流了几句 林书奇就没有主动开过口 既然端起面前的红酒杯抿了一口 起了个新话题 阿奇 我记得你不爱喝这种甜心鸡尾酒啊 刚才点单的时候 林书奇点了一杯夜灵飘香鸡尾酒 这种鸡尾酒 由老母酒 椰汁 波罗汁调制 口感甜腻 既然觉得这不该是她的口味 林书奇端起酒杯喝了几口 脑海里浮现苏彦 在许葳葳秀展庆宫酒会上 拿着夜灵飘香鸡尾酒的样子 她顿了会儿说 之前看人喝着挺好喝的样子 我设施 发现确实挺好喝的 既然抿了下唇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她想也不用 想就能猜到林书奇口中的人是个女人 若是再问下去 就是自讨没去了 买单 林书奇喊来了服务员 又对着既然说 你慢慢吃 我有事要处理 就先走了 说完 她结了站 起身离开 既然看着林书奇的身影 消失戏餐厅 继续慢调私里的用餐 分分合合这么些年 以往林书奇身边也出现过别的女人 她这一次也毫不担心 这边紧细公寓的厨房 秦灿叶脱下西装 摘下袖扣 把衬衣袖口卷到小臂位置 苏彦眼神不由地落在她精壮结实的小臂上 咽了口唾沫问 秦灿叶 你会做饭吗 不会 男人回答得很实诚 苏彦微醋了下眉 问 那你准备怎么做波斯顿龙虾 秦灿叶自顾自翻了翻手机 回答得挺镇定 照着食谱做 苏彦把沙拉办好放在一侧 勾唇清喝了一声 秦灿叶 我跟你说啊 做饭没那么简单的 你沙拉做好了 就去客厅看电视吧 我做好了喊你 苏彦没再说话 摘下围裙走到客厅 不过她也没有看电视 而是坐在沙发上刷手机 江州本地八卦新闻前十条 都是和她相关的 也不知怎么的 即使秦氏集团公关部已经出手了 关于她和顾瑶的绯闻 还是呈现铺天盖地的趋势 苏彦隐约觉得 事情闹得那么大 是有人为推动的原因 退出新闻软件 她打开聊天软件 看见几百条未读信息 熟悉的 不熟悉的人 都是来跟她打听绯闻的 苏彦只给姐姐苏恋 米丽 皮特简单回复了下 她庆幸苏立生 在云海度假村疗养 还不知道这个绯闻 至于秦家那边 自有秦餐业去处理 手机来了一通电话 苏彦按了接听按钮 林律师 电话那头 林书琦没什么废话 直接问 苏彦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有人跟踪你 苏彦一下子想到 那辆黑色本田轿车 有 我昨天发现 有两个人 一直开车跟着我 他们自称是 江州八卦头套的记者 我还拍了他们 两个人的照片跟车牌 你把他们的照片发给我 林书琦顿了一秒问 苏彦 你最近和什么人有过节吗 苏彦朝出方方向瞟了一眼 她还能跟谁有过节 但这种事毕竟是家丑 也不好对外说 她想了想到 林律师 你知道我和秦参业的婚姻情况 比较复杂 林书琦自然是听懂了她的意思 也不用她继续往下说 她转了个话题道 苏彦 徐庆梅离开秦家后 去了一家姓白的人家 做育儿嫂 秦佩玲被送去了寄宿幼儿园 秦家也用不着育儿嫂了 徐庆梅虽然只干了半个月 但沈月之还是大方地 给了她一个月的薪资 这些事苏彦是听沈月之主动说的 但徐庆梅离开秦家后 去了哪里 她倒是不知道 不过林书琦现在提着茶 肯定不是为了和她传聊天 苏彦思索了一会儿 她认识的人里 姓白的就只有秦家二房媳妇白雪晴 林律师 是秦参业的堂弟媳妇 白雪晴的男家吗 林书琦喊了一声 我调查过了 白家最小的孩子都已经15岁了 根本用不着育儿嫂 她随后直截了当地指出 苏彦 那天晚上抓伤秦佩玲的人 肯定是住在秦家的人 林律师 你是说是白雪晴抓伤的秦佩玲吗 不可能 白雪晴不可能这么做 苏彦下意识地摇头 她跟白雪晴关系虽然不算亲厚 但自打她给白雪晴 做过一次人肉垫子 她能感觉出来 白雪晴对她还是很友好的 白雪晴对秦佩玲的出现 肯定是不爽的 可苏彦不相信白雪晴 会故意抓伤秦佩玲来栽赃她 这时厨房里传来喊声 苏彦 你进来一下 帮我看看该放什么调料 秦菜叶的嗓门不小 林书琪在电话那头 听得一惊二楚 她微微争了一下问 苏彦 你现在和秦先生在一起吗 你们 今天绯闻出来后 外界又在传我跟秦菜叶不合 这几天我跟她没有办法分开 苏彦简单说了下情况 林律师 谢谢你 帮我调查 那我先挂了 苏彦挂了电话 往厨房方向走 见秦菜叶已经做好了龙虾一面 并且都装到了盘子里 龙虾和一面上 做好了吗 还问我怎么放调料 秦菜叶没看她 端着盘子往餐厅方向走 该吃饭了 还打什么电话 秦菜叶做的龙虾一面 不仅卖相不错 味道也相当不错 苏彦嘴里咬着入味的龙虾肉 心里忍不住感叹 这学霸就是做什么都强 照着食谱都能做出来一道大菜 眼角撇了一眼 她办的沙拉 这一笔她做的菜真是没眼看 秦菜叶倒是毫不在意 一口一口地吃着沙拉 狗男人莫不是味觉真有问题 苏彦倒了杯水都给她 忍不住问 不觉得闲 嘛 闲 秦菜叶接过水杯 一口气灌下 抬眸直直地看向她 突然问 苏彦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景吗 第105章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苏彦当然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时候她刚大学毕业 每天都是睡到日上三干 起床书席打扮后再和顾瑶约会 那天她化好妆刚要出门 就接到苏力生的电话 让她去F酒店给她送文件 原本在苏力生面前 她都是穿得很保守的 可那天她赶着跟顾瑶看电影 也来不及换衣服了 去书房拿了苏力生说的文件 就往F酒店赶 本想把文件交给酒店服务员就离开的 可苏力生又给她打了电话 让她亲自把文件送进包厢 包厢门打开的那一刻 苏彦傻眼了 包厢里没有苏力生 只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秦菜叶 其实苏彦第一眼看见秦菜叶的时候 被她的皮像给惊了一瞬 义大的帅哥很多 顾瑶就长得挺帅的 但秦菜叶比苏彦在一大见过的 任何一个男人都要英俊 瞎上她气质出众 就显得格外的出挑 苏彦不由地多欣赏了两眼 才说 不好意思 我走错房间了 房间里男人明显也争愣住了 但很快出声喊住了她 是苏彦吗 是 苏彦扭头 秦菜叶起身很绅士地 替她拉开了对面的椅子 看着她说 苏彦 你没有走错房间 我是秦菜叶 苏彦反应过来了 什么送文件 合着苏力生是给她安排了相亲 苏力生一直都反对她和顾瑶在一起 之前给她安排过几次相亲 只是她都不肯去罢了 估计是怕她这次又不肯来相亲 索性用送文件的借口 把她骗了过来 苏力生安排的相亲对象 出声肯定不会差 两家说不定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苏彦也不好意思直接甩脸走人 只能在秦菜叶对面坐下 这种情况 要让对方看不上她才行 正好是饭点 秦菜叶把菜单递给她 问 你喜欢吃什么菜 苏彦不接菜单 笑了笑说 我随便 你看着点吧 秦菜叶把服务员喊进包厢 黑浆牛柳 苏彦立刻轻咳了一声 语气不乐意 我不爱吃牛肉 那就吃鸡肉吧 公保鸡丁可以吗 苏彦立马扁了下嘴说 吃辣的对皮肤不好 我可不想整痘痘 秦菜叶看了她一眼 挺有耐心的问 锅包肉吃吗 苏彦嫌弃的移了一声 又甜又油腻 热量又高 说完 她瞄了对面人一眼 秦菜叶修养挺好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 倒是她一旁的服务员脸上 露出了不耐的神色 秦菜叶把菜单重新递给她 说 苏彦 你来点吧 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 苏彦依旧不接菜单 姿态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语气懒洋洋 你点吧 我随便吃什么 秦菜叶看了她几秒 放下菜单 说 那就不吃饭了 点些喝的吧 好啊 苏彦应了声 又道 你来点吧 我随便 你喝咖啡吗 哎呦 那么苦 喜欢什么果汁 随便 你来点 橙汁 好酸的 对面男服务员听不下去了 太阳雪明显地跳动了几下 苏彦目光滑到秦菜叶脸上 见她依旧面部改色 她抬手看了下时间 再过半小时 电影就要开场了 她可没有工夫跟她继续耗了 好热啊 苏彦喊了一声 象征性地用手扇了扇风 然后脱下身上的防晒衫 她里面穿的是一条低胸吊带裙 款式性感 她故意挺直了背 把护制欲出的胸部靠在桌子上 她就不信这个男人还能忍 果然秦菜叶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沉声对着身侧看直了眼的男服务员道 把空调温度调到16度 再送两杯柠檬水进来 苏彦看着她明显变得铁金的脸 心里偷着乐 故意娇媚放荡地笑了几声 早知道今天这么热 我就穿得更清凉一些 哎 你知道吗 我身上这条裙子 是我衣柜里最保守的一条裙子 见男人不说话 她故意抬起双手颠了颠胸 挑眉道 花了一百万做的小左和小右 是不是很逼真 做的 男人声音很沉 对啊 苏彦语气夸张 我这张脸也是做的 整得不错吧 我和你说 我以前鼻子可塌了 秦菜叶没有接她的话茬 揉了揉眉骨问 你不冷吗 包厢内空调温度调到16度后 苏彦都快冻死了 皮肤上堵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但她咬了咬牙 摇头说 不冷啊 我习惯了 大冬天我都是穿超短裙的 秦菜叶瞟了眼 她动得开始发抖的肩膀 不急不缓地问 你对结婚戒指有什么要求吗 苏彦实在是太想赶紧结束这场相亲了 故意往夸张里说 有啊 起码得超过十克拉 不能是普通钻石 必须是蓝钻 粉钻这类的稀有钻石 总之 越贵越好 矫情 没礼貌 放荡 拜金 苏彦觉得自己这次相亲表现 也算是五毒俱全了 她就不幸面前这个男人能看上她 这时 然后准备编辑一条短信发给她 让她先进电影院 秦菜叶忽然开口 我们的婚期定在下个月初 你没有意见吧 苏彦正在编辑短信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等回过神的时候 她被惊出了计较 你说什么 等苏彦回到家后才知道 行 苏两家早就确认了要联姻 只是姐姐苏彦的八字和秦菜叶不合适 就换成了她 想到这些 苏彦觉得没胃口了 她微叹了口气说 和你在F酒店包厢见面的那次 我还以为我们只是在相亲 没想到一周后我就嫁给你了 听她说完 秦菜叶唇角压了压 她是真的什么也不记得 第106章第一次见面是在五年前 苏彦是很识相的人 既然秦菜叶做了龙虾一面 那么餐后自然是由她打扫收拾 饭后 她扎了得松松垮垮的丸子头 有模有样地围上围裙 收拾好饭桌 然后端着碗筷往厨房走 秦菜叶倚靠在厨房门口 看着她哼着小调把碗筷摆进洗碗机 嘴角不自觉地勾了起来 她走过去 直接从背后环抱住苏彦的腰 像情人似的在她耳边撕磨 嘴唇贴到她耳边呢喃了一声 苏彦 苏彦被她吓了一大跳 条件反噬地偏过头 然后挣扎了几下 秦菜叶你做什么 秦菜叶没有说话 也没有给她挣脱的机会 直接大力把她转了过来 和她面对面 苏彦赶紧抬手撑开她靠近的胸膛 深吸一口气道 秦菜叶 我们下午签了分局协议 在外面是要假装亲密做给人看 可私下里再做这些举动就不合适了 秦菜叶松开了她的肩膀 乌黑深邃的眼眸直直地看着她 眼神中带着些浅犬 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意 苏彦侧眸看向她 突然觉得她现在的表情 看着有些莫名的深情款款 秦菜叶嗓音有些沙哑 苏彦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五年前 之后 她找了她四年 差点以为这辈子都找不到她了 五年前 苏彦诧然 想了想又说 五年前的时候 你正何许 没等苏彦说完 门口传来急速地敲门声 带着女人焦急地喊声 阿叶 阿叶 苏彦一下子就听出是谁的声音 可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她眉头一瞬间锁了起来 对着秦菜叶冷冷地道 是来找你的 去开门吧 说着 她侧身把洗碗机的开关打开 洗碗机轰隆隆地运作声 盖住了大门外女人的呼唤声 秦菜叶垂眸又看了她几秒 转身走出厨房 苏彦听见大门打开的声音 紧接着许真荣哭哭啼啼的说话声 还有男人低沉的安抚声传了过来 她觉得听得心里烦躁 走到厨房门口 把厨房门砰得关上 又过了几分钟 伴随着一阵沉沉的脚步声 半透明的厨房玻璃门上 透出男人模糊的身影 厨房门把手被挪动了一下 门却没有被推开 隔着厨房门 秦菜叶说 苏彦 佩玲发烧了 我去寄宿幼儿园接她 你一会儿早点休息 苏彦没有开门 只浅浅地摁了一下 也不管她听没听见 秦菜叶又在门口站了几秒 才转身离开 苏彦听见她走前 似乎是低叹了一声 她在厨房发呆 到洗碗机工作完毕 景喜公寓里 空空荡荡的 苏彦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她靠坐在沙发上 两眼呆愣愣地盯着电视机 根本看不进电视机上方的内容 这时 苏彦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将目光落在亮着的手机屏幕上 是个陌生号码 她没有接 直到电话又响了几遍 苏彦参了接听按钮 语气不耐烦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秦太太 是我 Isabella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和你当面聊一下网络上的绯闻 这个事 你和秦氏集团的公关部聊吧 苏彦说完 就要挂电话 哎 你别挂 电话那头的Isabella语气有些着急 这个事 必须得和你沟通才行 毕竟有些事不方便让别人知道 苏彦沉默了两秒 然后说 把见面地点发给我 挂了电话 苏彦打车去了F酒店 Isabella坐在F酒店的餐厅里 还是上次那个位置 看见走过来的苏彦 她没有起身 笑了笑说 秦太太 请坐 先榨橙汁给你点好了 苏彦瞄了眼面前的橙汁 绷着脸道 秦氏集团的公关部说 你不同意发澄清声明 你是想借着我跟顾瑶的绯闻 来给顾瑶的新画展炒热度吗 Isabella吃的笑了一下 秦太太 借我十个胆子 也不敢拿你来炒作 我可不敢惹怒秦先生 她顿了顿咬着唇道 这件事不是我不想澄清 是顾瑶不想澄清 她说 你是她的谬思女神 若是澄清后 她就不能再画你了 苏彦一正 眉头皱了起来 冷着脸 问顾瑶人在哪里 她在画室 秦太太 如果你能说服她 那是再好不过了 Isabella面上挂着浅笑 苏彦深吸了一口气道 带我去找她 Isabella开着车 载着苏彦 一路往市区外开 她开车的速度很快 苏彦坐在车里 感觉头有些晕 不到一小时 汽车开到了 郊外的一个村庄 最后停在一座 古色古乡的四合院前 Isabella朝着四合院指了指 秦太太 到了 顾瑶就在里面 苏彦睁开眼 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开门下了车 见Isabella不下车 她问 你不进去吗 Isabella微叹了口气 雨气里满是无奈 我劝不动她 你进去好好劝劝她吧 这会儿已经是凌晨两点 苏彦又困又累 脚底都开始打飘 捏了捏眉心 给自己醒了下神 台步走进四合院 四合院里 只有一个房间 亮着微弱的光 苏彦走进房间 被里面的景象惊得呆住 这是一间画室 里面挂着很多画 每一张都是她 正面的 侧面的 背面的 抽象的 现实的 各种各样的她的画像 画室正中间 放着一幅巨型画 看着像是完成不久 是夕阳下的海面 海浪在夕阳的映照下 呈现出 波光灵灵的金色 海面隐隐约约 倒映出一个模糊的背影 是她的背影 苏彦眼神沉了下来 连带着呼吸也沉了下来 这一幅画 应该就是八卦新闻里说的 顾瑶画的她的裸背画 海面 她转身环顾画室 没有看见顾瑶的身影 起唇喊了声 顾瑶 画室右侧的小房间里 传出哐当一声 苏彦目光落向 那个漆黑的小房间 又试探地喊了一声 顾瑶 艳艳 房间里传出 含糊不清的男人声音 苏彦听出是顾瑶的声音 转身走向房间 四合院外 比特贝勒坐在驾驶位上 抽完一支吸烟 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你让我办的事情 已经办好了 把尾款打到我卡上吧 你放心 我今晚就回法国 保证不会让人找到 挂了电话 她回眸看了眼四合院 眼里一片心红 她紧抿了下唇 扭过头 启动汽车往机场方向飞驰 第107章 我太太没有出轨 许正荣挂了电话 重新抱起哭哭啼啼的秦佩玲 目光却落在病房门口 正和医生沟通的秦菜叶身上 妈咪 痛痛 秦佩玲哭得小脸皱巴巴 许正荣像是没有听见孩子的哭声 翘着嘴在秦佩玲额头亲了亲 嘴唇微动 宝贝 你可是又帮了妈咪一个大忙 秦菜叶直到天亮 才回到景喜公寓 客厅里亮着灯 电视机开着 沙发上却没有人 她脱下外套放在沙发上 朝主卧方向喊了一声 苏燕 没有回应 她在公寓里仔细找了一圈 客厅 主卧 四卧 书房 卫生间 厨房都没有苏燕的人影 拧眉拿起手机 播了苏燕的手机号 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江州本地早间新闻 这时主播播报一条新闻 江州某豪门太太在四合院约会画家前男友 记者正在 秦菜叶眉头一紧 抬眼看向电视机 新闻里的照片虽然都打了马赛克 但她一眼就认出是苏燕 额头轻轻猛地抱起 哐当她把手里的手机狠狠地砸向电视机 第二天 苏燕是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的 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四周环境陌生 她觉得头痛的根要劈开了似的 但看见身侧躺着的顾瑶时 她脑子一片空白 心跳煞时顿了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扶着额头仔细想了想 昨天晚上 她走进画室旁边的休息室 看见顾瑶醉熏熏地昏睡在床上 她觉得头晕得站不住 就坐到床檐上喊顾瑶 没喊几声 她就眼前一黑 然后没了意识 昨晚的记忆回到脑子里 苏燕只觉心里一咯噔 赶紧查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她还是穿着昨天的衣服 衣服没有被脱过的痕迹 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顾瑶 顾瑶 你醒醒 苏燕伸手去退一身酒气 还在昏睡的顾瑶 顾瑶皱着眉睁开眼 抬头捂着脑袋坐起来 在看见苏燕时 顿了好几秒 燕燕 你 你怎么在这 我们昨晚 苏燕知道她想说什么 忙指住她的话 你和我身上衣服都是完整的 我们昨晚没发生什么 是Isabella 她一定在我的城市里 下了安眠药 听着四合院外 闹哄哄的声音 苏燕心脏开始颤抖 双手也控制不住地颤抖 很明显 她被设计了 门外一定是一堆记者 就等着拍她跟顾瑶一同出来的画面 燕燕 我出去和记者说清楚 顾瑶爬下床 别 苏燕拉住她 四合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说什么 记者都不会相信的 话音刚落 休息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燕燕 你快去卫生间躲一下 顾瑶惊讨地看向门外 驾驶卫上的一礼 看了眼四合院门口聚集着的 二三十个记者 又看了眼车后座上 周身气息阴沉的骇人的男人 她硬着头皮说 秦总 已经核实过了 太太确实和顾瑶在这个四合院里 她顿了几秒 继续说 现在江州各大媒体都过来了 就等着拍太太和顾瑶出门的画面 副驾驶卫上的寄染试探性地说 秦总 要不还是救我下车 官方性地和记者声明几句 秦燕燕一声不吭 英智的目光落在紧闭的四合院大门上 过了半晌 她面无表情地打开了车门 秦先生来了 车门一打开 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就快速为了过来 恨不得把话筒戳到秦燕燕的嘴边 秦先生 您和秦太太的婚姻是否出了问题 秦先生 您是否知道秦太太与画家顾瑶的往事呢 秦先生 秦氏集团与苏氏集团的联姻关系 是否会受到影响 记者们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 提出的问题更是毫不可期 更有大胆的记者直接问 秦先生 秦太太是否真的出轨画家顾瑶了 秦燕燕也谋狠利地扫向问这个问题的记者 他立声道 我只说一遍 我和我太太的婚姻没有任何问题 我太太没有出轨 记者被他凌厉的眼神下出一身冷汗 但本着挖掘新闻的态度 鼓着勇气追问 秦先生 那您现在过来是干嘛 您难道不是来抓奸的吗 秦燕燕脸上虽然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咬鸡却明显地鼓了起来 一里指挥着保镖驱逐记者 既然赶紧官方性地做出声明 秦太太和友人是正常见面 秦先生现在是来接他的 请各位记者朋友不要胡乱编造新闻 秦氏集团 苏氏集团保留追究造谣媒体的权利 秦先生本人不会再对此事做任何评论 我是秦氏集团的律师 既然 我将代表秦先生发言 这时 伴随着支搭一声 四合院的大门开出了一条小缝 记者们听见动静 又一窝蜂地围到四合院门口 嘴上喊着 出来了 出来了 秦太太和顾瑶出来了 苏燕跨步走出大门 面对不断闪烁的相机闪光灯 她下意识地抬手遮盖了下眼睛 余光瞟间站在不远处秦菜叶 男人面色依旧沉静 但苏燕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心里压了一团火 她心脏不争气地抖了抖 记者们一个个状态 比刚才采访秦菜叶时候还要激动 你正我抢的问着比之前还要犀利的问题 是必要挖掘出一个大新闻 秦太太 您和秦先生的婚姻是否是名存实亡 秦太太 您昨晚是和画家顾瑶共度春宵了吗 秦太太 看这边 您是给秦先生戴绿帽子了吗 苏燕深呼吸一口气 勾着唇看向秦菜叶方向 又酥又甜地喊 老公呢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等你半天了 秦菜叶脸眉走上前 紧紧搂住苏燕的腰 与其宠溺 刚处理完公事 让你久等了 记者们对他们秀恩爱的画面并不买账 秦太太 秦先生 外界说你们婚姻名存实亡 恩爱举动都是作秀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秦太太 秦先生 你们是否是开放式婚姻 各自在外有伴侣吗 都被记者堵在门口了 这个时候 说什么解释的话都是无用的 既然挡在两人前面 重复着官方性的发言 请各位记者朋友不要胡乱编造新闻 秦氏集团 苏氏集团保留追究造谣媒体的权利 四合院的大门突然被敞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男人 记者们跟被打的鸡血一样 狂按相机快门 画家顾瑶出来了 快 快拍 咦这是谁啊 怎么跟街道的爆料信息不一样 这个男人是谁 林淑琪站在苏彦身侧 不急不缓地道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受秦先生和秦太太的委托 来处理近日网络上流传的 秦太太与画家顾瑶不识绯闻的律师 我叫林淑琪 后续 我将代替秦太太发言 记者们原本接到的爆料消息是 秦太太和画家顾瑶在四合院单独约会 现在看从院子中又走出一个律师 机体哗然 赶紧把镜头对准林淑琪 林律师 林律师 网络上关于秦太太跟顾瑶的绯闻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趁着记者们把注意力都放到了林淑琪身上 一里赶紧指挥着保镖 把秦参业和苏彦互送进入四合院 走进四合院 在大门重新合上的瞬间 秦参业立刻放下搭在苏彦腰上的手 没眼阴沉地盯着她 第108章你是不是疯了 苏彦 你没什么话要和我说吗 盯了她许久 秦参业脸谋问 秦参业 我苏彦张嘴 秦参业不再看她 绷着脸静止走向顾瑶的画室 秦参业在进入画室的瞬间狠狠一正 她是真的被争住了 跟在她身后的苏彦 看见她的身体明显地僵了一下 苏彦能理解她的震惊 其实昨晚她看见画室里 各种各样她的画像时候 也是静了好一会儿 但转念想了想 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灵感谬思 顾瑶在大学时代就把她当作灵感来源 她画这些画 也可以理解 秦参业 这些画是苏彦开口 没等她说完 秦参业扭头看向她 脸色很沉 声音更沉 苏彦 你先出去 苏彦看了秦参业一眼 又看了眼站在画室中间的顾瑶 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了画室 四合院门口的喧闹声渐渐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 林书琪和纪染并排着走进四合院 苏彦看着两人 只觉得男的英俊 女的漂亮 戏场也是莫名的一致 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男才女帽四个字 一时间有些看愣 林书琪走到她跟前 嗓音轻缓 苏彦 你不用太担心 记者们已经都离开了 苏彦回过神 赶紧道谢 谢谢你 林律师 今天多亏了你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我是在调查前几天跟踪你的两个记者时候发现的 据他们所说 他们昨天下午就收到了匿名爆料信息 信息说你会和顾瑶在画室约会 我赶来的时候 四合院门口已经为了不少记者 好在我发现这个四合院和隔壁人家有一道暗门相连 苏彦的重点落在了林书琪画中的昨天下午四个字上 她是凌晨坐着Isabella的车道的四合院 记者们却提前十个小时接到了爆料信息 看来Isabella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网络上她和顾瑶的绯闻大概率也是Isabella的杰作 这个疯狂的女人是想毁了她和顾瑶 苏彦狠狠地吸了几口气 林律师 你能查到顾瑶之前的经纪人Isabella的下落吗 林书琪点点头 我试试 既然这时候开口 秦太太 这个人的下落应该不好找 苏彦默了下来 这个女人跑得可真够快 这时 秦灿叶从画室里走了出来 苏彦下意识地往画室方向看了一眼 剑谷瑶依旧站在画室中间 姿势没有什么变化 可整个人被颓然的气息笼罩着 看着很萎靡 戴相细看 秦灿叶走到了她的面前 高大的身形正正好好的挡住了她的视线 苏彦仰头问 秦灿叶 你和顾瑶说了什么 秦灿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对着另外一侧的人说 既然 你去处理一下画室里的画 涉及到太太的画必须全部销毁 一幅都不能流出去 既然轻点了下头 还不走进画室 听见她的话 苏彦脸色骤变 急急说 秦灿叶 你要毁了顾瑶的话 你知不知道对于创作者而言 这意味着什么 你想要她的命吗 秦灿叶脸色一瞬间变得更加阴沉 喉咙憋出一句话 苏彦 你要护着她 护着这些话吗 这时 苏彦听见画室里传出顾瑶绝望的嘶吼声 秦灿叶一把拉住苏彦的胳膊 把她扯了回来 她根本没有收力 苏彦觉得胳膊被她捏得很疼 可她顾不上胳膊上的痛感 吼了句 秦灿叶 你放手 义里从门外走了进来 秦总 外面已经安排妥当 可以离开了 秦灿叶嗨了一声 随后看向苏彦 沉声道 你跟我走 我不走 你放开我 苏彦着急地看向画室 画家都是敏感脆弱的 顾瑶本就在创作低迷期 若是再毁了她的话 只怕是要出事 秦灿叶松开了手 下一秒 直接弯腰把她扛了起来 她动作太快 苏彦来不及反应 就被她塞进 停在四合院门口的 麦巴赫副驾驶座位上 她弯着腰 给扑腾的苏彦系上了安全带 然后重重地甩上车门 没等苏彦解开安全带 推门下车 秦灿叶上了驾驶座 巴搭落了门锁 苏彦解开安全带 用力拍打车窗 秦灿叶 你让我下车 男人只当什么也没有听见 启动车子 猛踩油门 苏彦被惯性甩到了椅背上 抖着手主动拉上安全带 林书起眼看着麦巴赫 跟个小豹子似的冲了出去 她转头看了眼画室 抬步走了进去 车窗外风景急速闪过 苏彦目光落在一表盘上 150码 她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狗男人 还要不要命了 苏彦一手拽起身上的安全带 一手拉着门扶手 结结巴巴道 秦 秦灿叶 你 你超速了 秦灿叶依旧不说话 却把车窗都打开了 狠狠喘了几口气 狂风吹进车内 苏彦的眼睛被随风乱飞的头发 盖住了视线 她也不敢撒开手去拨头发 感觉汽车速度只提不降 她吓得脸色惨白 抖着唇喊 停车 停车 秦灿叶 你个疯子 你要找死自己去 别带上我行不行 停车 停车 男人突然一个急刹车 车速骤然降了下来 车轮和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声音 苏彦身体控制不住地往前栽去 锁骨被安全带勒得生疼 她垂眸一看 竟然被勒出了一道红痕 她红着眼看向驾驶座上的男人 咬牙吼 秦灿叶 你在做什么 男人依旧不说话 只是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她忽然解开身上的安全带 把苏彦重重地压在一背上 整个人亲了上去 又啃又咬 毫不怜惜 苏彦嘴唇和舌尖都被她咬破 嘴里一股血腥味 她剧烈地挣扎着 用尽全力推开了她 她对上男人 透着癫狂的眼睛 紧咬着牙根喊 秦灿叶 你是不是疯了 秦灿叶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脸上带着自嘲地笑 是 我是疯了 居然爱上你这样一个没有心肝的女人 第109章你总该有个答案啊 苏彦躺在工作室阁楼的小床上 两眼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米丽抱着膝盖坐在她床边的地毯上 咧着嘴问 然后呢 731说完这句话 然后发生了什么 苏彦半坐起身子 委屈巴巴地看向米丽 然后 然后她把我赶下了车 宝 我手机又没有电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 才走到主路 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 她把脚丫子伸到米丽面前 吸了吸鼻子说 呜呜呜 你看 我走的脚都起泡了 呜呜 米丽象征性地拍了拍她的脚算是安抚 追问 宝贝 731表白了 你就没有说些什么吗 我说了 我说我有心肝的 苏彦别着嘴 我怎么可能没有心肝吗 人没有心肝不就是死人了 米丽嘖嘖了两下 打断了她的话 宝贝 731对你表白啊 你多少得有点反应啊 苏彦哀了一声 我当时太震惊了 米丽抬手捏了捏她的脸 恨铁不成钢地说 月索尔诺 喜欢或者不喜欢 爱或者不爱 你总该有个答案啊 苏彦一愣 过了好几秒 她重新躺回床上 盯着天花板发呆 这时 枕头边正在充电的手机响了起来 苏彦侧谋一看 是林书奇来电 她问了接听按钮 电话那头传来林书奇温和的声音 苏彦 顾瑶的那些话并没有被销毁 已经协商好做封存处理 你不用太担心 谢谢你 林律师 林书奇顿了顿 又说 苏彦 按照昨天签订的分居协议 你和秦先生的分居时间 应该是从今天开始起算 如果你今天还和秦先生住在一块 那就 没等她说完 苏彦连忙说 我们今天开始就分居了 我现在住在工作室这边 电话那头的林书奇像是松了一口气 语气也变得轻快了很多 嗯 那你早点休息 米丽在一旁把电话内容听得一清二楚 又嘖嘖了两下 问 宝贝 你喜欢林律师吗 苏彦被她的问题打得猝不及防 争了好一会儿 等反应过来 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她和林书奇认识的时候 她就已经是已婚妇女了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米丽呕了一声 继续问 那你还喜欢顾瑶吗 苏彦思索了片刻 再次摇了摇头 以前是喜欢的 哪怕和秦菜叶结婚后 我也一直偷偷想着她 她吐出一口气 但是 自从我知道她为了前途 舍弃了我 我就不喜欢了 米丽眼珠子咕噜转了一圈 我去给客户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明天的行程 你早点睡 我们明天一早赶飞机呢 苏彦怎么也睡不着 耳朵边一直回想着秦菜叶的那句 我是疯了 居然爱上你这样一个 没有心肝的女人 她想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想明白 自己该有什么反应 第二天一大早 米丽看着苏彦的两个黑眼圈 再一次嘖嘖嘖了好几下 因为是一大早的飞机 苏彦也来不及化妆 治一下黑眼圈 带着行李匆匆赶到机场 看了眼手上的机票 她拧了下眉 宝 我的座位为什么在头等舱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 工作室在初创阶段 我们要节约开支的嘛 你看看你的黑眼圈 我刚才特意给你升级成头等舱了 你去好好睡一觉 米丽唬着脸 苏彦放好行李 打着哈欠 坐到位置上 乘客陆陆续续地登机 她脱了高跟鞋 换上拖鞋 拆了片蒸汽眼罩 盖上毛毯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开始补觉 昨晚没睡好 现在困得眼皮只打架 飞机还没有起飞 苏彦就睡着了 空姐推着餐车过来发早餐 轻轻碰了一下苏彦的胳膊 你好 于是打扰一下 早餐您是要鸡肉三明治 还是要牛肉汉堡 苏彦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有气无力地哼结了一句话 嗓音带着刚苏醒的沙哑 空姐没有听清楚 轻声问 抱歉女士 我没有听清 能再说一遍吗 隔壁乘客似乎听清楚了 替她向空姐传达了一下 她说要鸡肉三明治 这个男人的声音很是熟悉 传入苏彦的耳朵里 她的困意一下子全跑了 她摘下蒸汽眼罩 半眯着眼睛看向身侧的乘客 还真是她 一下子被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尴尬 大写的尴尬 秦灿叶把空姐递过来的鸡肉三明治转递给她 苏彦总算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脱口而出 谢谢 秦灿叶淡淡地回了一句 不客气 她态度冷淡 与其疏离 就像是在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 苏彦觉得 这一刻 他们的样子真像两个陌生人 经济舱里 陆涕景和米丽伸着脖子往头等舱方向张望 陆涕景一脸的腰公样 米丽 你不知道我为了把叶哥骗过来费了多大的劲 你要怎么谢谢我 米丽白了她一眼 陆涕景 你既然要换座位干嘛不和我换 也让我享受一下头等舱啊 陆涕景小声嘀咕 和你换了 那我还怎么跟你坐一起 米丽没有听她说什么 你没抱怨的句 烦死了 本来想让你在头等舱探听下情况吧 你倒好 放着好端端的头等舱不做 跟人换了座位跑到经济舱 头等舱里 苏彦是睡不着了 默不作声地啃着三明治 她偷偷瞟了身侧人几眼 秦灿液拿出了平板 长腿交叠 身体微微侧过去 目不斜视地看着平板上的文件 苏彦藏在拖鞋里的脚趾忍不住扣了一下 抬手看得下手腕上的手表 还有三个小时飞机才落地 还真是魔人 许是她吃得太三心二意了 又或许是因为飞机刚好遇到气流突然颠补了一下 总之苏彦身子一晃 随后感觉气管里卡了个东西 苏彦被噎住了 呼吸变得困难 双手揉捏着颈部 却怎么也排不出异物 她感觉自己要被噎死了 一张脸上的通红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张嘴求救 行 请 她想喊旁边的秦灿液帮忙 但是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一旁的秦灿液是侧身背对着她 根本看不见她的情况 第110章似乎是犯病了 小姐 你怎么了 附近一个起身上厕所的乘客 发现了一只手捂着喉咙 一只手在空中乱抓的苏彦 觉得不对劲 赶紧喊空姐 快来人啊 这位小姐似乎是犯病了 听见呼喊 秦灿液猛地转过身 苏彦此刻脸色变成了酱紫色 都开始翻白眼了 秦灿液呼吸明显顿了一秒 噎住了吗 苏彦说不出话 吃力地点了点头 秦灿液起身一手扶着她的头 一手在她背上拍打 拍了几下都拍不出异物 苏彦 十惊吐 她呼吸也跟着急促了起来 额头低出汗珠 双手开始颤抖 这时空姐匆匆赶了过来 喊了声 先生你让一下 我来用海姆立刻急救术 秦灿液立刻把苏彦 从椅子上抱起来放到过道 空姐上前用双臂 还住苏彦的腹部 用力收紧双臂 挤压她的上腹部 一下 两下 三下 可堵在苏彦气管里的异物 终于被挤压了出来 苏彦扑的一声吐了出来 不偏不倚的拳突 在站在她面前的秦灿液身上 她喘着粗气 看着自己吐在秦灿液衬衣上 湿搭搭的一团糊糊 感觉更尴尬了 秦灿液倒是毫不在意 轻拍着她的背 帮她顺着气 暖暂的喧嚣后 飞机舱内恢复了平静 苏彦重新坐回椅子上 空姐在乘客中找了个医生 来替苏彦检查身体情况 秦灿液去了洗手间收拾衬衣 回来时候 发现那个年轻男医生 还坐在她座位上 笑得很腼腆 身体肯定是已经检查完了 这个男医生 现在明显是在何苏彦搭讪 苏彦笑得很客气 嘴角的两个梨窝若隐若现 莫名地勾人 这个女人 干嘛对谁都笑得那么好看 男医生明显是看呆了 一双眼珠子黏在苏彦的脸上 男医生何苏彦闲聊了半天 终于说到了主题 要不我们家的微信 飞机落地后 你要是哪里不舒服 可以随时找我 苏彦下意识地想说 不用麻烦了 还没等苏彦张口 男医生又说 你把你爸爸的病例发给我 我这次正好去港城 参加心血管疾病研讨会 会上有很多海内外 专家可以让他们帮忙看看 苏彦犹豫了一下 随后连接上航空公司的WiFi 打开了微信 男医生加上了苏彦微信 又发了一条信息给她 我叫徐薇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苏彦咁了一声 好的 徐医生 我叫苏彦 徐薇加上了苏彦微信 又冰煮了她几句 以后吃东西小心之类的 就起身离开了 苏彦点头笑了笑 一抬头刚好看见 站在走道上的秦灿叶 面无表情地瞧着她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 在秦灿叶落座后 她置物了一会儿 低声说了句 刚才谢谢你了 不客气 秦灿叶跟之前一样 淡淡回了三个字 苏彦一愣 感觉她态度格外地疏离 善善地偏过头 秦灿叶继续看着平板上的文件 但是这次没有背对着她 而是靠在椅背上 手举着平板 苏彦瞟了眼她手上的平板 屏幕上密密麻麻麻的英文 她看不懂 但感觉每一页都长一个样 放在小桌板上的手机亮了亮 屏幕提示收到微信新消息 苏彦看了一眼 给她发信息的是 刚才那个男医生徐薇 她扭头看了下后排方向 徐薇朝她笑着扬了下手 苏彦礼貌地笑了笑 拿起手机点开聊天框 徐薇问她 去港城待几天 什么行程 苏彦简单回复 她是来参加服装展的 徐薇问 你是模特吗 苏彦回 服装设计师 徐薇说 比模特还漂亮的服装设计师 苏彦看着她这条信息 微粗了下眉 纵使是在迟钝 她也看出徐薇在聊她 她想了想 放下了手机 没再回复 手机又闪了好几下 一眨眼的功夫 徐薇又发了好几条信息过来 但手机屏幕不闪了 苏彦重新拿起手机 浏览了下信息 徐薇问她 在港城下榻的是哪家酒店 一会儿打算怎么去酒店 需不需要她送她 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苏彦一手扶着额头 一手捏着手机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时空姐播音提示 飞机即将落地 请乘客系好安全带 关闭电子设备 旁边的秦灿叶 把平板和手机都关机了 苏彦赶紧也将手机关机 系好安全带 飞机落地的时候 苏彦觉得有些耳鸣 从包里摸出块口香糖咀嚼 来缓解耳朵的不是 感觉有道视线落在身上 她侧头看向秦灿叶 发现她两眼直直地盯着她的脖子 她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 结果嘴里的口香糖 孤独一下滚进了喉咙 嗨嗨 还没嚼几下的口香糖甜味很足 后得她喉头应激性地咳了几下 又咽住了嘛 秦灿叶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伸手拍打她的背 苏彦接接是使来了几下 赶紧出声 没 嗨嗨 没 没咽住 口香糖不小心滑到胃里去了 秦灿叶鸣起了薄唇 脸上的嫌弃藏不住 苏彦也不敢再嚼口香糖了 抬手捂着发胀的耳朵 飞机终于落地了 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时间后 稳稳地停了下来 乘客们拿着行李陆陆续续地下去 苏彦余光瞟见徐薇往她方向走 她不想被她纠缠 赶紧起身往外走 米粒已经出来了 正在外面等她 见她两手空空地走了出来 问 宝贝 你行李呢 苏彦挨压了一声 忘记了 宝 快陪我去服务台找工作人员 嫂子 你是不是行李往飞机上了 陆涕景的嗓门很大 吼得大半个听的人都知道 有人把行李落飞机上了 苏彦寻声看过去 见陆涕景隔着十几米远 朝她摆手 她身旁是依旧没有什么表情的秦菜叶 而她的粉色行李袋就在秦菜叶的手里 带两人走近 苏彦借过秦菜叶手上的粉色行李袋 礼貌地道了声谢 秦菜叶依旧是冷冷的三个字 不客气 苏彦抿了下唇 觉得现在两人相处奇奇怪怪的 米粒给陆涕景打了个眼色 后者赶忙说 叶哥 车在停 车长 我们赶紧去路鸣山庄吧 哎呦 你们也住路鸣山庄啊 我们也是 好巧啊 米粒夸张地拍了下大腿 陆涕景哈哈笑了两声 这么巧啊 那我们稍你们一起去吧 秦菜叶瞟了眼 眼计拙劣又浮夸的两人 没有作声 转头往停车场方向走 车是兵力 陆涕景开着车 米粒坐在副驾驶位上 苏彦和秦菜叶坐在宽大的车后座 中间放着苏彦的粉色行李袋 两人很有默契地 各看自己那侧车窗外的风景 车里气氛安静中透着尴尬 第111章讲个好笑的是 陆涕景这个小机灵鬼 决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活跃下气氛 他说 我给你们讲个好笑的是 米粒横捧场地问 什么事 陆涕景似乎觉得 自己将要说的话很搞笑 先自己笑了几声 然后才说 空姐跟我八卦说 我们那一班飞机上 有个乘客早上吃飞机餐 差点被噎死 飞机差点因为这是返航 说完 他自己又嘎嘎嘎笑了几声 这班航班的乘务人员 还写了个事故报告 发给总部 吃饭差点被噎死 哈哈 米粒笑点低 捧着肚子笑起来 苏燕笑不出来 脸色一下子涨得通红 咬着唇不吭声 这是本却听着不好笑 更何况自己 还是故事里那个 吃饭差点被噎死的人 秦灿液也没什么反应 他从车窗外收回视线 慢悠悠地问 陆涕景 你加了空姐微信聊八卦 陆涕景笑声戛然而止 米粒也不笑了 朝他翻了的白眼 原本只是苏燕和秦灿液互不搭理 现在米粒也不搭理 抖机灵的陆涕景了 车里的气氛 比之前更安静更尴尬 车子开了一个小时 总算看见了位于半山腰的路名山庄 苏燕皱着眉问副驾驶位的米粒 宝 你怎么把酒店定在这里 外出多不方便 我问过了 酒店有接驳车去服装展的 交通挺方便的 米粒指着烟雾缭的山说 这里的温泉特别出名 我们还能泡泡温泉 看展 度假两不耽误 说话间 汽车开到了酒店门口 苏燕见酒店门口站着一堆人 像是在等着迎接什么人 陆提警刚停下车 为首的几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 就迎了上来 秦总 陆总 欢迎 欢迎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大腹贫贫的男人 脸上堆着笑 秦灿液推门下了车 轻点了下头 詹总 詹总目光落在从兵力车后 坐另外一侧出来的女人身上 秦总 这位是 秦灿液淡淡看了眼苏燕 回答得很敷衍 同一个航班的乘客 他们正好住在这里 苏燕一正 这是在和她撇清关系吗 想了想 也是 要是介绍她是秦太太 那就免不了要被安排住在同一间房 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正式分居了 自然是要隔开些 詹总了然地看了他们一眼 只把他们两个当成是 在航班上搭讪有钱男人的女人 秦总 陆总 那我们进去吧 五夜已经准备好了 秦灿液没再看苏燕一眼 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酒店 办了入住 苏燕直接去房间补觉 昨晚没有睡好 飞机上也没有怎么补觉 她这一觉 睡到了天大黑 看了看手机 米粒给她发了信息 说她去市区的酒吧嗨了 让她睡醒了 去找她 苏燕回复说 觉得有些累 就不去酒吧了 肚子咕咕叫了几声 苏燕才反应过来 今天一天除了半块 差点把她噎死的三明治 和那个被误吞的口香糖 她就没有吃过别的东西 起床洗了八脸 换了身宽松的吊带连衣裙 头发就那么随意地披着 苏燕懒洋洋地夹着人自 拖往餐厅走 陆明山庄的餐厅 布置得很有格调 餐厅一半室内一半露天 露天处还搭了个小舞台 有歌手正在上面弹琴唱歌 露天餐厅这边人很多 桌子都被人占了 苏燕就在吧台处找了个位置 点了杯夜灵啪香鸡尾酒 又点了些能垫肚子的吃屎 打开手机边打游戏边等食物 她脸蛋长得好看 浓颜细美人 就算是不化妆也是浓眉红唇 眼睫扑闪 加上皮肤又白 往那一做 立刻吸引了好些人的目光 酒保还没有把夜灵飘香鸡尾酒调好 就有男人凑过来了 男人手里端着杯红酒 走到她身侧问 你是一个人吗 苏燕专注地玩着手机上的游戏 没打枪 男人也不脑 等她玩了一局 才又开口 你喜欢打游戏吗 我打得很好 可以带你上分 苏燕这才反应过来 男人是在跟她说话 她侧眸看了一眼男人 过分羞身的西装 满头的发胶 全身散发着出格的自信 是米莉口中的 朴性油腻男 想到米莉对这些男人的评价 她没控制住地扑次笑了一下 男人愣了愣 没明白她在吓什么 但被她嘴角若隐若现的梨窝勾了魂 苏燕接过酒保递过来的鸡尾酒 踹了一口 然后说 我不喜欢打游戏 男人又问 你是来度假的吗 苏燕摇头 不是 男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遍 你不是来度假 难道是来工作的 你看着不像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啊 苏燕挑眉 哪里不像 男人看着她水灵灵的桃花眼说 眼神不像 你眼神太清澈了 不像是经历过社会的人 苏燕笑了笑 她刚毕业就结婚了 的确没有经历过社会 眼神可不就透着清澈的愚蠢 秦总 我们坐这边吧 身后响起一道娇媚的女人声音 苏燕转头 看见一个穿着性感吊带裙的女人 脸上妆容很浓 贴着浓密假睫毛的眼睛科技感很足 脸颊上的苹果肌鼓鼓的 这个女人的吊带裙是修身的 轻薄的布料包裹着护制欲出的胸部 裙子长度直到大腿根部 勉强遮住魂圆挺翘的臀部 而踩着细高跟凉鞋的两条腿又白又直 苏燕忍不住咧嘴撕哈了一下 这个女人身材相当火辣啊 女人朝身后又喊了一声 秦总 这边 你喝什么酒 苏燕往女人身后看了眼 果然是她认识的秦总 嘴巴张了张 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 秦灿夜走了几步 目不斜视地站到了苏燕身侧的搭讪男边上 右手食指在吧台上清点了一下 来北威士忌 随后她端着酒杯侧头和右侧的女人聊着天 脸上挂着若有似无的笑 摆出的样子像是根本不认识苏燕 苏燕明起唇 识相地撇过脸 往角落里挪了挪 挨着墙壁坐 那个来找苏燕搭讪的男人见状 也跟着她挪了挪 苏燕微微侧着身 慵懒地倚靠在吧台上 一边揣着鸡尾酒 一边专注地看着舞台 这个位置离舞台太远了 苏燕有两百度的近视 她也没有戴隐形眼镜 只能微眯着眼睛看着舞台 她咬着吸管的时候 嘴上的梨窝就又显露了出来 水润润的桃花眼半眯着 样子说不出的勾人 又唇又郁 站在她身侧的搭讪男 直接看争愣了 眼睛都挪不开 绞尽脑汁找话题和她搭话 苏燕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话 搭讪男见她手里的鸡尾酒喝完了 殷勤地说 我再给你点一杯吧 你要喝什么 苏燕眯着眼睛 看着舞台旁边舞池里热舞的男男女女 敷衍地回了两个字 随便 搭讪男笑了下 对着酒保说 给这位女士再来杯长岛冰茶 长岛冰茶的酒精度数在50度以上 搭讪男给苏燕点这种高度数鸡尾酒 目的不言而喻 秦菜叶眼角往侧边扫了两眼 见苏燕心大的接过搭讪男 给她的长岛冰茶串了起来 啪打把酒杯放在吧台上 她对着酒保说 再给我来一杯威士忌 声音没控制住得有些大 秦菜叶身边的女人 见秦菜叶眼睛时不时地往角落扫 有些后悔带秦菜叶坐到这边 刚才她从背后看 角落里的女人穿着像睡裙式的宽松吊带裙 脚上夹着人字托 她还以为是个不休蝙蝠的丑女人 没想到这个小妞转过脸 五官居然长得特别精致 一双桃花眼招人得很 明明没有化妆 可这一副天然去雕饰的俏模样 反而把它衬得跟野山鸡似的 悄悄扫了眼小妞的身材 松松垮垮的衣服 盖住了身材曲线 看着没有太有料 女人勾唇得意地笑了下 微微挺了下胸 轻挺了下回原的臀部 身体以着吧台站着 形成一个妖娆的S型 裸露的胳膊若有肆无地触碰着 身侧男人精壮的小臂